萧家远吓一跳的功夫,风亭山,禁军统领亲自带人直达风亭山别院,一声猫叫,扰了密道里的静命。 老南瓜手上动作不停,边埋头干活边问。 来人了,来的是谁啊? 黑猫再次瞄了几声,老南瓜冷笑。 禁军统领来了,他倒是赏心,能派这么个人过来。 说着他抄起手边一只青花瓷的花瓶,光刀砸在地上,然后直起身,招呼站在门口的顾衡。 走了。 顾衡扫了一眼被老南瓜丢在地上的人,和碎了半地的青花瓷片。 这能行吗? 咱们这位陛下呀,别的不行,就怀疑人这尽头管够,放心,能行得通。 从密道出来,老南瓜随手摁了窗帘上的一处,顾衡尚未来得及看清楚他到底按在哪里。 就见对面墙上裂开了一道口子,又露出一个密室。 老南瓜推了顾衡一把,将人带入。 顾衡震惊地环顾新的环境。 怎么这么多密室啊? 这密室装得富丽堂皇,可一点不比风亭山的重乌畅,只是小了许多而已。 老南瓜扯了一张椅子坐了。 这玉王缺德事干多了,总怕哪天命不保,这逃生的密室密道挖得也就多。 不过他密室挖得再多,也不及燕儿给他那猝不及防的致死一击。 这密室挖了,他用得着吗? 一贯眼角眉梢带着冷意的老南瓜,只有提起玉燕的时候,眼底才会带上几分温柔,几分得意,几分愧疚。 顾衡不忍看他的表情,转头看向旁边。 说话间,外面传来激烈的脚步声和高亢的说话声。 统领大人,这里是安波王的私人住宅,您这样三更半夜带人来搜,不太合适吧? 说话的是丰亭山别院的这边的管事,三更半夜起床,衣服都还没有穿整齐。 肖家远都让人抓走了,你们还有心思睡大觉呢? 我现在搜合不合适,等小王爷回来,你问了不就知道了? 愣着做什么,给我搜! 跟着来的禁军立刻私下散开,那管事立在禁军统领一侧,脸上带着粟粟。 肖三公子让人抓了,您搜我们这里做什么? 且不说我们小王爷人不在京都,就算是在,我们王爷与肖三公子也是好友。 统领大人如此,未免也…… 不等管事说完,那边传来一声招呼。 大人,这里有情况? 管事一愣,话音顿住,跟在禁军统领身后就往那边走,恰好是那密室口的位置。 上次豫王作乱,皇上从这里逃走。 禁军统领还记得清楚,他眉梢微动,眼底转着冷笑。 回头看那管事,指了地上一处碎掉的茶杯瓷片。 这是什么意思?不是豫小王爷不在吗? 谁这么大的胆子,趁着竹子不在,用着乳窑的茶杯喝茶? 喝完不算,还要摔了。 管事瞠目结束望着地上的碎瓷片,脸色已经大变。 禁军统领冷眼去着他。 家里进了贼都还不知道呢,就这还要给豫小王爷看家护院,给我打开那密道。 管事灰白着脸,眼睛盯着地上的碎片。 浑浑噩噩噩嘴里嘀咕着怎么回事,抬脚触发那密室的机关。 随着密道的门打开,立刻有禁军涌入。 什么人? 底下肃然传来一声惊呼。 管事腿一软,还手扶了旁边的椅子。 萧三公子真在我们这里? 不应该呀,今儿一夜,院里都没人来呀。 禁军统领奔搭理他,顺着台阶下去,一下去,立刻被眼前景象震惊住。 龙袍龙冠就那样明目张胆地摆在密室里。 跟着下来的管事,惊得拨开人群冲上前去。 怎么会有这个?不可能啊,我昨天还打扫过这里,从未见过这些。 这是哪来的?谁要陷害我们王爷呀? 他惊恐又生死历劫,转头看到一个搭拉着脑袋的二十多岁的小年轻。 被禁军跌溜着脖子站在那里,管事瞪大了眼看着他。 你是谁? 那人铁青着脸,耿着脖子一言不发。 低溜着他的禁军,朝禁军统领道。 大人,我们冲下来的时候,他正好从地上爬起来,脚镖带着碎瓷片,应该是听到东西想跑,慌张带倒了旁边的花瓶给绊倒了。 禁军统领看着他,他手里还捏着一封信,在禁军统领看来的一瞬,他手下意识要藏一下,但跟着就被禁军统领铁钳子一样的手抓住了胳膊。 硬生生逼着他松了手,将他信寒递上。 禁军统领展开一看,顿时脸色大变。 带走。 他一指人,又指了那龙袍皇冠,再指了管事。 以兵带走。 说完忽然回头朝禁军中的议员看过去,当时就是那人屡屡提供线索,一路将他们引到这里来。 禁军统领一朝内人看去,那人一个机灵转身就跑。 他站在密道口的位置,转身几乎飞升出了密道,触动机关将密道口封上。 封了密道口,他飞快离开。 身后,另外一处密道大门打开。 老南瓜带着顾恒和黑猫身形敏捷地追了上去。 承熙的林中,常乐带着人在定远侯当时训练私兵的地方转悠寻找。 从码头摸到林子边,从北搜到南,就快要将整片林子一寸一寸地离地似的,全都一遍翻完的时候。 在林子的东北角,发现了端倪。 这个土包,是不是想翻新的? 冬日的树木都是光杆丝令,冬日的月光倾洒大地。 云辉落在地上,并不能照出土地太明显的颜色。 常乐蹲在那土包前,仔细地看了半天。 这一片林子都是定远侯用来练兵的,这地面早让磨得平整,就这里多出一个土包。 说着,他深吸一口气,将手里的一把土撒下,起身。 嗯,挖开。 常乐下令,身后跟着来的人抽出各种配件配刀便开挖,都是杀人如麻的刀剑,死是用来挖坑,虽然大材小用,但也挖得迅速。 这地下室,是口棺材。 土包被挖开,露出埋在下面的东西,立刻有人低声惊呼。 死是暗未干的都是杀人的活计,可活人好杀,要挖死人的棺木,若说这里面装的就是死对头的尸体也就罢了,若是不相干的无辜人。 好端端的,挖人家坟难道还要开人家棺? 几个人彼此相视一眼,常乐上前,在那棺木上摸了摸,敲了敲。 上好的红柳木,一般人可用不起这棺材板,有钱人也不至于葬在这荒郊野岭,还是定远侯养私家兵的地方。 不用想啊,开,天打雷劈算我的。 常乐一声吩咐,那些有所顾忌的人也放下顾忌,上前开棺。 靠,他们不会把小三爷给藏这里面了吧? 我以前听说,有人在一处神秘的地方,建了个赌方钱庄花柳地,吸引了大量的有钱人去玩乐。 那些人都是一去少则三五日,多则十天半个月,不在里面花光了钱绝不走。 但出来之后,一个个都不记得那地方到底在哪儿。 据说当时过去,就是三更半夜在荒郊野地被人用棺材抬去的。 几人窍官忍不住闲聊,棺材板一开,众人抬头朝里看,都要看看里面是何天地。 靠。 棺材里装了整整一棺材的军械,常乐提出其中一把长枪,那铁质的手柄上,南兆国的国印清晰可见。 南兆国的军械怎么会在这里,这是另外一批,还是当时从京南角获的那一批? 这还有封信? 有人眼间,从军械中发现一点蹲宁,扒拉了几下,从里面拽出一封牛皮纸包好的信。 常乐直接撕开口子,将信函取出。 玉老弟,我只能帮你到这一步了,后面的事,只能摇住你马道成功,事成之后,莫要忘记我们的约定。 一封没有落款的信,常乐却认出了笔迹,这是南兆国某位皇子的词。 他曾经在玉燕的书房中见过,那是玉燕当时查萧家军覆灭案的时候,从渝王府找出来的东西。 正说话,林子不远处传来动静,马蹄声说话声伴着明晃晃的火把,正朝这边靠近。 当即站在常乐旁边的人,便上前去查看究竟,不过须语,他急急跑回。 是禁军,禁军副统里带着人搜林子呢,听意思说是有线索,萧三爷在这边。 常乐攥着那封信函。 这是有线索来找萧三公子,这分明是有线索来找这批货。 绑架萧三公子,目的就是引着人来寻这些东西吧。 常乐跟着玉燕这么多年,别的学没学会不好说,放火是学了个门清。 出门身上不带火油,那滋味就跟出门忘了穿衣上一样。 回头看了一眼那军械,常乐叫了一个人,将那信函塞进他手里。 记住了,从这一刻起,你就是端康王的人,你是半夜过来放着信函的。 那人顿时明白常乐的意思,将信函往那棺材里塞。 明白。 常乐拍拍他的肩膀,说得正重。 别怕,能活着回来。 那人笑了一下,没说话,魂不在意。 转头跪在地上,去盖棺材板。 常乐又留了一个人在附近盯着情况,转身招呼其他人。 走,去东南码头那边放火去。 山中一处别院,端康王和定远侯夫人说完话,正准备让人煮点宵夜边吃边等捷报。 忽然间东南方向燃起汹汹大火,大吃一惊,急步快走出乎立在院里看着那大火。 那边出什么事了? 码头那边的林子可是藏了玉燕谋法的罪证,不等随从回禀,两道仁已先后冲了进来。 王爷,不好了。 风亭山计划失败了。 王爷,不好了。 码头树林计划失败了。 不等这俩人先后上前,忽然一只黑猫从冥冥月子中窜吹,冲着端康王的面门直接扑了过去。 那黑猫褐色的眼睛带着凶悍的仇视,他锋利的爪子在扑上端康王脸颊的同时,一爪子狠狠抓下,差点将端康王一只眼珠子抓了出来。 他像是从地狱来的索命幽灵,像是从阎王殿来的夺命使者。 端康王不知是吓的还是惊的,亦或者单纯疼的,扯了嗓子惨叫。 旁边定远侯夫人震惊慌乱之下,上前就去驱赶那只该死的猫。 然而那猫身子灵敏,优雅又金贵地轻轻一闪,躲开抽打,却尾巴冲着端康王的脸,又是狠狠一冲。 动作间顾恒带着人冲了进来。 专乱党端康王,救北京王府三公子。 顾恒一嗓子吼,他身后的人蜂拥而上,端康王之前还震惊从哪来的发疯的野猫,此刻却震惊顾恒怎么找到这里来。 然而那野猫还在他的头上作威作福,他一时间焦头烂额,既赶不走野猫,又无法下令,更不能分析眼相。 倒是旁边定远侯夫人大惊失色。 来人,快来人! 其实不用他喊,这院子原本是属于他的人和端康王带来的人,也已经冲了过来。 厮杀在一瞬间展开,定远侯夫人喊完,眼见无法帮端康王赶走那猫,回头便去屋里找萧家园。 若是被对方得了上风,萧家园就是他们撤退的最好盾牌。 然而一脚踏入屋里,另外一只脚还没跟上,忽然面色大变,原本中了软骨伞应该烂泥一样摊在地上的萧家园。 此时皮笑肉不笑地站在他面前。 定远侯夫人惊恶之下,转头就要跑开,却是不急动作。 萧家园抬脚一脚朝他心口踹了过去。 纵然软骨伞的药效还在,但到底也是跟着玉眼刀尖舔血的人,更不要说还是萧家园的后代。 定远侯夫人一个在内宅被养得细皮嫩肉的女人,怎么嫁得住萧家园这狠狠一脚踹? 灯尸嘴里喷血,整个人飞了出去,重重跌在端康王脚下。 端康王已经够分寸大乱了,此时又见萧家园自己走出来,更是火气攻心。 奈何那只该死的猫始终就是缠着他,他脱不得身。 好在他既是不下这局,就做了万全的准备。 顾恒虽然带人找了来,可到底人数不够。 挣扎间,端康王总算是一把甩开了那只该死的野猫,也不去服地上的定远侯夫人,带了自己两个随从,就要从混乱中离开。 萧家园身子一闪,拦住他的去路。 想跑? 萧三公子常年浪荡歌舞场,说话自带三分浮夸和轻浮,在这儿充斥着血腥味的夜里,格外地挑衅着端康王的神经。 明明白白告诉他,之前萧家园说的那些话,全都他娘的是屁话。 他不知道哪一环出了错,竟然能让萧家园站起来,那边过河的人被拦截住,根本冲不过来。 端康王眼中带着冷笑。 滚开,你没这个实力拦本王,本王不弄死你,已经算你造化了,别自找死路。 他拦不住你,我拦得住吗? 不等端康王说完,忽然一个人从房顶飞下。 进军统领手持大刀,飞身落下一瞬,手起刀落,直接朝端康王砍了过去。 端康王怎么都没料到,进军怎么会来这里? 进军不是已经被分成两部分,吸引去了丰亭山别院和码头那边的林子吗? 惊慌之下,端康王偏头躲开,他身侧两个护着他的随从立刻上前抵挡禁军统领。 却是在他们转身迎战禁军统领的一瞬,又有两人从房顶跳下,长明和长乐。 这两人跳下的同时才发现彼此,长乐一面长剑刺向端康王,一面朝长明道。 靠,你怎么也来这里了,你不是同王妃在家? 长明抬手一掌,把端康王直接劈了个头晕眼花。 王妃让摩擦定远侯府的别院,码头那边起火,我们本来是要去看看起火原因的。 路过这里听到里面的打斗声,顺便进来瞧了一眼,哪成想装个正着? 劈完人,拍拍手,长乐一把将晕倒的端康王拽住, 三下五除二从腰间截下绳子给他捆了。 端康王一被捆了,他那些随从很快也就缴械。 进军统领留人将这边的别院看守住,压着端康王, 定远侯夫人以及端康王的全部随从,连夜回宫。 肖家远作为这次事件的受害人,自然也要一同进宫谢恩。 等到该走的人差不多都走了,长明长乐一左一右暴毙看着顾衡。 啊,听说你去买包子了? 八岁的顾衡扬着小脑袋,笑得一脸天真。 呵呵,今儿月亮真亮啊。 所以是月光太晃眼,把你给刺得迷了路, 从安博王府出来买包子,一路买到了这里来。 长乐扫了一眼被顾衡带来的那些人。 这些都是来陪你买包子的? 老南瓜早带着黑猫顿了,跟着顾衡过来的, 全都是当时顾衡从丰亭山别院召集来的。 不明所以,也不好打岔,一个个眼巴巴盯着顾衡。 一脸好奇想知道,买包子到底是什么行业黑话? 他们是在丰亭山待久了,与京都脱轨了吗? 顾衡嘿嘿嘿陪着笑,上前左手挽了常乐,右手挽了常明,十分萌萌大。 嘿嘿,两位哥哥,这眼看天就要亮了,我请你们去吃陈鸡羊杂, 陪着烧饼夹肉,寄人给你们买三碗羊杂,三个烧饼夹肉。 哼,瞧不起谁呢?我是吃不起那三碗羊杂? 常明翻了个白眼。 看不起谁呢?我是买不起那三个烧饼夹肉? 顾衡一咬牙,一跺脚。 五个! 成交? 常明尝了说的一口同声,顾衡松下一口气。 那你们每人吃我五碗羊杂,五个烧饼夹肉,回去可别在我姐跟前卖了我。 哼,不能够的事,大丈夫男子汉,一口唾沫一个颠。 你也是为了萧三公子,想要出一把力,而且你这还立了功呢。 半个时辰后,吃过羊杂,吃过烧饼夹肉的常明常乐,站在安博王府的书房里,嘴巴还沾着油花呢,就当着顾衡的面,把它卖了个底朝天。 哎,好家伙,我从外面路过的时候,就听到里面打得相当激烈。 我这进去一看,差点没把我吓死,怎么顾衡小事也就在里面呢? 我当时差点没了半条魂啊,刀剑乌眼呢,他熬个夜都怕死了,那个时候倒是冲得挺快。 谁说不是啊,咱们都以为这八岁的孩子能撒什么谎呢? 说买包子,那就必须是去买包子了。 我倒是不知道,这深更半夜的,卖包子的竟然开到荒郊野岭了,这是什么肉下的包子,才开到荒郊野岭呢? 顾小恒,不是我说你。 真的,以后绝对不能擅自行动了,多危险啊。 顾衡小小的人,一夜之间经历了什么叫众盘清理,什么叫男人的嘴,骗人的鬼,什么叫烧饼夹肉打狗,有去无回。 咬牙切齿瞪着长明长乐,痛心疾首。 管我羊杂和烧饼夹肉。 长明长乐齐齐打了个宝格,没理他。 顾衡瞥了顾衡一眼,仙剑要紧的是问了。 那后来军械是怎么处理的? 当时进军副统领,命人将军械押送回来,一并押送回来的还有卑职留下的那些人。 他手里的信函是南昭一位皇子的笔记,只要他经过审讯吐出自己是端康王的人,这事儿就算是栽赃咱们。 郭洛更担心那人的安全,事后还能救出来吗? 王妃放心,审讯之后按照流程,他会被关押刑部,听后发落。 毕竟皇上还有审讯端康王,这期间咱们能救,换死囚过去就行,以前也做过类似的,不过就是苦了他,遭一趟皮肉之苦。 还有不少善后的事情需要去做,简单问了问,顾洛便放长明和长乐离开了。 等他们一走,顾洛看向顾衡,顾衡多急贼啊,一见顾洛看过来,立刻小脸一脸委屈。 姐,我知道错了,咱们俩没爹没娘,相依为命,我没别的意思,我就是想要帮你分忧。 我怕小三哥出事儿,更怕牵连小王爷,最怕牵连你。 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不敢了。 小小的人儿,言巴巴的在你跟前说这些催人心窝的可怜话,顾洛一腔火气都起不来了,但也绷着脸色。 你到底怎么去了丰亭山别院呢?怎么又找到定远侯府那别院呢? 顾衡搓着小指头委屈兮兮,熬的一嗓子就哭出来。 我,我想找萧三哥,但是出去之后又不知道去哪儿找,我就,就只知道丰亭山别院。 我就过去了,结果我刚刚过去,就看见一颗黑影从里面跑出来,吓我一跳,就,就叫了里面的人带着我去追。 顾衡引去了老南瓜的存在,炉火纯青的湖边乱造,一边哭一边说,说了不算,还要抹着眼泪红着眼,蹭到顾洛跟前。 小脑袋讨安慰,小手去扯顾洛的手,哼哼唧唧。 姐姐,我好害怕呀。 顾洛许真的一句话都责骂不出来了,只能伸手在他屁股上,拍了一巴掌。 你害怕就长长记性,回去睡觉去。 去正房看郡主一眼,人家等你包子等了一夜,可是你的铁杆搭档呢,一点没出卖你。 从书房一出来,抹掉脸上的泪,顾衡哼着小曲儿就去找玉欢了。 放心不下担心弟弟跟着顾衡一起出来的顾洛,差点气了个盗痒。 顾衡,你两副面孔好歹给我收敛一点,我还在你身后呢。 真美滋滋自己过关了浑然没察觉姐姐跟着一起出来的顾小恒,顿时脊背一僵。 说时迟那时快,两副面孔顾小恒白眼一翻。 姐,我今儿受刺激受大了,我可能疯了,我,我要晕倒了。 说完,咕咚,晕倒了。 唯恐顾衡要挨骂的玉欢,早就缩着脑袋,藏在书房外面世间里面的动静。 一见这个场面,一卢袖子了。 当我擅长的时候了。 顾衡,你晕倒好可怜啊,不要丢下我自己晕倒啊,要晕倒咱们一起晕倒啊。 你晕倒了,只剩我一个,孤零零的可怎么办啊。 扯着小嗓子一同哭,玉欢撒着欢的就朝顾衡扑了过去,她身后还声势浩荡地跟了三条狗子。 三条狗子就跟成了惊似的,十分配合地把顾洛拦在了旁边。 然后玉欢一边嚎,一边假装把顾衡背起来,其实就是在她面前弯着腰,顾衡趴在她背上自己用脚走。 两人一个敢装晕,一个敢哭好,狼狈为奸配合得天衣无缝,走了。 顾衡气了个肝疼,但三条狗子十分鸡贼,应是等小主子们彻底离开书房的院子,才晃着尾巴从顾衡跟前离开,一步三颠地跟了出去。 事已至此,问肯定是问不出什么的。 咕噜除了作罢也没别的办法,只能心里念一句阿弥陀佛。 今儿一晚上瞎指挥,倒是误打误撞,瞎猫抓了死耗子,好在是没出意外。 宫中,御书房。 一夜没睡着的皇上此时铁青着脸,乌青着眼窝,坐在宽大的转后, 他面前跪着被五花大绑的端康王和披头散发的定远侯夫人。 禁军统领立在一侧,回禀抓捕经过。 陈在寻找北境王府三公子的时候,兵分两路,一路陈带队,一路禁军副统领带队。 结果,陈那一队出城之后,不断得到线索,顺着线索一路追踪到丰亭山别院。 在别院中的密室里,发现了制定好的龙冠和龙袍。 一听这个,皇上心头怒火,差点把五脏六腑给炸了。 丰亭山别院,可是燕尔的别院,他果然要造反吗? 他沉着脸,一言不发,禁军统领继续。 当时在密道,乙丙抓获的还有一人,密道被打开,那人仓狂要从密道另外一段逃离。 惊慌之下,被一只花瓶绊了脚,摔倒在地。 正好让冲下去的禁军抓住,同时在他身上搜出这个。 禁军统领呈上那信函,那是总管上前接了,给皇上递过去。 皇上打开信函扫了一眼上面的紫,怒火冲击着神经,他脸上的肌肉都在跳。 当时臣觉得奇怪,搜寻北境王府三公子,怎么就搜到了玉晓王爷谋逆的罪证。 臣回头去找那个当时一路发现线索的禁军,结果那人在臣看过去一瞬夺怒而逃。 他逃出密室闭合了机关,臣等只能从密道另外一端出去。 出去之后,又重新折返丰亭山别院,被告知有人从别院冲了出去。 别院里的护院已经去追踪,臣带人顺着追踪方向一路追去,最终在定远侯府的别院找到了人。 禁军统领一册,禁军副统领接话。 臣的情况与统领大人差不多,也是出城之后一路得到线索,顺着线索一路追踪到城外一片树林。 在树林里发现了一棵棺材,棺材里装着南兆国的军械还有一封信函。 禁军副统领将到信函递上,皇上皱着没看了,与之前的信函是同一个笔迹,不过是上一封信函的补充款。 那一棺材的军械也是上一封信函的补充物件,仿佛只是为了验证上一封的信函。 皇上攥着拳头狠狠地在桌上砸了一拳。 大火是怎么回事? 是安博王府跟在玉小王爷跟前的长乐烧的,说是找了半夜萧三公子毫无音讯,怒火攻心,就放了把火撒气。 这倒是符合叶尔那边人的性子,一言不合就要放把火。 来龙去脉解释清楚,皇上看向萧家远。 萧家远乖三扭四站在定远侯夫人一侧,整个人透着一股没睡醒的混账劲。 已经打了七八个哈欠,就是不说一句谢陛下隆恩之类的话。 皇上厌恶地皱了眉,没理他,最终目光落向定远侯夫人,冷笑几声。 真是国之栋梁,南疆大军主帅苏南淮的嫡亲母亲,定远侯的发妻,镇御丰的二品夫人,竟然和朝廷下了通缉令的乱臣贼子沆瀣一气。 被抓了个人赃病祸,定远侯夫人无从狡辩,他现在只担心一件事。 萧家远既然冲散了软骨散的药效,那他到底有没有听到他和端康王的对话? 定远侯夫人坠坠不安,一言不发。 皇上啪地一拍桌案。 你可认罪。 定远侯夫人收了心思。 臣妇认罪。 皇上咬牙切齿恨不得将这些人一个个生吐活泼。 他还活得好好的,他还在盛年。 这些人一个个的都安了造反的心。 偏偏苏南淮掌管南疆十万大军,他一时半刻根本无法轻易动苏南淮。 不动苏南淮,就不能将定远侯府漫门抄斩。 可他堂堂皇帝被人造反了,难道还要忍着这口气? 拉下去,长臂。 处不处置定远侯府放在其次,这口气却不能憋着。 皇上一声令响,当即由小内侍上前,拖拽定远侯夫人。 定远侯夫人从头到尾一句话不说,只看了跪在那里的端康王一眼,便被带走。 肖家远立在一侧,吹着眼,去着端康王的反应。 端康王面色灰白,始终吹着头,根本一点回应都没给定远侯夫人。 就在定远侯夫人被拉走的一瞬,端康王忽然朝皇上道。 陛下,臣是有罪,但肖家远也清白不到哪儿去,他大哥还活着。 肖家远顿时像看傻子一样看着他,哼笑一声。 哼,对,不光我大哥还活着,我二哥也还活着呢,我大嫂二嫂也活着,我们家人都活着呢。 端康王梳的转头看向肖家远,外面忽然传来定远侯夫人一声惨叫。 那是被板子打出来的惨叫,凄厉刺耳。 端康王身上一抖,狠狠瞪了肖家远一眼,转头朝皇上道。 只要陛下肯放臣一条生路,臣保证柳州十二县,和平归顺。 皇上让气了个道仰。 你威胁朕。 端康王攥着拳头。 臣不敢,臣不过是想给自己留一条后路,陛下杀了臣容易,但一旦臣出事, 柳州必烦。 想必皇上您也知道,您派出去查柳州的人,没有一个回来的吧? 就连玉小王爷去了西北也没消息了,不是吗? 那是总管和肖家远几乎齐齐眼皮一跳,对视一眼。 皇上满面阴寒,咬牙切齿。 你在何阵谈条件? 端康王也不跪着了,他看着皇上,原本还算带了点惊恐之色的表情,也渐渐退去。 最终嘴角勾着一抹冷笑,从地上缓慢起身。 皇上让他这动作惊得下意识后退了一步,后背直接抵抗在椅背上。 你做什么? 人家都这样了,你个当皇帝的第一反应竟然不是动怒而是害怕。 真的吗?那搞了全天下最大的笑。 就在端康王要站直那一瞬,一只七歪八扭站着的肖家远,忽然抬脚朝他西弯一脚踹过去。 西弯猛地吃痛,端康王扑通再次跪到地上。 皇上飞快地看了肖家远一眼,趴得一拍桌子,愤然起身,抬手直指端康王。 你要造反不成! 端康王让肖家远踹得火气直冒,面子挂不住,但西弯疼得又站不起来, 只冲着皇上冷笑。 呵呵,我造得还不够明显吗? 陛下若是不怕麻烦,就杀了我。 我敢保证,我今儿个一死,明天柳州十二县立刻暴动。 至于别的地方会不会跟着一起暴动,那就看陛下您的造化了。 毕竟西北梁荒可是被当地地方官压了一个多月,才上报朝廷的。 当地地方官压了一个月才上报,上报之后,二皇子镇栽被太子从中作梗,又耽误了将近两个月。 现在预言也出发一个多月了,一来一往的,这将近半年,这么长的时间会闹出什么乱子,皇上不用想都知道。 柳州离的西北那样情,一旦柳州暴动,西北的灾民不跟着一起暴动,才怪。 皇上能毫不犹豫地直接仗毙定远侯夫人,那是因为定远侯府其他人还在京都, 他还能以定远侯夫人勾结端康王作乱这样的罪名,给定远侯夫人定罪。 在借口苏南淮劳苦功高,皇上不忍牵连赦免定远侯府。 这说出去,就是他这个做皇帝的胸怀宽广又容忍之度,他是千古明君。 可他却不能处置端康王,端康王府已经死绝了,如果真如端康王所言那样,一旦他死了,柳州作乱。 皇上闭了闭眼,只觉得气血淤堵,他和前太子不同,前太子能争善战,想要开疆阔土, 但他只想守住现有的繁华,起码在他在位期间,这朝政必须是稳定的,百姓必须是安乐的,我安乐,也得给我安乐。 攥着拳,拳头猛地在桌上砸了一下,皇上睁眼,赤红的眼睛盯着端康王。 带下去,听后发落。 要如何处置端康王,他必须要仔细想想,端康王眼底带着轻蔑的笑,被带走的时候,他走到御书房门口,忽然回头。 你说,若是前太子继位登基,是否也会这样对待造反之人呢? 皇上那一腔淤堵的血气,瞬间背着一句戳心窝的话,刺激得激荡沸腾,他挖的一口血喷了出来。 内侍总管连忙上前,扶了皇上的同事和萧家远对视。 端康王什么意思啊,他为什么要提前太子呢? 皇上盯着端康王被带走的背影,满目的愤怒怨恨达到极致。 这怒气游窜,让他又吐了两口血,白眼一番撅了过去。 陛下,陛下! 他扶了皇上去龙趟,又急忙召了太医院院士张大人前来问诊。 张大人诊脉,内侍总管和萧家远不远不近地立在一侧,内侍总管压着声音。 陛下近半个月,吐血越发频繁啊,这身子已经被掏空了,怕是坚持不了多久了。 萧家远眯着眼睛看着床上那具喘着气的身体。 无妨。 内侍总管偏头看萧家远。 北京王最小的儿子,萧家远的模样和北京王几乎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尤其是侧脸。 眼眶泛红,内侍总管皱了皱眉,将心头泛起的那股酸色压下。 哎呀,可小王爷尚无消息啊。 萧家远看着那边忙碌的张院士。 很快就会有了,端康王一逃走,他只能有消息了。 内侍总管先是沉沉叹了口气,跟着这气尚未叹到底,呼得反应过来什么,转头震惊地看向萧家远。 萧家远嘴角微扬,带着一点慢笑。 咱们的计划,或许不用那么繁复了,有机会告诉老六,让他准备着点,差不多该用它了。 内侍总管满目激动,甚至忘了刚刚震惊的原因是萧家远说端康王逃走。 此时他全部注意力都在御燕身上。 是小王爷送来了消息? 正说话,那边传来皇上的咳嗽声。 这是醒了? 内侍总管忙打住话音急步上前。 陛下! 皇上冰烟烟烟地躺在床榻上,一睁眼就对上内侍总管那双饱寒激动的眼睛。 那眼底曼着的喜色是从心底涌上的,可见他的醒来让内侍总管有多高兴,到底是跟了他多年的忠仆。 张愿是立在一侧。 陛下是急怒攻心了,再加上最近因着朝政繁忙,忧思过度,有些伤了元气。 啊,臣开几服药,陛下且先吃着。 皇上摆手,让内侍总管扶他坐了起来,一起来看见了站在一侧的萧家远。 皇上顿时心里咯噔了一下。 如何处置端康王,才能在他这里有一个说得过去的说法。 萧家远这个人无足轻重,可萧家远对皇上的看法评价,可能直接会影响军中部分将士对他的看法。 会说皇上什么?说他软弱无能,说他对造反者妥协,是缩头乌龟。 皇上心中惊涛骇浪翻滚时,萧家远打了个欠揍的哈欠。 啊,陛下无事,臣喜惊而泣。 只是臣被端康王抓了后,折辱了大半夜,现在又困又乏,还请陛下恩赦,让臣回去睡会儿吧。 萧家远半句谢恩的话没有,皇上现在却无心追究这个,他巴不得萧家远立刻从他眼前消失,可又怕萧家远出去之后乱说。 端康王造反作乱,朕必定严惩不待,可百姓是无辜的。 萧家远心里冷笑着皇上虚伪,面上一脸无所谓的点点头。 是啊,臣更无辜,快困死了。 这混账样子让皇上心头那股不安淡了许多,摆摆手。 你回去好声歇着吧。 因着当时萧家远被抓,是顾落进宫向皇上求救,故而从宫里一出来,萧家远便第一时间名正言顺地先去了安博王府。 书房,一晚上的人阳马翻,此时好容易萧家远平安回来,大家聚在一起,一点时间没浪费。 顾落说了定远侯府姨娘陆氏派丫来的事,萧家远则说了自己偷听到的那些话。 彼此消息一互通,常乐直接惊得从椅子上蹦了起来。 端康王是定远侯夫人的儿子,他这年纪可不老小啊,苏南淮今年也才十二七八九,端康王可足有三十多了,他比苏南淮都大那么多了。 苏南淮是定远侯夫人嫁给定远侯陈青头一年生的,那他要是定远侯夫人的儿子,就是龟中产子,这是不是有点太扯了? 扯吗?我看未必。 定远侯夫人一直在庄子上住着,起先咱们不知道缘由,但是昨儿定远侯府不是派了个丫鬟过来说了吗? 他们夫人要避着豫王,好端端的他避着豫王做什么?如果端康王是他亲生的,那必定是豫王知道一些当年的旧事,他避着豫王就是不想让豫王产生怀疑。 你们仔细想,端康王和定远侯夫人的眉眼是不是有些相似? 顾洛几乎没怎么见过苏南淮的这位母亲,但是常明常乐有印象,尤其昨天晚上还交了手,被萧家远这么一提点, 果然觉得这二人眉眼前是有几分相似。 这几分相似不足以让人怀疑什么,但如果有人知道一些当年的内情,那就未必了。 豫王恰巧是那个知道内情的,所以豫王活着的时候,定远侯夫人不敢回京。 可定远侯夫人的儿子为什么到了沁阳公主手里,摇身一变成了沁阳公主的儿子? 他心甘情愿给别人养儿子? 从我们暗中调查来看,沁阳公主当年的确是怀胎十月生下了孩子,而且这些年,沁阳公主对端康王示弱几出,根本看不出不是轻生的。 常明常乐疑惑,萧家远却道。 这些都不是眼下的重点,眼下的重点是,如果我猜测得不错,端康王他不光是定远侯夫人的儿子,他怕还是先帝的儿子。 并且,御太妃是知情人,不然他也不会说出那种话了。 御太妃在说出当年真相,我,就是唯一的真命天子。 这是端康王当时亲口说的,孤落醋眉,太子造反,弑君杀父,他就算是见识拿下了太子,可皇上还有二皇子,还有七皇子八皇子那么多皇子呢,他怎么会是唯一的真命天子? 萧家远嘴角带着笑意。 那就要看御太妃要宣布什么惊世骇俗的真相了。 能让端康王越过那么多皇子,成为唯一的真命天子,那唯一的真相也就只能是先帝遗诏了。 先帝没有传位给如今陛下,而是传位给了旁人。 可端康王从出生就在宫外,先帝传位,怎么传都传不到他头上呀? 孤落一下明白了萧家远的意思,先帝传到谁头上不重要,重要的是,先帝只要留了遗诏不把皇位传给现如今的陛下,但现如今陛下所有的皇嗣,就都是名不正言不顺。 这个时候只要再冒出一个先帝爷的子嗣,他便能名正言顺的继位,是这样吗? 不错,这是目前唯一能说得通的猜测,如果我们猜测的就是事实,那这件事对我们来说,就是东风。 玉燕的身份始终没有契机回归原位,这么些年来,萧家远和玉燕所致力于的不光是报仇,也想让玉燕名正言顺的成为先太子的遗孤。 可这何其难?但如果端康王这边闹起来,那就不是没有契机了。 揣着这份撕心,萧家远并未在狱前说半句偷听到的事,以往遇到事情都是玉燕做决定,如今玉燕生死未卜,药无音讯,萧家远直接拍板。 我们谋划了这么多年,不可能放过这个机会,不出意外,端康王不多久就能从牢里逃出去,就算他逃不出去,我也会助他一臂之力,放虎归山,将这朝局搅魂。 皇上无能,现如今已经是民不聊生,朝野上下一片疲塌了,京都锦绣繁华,外面却浮视遍野,这场恶战迟早闹起来,与其等百姓暴动,不如我们率先,还能减少百姓的伤亡和痛苦。 他看着孤落。 这段时间你们准备准备,如果我的计划能成,可能你就要代替玉燕兽风,前往封地了。 孤落忽然生出一种临危寿命的感觉,有一种像他前世那时,医院忽然下达赈灾救援的任务,让他们连夜奔赴灾区战场。 他那时和现在的心情一样,没有紧张,只有澎湃。 要说唯一的不同,就是多了一分电念,坚肠挂肚的电念,电念毫无音讯的预验。 该同步的消息彼此互通,该商量的形式彼此敲定。 一夜的鸡犬不凝厚,现在又各奔东西。 没有人生来就能安享富贵,命都是靠正出来的。 肖家远从书房出来,离开安博王府的时候,在二门处遇上了赵爽。 一夜的折腾让他满身的疲惫,脸上的眷容更是从书房出来之后,就因为卸下紧绷的弦而越发明显。 没料想会在这里遇见他,肖家远愣愣了一下,玄机脸上裹了笑,那笑遮盖了疲惫,他上前嬉笑。 太医院什么时候这么清醒了,赵姨女大早起的就能提着药枪四处窜了? 赵爽看着肖家远,瞧着他下巴上的胡子清长,瞧着他狭长眼眸里的红血丝。 我昨儿一宿没睡。 这姑娘打了个直球,肖家远愣了一瞬,心头浮上疑惑,但不等那疑惑成形,又被他亲手打散。 那你们太医院够忙的,这是晚上不让些白天接着干? 我在担心你啊,担心得一夜没睡。 赵爽抓着药箱,把话说得明明白白,不给人一丁点把话题带偏的机会,他上前两步。 你被抓了,我心里十分害怕,害怕你回不来,害怕你被折磨,所以我一夜没睡,和太医院一点关系没有,明白吗,肖三公子。 一向能说会道的肖家远,被这直球给砸懵了,硬是半上没憋出一个屁来。 倒是赵爽,把话说完之后上下扫了他一眼。 所以,身上有伤吗? 肖家远浑浑噩噩,恍恍呼呼摇头,一点情场浪子的风流劲都没了,宛若一个老实芭蕉的书呆子。 呃,没有。 赵爽又上下扫了他一眼,确定估计是没什么大伤,提了药箱转逃离开。 眼见赵爽要走,肖家远呼得醒过神一样,赶紧上前两步去追。 你去哪儿? 有的人不和我讲话,我当然是自觉点,回太医院当职,该干嘛干嘛去啊。 肖家远舔了舔嘴皮,感觉被端康王抓了的时候,他都没有现在这样交迫,连气都快喘不上来了,脑子好像现在才运转起来,后知后觉的琢磨赵爽刚刚那几句话。 你刚刚说,昨天担心我? 他问得小心翼翼,之前嘲笑御宴的劲儿却没了。 是啊,我担心你,不是对朋友的那种担心,是对你心话不轨的那种担心。 赵爽坦坦荡荡,肖家远疼得老脸一红。 你是,是…… 赵爽站定,仰头看他,四目相对,一字一顿。 是喜欢你。 肖家远只觉得自己的脑子好像炸了。 是喜欢你,喜欢你,喜欢你,你。 这辈子竟然还有这么不长眼的喜欢我? 这个人恰好还是我喜欢的那个…… 别不是没睡醒吧? 肖家远脑子乱糟糟地转着,等他顶着一张柴狗的微笑脸,回过神的时候,赵爽早走了,眼前一个人都没有。 诶,人呢? 他摸着后脑勺左右找人。 郁欢抱着小胳膊,靠墙站在墙根底下,一双眼睛带着一点嫌弃的目光,闲腻着他削三哥。 那是个大活人,不是个小蚂蚱。 瞧你找的这个劲儿,别找了,早走了。 等你反应过来,一股饺子都煮出来了。 你可真行,让人家姑娘家的主动和你说心悦,说完还不给人家反应。 要是我和顾恒说我喜欢他,他还不理我,我直接……。 不等郁欢说完,顾恒斜辣辣走过来。 说我什么坏话呢? 我一夜没睡,赶早排队给你买包子去了,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郁欢小眼神一亮,蹦起来跳到顾恒跟前,伸手将包子接了。 包子还热气腾腾的,他咬了一大口,嘴里裹着羊肉萝卜馅。 我满意的不得了。 说完看向萧家园。 瞧见没,学着点。 说完拽了顾恒走了,二十多岁的萧家园望着八岁的顾恒的背影,凌乱在安博王府门口。 学着点?学什么?买包子吗? 当天下午,他医院收到了整整十码车的包子。 吓得太医院院士张大人,以为这些包子有毒呢,需要他们太医院做检查。 好家伙,十码车的包子,这得检查到什么时候? 结果等张院士手软脚软冲到太医院门口,准备掰扯一通的时候,被告知,包子都是健康的好包子,是北京王府送来的,特意犒劳太医院最近辛苦了。 张院士一脸懵逼立在太医院门口,不太明白萧家园这日撒的什么义证呢? 小王爷好容易攒了这么多年前,这才不再几个月,萧家园就这么祸祸,别人买包子论替,他买包子论车。 秉承着玉宴不在家,他得帮着小王爷看好后院的原则,张院士十分深明大意地抬手一挥,组织了太医院二十多个人,上街去卖包子去了。 因为包子太多,一时间怕卖不完,坏掉手里。 张院士不得不大促销,于是,萧家远花五个铜板一个包子的价钱买来的包子,被包子扑老板们,以三个铜板一个包子的价格又回收了回去。 一时间,京都包子铺的老板们都乐疯了,一里一外,每个包子钻了两个铜板不说,包子还在自己手里呢。 老板们一乐,百姓们也跟着了,毕竟转手包子铺的老板们,又以三文钱一个肉包子的价格,搞了一波惠民大促销。 整整石车包子彻底轰动了整个京都,不足半个时辰,消息便传进了宫。 定远侯还在御书房的院子里跪着,皇上阴沉着脸,靠在床榻上,吃着一碗燕窝粥。 牢里关着端康网,这个该如何处置他还没想好。 定远侯又冲进宫来,赴京请罪。 他要如何处置定远侯,既能保住自己的英明,还能笼络住苏南怀的心,正思量的一筹莫展。 内侍总管一脸呐喊地将这包子的消息说给皇上,皇上听得满面震惊。 孝家远真的买了石车的包子? 内侍总管苦笑。 是真的,整个京都都传遍了,画本子都编好了,茶楼啊,就等着晚上开说呢。 什么画本子? 啊,无外乎英明将军的顽固不孝子孙一类的。 遥想当年北京王府满门中烈,怎么就出了萧三公子这么个异类呢? 老奴原以为他受了一场惊吓回家,且要休息几日呢? 没准啊,还能奋发一次,从此就转了兴子。 哪成想,这,这闹出这种事儿来。 皇上那英质的面上露出几缕笑容来。 哈哈哈哈哈哈,你说他买了包子,好好的为什么非要送到太医院去啊? 内侍总管去着皇上的脸色? 呃,听说好像是因为张院使负责陛下的卖案,他为了这次被抓的事感谢陛下,但又不知道怎么谢。 谁知道他怎么想的呢? 惊就找到了太医院门上,当时吓得张院使以为那些包子都有毒呢,脸都绿了。 哈哈哈哈哈哈 家远是个好孩子,这次让他受惊了,你去库房里挑几样东西给他送去,安抚安抚他。 他家里没人了,回去也没个知冷知热的人心疼他。 朕看着他长大,他受了罪,朕心里难受。 说着心里难受的话,面上却是轻快了许多,这人心情一轻快了,脑子也就活泛了许多,之前一筹莫展的事,瞬间就有了抉择。 让丁远侯回去吧,和府上下,且先禁足。 至于怎么处置,等圣旨吧。 内侍总管领命离开,等他一走,皇上召了自己的心腹,正是当时被皇上派去跟踪玉燕的那人。 你挑三五个好手,现在就出发去南疆,给朕盯着苏南淮。 那边一旦有任何风吹草动,不必耽误,直接娶了苏南淮巷上人头,不吃副将胡越,统帅大军。 胡越是皇上安插在苏南淮跟前的一枚棋子,一切安排妥当,等到人一走,皇上靠在靠枕上,微微眯了眼。 接下来,就是处置端康王了。 不等皇上坐响,才离开不久的内侍总管忽然将门撞开,跌跌撞撞扑了进来,嘴皮子都是哆嗦的,脸色更是清白的没法看。 皇上一个机灵坐直起来。 出什么事了? 陛下,端,端康王跑,跑,跑了。 什么? 皇上惊得直接赤脚下地,头发披散,衣衫不整,连一丁点帝王的威严都没了,两步上前一把抓了内侍总管的衣领。 你说什么? 刚刚,促居院那边传来消息,端康王,跑了。 端康王被抓,皇上就怕他在外面有党女作乱将他救走,刻意把人关在了宫中的私牢里。 牢房就设在促居院,虽然促居院里的促居手之前被玉燕废了一批,可他又不是只有那一批促居手,重新调换人手,住到那促居院。 十几个人看守一个端康王,就这,还让人跑了? 怒火一瞬间从脚底板直窜天灵干,皇上差点原地炸了。 这可是皇宫,就在他的眼皮子底下,他的人亲自看着,竟然还让人跑了。 与其说是愤怒,不如说是屈辱更加妥贴。 端康王先是在金南捣鼓南兆国的军械,试图嫁祸玉燕,被抓之后更是在御书房明目张胆直接造反。 可谓嚣张至极,现在人直接跑了,当时端康王离开御书房时那眼神说的那句话,此刻就像是锋利的刀子,一寸一寸刮着皇上的骨肉。 给朕查,全宫搜捕,全城搜捕,全国搜捕。 声嘶力竭,皇上几乎是吼出来的,泪士总管瞧着皇上愤怒的样子,又补了一句。 那这样,全国都知道端康王造反,被抓后又从皇宫逃走了。 也就等于全国人民都知道,您不行,连个人都关不住。 刘威顿了一下,不等皇上一口气上来,内侍总管诱导。 而且啊,端康王逃出去之后啊,难免不会说些什么刻毒的话呀。 皇上不光脑子炸了,五脏六腑都炸了,皇上想起端康王在御书房说的最后一句话。 钱太子,钱太子。 皇上只觉得耳边有无数小虫震翅,煽动起同一个声音,钱太子。 瞬息间,他只觉得头晕目眩,眼貌惊心,一张嘴,挖到一口血吐了出来。 内侍总管冷眼站在旁边瞧着,心里莫属。 三,二,一,晕。 结果皇上踉跄一步,扶了旁边的桌子站稳,血都吐了两股,人硬是没晕过去。 这都不晕? 皇上不肯晕,内侍总管只得赶紧上前,一脸嘘寒问暖的关切。 陛下,保重龙体啊。 皇上一手撑着桌子,一手虚弱无力地摆了摆。 去传令,搜查端康王。 他说得咬牙气齿,一贯最为看重颜面的皇上,为了抓住端康王,这次连脸都不要了。 通告一传下去,顿时整个京都风声鹤唳, 之前人人都知道端康王图谋不轨,但没有证据。 现在人人都知道端康王图谋不轨,并且有证据,但抓不到。 从皇宫的私牢里都逃了,可见端康王的势力可不只是金南和鱼航,在宫中也一定有自己的人。 这种人他一旦逃了出去,能不造反? 别人人心惶惶欺欺不安,唯恐这天说变就变。 肖家远则坐在北京王府的书房里,望着太医院院士张大人托人送来的,堆了半张桌子小山式的铜板,气得差点缺不去。 我连个包子都送不出去? 长明目瞪口呆地站在肖家远对面。 您和张院士这是做什么游戏呢?您买包子他卖包子的。 肖家远烦躁地揉了一下眼角,不予让人知道这丢人的真相,只信口雌黄。 哎呀,试验一下新的传递情报的法子。 长明膝盖一软,差点给肖家远跪了。 这,什么? 瞅目结束望着那一桌子的铜板,长明震惊地舔了舔嘴皮。 这,这法子未免也太,也太废包子了,那,那好用吗? 一无所知的长明双目透着由衷的疑惑,肖家远目光躲避。 呃,就那样,不说这个了,说一下苗敏,有进展吗? 他一眼不想看到那堆铜板,干脆起身从书房出去,到院子里说话,长明紧随其后。 没有,苗敏和韩太医还是一点不肯松口。 您之前说如果这次计划顺利,我们王妃就要替王爷授封前往封地, 到时候京都这边的人必定是要带走不少的,那苗敏和韩太医…… 肖家远望着阴沉的天气。 这么久都不肯着,留着也没用了,处理了吧。 长明一诺。 这么些日子的鸡飞狗跳,过落过得焦头烂额, 但学堂那边倒是形势一片大好。 自从改了教学方式,增加了外伤处理的课程, 又带着那些女学生去几个药堂做过几次外伤议诊, 一下吸引了不少人前来报名。 现在学堂这边一共有十五个学子, 郭沐妍一个人叫,偶尔赵爽过来帮忙。 郭沐妍给顾落到了展场, 在他对面坐了,脸上带着关切。 上次我说的那个王霄,你让人查了吗? 郭沐妍摁着眉心揉了几下, 这几天既要进宫给六皇子瞧病, 又要去北燕驿馆给江回看腿, 顺便替江回和萧家远充当传话筒, 回了府还得准备过些日子去封地的事。 夜里躺下,又惦记欲宴,总睡不踏实, 郭沐熬得头疼了好几日。 茶浪,家里干干净净的普通人家, 没有别的什么牵扯, 就是他那嫂子有些魂不灵, 难缠了一些,怎么了? 郭沐妍松了一口气, 脸上酿起一点喜色。 我跟你说,王霄绝对是个苗子, 他这才学了没多久, 摸脉摸得就特别准, 而且鸡药才也记得好, 他家要是干干净净没别的问题, 我准备重点培养他。 郭沐妍将这学堂当作人生的寄托, 当作精神的支柱。 孤落看着郭沐妍, 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开口。 我若是去了封地, 当时候沐妍和这学堂该如何? 郭沐妍说了半天, 眼见孤落眼睛发指一句反应不给, 伸手推了推他。 喂,和你说话呢? 愣什么神啊? 怎么了? 孤落回神, 扯着嘴角笑。 没事, 最近有点累。 封地的事还没有定下来, 他不好提前说出来, 免得泄露出去反倒坏了计划。 你想重点培养王霄, 那王霄什么意思? 郭沐妍看着孤落, 没接他这话, 摸了一瞬, 伸手抓住孤落放在桌上的手, 他手掌温热, 附在孤落微凉的手背上。 惦记于小王爷呢? 顾落苦笑, 也不遮掩, 大大方方, 自然惦记, 他都走了这么久, 一点消息传不回来。 郭沐妍抓着孤落的手, 微微用力。 没事, 有句话不是说得好吗? 没有消息, 就是好消息。 顾落这段时间, 的确也是靠着这句话的安抚支撑, 顾落打起精神。 不说这些了, 学堂这边你忙得过来吗? 用不用再给你找个副手帮忙? 郭沐妍摇头, 眼底闪着细思的光。 我刚刚不是和你说, 王霄天赋好吗? 我准备拿他当学徒培养, 什么事都让他帮一把, 这样我能减轻点负担, 他也能尽快上手。 学医师们技术活, 不光得过理论, 主要还是得实践, 在实践中加入理论 才能学得又快又好。 正说话, 外面忽然吵吵嚷嚷嚷, 闹起来。 郭沐妍皱眉, 搜得起身两步走出去, 不急他到门口, 大门忽然被人一把从外面推开。 一个十三四岁模样的姑娘, 苍白着脸串着粗气扑进来。 郭夫子, 不好了, 王霄他嫂子要把王霄带走。 郭沐妍闻一言, 脸色一变, 回头朝顾落导, 你先坐着, 我去看看。 我和你一起去。 姑落哪还坐得住, 这学堂是他开的, 不能闹了是非总让郭沐妍去处理, 何况这个王霄的嫂子, 前前后后也闹了好几次了。 因着姑落吩咐, 学堂外面守门的小厮看得清, 王霄的嫂子并没有进学堂里面来。 姑落和郭沐妍出去, 就见王霄红着眼, 肩上背了个小包袱, 被一群学子围着正往外走, 见到他俩, 王霄原本就红的眼睛刷得一下没忍住, 眼泪滚下来, 双膝一弯, 扑通给郭沐妍跪了。 郭夫子! 他和姑落不熟, 只知道这学堂是安博王妃开的, 但是和王妃没说过话, 平时对他照应有加的是郭沐妍, 郭沐妍几步走上前, 把他扶起来。 怎么回事? 不等王霄开口, 旁边的学子叽叽喳喳, 先抖了起来。 王霄的嫂子, 把他卖到谢班子里去了。 嗯, 都和那边签了契约, 收了人家十两银子, 现在过来, 带王霄过去。 这事王霄都不知道, 他们有什么权利私下把王霄卖了? 王霄你别去, 那班主我听人说过, 总打人, 谢班子里好多小孩都挨打, 而且天天吃不上饭。 郭夫子, 你救救王霄吧。 王霄牙齿咬着嘴唇, 眼泪落得凶, 大家说话的时候, 他就不住地摇头。 郭夫子别管我了, 我, 我其实也挺喜欢唱戏的。 郭沐妍抬手在他手背打了一下。 胡说, 我怎么能不管你, 你是我们学堂的学子, 哪有学子出事, 做夫子的不管的道理? 不光是你, 不论你们谁有事, 我都不会袖手旁观的。 你这背个包袱做什么, 真要跟着你嫂嫂去? 你出了这道门, 那才是真的我想要管你都管不了了。 老老实实在学堂里待着, 咱们这地界, 只要你不主动出去, 谁也不敢进来抓你。 你嫂嫂闹得再凶, 现在不也进不来吗? 对, 对, 咱们的学堂是安博王妃办的, 没有人敢进来。 王小你别犯傻, 跟着王妃和郭夫子学医多好啊, 不忍尽挨饿, 不看人脸色, 将来出师了还能赚钱, 说不定还能进太医院做事。 之前太医院的招医女不是说了吗, 今年太医院要选一批人呢, 咱们都是有基础的, 说不定就能被选进去, 到时候就是吃官饭的, 你嫂嫂门带你喝啊, 你来学医, 数修都交了, 当时是你娘给你的钱, 又不是你嫂子出的钱。 你现在出去, 一辈子就毁了。 王妃原本就想学医, 不想去洗班子, 之所以收拾包袱走人, 也是怕自己给学堂这边添麻烦。 现在被大家七嘴八舌地劝说, 又得了郭沐妍的话, 一时间没了主意, 只哭得更凶了。 郭沐妍抬手一挥。 行了, 王妖留下, 剩下你们该干什么干什么, 外面我和王妃去处理。 他这话一说, 大家这才反应过来, 郭沐妍身后不远处还站着一个人呢, 正是安博王妃。 当时叽叽喳喳的动静立刻消停了, 一群人恭恭敬敬给顾落行了个礼, 默默离开。 等大家一走, 郭沐妍朝顾落到, 你先进屋坐着, 我去门口看看情况, 你就别过去了, 别再让人传出一个世强凌弱的花瓶来。 他说着就朝外走, 被孤落一把拉住。 不解, 说完, 朝王霄道, 到底是什么情况, 能和我说个实话吗? 王霄低头抹泪的动作一僵, 郭沐妍睁愣, 看看孤落又看看王霄, 皱了下眉, 他正欲开口, 被孤落打断。 郭夫子说你天赋好, 说你摸脉摸得准, 又说你寄药才寄得快, 他很欣赏你的能力, 想要重点培养你, 那你担得起他这份看重吗? 你和他说的你家里的事, 都是事实吗? 如果今天他强行替你出头, 你是个什么打算? 要为了留在这里学医, 就从此和家里一刀两断呢? 还是继续由着你嫂子闹闹? 郭夫子他心疼你, 愿意一次两次替你解决问题, 但问题的根本, 是出在你身上了吧? 且不说顾了, 作为一个穿越人士, 身体里住着的是一个成年人的灵魂, 单单这么些日子, 跟着玉燕和萧家远, 见惯了刀光剑影, 此时捧着脸色说话, 浑身透着一股, 让人望而生畏的气势, 就足够吓得王霄膝盖发软, 扑通跪下, 之前他跪锅目炎, 存了一点别样的用心, 可现在跪顾落是身不由己, 单纯被吓得腿软, 我们这里是学堂, 不是紫山院, 你想学医, 想长本事, 我们互利互惠, 但没道理你把这里当成避难所, 顾落把话说得直白又难听, 王霄心头那点小秘密被人戳破, 脸上挂不住, 胀红了脸, 咬死了唇, 顾落却杀人诛心, 你犯不着鬼我, 我不过是创办了这个学堂, 真正为这里偶心沥血的人, 是你们郭夫子, 他为了你, 几次三番去和你嫂子理论, 他为了你, 连夜编写适用于你的个人学习资料, 但你, 骗他, 最后两个字, 犹若是压垮王霄的最后一根稻草, 他肩膀狠狠一颤, 呜得一声哭出声来, 转头朝着郭沐岩碰碰磕了两个头, 郭沐岩先是震惊顾落的话, 他和王霄接触这么多天, 和王霄的嫂子也接触了几次, 之前也怀疑过王霄家是不是别有用心, 但怀疑的方向始终是他们是不是冲着安博王府, 郭沐岩不过是今儿才第一次见王霄, 之前调查王霄不也说, 王霄家清清白白, 他怎么就知道王霄骗人呢? 震惊过后, 郭沐岩眼眶有点红, 他看着王霄, 你真的骗我了? 郭夫子, 我错了, 我知道错了, 郭沐连着树人没有睡好, 头疼得厉害, 知道错了就把真相说出来, 当时我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 你情有可原, 我这书院还留着你, 你继续欺骗, 你也知道我们安博王府的行事方式, 哪里不高兴了, 说不定就一把火点了你家, 别人说一把火点了那可能是吓唬, 但安博王府, 小王爷一言不合就放火, 这满京都的人都知道, 王霄不敢惹顾洛, 没了一瞬, 口口嗖嗖从身上摸出一样东西来, 我嫂嫂不是真的要把我卖到戏班子里, 她就是想让我出去, 她想要这个, 顾洛揉着太阳穴, 抬眼朝王霄这边瞥来, 目光落到王霄掌心的东西, 顿时满目震惊, 那是一颗珠子, 如果没有认错的话, 那是一颗七彩夜明珠, 和她与玉燕在王府院子里捡到的那颗一模一样, 孤落心跳瞬间加快, 但面上不动声色, 震什么? 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 但是我姐姐说, 这个珠子很重要, 她临死之前给我, 让我拿好了, 我一直藏得很仔细, 没让任何人发现, 去年年更, 我大侄子去我屋里翻腾着找钱, 从地砖里抠出这个, 我嫂子说, 这是夜明珠, 卖了能得好多的钱, 她想要这个。 孤落查过王霄家里, 上上下下查了三代, 都是本本分分普通百姓, 并未查到她还有个姐姐。 你姐姐, 是你亲姐姐? 不是亲姐姐, 是隔壁邻居家的大姐姐, 大了我好多岁, 从外地搬来的, 她脸上有疤, 她家里人说, 是小时候脸在了火盆里烧的。 脸肉毁了? 孤落心跳得越发快, 她想到了她娘鲁青霜, 鲁青霜的脸也让毁了, 孤落缩在衣袖里的手紧紧攥着拳。 她为什么给你? 王霄咬唇, 眼底带着对逝取之人的缅怀。 她脸上带着疤, 总不出去, 我那时候小, 家里也用不上我干多少活, 我没事就会去她家串门, 她…… 王霄看了郭沐妍一眼。 她会医术, 平时我过去, 她会教我一点, 我摸卖便认药材那点本事, 都是那时候学的, 并不是天赋过人。 郭沐妍脸色不算太好看, 倒不是因为对王霄失望, 主要是震惊。 她就觉得, 单单是凭直觉, 眼下这些话不是她能听的。 一个小门小户的人家, 怎么可能有夜明珠呢? 而且王霄手里的那珠子, 七彩夺目, 瞧着也珍贵。 绘医术还毁了脸。 郭沐妍但凡动她那擅长宅斗的神经都知道, 这里面藏着室呢, 更遑论顾洛此时的态度。 天哪, 养生保命大法第一条, 知道的态度是容易死掉的。 于是, 一不做二不休, 郭沐妍白眼一番, 熬得给自己晕倒了。 王霄只当郭沐妍是被自己刺激晕的, 心里越发愧疚, 惊慌上前。 郭夫子! 顾洛瞧了一眼郭沐妍起伏寻常的胸口 和略略发颤的睫毛, 哭笑不得地捏了捏眉心, 让人将郭沐妍带下去。 等郭沐妍被带走, 顾洛又朝王霄问, 你那位邻居, 现在还在那里住? 大姐姐走后, 她家人伤心欲绝, 可能是不想触景生情, 就搬走了。 她家人多吗? 不多, 就她爹和她娘。 她是怎么死的? 是病死的。 她搬到我家隔壁的时候, 就得了重病。 嗓子不能正常说话, 腿也不能动, 反正是病得很厉害, 只能在炕上躺着。 那天晚上, 我过去找她说话, 她给了我那颗珠子, 说这珠子, 是她一个很要好的朋友的。 她身体不好, 怕坚持不住几天了, 让我帮她保管, 千万不能丢了。 没想到第二天一早, 她人就没了。 说起故人, 王霄脸上的难过 一层一层的家众, 孤落皱眉, 鹿青霜的嗓子 也不能正常说话。 为什么让你保管? 她不是还有爹娘吗? 我也不知道, 我那时候才五岁, 后来大点了, 就明白了好多事, 但再也没有机会问了。 反正这些年, 我一直藏着这珠子, 万一她的好朋友来找呢, 我总能替她还了。 那承祥, 就让我大侄子给翻出来了。 我大嫂想要这个珠子, 但是又不敢嚷出去, 怕漏了才招来杀身之祸。 我总在家里待着, 就是怕这珠子保不住。 正好你们这边招生, 我就来了。 我原想着, 这是安博王府的学堂, 我大嫂是不敢来撒野的。 那…… 王霄苦笑着没说下去, 有关珠子的事, 她倒是没多想, 只当顾落是不信念这珠子的来历, 才多说两句。 顾落碾着手指。 那你刚才做事离开, 如果我们没有人拦你, 你是真打算就出去了? 我大嫂为了得到这珠子, 肯定会想尽办法地折腾。 我这一次不出去, 她还能折腾出别的。 我…… 我先前给郭父子下跪, 的确是想要让她怜悯我。 我除了在这里藏着, 就没有别的去处了。 这珠子值不少钱呢, 你就不想卖了? 王霄摇头。 当年大姐姐和我相处的时间, 虽然不长, 但她真心实意地教了我不少医术。 我即使答应了她, 替她守好这珠子, 就不会再卖了。 再说了, 这珠子瞧着就是好东西, 要真的卖出去, 未必不会招来别的什么货端。 小时候不懂, 只知道信守承诺, 替人守着珠子。 长大了见得多了, 慢慢揣摩当年种种, 好好的大姑娘那脸真是栽火盆里的, 那嗓子真是病的, 那腿也真是病的。 一般人家, 家里有这种孩子的, 尤其还是个姑娘的, 爹娘必定还要再生几个, 也断然不会对她一直那般照顾。 反正她病的日子九点, 别说她大哥大嫂, 她爹娘就先没了耐心, 骂她就会费钱讨债养一身懒肉。 但那大姐姐的爹娘对她一直和和气气, 甚至恭恭敬敬。 这种种怪异在王霄心里生根发芽, 她不敢卖这珠子, 但也不愿意为了避开祸端, 就把这珠子生了, 这些年就一直藏着。 咕噜看着她, 你小心呵护藏了这么多年, 其实倒是对我道了个干干净净, 就不怕战扰祸端了。 都说到这一步了, 王霄也没什么好瞒着的。 我知道, 王妃现前是安平伯府的二小姐, 以前一直在安平伯府的庄子上住, 那庄子上的一个婆子, 娘家是我们村的, 她提起过, 说庄子上住着的二夫人, 脸和嗓子都毁了, 和那大姐姐是一样的, 我, 我什么都不知道, 但是我就觉得, 比起和我嫂子离开, 似乎告诉王妃要跟妥贴点, 万一, 万一那大姐姐是被人害了, 她, 她, 她心许, 心许和王妃的母亲一样。 王霄磕磕绊绊说得直接, 顾洛扬了一下眉梢, 既然你都这么说了, 那我为了我自己的母亲, 让你跟我回府去做个画像, 算是合情合理吧。 顾洛要通过王霄的描述, 让府里的画师做出当年那大姐姐 以及她爹娘的画像, 合不合情理, 王霄也没得选。 王霄的嫂子还在门口闹着, 顾洛带着王霄从后门离开, 前面交给常乐去处理了。 安博王府养着画师, 顾洛一回去便将画师叫到书房。 书房的外间, 在王霄的口述下画师作画。 礼间, 顾洛将王霄和那珠子的事 告诉了常明。 常明听得满面震撼, 因着时隔八九年, 王霄回忆起来总有不准和偏差, 画的过程便格外的慢, 约莫到汉莫自出, 画师才堪堪拿出一幅画像, 画的是个爱康的妇人, 单凤眼, 鼻子略挺, 嘴唇泼厚, 下巴左下方有一颗雾子。 在看到那画像的瞬间, 顾洛和常明齐齐一清, 四目相对一瞬, 顾洛捂住了那画像的鼻子嘴, 只露出眼睛。 单看眼睛, 是不是和定远侯府陆姨娘破相? 顾洛和陆姨娘接触的时间并不多, 但仅有的几次接触, 对陆姨娘记忆最深的就是她那一双眼睛, 无关其他, 只因为那双眼睛着实好看。 常明点头, 嗯, 试下。 陆姨娘以前是陆青霜的丫鬟, 而这画像上的妇人, 则是王霄口中大姐姐的母亲。 陆青霜与前太子妃之间, 因着那方斯帕和那几本书, 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 前太子妃有一颗七彩夜明珠, 是当年的嫁妆。 如今王霄那位大姐姐, 也有一颗七彩夜明珠。 这其中种种让人不得不将所有联系在一起。 旁的画像, 王霄和画师还在努力地画。 顾洛单凭这一张画像, 得不出任何有用的消息, 只能让长明带着画像, 夜叹定远侯府。 端康王逃了, 皇上大肆追捕端康王的同时, 对阮靖在府中的定远侯一家, 也加强了看守。 长明进去的并不算太容易。 庆幸一点, 定远侯无心红杖翻浪, 晚上并未歇在陆姨娘这屋。 长明翻窗进入, 悄无声息地探到陆姨娘的床榻前, 在熟睡中, 一把捂了她的嘴。 陆姨娘一个机灵惊醒, 入目瞧见一个黑衣人 处在自己床榻边, 还捂了自己的嘴, 吓得差点尿出来。 他瞪着一双大眼睛盯着眼前人, 动也不敢动, 感觉一动就要尿。 长明一手捂着陆姨娘的嘴, 一手将脸上的黑布扯下。 是我? 陆姨娘认识长明, 那爬满脊背的毛骨悚然顿时一散, 惊恐退去, 只觉得骨头都让下软了。 然后, 更想尿了, 他眨眨眼表示知道, 长明松了他的嘴。 深夜打扰, 实在是对不住, 只是我们王妃有要事需要姨娘帮忙。 陆姨娘吞咽口水, 大喘一口气。 你, 你先出去等我, 我穿个衣服。 顺便尿一个。 娘儿, 从来没在哪个画板子上, 看过半眼被人闯入闺房, 第一反应, 竟然是想尿尿。 我怕不是被吓醒的, 而是被尿憋醒的吧。 长明点了个头, 又从窗子翻出去, 陆姨娘立刻起身穿了衣裳, 手脚麻利地直奔冠喜事, 解决人生大事。 等一切收拾妥当, 陆姨娘走到窗边轻轻敲了敲窗铃, 长明再次翻身进来, 没敢点灯。 长明将那画像递给陆姨娘, 就着倾洒如释的月光让她看。 姨娘, 你看一下, 此人你可认识。 不等长明说完, 陆姨娘捏着画像的手一抖, 红着眼祸地抬头, 眼泪珠子已经从眼眶滚了出来。 是我娘。 能和陆姨娘有这样相似的眼睛, 在来之前, 顾洛和长明心里已经有了猜测, 此时得了这答案, 长明也没多意外, 倒是陆姨娘情绪明显激动。 你, 你们怎么会用我娘的画像? 眼泪珠子从开始掉就一直没断过, 陆姨娘竭力压着声音问, 嗓音听上去嘶哑又颤抖。 你娘? 你娘在哪里做事? 陆姨娘咬了咬嘴唇, 手指捏着那薄薄的一张纸, 用力道骨节发白。 以前, 我娘是伺候前太子妃娘娘的。 长明下垂的手书地收紧, 这答案让她一腔血, 现心凝致。 前太子妇一夜至今被带火收紧, 我娘呀, 也就没逃出来。 陆姨娘情绪依旧不稳, 她红着眼再次问。 你们怎么会用我娘的画像? 难道还活着吗? 这话长明无法回答, 答了就要千丝万缕越扯越多。 怎么你娘伺候前太子妃娘娘? 你倒是成了陆青霜小姐的丫鬟。 陆姨娘也瞧出来了, 自己问什么长明约摸都不会回答。 她倒是没脑, 咬着嘴唇瞪了会眼, 呼得抬手抹了一把眼泪。 我娘还活着的时候, 我没伺候青霜小姐, 是后来前太子妇出世, 我成了无家可归的孤儿, 青霜小姐才收了我, 给我自信改名, 当时一起收留了阮氏, 只不过, 软氏没有改名, 她还叫原本的名字。 长明心里隐约带着一点猜测。 那, 你还记得当时青霜小姐收留你的场景吗? 陆姨娘抿着唇, 在圆桌旁撑着桌子缓慢地坐下, 将那张画像平整地搁在桌上, 手指摸缩过画像上母亲的眼睛, 陆姨娘看着那画像。 我娘生了我之后, 为了方便照顾前太子妃娘娘, 我一直住在小姨家, 出师的前一天, 小姨家的哥哥带我去巷口买糖, 等我俩回去, 家里的大人都不在。 我们等到半夜, 也没有等到大人回来。 原本哥哥哄我先睡, 他留着手门, 等大人回来了, 后给大人开门。 但半夜, 没等到大人回来, 反倒是等来了 浅太子府的一场大祸。 第二天外面都说, 那大祸把前太子府烧得干干净净, 里面一个活人都没有了。 陆姨娘当时只有七八岁, 那样的场面却是犹如刻在骨子里, 她到现在都还记得, 她和哥哥跌跌撞撞冲到前太子府时, 看到她那一片焦黑。 我娘, 我娘自那之后, 就没了音讯。 我小姨和小姨父也, 也, 再也没回来。 我哥让一个戏盘子班主带走了, 我没看见怎么带走呢, 是街坊邻居告诉我, 说哥哥在街上让唱戏的抢走了。 但我跑出去的时候已经找不到哥哥了, 就是那时候, 青霜小姐出现了, 她问我要不要跟她回家。 陆青霜和陆姨娘年纪相仿, 之前陆姨娘的母亲伺候前太子妃, 她找母亲的时候, 有一次在前太子府见过一次陆青霜。 阮氏当好正在街上满身脏妇, 青霜小姐就把我俩一起带回了府, 阮氏还是阮氏, 我成了陆氏。 过往从口中说出, 不过三言两语, 但其中的痛楚却是无法细思。 长明嗓子有点发堵, 没了一下才到。 那你原本信什么? 你娘叫什么, 你还记得吗? 陆姨娘摇头。 我只知道, 小姐管我娘叫姐姐, 哥哥管我娘叫大姨, 前太子府的人管我娘叫姜嬷嬷, 她叫什么名字? 我, 我不知道。 那你哥哥叫什么, 你知道吗? 长明不知道是心里一压得难受还是怎么, 随口问了一句, 这一句其实毫无意义, 知不知道又如何, 又不影响有关前太子妃的事, 可陆姨娘的回答, 却让她心头狠狠狠地震了一下。 我哥哥叫苏回, 回家的回, 但她再也没回来。 陆姨娘明明明说的是苏回, 长明却是一瞬间在脑子里想到了姜嬷。 姜嬷嬷, 苏回, 和姜嬷有关吗? 手指抠着圆桌的桌面, 长明顺着问, 你小姨夫和小姨, 也在前太子府做事? 陆姨娘摇头, 我不知道, 我小姨经常在家, 但是小姨夫很少回来, 有时候回来, 都是三更半夜。 顿了一下陆姨娘抬眼, 朝长明看去。 我小姨夫, 功夫很好。 小时候她不知道, 长大了, 慢慢长夜思念佳人, 想起以前种种, 才慢慢体会出来, 小姨夫应该是个武功高手, 或许她当年做的事, 是类似于长明他们这样的互卫随从, 亦或是暗卫什么的。 陆姨娘想过好多次, 但也仅仅是自己的猜测。 前太子府出事之后, 你跟着陆青霜小姐出到了陆府, 你可曾听他们说起过前太子府? 没有。 那陆青霜小姐和北燕那位陛下的事, 是真的? 后来为什么又成了那样? 在陆姨娘派丫鬟去安博王府找顾洛笔明身份的时候, 顾洛就想将当年的事问个清清楚楚。 只可惜当时急着找萧家远, 后来定远侯夫人出事, 定远侯府被和服软禁, 始终不得机会。 今儿竟是冒险来了, 长明自然是要一并问了。 说起陆青霜, 陆姨娘的目光柔和中多了几分愤怒。 当年, 北燕这位陛下在我朝做质子, 的确是与小姐接触扑多, 小姐也的确是倾心于她, 并且和老爷提过婚嫁的事。 说及此, 陆姨娘的眼神陡然间变得锋利又怨愤。 可后来陛下扮秋连, 带着一众人住在行宫, 小姐跟着老爷夫人前往行宫参加秋连, 我以为当时闹肚子, 没有配偷, 小姐, 小姐在行宫得了急症, 回复没有两天便没了。 再次提到这段往事, 陆姨娘的情绪依旧激动到身上发抖, 长眠略醋眉, 这说辞倒是和安平伯父老太太当时说的有些一致。 是什么病症? 当时诊卖的是哪位大夫? 陆姨娘摇头。 青霜小姐从行宫回来, 并直接被送到夫人的正房。 我们这些人, 一概不许过去伺候, 是夫人贴身照顾了两天, 两天后的半夜, 小姐没了。 我从头到尾, 都没有见过小姐一眼。 她说着话, 眼泪再次蜿蜒而下。 那她下葬何处? 你可知道, 你想去查棺果是吗? 陆姨娘抹着眼泪, 咬唇摇头。 没用的, 王妃进了太医院之后, 陆陆续续闹出一些传闻, 说王妃的母亲就是当年的青霜小姐。 我冬了一夕, 偷偷去查过青霜小姐的墓, 那墓草没了。 王妃的眉眼和青霜小姐很是相似, 假装那样的传闻, 我当时才屡屡想要靠近她。 说完她眼中带着祈求, 我不是求你告诉我我娘的事, 只求你能告诉我一句, 是, 或者不是, 王妃她, 是青霜小姐的女儿吗? 长明轻咬舌尖, 顾洛是陆青霜的女儿, 或者陆青霜没死, 被安平伯府的二老爷糟蹋了, 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 随着上次端康王府的马车在宫门前被炸, 顾恒进宫质问过一次之后, 早就闹开了, 长明也没隐瞒。 说实话, 我们没有证据证明她是, 但是, 她应该就是, 安平伯府的老太太也说了是。 陆姨娘紧绷的肩膀泄了一点力道, 她嘴角扯出笑, 眼泪模糊了一大片。 我就知道, 我不会认错, 我不会认错青霜小姐的孩子。 当时照顾王霄口中大姐姐的, 一男一女一共两人, 长明也就再问一句。 那你父亲也在太子府做事? 这太子府自然是前太子府, 陆姨娘摇头。 我爹没得早, 好像是我出生那年, 就没了。 那陆平山大人当年被定了贪莫之罪, 流放问斩, 你知道多少? 长明捡着能问的一切都问了, 陆姨娘绷着脸皮, 咬牙切齿。 先宁陷害罢了, 陆大人是不是清官, 问一问少年岁的百姓就知道。 说及此, 陆姨娘略略皱眉, 朝长明道, 定远侯夫人勾结乱党作乱, 但是, 定远侯未必是个坏的, 当年她收了我和阮氏, 虽然她从未提过, 但我隐约才的, 可能是因为陆大人, 我不是替定远侯究竟, 只是, 陆姨娘不知该怎么说, 毕竟端康王和定远侯夫人绑架了肖家远世事实, 而定远侯夫人与定远侯夫妻一脉。 我懂你的意思, 我会和王妃王爷转达的, 我先回去了, 有关前太子府和陆大人家的事, 你若是想起些什么, 劳烦记着些, 兴许, 明儿晚上我还要来。 陆姨娘点头, 巴巴地看着长明, 直到长明翻身离开, 她那欲言又止的话, 也没有一出嘴角半句, 其实长明知道她想问什么, 无爱乎她娘, 无爱乎鲁青霜。 但这两个, 一个她不能回答, 一个她不知怎么回答。 等长明再回去的时候, 画师已经画出第二幅人像, 一张脸被毁尽了的那位大姐姐。 幼年的王霄对这位大姐姐的印象着实是多, 可能也因为是长大之后屡屡念及旧人, 这记忆便在脑中一遍遍地加深。 女子长着一张瓜子脸, 从画像来看, 脸颊瘦削, 脸上的疤痕不像是烧伤, 更像是刀疤。 这一点顾鲁和长明都能确定, 顾鲁行医多年, 对这些疤痕还是有所了解。 如果王霄记忆没有出错, 她这张脸, 应该是被人近距离用刀划过, 当时划她的人, 该是恨她的。 顾鲁指着脸上那道贯穿疤痕, 能从眼睛一直划到下巴, 这一道, 当时应该险些要命的吧, 这不可能是为了毁掉辱骂而故意划了的。 顾鲁说得笃定, 长明也同意, 长乐站在旁边暴毙看着那画像上的女子。 我觉得有点眼熟。 肖家园也被请来了, 皱着眉盯着画像。 是眼熟, 但绝对不是前太子妃娘娘。 他们虽然没见过前太子妃的真人, 但见过画像, 宫里就有。 皇上当年通过阴毒的行情, 火烧前太子府, 为了掩盖心虚, 登基之后并未抹去宫中有关前太子的所有痕迹, 起码保留了前太子和前太子妃的画像。 能被江嬷嬷那么细心照顾的, 却又不是前太子妃娘娘。 那能是谁? 当时前太子府还有其他女主人吗? 肖家园摇头。 太子爷并无事切, 出事的时候, 太子妃娘娘也没有子女, 没有其他女主人。 没有其他女主人, 那这个被前太子妃跟前的贴身嬷嬷、 江嬷嬷仔细照顾的女人, 还有七彩叶明珠的女人, 她到底是谁? 肖家园和常乐都觉得眼熟, 那必定是在哪里见过的, 可却又一个都想不起来。 但当年的事, 总不能莫名其妙突然冒出来一个不相干的人。 现在已知的就是, 陆平山一家与前太子府必定有着千丝万缕的灵性, 或许玉燕能活在这个世上, 离不开陆平山当年的各种周旋, 或许他为前太子府做的事太多了, 以至于最终整个陆府上了黄泉路, 那一并被牵连的还有谁? 四个人围着这张被毁掉容的画像, 一时间想不到更多的线索, 天色已经大白, 不好再拿着这画像去找路易鸟, 只能等到夜幕再次降临。 临近晌午的时候, 画师画出了第三幅画像, 那位大姐姐的爹, 一个脸颊瘦虚的老头, 还不等顾落看清画上的人物特征, 长明长乐肖家园三人, 齐齐倒吸一口冷气, 几乎是异口同声。 陆平山? 这三个字就像是三声雷, 直接砸了顾落头顶, 心肩, 他错愕抬头, 直直望向肖家园, 肖家园撵着手指, 气息有些抖, 面上的匪夷所思尚未退去, 或者浓得根本退不去。 我虽然没见过陆平山本人, 或者见过也是年幼时分, 早就不记得了, 但是之前我们去调查陆平山, 陆青霜的时候, 请过以前的老人, 做过陆平山的画像, 几乎一模一样。 早就死了的陆平山, 却出现在王霄口中, 甚至在八九年前, 曾在京都附近的村子里住过一阵子, 还是和陆姨娘的母亲, 前太子妃的天生姆姆姆姆一起出现。 他们共同照顾的这个女子到底是谁, 顾落是穿越来的, 但圆珠体内留着陆青霜的血脉, 血脉流转, 割舍不断, 陆平山是故落货真价实的外公, 他下意识地手指去摸索那画像人物的眉眼, 一如最初见到画像的陆姨娘, 去抚摸自己娘亲的面袍。 那个王霄还有王霄的家人, 之前住过的那个村子, 我都去查一遍吧, 当时那位大姐姐被葬在何处, 我打听一下, 至于画像, 今儿个晚上, 朝明再去一趟定远侯府, 陆大人那张自然不必带着, 拿另外一张过去问问吧, 江辉那里, 不管他是江辉还是苏辉, 总而言之, 目前和咱们是一个阵营的, 眼下皇上听他盯得紧, 唯恐北宴和端康王有所勾结, 那边暂且就不要惊动了。 对了, 端康王那边, 咱们的人已经跟上了他, 之后会有消息传来。 萧家远直接拍板, 其余人毫无意义, 事情敲定, 萧家远急急离开。 他一走, 常明和常乐劝解孤落。 皇妃, 请先去睡会儿吧, 熬里一宿了。 眼窝都是清的, 顾落困倒是不困, 就是头疼得厉害。 他知道这是缺觉, 可他睡不着, 于燕还一点消息没有, 这人怎么能一点消息都没有呢? 凭于燕的性子, 但凡不是身陷困境, 他不可能一点消息不送出来的。 现在, 顾落的目光落向画像, 又冒出了一个陆平山。 所以, 我外公还活着吗? 当天夜里, 常明带着那毁容女子的画像, 又去了一次定远侯府。 这次陆姨娘没给出任何有用的线索, 她对画像上的女子完全陌生。 萧家远带着人去那村子做过一次暗查, 全村老老小小, 上上下下查了个底朝天。 这村子里, 没有一个身份特殊的, 全都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 上下几代都干干净净。 要说有问题, 唯一一个就是村中一户姓张的人家, 这家人的闺女在安平伯府的庄子上当差。 王霄之所以知道安平伯府二夫人的脸和嗓子被毁了, 当时就是这个人回娘家的时候多嘴提了一句, 全村的人都知道。 但这个人, 因着安平伯府被抄家问斩, 早就被流放边疆。 他家里人在安平伯府荣耀的时候, 没跟着闺女沾过光, 等安平伯府垮了也没被牵连更多, 一直都是老实巴交的种地, 也查不出什么。 这就奇怪了, 这村子就是个普通的村子, 当时陆大人和江嬷嬷, 为什么带人住到那里去? 按理说, 住过去的目的, 应该是在等什么人, 或者是想要和什么人联系上吧? 这种一般村子里, 不都应该有个自己人才对吗? 而且陆平山和江嬷嬷都没有什么一种伪装, 始终都是真面目见人, 那不就更说明他们在等人来相认吗? 常明皱着眉头满脸的疑惑不紧, 咕噜听着萧家远带回来的消息, 心跳不由人地闪了几下。 黄霄说, 那大姐姐是八九年前没的? 我, 我爹今年八岁, 马上就九岁了, 孤洛睁着一双眼窝泛着乌青的大眼睛, 看着萧家远。 我爹是四月份的生辰, 我问过王霄, 他说那大姐姐是春天梅的。 你怀疑那人就是你的母亲? 可, 可你总不能连你母亲的画像都认不出啊? 他不是我母亲, 我母亲什么样我记得清清楚楚。 我是说, 他们住在那个村子里, 会不会就是因为那个村子里全都是清清白白的老百姓, 只有一个是安平伯府庄子上的婆子? 他们可能是在等人, 也可能是在等消息。 我, 我娘有个匣子, 那匣子里装着书和帕子, 我娘大约也是在等人。 我娘生了我弟, 他猪血便死了, 那是个春天, 同时在那村子里住的人, 大姐姐死了, 将嬷嬷和陆平山走了。 这里面一定有什么联系, 但孤洛找不到那个联系的点, 找不到那个相连的纽带。 他们等在村子里, 会不会是等你母亲手里的东西? 结果你母亲发生意外? 顾洛摇头, 如果是这样, 他们为什么不来庄子上找一找呢? 为什么立刻就搬走了? 常乐绷着脸。 会不会是暴露了? 因为暴露了可能有危险, 所以…… 常乐目光带着难受, 看着顾洛。 所以青霜小姐不得不难产而死, 这个也许是个信号, 让那边等着的人立刻离开。 他说完, 乌子静默下来, 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合理的猜测, 而且是目前来说最为合理的猜测。 可这中间的连接点依旧找不到, 默了好一会儿, 常明发出疑问。 那该怎么解释大姐姐将夜明珠送给了王霄呢? 她为什么呀? 单纯的为了感谢那个小姑娘对自己的陪伴? 没有人能解答。 按照王霄所言, 当时那位大姐姐死后是葬在他们村子里的, 去查一查葬在哪里, 看一眼吧。 这个不好查, 总不能挨个挖坟吧。 村民多信鬼神, 想办法闹一两起意外, 再安排个风水先生过去, 说是仙人给的警示, 需要重新修弃坟营。 到时候风水先生跟着村民挨家挨户地查看各家的祖坟, 总能筛查出来。 这个我去办。 这种装神弄鬼, 挖坟绝地的事, 他最擅长了, 正说话外面传来回禀声。 王妃, 常年求见。 自从冯吉大闹街头一事之后, 常年就一直处于安博王府的游离位置, 既算是御宴的人, 可又不被御宴重用, 整日郁郁寡欢泡在小酒馆, 倒是和冯吉的关系越来越好。 冯吉原本是皇上想要培植的人, 但随着朝局变化, 他明面上忠心皇上, 暗地里却已经投诚太子。 因着常年先是豫王的人, 后来又成了御宴的人, 现在和冯吉搅和到一起, 让太子动了心思, 想要用一用这个两意其主的人。 常年按照御宴的吩咐, 对太子的拉拢既没有直接拒绝, 也没有表现热气, 反倒是让太子在他身上下了不少功夫。 自从御宴失踪, 太子更是频频和常年来往, 按照顾洛和肖家远的指示, 常年适当地将安博王府一些消息透露给太子, 让太子越发觉得这个人是个唯利仕途随时叛变的小人, 反倒是放心用的。 常年穿着一身短挡, 进门先给顾洛行了礼, 又朝肖家远问好, 跟着才道。 冯吉说, 太子想要在皇上的生成宴上动手, 到时候, 想要用我去刺杀皇上, 一则除掉皇上, 自己登基, 二则将乱臣贼子的帽子, 靠到咱们王爷头上。 老虎不在家, 猴子称带王, 他以为他是个什么东西, 当真以为皇上就不防着他? 太子买通了禁军统领。 屋里几人皆是一愣, 毕竟禁军是铁杆保皇党。 上次抓捕端康王和定远侯夫人, 太子的人在皇上跟前, 嘀咕过好几次, 说禁军统领会不会和咱们王爷私下勾结, 故意设局引诱端康王和定远侯夫人入坑, 不然怎么一切就发生了那么凑巧之类的? 皇上一心中, 对禁军统领的确是有了一点怀疑, 太子趁着这点怀疑正在势头上, 许诺禁军统领, 事成之后, 江南许一处封地给他。 禁军统领也没有全然信了太子的话, 但昨天晚上, 太子直接派人往禁军统领家里, 送了三箱金元宝。 真金白银砸住了禁军统领, 这消息若非常年受太子拉拢, 他又有心窥探太子一举一动, 旁人还未必真能打听出什么来。 要我说, 太子就是闲的, 他要是老老实实本本分分, 说不定等皇上百年之后, 他还真能拉个皇位坐坐。 偏要折腾。 皇上深沉宴当天一早, 孤落在庄台前梳妆, 绿欢抱着个小抱枕坐在旁边椅子上, 吊着小嘴巴巴的发表演说。 我前几天看一个画本子, 上面写道某某国的太子为了争夺皇位, 干出了好多损人不利己的事, 最后被皇上一刀咔嚓啦。 结果你猜怎么着, 等那个太子一死, 皇上发现他云下的所有皇子都不想继位, 皇上皇位砸手里穿不出去了, 你说那个太子要是前下有只, 不得气得棺材板都炸啦。 孤落瞳目结舌, 透过铜镜看玉欢。 这种画本子也有人敢写? 这不是现代人嫌得淡疼编出来消遣浅闷的吗? 怎么古代帝王制度下, 居然也有这种编排皇室的画本子? 玉欢撅着小嘴。 写啊, 茶楼里说书先生还说呢, 这有什么打紧的, 反正说的是别国的。 我听顾恒说, 前几天这个画本子在茶楼说书的时候, 太子还去听了一耳朵呢。 这可真是言论自由。 嫂嫂, 你说我哥现在在干嘛呢? 玉欢拖着小下巴, 叹了口气, 看着孤落。 提起玉宴, 孤落心间绿绿疼了一下, 扯了嘴角朝玉欢笑道。 王爷忙正式呢。 我也觉得, 我昨天梦到我哥了, 他说只要我在家乖乖听话, 等他回来, 就带我去放火。 孤落顿时不知道该哭该笑, 旁边一融成孤落婢女的小姊妹绷住, 扑的一下笑出声来。 你就不能梦见点别的, 非得梦见小王爷回来去放火啊。 玉欢眨巴眨巴眼。 那也不能怪我啊, 这是做梦, 我哪能控制得住。 再说了, 我哥不就喜欢放火吗? 高兴了放一把, 不高兴了也放一把。 对了, 萨萨, 萨萨哥说, 过了这场公宴没多久, 咱们可能就要去封地了。 咱们的封地在哪里啊? 这个孤落也不知道, 他和萨家园, 并着长明长乐研究了好久, 只想挑一个玉燕现在可能在的地方, 当作封地。 可玉燕到底在哪儿, 他们毫无目标。 孤落不说话, 玉欢就又叹气。 哎, 到时候去封地, 肯定路途跋涉, 也不知道顾恒受不受得住, 他那么怕死。 提起顾恒, 孤落这才想起来, 这弟弟今儿一早到现在, 都还没露面呢。 何儿呢? 研究马车呢, 他说这个马车硬邦邦的, 走近路还好说, 走远路要是再没了关道可走, 到时候非得把他给颠死, 他要改装马车, 弄个不颠的出来。 孤落有心去瞧瞧他弟弟这个, 来自庄子上毫无见识的八岁小男孩的发明创造, 然而宫宴时间就要到了。 我不在家, 你和何儿不要出去玩, 就在府里, 有什么事及时和常乐他们说, 知道吗? 孤落带着小子, 一边朝外走, 一边叮嘱玉欢, 玉欢摆摆手。 说了八百遍了, 你是进宫, 不是离京, 放心, 我哪儿也不去, 就在府里。 青黄不接的季节, 西北灾荒已经熬了大半年, 玉燕现在还生死未卜, 端康王造反逃窜, 整个朝廷人心惶惶, 为了安抚人心, 皇上不知是自己想出来的, 还是听了哪个宁臣的建议, 这生辰宴倒是办得格外隆重。 早有地方官送了各色鹤礼, 皇上为了彰显繁华景象, 那些鹤礼也没有往库房收, 一并在御花园里摆着, 一眼望去, 琳琅满目, 光彩逼人, 小子跟在郭罗身边, 低声唏嘘, 这些东西, 但凡拿出一件变卖了去镇灾, 也不至于西北那么多灾民流窜, 昨儿我听三公子说, 西北那边递上来的折子, 有灾民冲击官府衙门, 若非被逼起了, 打个当民的, 敢就惹作官的。 安博王妃。 小子正说话, 旁边一道声音打断了小子的嘀咕, 顾洛和小子偏头看过去, 就见辛柔郡主带着婢女走过来, 这还是继上次炸了太后寝宫后, 顾洛头一次见这位郡主, 相较之前的风姿绝绝, 辛柔明显瘦了几圈, 瘦得都有点脱向, 她的身份是王妃, 用不着像一个外星郡主行礼, 顾洛浅笑一下, 没说话了。 辛柔郡主上前, 扫了一眼易容后的小子。 这是燕哥哥府里的人吗? 我倒是没有印象, 是后来买进府的吧。 这话说的, 好像以前的她就认识似的。 她和玉燕的交情, 也不过就是玉燕被长公主骗的那几年, 孤落没理她。 辛柔郡主帕子掩着嘴角, 若六浮风地咳了一声。 燕哥哥还没有消息吗? 我昨晚上梦见燕哥哥了, 她和我说后悔娶了你, 若是当初娶了我, 得了太后娘娘的扶持, 现如今也不会落个这般田地, 生死无心。 顾洛惦记玉燕, 最见不得有人在她耳根前说什么生死, 这要对她。 辛柔眉眼带着一股挑衅, 忽然压低了声音。 你若是肯把燕哥哥让给我, 说不定她却有了信。 孤落心跳重重一闪。 什么意思啊? 她已经有了预言的消息, 用这个来和我做交换。 孤落看着辛柔, 迎上对方挑衅的目光。 好说, 一会儿我和陛下禀明了, 毕竟王爷想要和礼, 这可不是王爷王妃两人就能决定的, 得走内务府的流程呢。 辛柔郡主把弯着手里的帕子笑了一下。 用皇上压我? 我若是怕你用皇上压我, 也就不会和你说这些了。 即使说了, 那我就是不怕。 不妨明着告诉你, 今儿陛下这场生辰宴是太后娘娘一手办的, 只要你乖乖配合, 牺牲你一个, 就能够成全所有人。 你若是不配合, 你才公宴结束, 你会不会看到宴哥哥的尸体啊? 在孤落担心御宴的无数个煎熬中, 尸体两个字, 直接刺激了孤落心头最为敏感的那根神经。 他几乎是连想都没想, 直接手起掌落, 巴掌重重落到心柔郡主脸上的时候, 孤落才反应过来, 原来自己这么生气呢。 啪的一声响, 引得四下不少人看过来。 以前孤落是医女的时候, 还有不少人坐简。 现在皇后没了, 皇后跟前的七公主没了, 安平伯府的顾化没了, 就连定远侯府的苏南黎大小姐也被禁足出不来了, 好像坐简她的人全都不得善终。 岔子烟红一片贵女明远, 莫说上前尖酸刻薄, 就是连个嚼舌根的都没有, 起码当着面的没有。 心柔郡主挨了一巴掌, 捂着脸瞪着孤落, 委屈得满眼泛红。 好好等, 你打我做什么? 孤落冷眼看着她, 下额微扬, 眼皮微垂, 带出来的那种气势, 她自己都没察觉, 隐约有玉燕那种清贵又魂不灵的样子。 汉伯王是卫国为朝廷出去办事, 你却红口白牙在这里咒她死了? 你说我打你做什么? 太后娘娘给你吃给你喝养你这么大, 就是为了让你长大了来这里搬弄是非的吗? 我不管你来我跟前说这些话到底是什么目的, 我只告诉你一句, 你想让我把玉燕让给你, 那也要等她回来再说, 她人都不在, 你却在这里做梦想要取代我, 脑子不好使, 可以不用出来非得使唤一下, 陪着礼仪廉耻一起足不出户多好。 孤落冷着脸撂下几句话转身要走, 心柔郡主挨了一巴掌又被刺搭了一顿, 却伸手一把拉了孤落的衣袖。 就算是我做得不对, 我说错了, 你就能够打人吗? 我好歹是个郡主, 再者你打我无所谓, 可今儿是陛下的寿臣, 这是陛下的寿臣宴, 你却要在这宴席上见红。 孤落皱眉, 满目厌恶回头看心柔郡主, 胳膊一用力, 将自己的衣袖从她手中拽出, 心柔郡主看着孤落, 缓缓放下捂着脸的手, 那瓷白的脸上一张巴掌印逐渐清晰起来, 就像是一张纸浮于水面, 逐渐被水浸透一样。 随着那巴掌印清晰, 她嘴角也翻着血色。 青天剑一早才刚刚算了, 如今朝政纷乱, 是有奸念作祟, 陛下寿臣乃是真龙之气最为旺盛的一天, 这一天紫气东来, 压下那些小人邪碎, 你却偏要在这里打我。 但凡你真心实意地关心玉小王爷, 也不会在这里动手, 果韵气盛玉小王爷才能平安归来, 说什么夫妻和睦, 你看中的从来都是安博王妃的龙华富贵吧。 一个从庄子上来的姑娘, 一个在太医院任人作敬的姻女, 摇身已变成了王妃, 别人不知道你心里的算盘, 别想瞒得过太后娘娘。 说完, 新柔郡主朝后退了一步, 两眼直视姑落, 丝毫不将周围围观的那些朝臣家眷放在眼里, 下恶微扬, 巨傲地一声令响。 来人, 安博王妃冲撞国运, 带下去。 随着新柔郡主一声令响, 当即便有她身后的两个嬷嬷上前, 顾洛简直觉得匪夷所思。 什么时候这宫里, 有你一个身体留着一半南兆国血脉的外姓郡主说了算了? 得罪安博王妃了, 这也不是郡主说了算, 郡主只是奉了太后娘娘的一旨。 今儿陛下的寿臣, 娘娘下令不许见分毫明争暗斗的不和谐, 更何况您这直接见了血? 其中一个嬷嬷大有一副杀鸡儆猴的姿态, 一扫旁边围观的人, 看了一圈才收了目光重新看向顾洛。 王妃还是不要争辩, 更莫要为难老奴。 姑罗看了那嬷嬷, 脑子里飞快地琢磨, 太后和心柔这一处, 到底是为什么? 太子欲要在今日逼宫, 太后知情还是不知情? 若是知情, 这个时候用这种借口将我带走, 是图什么? 若是不知情, 又是为了什么? 思绪飞转天人交战间, 姑罗一眼看到人群里混着的六皇子, 迎上姑罗终于望过来的目光, 六皇子打出一个十分明显的信号, 有多明显呢? 他直接扯着嗓子一声喊, 抓走这个坏女人, 抓走这个坏女人, 她每天都给我灌药吃, 她用针砸我的头, 抓走她, 抓走她! 六皇子吃傻, 一通乱喊无人理会, 什么怪要扎针, 大家也知道顾罗氏奉命给六皇子瞧着吃傻的毛病, 不过看样子, 毫无效果, 六皇子喊了两嗓子, 可能觉得不过瘾, 直接从人群里钻出来, 笑嘻嘻地朝欣柔郡主凑过去, 漂亮姐姐, 怎么还不抓啊? 要不要我帮你啊? 灵儿可会抓鱼了, 抓人也抓得好呢! 欣柔郡主嫌恶六皇子说话时口水乱喷, 朝旁边躲开半步, 冷声呵斥, 还不动手等什么呀, 连她那婢女一并带走! 抓得好, 抓得妙, 抓得王八呱呱叫! 六皇子立刻手舞足蹈, 一脸狂欢, 说完又觉得不够, 忽然朝顾罗一头撞过去, 我撞死你这个坏女, 让你扎我! 六皇子一头撞了顾罗肩膀上, 顾罗让她猛地一撞, 顿时朝后两步踉强, 小子眼疾手快连忙扶了她, 王妃小心! 说话功夫, 一个小纸团从顾罗手上落入她的手, 小子心跳加快, 面上不显痕迹地将那小纸团 敲摸缩到袖子里, 动作间, 两个嬷嬷上前, 直接将顾罗和小子带走, 王妃也别和老奴计仇, 谁让您今儿冲动了呢? 心柔郡主再有不适, 那也是太后娘娘跟前长大的, 虽然是外姓郡主, 但养只小狗小猫, 日子久了还有感情呢, 更何况是个人, 太后娘娘心疼心柔郡主, 宁占着心柔郡主朝思暮想的位置, 这不诚心给太后娘娘找不痛快吗? 再说了, 现如今, 玉小王爷杳无音信的, 您一个音女出身的人, 能给小王爷什么注意? 若是将这位置上给心柔郡主, 对小王爷的帮助可不止是一点点, 您自个儿好好想想吧, 您要是真心对小王爷好, 就别那么自私。 两个嬷嬷将顾罗和小子 带到一处空院子的厢房, 把人往里一推散, 大门一锁, 收在外面。 小子扒在门缝朝外瞧了一眼, 眼见两个嬷嬷没走远, 就在院中石桌旁坐了, 回头朝顾罗道。 这什么意思啊? 他没敢擅自将那字条取出来, 顾罗摇头, 八成是心柔想的人想疯了。 说着话, 左右环顾这屋子, 屋子不大, 一共两间, 外间堂屋内间卧室, 瞧样子不像是平时有人住的, 顾罗漫条丝里地朝礼屋走, 一边走一边给小子做了个手势, 指了指房顶, 顾罗被带走仿佛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小插曲。 夜袭大殿, 皇上尚未来, 在太子的带领下, 一众公妃皇嗣朝臣家眷, 其乐一堂。 怎么不见安伯王妃? 太子在人堆里, 找了两全都没找到顾罗, 皱眉偏头问旁边的二皇子, 今儿他要逼宫夺位, 也要尝一尝顾罗的滋味。 从顾罗来了京都起, 他就对顾罗的模样垂涎难难, 之前爱着安伯王府, 给顾罗面子没能下手, 后来忌惮玉燕不能下手, 再后来玉燕倒是不在, 可朝是繁杂, 没机会下手。 等夺位成功, 他做的第一件事, 便是将顾罗扯到那张龙榻上去, 尽情消瘦。 二皇子瞧着太子眼中的色意, 面无表情。 听说刚刚被皇祖母的人给带走了, 说他冲撞了国运还是怎么? 玉燕久久不现身, 我看是父皇心里忌惮, 借了皇祖母的名义, 直接将顾罗抓了, 想要逼玉燕现身呢。 太子一听, 差点笑出声来。 天底下还有这种好事, 今儿要用常年刺杀父皇逼宫夺位, 恰好皇祖母就把顾罗抓了, 这不就等于正好给了安伯王府 一个造反的借口吗? 太子心头汹涌着亢奋, 抓起面前的酒壶自针一盏, 两头呵了, 眼底激荡的光芒遮掩都遮不住。 二皇子倒也没有说假, 抓顾罗的, 名义上是太后和辛柔, 但实际上却是皇上。 之前端康王被抓, 有人在皇上面前嘀咕, 是禁军统领和玉小王爷勾结作局, 再加上玉燕这么久没有音讯, 皇上心里起了疑心, 抓了顾罗想要网出逼一逼玉燕。 律书房, 皇上穿着内务服一早送来的兽袍, 紫禁祥龙攀爬半身, 滚了金鞭的利铃, 戳在皮肉松他的 搏梗下方。 华贵的衣衫遮掩不住皇上脸上的病态和苍狼, 不过一年的时间, 他好像一下子老了十几岁, 本来就松卡的眼皮更是下垂得厉害, 那是总管替皇上系着妖狐, 皇上两手略微朝两侧展开, 眼底带着一股英质的笑。 人抓了? 人抓了? 他抓了, 新柔郡主亲自抓的, 现如今啊, 旧官在太后娘娘寝宫外面的玲珑阁, 已经放出消息了, 安博王府的人啊, 估摸着眼下也得了信了。 盯紧安博王府, 有人外出送信, 或是飞鸽传书, 给朕盯好了。 经历了端康王作乱, 再加上最近身体平平不适, 那是总管表现出来的种种体贴, 让皇上对这个人越发地放心了, 以前还有过些许的不信任, 但随着他几次吐血, 那是总管流露出的那种由衷的关切, 皇上的不信任, 渐渐地也就没了。 妖狐扣好, 那是总管替皇上整理衣袖, 皇上垂着眼看的。 各地送来的那些东西, 都造策了。 那是总管伺候皇上多年, 知道这话里的意思。 梁广送来的东西最为金贵, 钱州可能是按照西北一带, 栽荒闹得紧, 只送来一幅万寿图, 和去年送的差不多。 倒是渔航因着陛下雷厉风行铁血手段, 大批量换掉渔航之前的官员, 新上任的那些对陛下感恩戴德, 送来不少新奇的东西, 都在御花园放着呢, 陛下一会儿倒是可以先瞧一瞧。 皇上的寿臣, 各地必定送来众礼。 一国之君不可能当着宾客的面, 逐一去拆那些礼物, 纳成什么样子。 可总要展示一下国泰明安, 更要在朝臣面前摆一摆帝王的威仪, 故而每次受担, 皇上都会当众展示一些贺礼。 有了内侍总管的话, 皇上心里差不多有了计较, 一切收拾妥当, 他正要朝外走。 陛下, 先喝一碗雪梨汤滋润一下嗓子和脾肺, 一会儿到了那边怕是要饮酒啊。 内侍总管喊住皇上, 转头从专案上的石盒里提出一只保温的汤壶, 倒了一碗浓浓的雪梨汤出来, 这份体贴让皇上心里极其受用。 朕跟前幸亏有一个你啊, 不然就让那些人那样的弃震, 朕再好的身子骨也熬不住啊。 结果那碗雪梨汤, 皇上心满意足喝了, 内侍总管两眼含笑, 看皇上喝得一滴不盛, 笑意更浓。 您喝了, 老奴就放心了。 这什么人? 救家! 正说着, 外面忽然吵嚷起来, 先是内侍总管惊恐的叫声, 跟着是侍卫的怒吼, 那怒吼声尚未落下, 刀剑香装的蒸蒸声和人羊马帆的惨叫声, 便刺耳传来。 皇上手里那雪梨汤的碗, 顿时随着他手一个哆嗦, 咣当落地, 砸了个稀烂。 内侍总管大惊失色, 连忙朝御书房门口跑过去, 想要看一看, 外面到底闹出什么乱子。 人还没跑到门口, 御书房大门忽然被人一脚踹开。 内侍总管吓得一步两枪朝后倒退间, 嗓子眼里的声音没有来得及发出, 刚刚咕咙弄一声, 便迎面被一脚踹飞。 哼的一下, 内侍总管凌空飞起, 重重跌下, 直接跌到皇上脚跟踵。 他嘴里一口血吐出, 挣扎地爬了两下, 想要爬起来护着皇上, 但手指扣了几次都没动弹了。 皇上这个时候哪有心思去管内侍总管动弹不动弹。 御书房里一下子闯进来八九个黑衣人, 人人手里提着锋利的大刀长剑, 那锋刃上滴着血, 为手的一进来冲着他就扑了过来, 吓得皇上转头就跑, 才穿好的兽袍再转身一瞬, 被身后的长剑刺拉一下划开了一个大口子。 金线云锦, 曾迪娜杀人的剑, 刀剑仅仅是划破衣裳, 可皇上吓得头皮都麻了, 全身都是木的。 堂堂一国之君, 嗓子眼里迸发出鸡叫狗肺一样的呼救, 拼命地往前跑。 来人, 快来人啊! 后面的人杀人如麻, 岂能追不住的, 偏偏没有尽力去追, 就犹如老猫斗鼠儿一般, 左翼到右翼间, 不住地息怒了, 害他闹出更多的狼狈和惊恐。 直到皇上奔到御书房的内室, 想要关门时, 为首的黑衣人才犹如抓小尖似的, 一把提了皇上的脖子, 将这个穿着龙袍, 却全身哆嗦如筛康一样的男人一把提起, 转手重重抛到御书房的桌案前, 皇上晕头转向, 肝胆剧烈, 才被重重丢到地上, 跟着又被这边一个黑衣人扯着头皮拽了起来。 他像是任人宰割的案板上的老肉, 被那黑衣人一把摁到桌案后的笼椅上, 为首的那个黑衣人抱着刀上前, 五根树棍子一样粗细的手指趴得在皇上面前, 一掌拍到那桌案上, 这一刻他恨不得将这阴毒的老东西一掌给拍死, 他此时此刻也的确能一掌或者一剑就直接了结了他, 可御燕的身份还没有转变, 如果强行让皇上下个诏书去转变御燕的身份, 成王败寇不是不行, 但属于先太子的东西, 他们更想名正言顺地夺回, 不留一点诟病的机会。 还请陛下辛苦一下, 几个传位诏书将这皇位传给太子爷。 皇上那惊惧战力的心, 现在才稍稍缓过来一点, 眼底蹦蛇着怒火, 怒火交织着恐惧, 各色情绪齐聚心头, 还为张嘴说话, 挖得一口血喷了出来。 星座的紫荆兽袍上沾了血, 那鲜红的颜色可比顾洛帅心柔那一巴掌带出来的红要刺目得多。 皇上赞全盯着那些黑衣人, 你们, 你们, 怒火堵在喉头, 他竟是一句斥责怒骂的话都说不出, 还说什么? 这都明摆着, 都是太子的爪牙, 太子在逼宫。 不远处, 御花园里的丝竹声还在悠扬起伏, 御书房里, 为首的黑衣人转着手中沾着血的长刀, 笑得阴森可布。 不想血啊, 拖延时间嘛。 好说, 先砍一根手指下来。 说着, 他抓了皇上的手, 手起刀落, 不带丝毫犹豫, 不能一刀弄死这老东西, 总能变着法的羞辱搓磨他一番, 稍稍解一解心头之恨。 不说当年那些旧事, 单单这些年御宴被皇上屡屡叫进御书房受到的那些折辱, 也该算一算了。 皇上原以为这人只是恐吓威逼他, 没想到一句话没落下, 那冰冷锋利的刀, 当真就朝着他的手指砍了下去。 食指连心, 被夹了手指都疼得撕心裂肺, 更遑论一根食指被齐根斩断, 鲜血飞镖前, 皇上疼得差点昏厥过去, 不是他不昏, 而是这黑衣人的刀, 又游走到了他的后背心。 隔着衣衫都能感受到那刀锋的刺骨冷意, 皇上抖得停不下来, 黑衣人皮笑肉不笑。 写吗? 写了, 太子爷登基, 您还能拉个安享晚年的荣华富贵, 不写? 不写也无所谓, 您要是驾崩了, 太子爷顺理成章继位, 最多就是多了一项办丧事的繁琐而已, 国小三年虽然难挨, 但背地里守不守的, 谁知道呢? 他把话说得直白又大逆不道, 从旁边扯出空白的圣旨, 拍到皇上跟前, 被砍掉的是左手的食指, 血还在冒, 皇上犹如一只被穿了五脏六腑的鞍蠢, 冷汗一股一股地往外冒, 外面一点救援的动静都听不到。 禁军啊, 禁军去哪儿了? 都死了吗? 还有平日藏在御书房里的那些暗卫们呢? 怎么一个都不出来? 整个御书房能护着他的, 就只有内侍总管, 可内侍总管早在这一切开始之前, 就被一巧踹翻, 晕倒在地上, 是死是活还不知道呢? 皇上浑浊又恐惧的目光落在内侍总管, 摊在地上一动不动的身体上, 又看向他嘴角和地上的那滩血。 啊, 这是, 死了? 巨大的前所未有恐惧, 在这一瞬间达到顶峰, 蔓延四肢百骸, 那狼嚎虎笔颤抖着抓起, 沾末落笔, 每一个动作都是机械的, 船尾诏书写好, 救生盖下玉玺裹印。 玉玺就在专案第三层的机关抽屉中, 皇上放了笔, 去取玉玺的动作却置缓下来。 当真就没有人来救朕了? 他眼睛不由自主地朝窗外看去, 就在这一瞬, 外面忽然传来急促, 杂乱的有力的脚步声, 守在御书房门口的黑衣人, 在脚步声传来的一瞬, 忽然一声惊叫。 快点, 来人了。 皇上那颗站立的心, 瞬间像是从冰窟窿里捞出, 放到了温泉池中。 他停下了去取玉玺的动作, 为首的黑衣人一把扯了皇上的头发, 将他的脑袋碰得撞到转上的圣纸上。 摩擦什么? 快点, 老东西, 玉玺呢? 还拿玉玺? 外面打斗声传了进来, 守在门口的那黑衣人让人一脚踢翻, 皇上脑袋被摁在桌上, 他努力地抬眼, 眼珠子都快翻出来了, 终于看清, 从外面冲进来的人, 穿着一件麻灰色的短打。 不是宫里的人。 皇上想要看更多, 奈何脑袋被人死死摁着, 不住地有人在他身上脑袋上, 胡乱地拍打, 在桌上乱翻, 想要去找玉玺, 外面涌进来更多的人。 皇上看不到到底是什么人进来, 但能听得出来, 就在他头顶前发生的打斗十分的激烈。 快给太子爷报信, 这边我们坚持不住了。 摁着皇上的那个人忽然一声吼, 当即便有破窗而出的声音传来, 不过, 紧跟着那窜出去的人, 就被外面的能摁摁住了, 发出一声惨叫。 皇上感觉到摁着他的那只手僵了一瞬。 反正传位圣旨已经写了, 不行就杀了这老皇帝, 到时候就说有人刺杀皇上, 咱们正好救驾, 但晚了一波。 旁边的黑衣人飞快地说着话, 摁着皇帝的黑衣人似乎在犹豫, 抓着皇上脑袋的手, 格外用力地一拽, 侧拉扯了一把皇上的头发, 生拉硬拽将头皮都扯掉一块, 皇上疼得全身一个哆嗦, 闷声惨叫。 那黑衣人的大手一离开, 皇上惊恐起身, 刹那间, 那黑衣人做了定夺, 要杀他。 来人, 快来人啊! 皇上拼命呼救, 这才看清楚冲进来救他的人, 除了那个穿着灰麻色短打的, 余下全都是禁军, 而那穿着灰麻色短打的, 是常年。 皇上争愣前, 黑衣人的刀已经砍了下来。 我和你们拼了! 一直趴在地上的内侍总管不知何时清醒, 犹如护着小鸡仔的老母鸡, 卯足了劲地冲了过来, 一头朝着黑衣人撞了过去。 被他突然一撞, 黑衣人劈下来的刀直接骗了方向, 带着灵力的刀锋, 擦着皇上的额头鼻尖, 一刀劈在了桌案上, 将那圣旨劈成两半。 就在这刀错了方向的瞬间, 常年纵身飞来, 他脚尖点过桌案, 直接拔葱一般将皇上从桌案后一把提了起来。 黑衣人上前阻拦, 被内侍总管豁出去一条命的死死拦腰抱住。 内侍总管没有工夫, 一把年纪刚刚又受了伤, 说是豁出一条命的拦, 其实不过拦了个弹纸的瞬间, 转瞬他就被那黑衣人一胳膊肘子直接撞飞了。 皇上眼睁睁看着内侍总管嘴角带着一股血, 凌空飞起, 人撞到后面的书架上, 又跌落在地, 跌在地上抽出了几下就不动弹了。 常年将皇上带走, 御书房里的禁军便没了顾忌, 全力开杀, 不足一盏茶的功夫, 便将那些黑衣人全部拿下。 只可惜, 黑衣人反抗激烈, 一个活口没留下, 等到这边一切料理干净, 皇上坐在御书房院子里的长廊下, 灰白的脸色, 这才透出一股活人的气息。 人缓过来了, 怒火也就缓过来了, 他几乎是咆哮着起身。 把那个逆子给朕拿下, 太子府何府抓了, 一个也不许跑了。 这次前来救驾的是禁军副统领带队的一路人马, 皇上一声怒吼落下, 禁军副统领立刻抱拳领命, 皇上不等他走, 又道了一句, 你们统领呢? 他眯着一双眼睛, 眼底带着疼疼的杀气, 之前头发被黑衣人扯掉一块, 头皮流着血, 头发垂散着, 整个人带着一股森森的鬼气。 统领大人今日腹痛, 没有当职。 皇上顿时冷笑, 那冷笑就像是咆哮出来的一样。 腹痛? 好, 好得很。 说着, 他又看向常年, 常年迎上皇上的目光, 倒是不卑不亢。 奴才安博王府, 玉晓王爷随从常年, 今儿同冯级冯大人在酒馆喝酒, 听冯大人说, 昨儿太子也往禁军统领大人家里, 送了不少金银珠宝, 今儿禁军统领大人便腹痛没有当职, 奴才觉得奇怪, 紧跟着收到安博王府的消息, 说, 王妃在宫中被辛柔郡主抓了。 奴才只觉得事情可能不太对, 便拖了关系找到副统领大人, 正巧, 副统领大人巡逻。 当时常年说宫里派有出事, 让臣来这边查看, 臣一来就瞧见, 御书房外面守着的内室并非御书房惯用的, 而是太子府那边的。 臣要见陛下, 那内室直接回绝了臣, 说陛下在议事不得打扰。 臣, 臣心中担忧, 但又自知武功不高, 唯恐陛下这边出了差错, 便擅作主张让常年进宫了。 主要是当时不知该去找谁, 又正好是他来报信。 进军副统领战战兢兢立在那里, 才立了救驾之功的人, 此时坠坠不安的样子, 让皇上那颗受惊折辱惊吓的心, 稍稍舒坦了一点, 他一摆手。 你先去牺牲打赢, 调兵包围太子府, 拿下进军统领。 进军副统领当即领命, 等拿了皇上的令牌转身离开, 皇上没给常年任务, 也没问别的, 但也没让他走。 常年也不多话, 就巧莫生地立在那里不动他。 小内侍在几个进军的帮衬下, 将院子里的尸体血污清理了。 等到传召的太医院院士步履匆匆提着药箱奔来, 原来一来就是要给皇上瞧看, 却被皇上指派到屋里, 让他先去看看内侍总管。 被救出之后, 皇上没敢再让人进那御书房里面, 内侍总管到底是死是活, 还不知道。 张院士提着药箱进去虚语, 传出话来, 人还活着, 就是伤势有点重, 得养个一阵子。 得了这话, 皇上总算是面色稍稽。 御书房的暴动并未惊扰宫中其他各处, 宴席大殿那边依旧笑声艳艳, 太后已经带着心柔郡主去了大殿, 等了半仗都不见皇上来。 怎么还不过来, 这是又被谁绊住了脚啊? 太后皱眉, 正准备派个人过去接一接皇上, 太子站了起来, 她眉宇间带着盎然生气, 一抖一袍。 皇祖母, 松儿去接父皇吧。 太后看了太子一眼, 笑了一下。 嗯, 也好, 你去瞧瞧到底怎么了。 太子抱全领命, 气宇轩昂地离开了宴席大殿, 暂时间那边应该是已经得手了, 等他再回来, 那就是拿着传位诏书名正言顺的心地。 至于皇上, 传位诏书一写, 常年自然会给他一碗毒药喝下, 人倒是死不了, 但从此神志不清了。 太子走得精神抖擞脚下生风, 从宴席大殿出来的时候, 甚至情不自禁哼着小曲儿, 却在一脚踏出御花园的瞬间, 人还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呢? 忽然一道模糊的人影从旁边窜来, 紧跟着, 他后搏颈子被重重一击, 白眼一翻, 人一头撅过去了。 太子是被一盆冰水泼醒的, 一睁眼, 看到皇上一张盛怒的老脸, 吓得太子一个机灵彻底清醒过来, 他人原本摊在地上, 一清醒立刻连滚带爬起来。 父皇! 话音出口直接带了颤音, 旁边八九具身着黑衣的尸体就摆在那里, 发生过什么不必多说, 太子腿都软了, 腰也软了, 人直接跌坐在地, 同仁里慢着无边的恐惧。 父皇你听我说, 不是这样的, 是长颜, 是, 是玉燕, 是玉燕对父皇怀恨在心, 你又抓了故隆, 他才让长颜逼宫的都是玉燕, 他根本就没有施作, 他就是藏下来了, 全是玉燕做的, 和儿臣一点关系都没有。 皇上靠在椅背上, 得救之后吐了好几次血, 现在脸色和死人也没多少区别了, 阴沉的目光落在太子那张诡辩的脸上。 就算你从小到大愚钝无能, 朕对你从来未有过杀心, 你是阵风的太子, 安平伯父和皇后都没了, 朕都留着你太子的位置, 你却要对朕下这样的毒手。 太子逼宫夺位, 是激怒了皇上, 更激怒皇上的是那黑衣人的哲乳, 他头皮现在还疼呢, 被扯掉头发的那一块上了药, 可每一块药膏涂抹上去, 都在一遍一遍地提醒他, 之前在运输房遭遇的一切。 世到如今, 你还诡辩, 朕没有你这样的儿子, 朕只问你一句话, 你若是说, 朕留你一条命, 你若是不说, 朕连全尸都不留你, 端康王在哪里? 太子哪知道端康王在哪儿呀? 父皇, 你信儿臣, 真的不是儿臣做的, 是玉燕啊! 玉燕包藏祸心又不是一天两天了, 真的是他呀! 父皇, 你难道不信儿臣信玉燕吗? 太子就不明白了, 皇上对玉燕的忌惮简直到了风声鹤唳的地步, 但凡什么事和玉燕扯上关系, 皇上原本再坚定的心都会动摇, 这一次就任凭他怎么说皇上都毫无反应呢? 太子不明白, 皇上也根本就不给他明白的时间, 你母亲勾结端康王, 设计了一处你死而复生这样的来往关系, 现在你和朕说你不知道端康王在哪里, 即使不知道, 那朕留着你也无用了。 太子惊吓万分, 直直看着皇上, 感觉这次他似乎真的没有回转的余地了, 哀气祈求。 父皇, 真的不是儿臣啊。 皇上也盯着他, 怒不可遏, 连解释或者审讯都懒得了。 朕再问你一遍, 知不知道? 儿臣真的不知。 不等太子说完, 皇上一摆手, 身子朝后依靠, 说得无情又狠利。 带下去。 太子还想再说, 但不等他张口, 就被人从身后一把捂了口鼻拖走。 太子挣扎着反抗, 但钳制他的人一双手犹如铁钳一般, 任由他怎么使劲都无法挣脱, 只在奋力反抗的时候, 一眼瞥到那张钳制他的人的脸。 长年。 太子只觉得一瞬间, 心脏都不会跳了, 他一双眼迟了, 望着长年, 满目震撼。 长年一个眼神没给他, 直接把人提出了御书房, 跟着几个禁军鱼冠而入, 将里面的尸体一起拖走。 宴席大殿, 众人没有等到太子爷将皇上请来, 但等到一声通告。 太子勾结端康王谋反作乱, 以下犯上, 弑君杀父, 已被拿下, 论罪, 贬为庶民, 手间关押, 合府抄斩, 立刻执行。 一声通告被传话的小内侍念得一扬顿挫, 震惊了整个宴席大殿。 等念完了, 小内侍一扫宴席大殿里呆若木鸡的众人, 他是内侍总管的徒弟, 一举一动带着老总管那股漫不经心的劲儿。 既是如此, 这宴席, 诸位大人也就散了吧。 洛贞可闻的静默里, 太子党的人有的愤然而起直说不可能, 要去和皇上说清楚, 有的两眼一翻昏厥过去。 太后震惊之下, 转头直直看向丽妃和二皇子。 这年俩, 丽妃端着酒盏, 一脸吃瓜的表情, 好奇地望着那边反应不一的太子党, 二皇子则兴致勃勃撕下一条鸽子腿。 是二皇子一党坐的, 还是太子党真谋逆了? 太后心头乱作一团, 起身就往外走, 欣柔郡主连忙跟上。 丽妃半眯着眼睛看着太后离开的背影, 仰头将自己杯子里的酒水都喝了, 也起身离开。 太后和丽妃一走, 二皇子并着其他几位皇子也就走了, 余下一众朝臣, 及其家眷, 自然没有再留下的道理。 一个寿言, 这宴席还未开始便结束, 一同结束的还有目前太子党短暂而蓬勃的朝局。 之前传话的小内侍传了话并未离开, 而是等到太后从宴席大殿出来, 她拱着腰身上前两步行礼问安。 太后娘娘上去看望陛下, 陛下还在御书房呢。 太后偏头看着小内侍, 这小内侍她记得, 管内侍总管叫干爹。 怎么是你传话呀? 你干爹呢? 小内侍低着头, 恭恭敬敬的。 回娘娘的话, 奴才干爹救驾的时候, 让伤得有点重, 现在昏迷着呢。 发生了什么事? 那小内侍低着头。 娘娘难为奴才了, 奴才哪里知道, 奴才就是个传话的, 娘娘要去看望陛下, 您就先过去, 奴才不能给您带路了, 陛下有旨, 奴才还得去把安伯王妃给放了。 为什么要放她? 她犯了青天间的忌讳, 就这么放了? 奴才夜市奉旨办事。 说完给太后和新柔郡主行了个礼, 转身走了。 太后娘娘, 就这么把孤落放了, 我们抓她不就白抓了? 新柔郡主不甘心, 挽着太后胳膊的手晃了晃, 撒了个娇。 今儿这宫宴是太后专门为皇上操办的, 一则想要冲一冲最近的晦气, 二则有私心, 想要趁机夺了顾落安伯王妃的位子。 反正玉燕不在, 只要顾落有个名正言顺的错, 把她位子夺了。 将来新柔想要嫁给玉燕也不是不行, 至于玉燕的身份和皇上对玉燕的猜疑, 太后有她自己的打算, 可好好的, 怎么就闹出了皇上要处置太子的事, 到底出什么事了? 太后顾不上心柔的撒娇, 只拍了拍她的手被安抚。 哀家先去见皇上, 见了再说。 太后心急如焚, 直奔御书房。 却是刚要抵达玉书房院门前的时候, 邪辣辣地传来一道尖叫声。 杀人啊!杀人啊! 六皇子抱着头, 衣衫不整披头散发地从旁边公道里钻了出来, 亮亮呛呛朝着玉书房这边就狂奔了过来, 一边喊, 时不时还要跳一下。 到了太后跟前根本不带放蛮速度的, 就这样一阵风地撕心裂肺地叫喊着, 直扑进了玉书房的院子。 玉书房院中的小内侍还在清扫院中血污, 猛部房有个人冲进来, 因着之前的作乱, 这些小内侍宛若惊弓之鸟, 吓得顿时手里, 扫把一跌落, 低声惊呼。 尚未来得及阻止, 六皇子已经尖叫着, 朝着玉书房大门扑了过去。 杀人啊!杀人啊! 六皇子一头撞开玉书房的大门, 直接冲了进去。 太后扶着新柔郡主急急追进来, 院中的几个小内侍也后知后觉, 赶紧朝玉书房这边涌来。 皇上刚刚让人将太子带走, 眼下正询问张院时内侍总管的伤势, 六皇子突然破门而入, 吓得皇上眼皮一跳, 几乎是条件反射, 直接从龙椅上弹立起来, 把脚就要朝内侍冲。 直日起来之后, 看清楚来的是六皇子, 那口惊慌之气才将将平稳, 这份惊慌转为愤怒, 他啪地拍了桌案。 放肆, 你胡闹什么? 六皇子吃傻, 哪里管什么皇上圣怒, 冲进来扯着嗓子就叫, 父皇, 不好啊, 杀人了, 父皇不好啊, 杀人了。 太后被心柔郡主扶着进来, 一脸的关切慌张, 出什么事了? 皇上也一头雾水, 看了太后一眼, 目光又落向六皇子。 什么杀人了? 六皇子神志不清, 颠三倒四。 坏女人要被绳子累死了, 她们要用绳子累死坏女人。 灵儿好怕, 父皇, 灵儿好怕, 灵儿也被绳子累过, 她们累死了坏女人, 是不是就要累死灵儿啊? 皇上听了一个脑袋两个道, 什么坏女人? 六皇子瞪着一双充满恐惧的眼睛。 就是坏女人啊, 扎真的坏女人。 扎真的坏女人? 皇上疑惑间, 张月实立在一侧低声道。 是不是安博王妃啊? 王妃之前给六殿下瞧病, 用过针灸。 皇上一顺恍然, 输得看向六皇子。 谁要杀了她? 六皇子害怕得不行, 整个人缩成一团, 瑟瑟发抖, 抱着她自个儿的肩膀。 就是坏人! 坏人要勒死她, 还要勒死灵儿! 灵儿好害怕, 不要勒死灵儿, 灵儿再也不去抓鱼了。 正说着, 之前被皇上派去将顾落释放了的小内侍, 急色匆匆赶了回来, 进了御书房的大门, 瞧见屋里立着满满荡荡一堆人, 脸上浮过一瞬的疑惑, 不敢耽误, 赶紧上前。 陛下, 不好了, 奴才去接安伯王妃出来的时候, 安伯王妃正被人用绳子吊了起来。 皇上经得满是皮榻松肉的眼皮一颤, 眼睛都瞪圆了。 谁要把她吊起来? 之前在那院子里看守安伯王妃的人, 幸好奴才去得及时, 王妃已经被调到房梁上了, 几乎就要没气了, 王妃的婢女也头破血流晕倒在地上, 那俩婆子, 奴才已经让人拿下, 捆了带回御书房, 就在外面。 怎么可能, 人是哀家派去的? 太后听得心惊肉跳。 太后娘娘, 奴才不敢说谎呀, 那俩婆子还在外面捆着呢。 皇上简直头痛于脸, 这都什么事,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这简直是她过过的最糟心的一次生辰宴, 尤其被那黑衣人扯掉头皮的那一小块头皮, 现在火辣辣的钻心钻心的疼, 怒火冲击头顶, 皇上又有点猴头发心, 想要吐血。 她扶着桌子站稳, 缓缓坐下, 瞥了太后一眼, 朝那小内侍吩咐, 把人带进来。 小内侍应诺, 转头带人, 不过眨眼, 两个被五花大绑的婆子被带了进来, 他们一进来, 立在旁边的六皇子立刻一步蹿到皇上跟前, 扯着嗓子发狠的叫唤, 父皇救我, 父皇救我, 我不想死, 不要累死我, 他们要累死我, 我什么都没有看到, 我什么都没有看到, 不是皇祖母推下了朝贵人, 不是。 六皇子凄厉挨绝的声音带着哭腔, 皇上原本让他吵得脑仁疼, 正义一把家人推开命人把他带走, 呼得一愣, 错愕回头看向六皇子, 六皇子抱着头, 满目的痛苦, 拼命地往皇上椅子背后藏, 我没有看到, 我什么都没有看到, 我, 我不会说出去的, 不要杀我, 不要杀我, 请求我, 不要杀我, 六皇子说得极可怜, 一侧太后脸色大变, 孤言乱语什么, 还不将六皇子带下去, 慢着, 陛下, 皇上没理太后, 他干脆起身, 一把抓了六皇子的手, 皇儿乖, 父皇就在这里, 什么话和父皇说, 不怕, 父皇给你做主, 不怕, 六皇子立眼婆娑, 缓缓抬头, 一眼看到皇上, 熬的一嗓子哭, 直接扑进皇上怀里, 把皇上抱住, 父皇救我, 父皇, 父皇救我, 皇上拍拍他的后背, 出什么事了, 皇祖母要杀我, 放肆, 谁教你的满口胡气, 哀家何时要杀你了, 太后沉着脸急颜立色, 六皇子瑟缩着, 往皇上那边钻了钻, 转头看向太后, 她捏着拳, 皇祖母因为, 小鬼人, 不肯听你的话, 让人, 将小鬼人, 堵住了口鼻, 扔进了后虎, 皇上只觉得脑子嗡嗡地响, 当初她登基, 为了平衡朝举, 为了安抚那些跟着她一起夺位的人, 立了安平伯府的女儿为后, 哪怕安平伯府的老夫人, 自己都是妾室抬了平妻, 皇上也没管那么多, 一样把她的女儿封为尊贵的皇后, 可封了, 不代表皇上喜爱她, 后宫家里三千, 皇上只住爱赵贵人, 这是皇上还是皇子的时候, 从江南搜罗来的, 长得如花似玉无人能敌, 更是弹得一首好琵琶, 舞得一曲好妖娆, 但后来失足落了后虎, 再被人救上来就断了气, 这么些年来, 皇上也怀疑过赵贵人是被人害的, 但从未想过害赵贵人的人会是太后, 太后脸色铁青, 哀家怎么会干出这种丧心病狂的事来, 赵贵人不过是个毫无根基背景的小小贵人, 哀家要了他的命做什么呀, 六皇子头脑不清醒, 皇上又不是不知道, 必定是有人提前交给了他, 不等皇上开口, 六皇子缓缓从皇上身边挪出来一点, 他站直了, 语气又沉又稳, 如果不是皇祖母, 那为什么当时孙儿从后湖经过, 要被皇祖母的人捉了, 说要带孙儿去后湖抓大鱼, 结果却把孙儿用绳子捆了丢进水里, 皇上立在一侧, 血气突突地冲击着脑子, 六皇子这些年来最大的爱好, 就是去后湖抓鱼, 时常挂在嘴边的也是去抓鱼, 抓大鱼, 他一直只当是孩童吃傻贪玩, 从未想过这抓鱼竟是这般状, 眉心紧促, 皇上正欲发作, 呼得感觉到不对, 他先是争论一下, 跟着嗖的转头看向六皇子, 只见平日里吃傻呆滞, 嘴角总是挂着一股口水的六皇子, 此时面容平静, 目光多多地看着太后, 那神情, 还有他刚刚说话的那语气, 哪里还有半分吃傻的样子, 皇上难以置信地看着六皇子, 铃儿, 六皇子转头, 一脸争寻, 父皇, 张院士立在一侧, 第一个发出惊呼, 六殿下的疯病, 真是好了, 六皇子张了张嘴, 表情瞬间凝滞下来, 几次开口想要说话, 却又张嘴不知说什么, 摸了好一会儿, 呼得一道青泪蜿蜒而下, 他看向皇上, 嘴皮轻颤, 儿臣, 得了疯病? 孩童时机得了疯病, 疑病病了十来年, 现在突然脑子清醒了, 甚至不知自己得了疯病, 脑子里最大, 最鲜明的记忆, 就是那片厚乎, 和发生在厚乎的那件害人事件, 皇上忽然觉得, 自己一定是真命天子, 要不怎么才刚刚折了一个太子, 他正惆怅着潮局该要如何平衡稳定, 老天就送来一个六皇子呢? 就算六皇子吃傻了这么多年, 可这孩子如今, 模样清俊玉树临风, 若是加以调教, 未必就不能派上用场, 这是老天爷给他的补偿, 闹出一个太子那样不成器的混账东西, 现在补偿给他一个六皇子, 乱糟糟的一个生辰宴, 现在老天用一个六皇子补偿了他, 这想法在心头一起, 皇上抬手摸了摸六皇子的发顶, 好孩子, 以后疯不疯的不重要, 咱们且看日后, 儿臣的母亲, 六皇子疯的时候, 他母亲还不是肥味, 是后来定远侯府世子苏南淮, 掌管南疆十万大军, 在军中牢牢扎根, 六皇子的母妃与定远侯府世子苏南淮夫人的母亲是手帕脚, 这拐着弯的关系, 七拉八扯, 皇上看在苏南淮的面子上, 提了飞味, 这些年虽然他膝下只有六皇子一个吃傻皇儿, 但在宫中够得还算舒服, 后来定远侯夫人勾结端康王作乱, 皇上受怒之下, 将定远侯府和府软禁, 怒火虽然也牵连到他那里, 倒也没有尺度他的飞味, 皇上庆幸自己当时的英明, 当然了, 那样的英明也只能是他这样的千古明君才能做得出来, 那时没有尺度他的飞味, 此时看着六皇子, 你母妃很好, 他若知道你康奸起来必定高兴, 你先陪着朕, 等朕这里处理完了, 和你一起去你母妃那里, 六皇子点了点头, 没再多言, 皇上则让张院使将六皇子带到内室去进一步检查一下, 等人进了内室, 皇上这才看向太后, 她那雍容华贵的母后, 朕竟然不知道, 母后不光容不下朕心爱的女人, 连皇儿的母后也容不下, 这偌大的皇宫里, 母后是不是一直都觉得, 顺你者常, 逆你者亡? 六皇子莫名其妙突然就变成了一个正常人, 太后始料未及, 当年的事, 六皇子的确是亲眼目睹, 他能连细节都说得明明白白, 皇上已然相信了他的话, 太后再多做辩解都是徒劳, 那赵贵人, 是你从江南带回来的兽马, 进你府之前就是别人的棋子, 埃家通你说了那么多次, 你都不肯听, 埃家不处置掉他, 难道活活地看着他祸乱江山? 这江山是陛下好不容易才挣来的, 埃家绝不能看着任何人, 毁掉陛下的心血呀。 太后说得理直气壮, 皇上冷笑, 哼, 所以, 现在母后要以同样的理由除掉顾洛? 太后立刻摇头, 埃家从未让人对顾洛下手, 就算是将顾洛当场带走, 那也是陛下同意了的。 朕是同意了, 朕同意, 是因为朕相信了玉燕并没有失踪, 朕同意, 是朕想要用顾洛逼出玉燕, 结果呢, 朕没有逼出玉燕, 倒是逼出了一个用玉燕造反的太子。 今儿要不是常宁来得及时, 现在这龙椅上坐的就是太子, 而他现在还不知道在哪个鸡脚嘎拉里挺湿呢, 只要一想到这一点, 冷汗就爬满了后背心, 皇上眼底喷着火。 母后没有对顾洛下手, 那是顾洛自己打破了自己闭你的头, 又自己逼着这俩嬷嬷, 用绳子把它吊死在房梁上。 面对皇上的质问, 太后其实并不那么底气十足, 她是没有下令让人勒死顾落, 但她旁边还有心柔郡主呢, 不是她, 未必不是心柔。 上次太后的寝宫被诈, 至今找不到作案之人, 刑部和大理寺查来查去最终证据都指向一点, 就是太后寝宫里自己人作案。 这个自己人, 说的是谁, 简直在明显不过, 只是心柔始终不承认, 太后也不好再说什么。 现在呢, 也是心柔要弄死顾落, 碍着这一层顾虑, 太后甚至反驳起来底气都不那么足。 哀家是你母后啊, 在这世上比谁都盼着你好, 你连哀家都不信吗? 心柔郡主一听太后这话就明白她心里的顾虑, 连忙表明立场。 陛下总不能趁着六皇子一个吃傻多年的人, 一清醒过来翻出来的陈年旧账, 就把现如今的事情也迁怒于太后娘娘吧。 不论是太后还是臣女, 我们谁都不曾害顾落的, 这两个嬷嬷只是在那边看守顾落, 至于为何要动沙歇, 陛下理当质问他们才对。 娘娘心疼陛下, 日日夜夜地为陛下诵经祈福。 心柔这么一说, 太后心里略微有了一点底气, 气势也就足了。 陛下信不过哀家, 那可让人去审这两个嬷嬷。 跪在地上的嬷嬷瑟瑟发抖, 大气不敢出。 皇上那一双带着红雀丝的目光落过来的时候, 其中一个嬷嬷全身打着冷战, 还不起皇上质问, 就主动招人。 是, 是郡主吩咐的。 他一句话说出, 心柔郡主顿时满目匪夷所思, 就朝他看去。 你胡说什么? 我何曾这样吩咐过你? 那嬷嬷缩着肩膀不敢看心柔郡主, 只筛糠似的抖着。 郡主说, 孤落死了, 他就能让小王爷回来? 皇上眼皮一跳, 带着刀锋的目光看向心柔郡主。 心柔郡主让下得浑身一抖, 朝太后身后藏过去。 臣女没有, 陛下, 臣女冤枉。 陛下饶命, 老奴没得选啊, 心柔郡主下令, 若不杀了安部王妃, 老奴两个就没命了。 心柔不知道为什么这俩嬷嬷要反咬自己, 贴亲着脸。 我不是, 我没有, 你不要污蔑我, 谁让你们来污蔑我的。 陛下明察, 老奴奉命行事, 不得不从啊。 皇上攥着拳, 看着那嬷嬷。 为何说, 杀了顾落, 宇燕就能回来? 虽然端康王造反, 但端康王失败了, 这龙椅上坐着的人还是他, 端康王不过是个朝廷逃犯。 至于太子, 不论刚刚闹得多么血腥, 多么生死一线, 太子现在被关入大牢。 皇上眼下最大的心兵, 就是玉燕。 玉燕生死不知, 消息全无。 她阴钩铁爪式的目光, 落在那嬷嬷身上, 嬷嬷筛堂式的不住的抖。 老奴也不知道, 只是郡主和安部王妃说, 若想让玉燕王爷回来, 就让安部王妃试相点。 只有郡主成了玉燕王爷的王妃, 给了玉燕王爷帮助, 玉燕王爷才能回来。 这, 这是郡主说的, 其中缘由, 老奴不知啊。 你知道燕儿的下落? 皇上那眼神凶狠的几乎要吃人, 兴柔郡主吓得脸都灰白了, 扑通就跪下。 臣女不知。 来人。 才经历了一场生死, 皇上现在所有神经都紧绷着, 一切的异常都让她觉得随时能颠覆皇权要了她的命, 根本不想耽误任何时间, 直接一拍桌子。 带下去, 北镇神。 内侍总管重伤不起, 代替了内侍总管职位的, 便是内侍总管的小徒弟, 文言立刻上前。 新柔郡主吓得一把抱住太后的腿, 哭得梨花待遇。 陛下明察, 臣女当真是没有, 臣女冤枉啊, 定是这两个嬷嬷被人收买了才要如此陷害臣女。 内侍总管的小徒弟可不管这些, 只要皇上不发话, 他招呼人上前就去拉扯新柔郡主。 眼看新柔郡主要被拽走, 太后轻着脸看着皇上。 皇上是要把哀家也一并抓了审讯吗? 朕的江山, 轮不到任何人指手画脚, 但凡燃指朝政祸乱江山的, 朕也不是不能大意灭亲。 太后让这话气得险些吐血, 冲动下口不择言。 好一个大意灭亲, 你为了江山大意灭亲, 怎么也不想想, 你这江山是如何得来的, 又是如何坐稳的。 皇上顿时腾然而起, 周身的杀气已然避险, 杀气众带着一股子恼羞成怒。 话都说出口了, 后悔自然无用, 太后干脆豁出去。 陛下要审心柔, 是不是也要问问南兆那些将士, 肯不肯呢? 皇上只觉得脑子像是被牛车撵过, 南兆的将士, 南兆的将士。 当年萧家军是如何全军覆没的, 当年心柔的父亲是如何战死沙场的, 当年心柔是为何进宫的, 这些年南兆国为何从无敬返, 皇上心里比谁都清楚, 所以他从始至终, 从未同意过心柔嫁给玉燕。 皇上那双戴着羞怒的眼睛, 逼试着太后。 太后帮着心柔, 想方设法要让心柔嫁给玉燕, 安的是什么心? 质问朕, 那你们又想做什么? 当真以为朕老糊涂了? 对上皇上炸毛一样的愤怒, 太后缓了口气, 放缓了语气。 陛下, 心柔总是要嫁人的, 难道你让他在宫里住一辈子? 不是嫁给这个, 就是嫁给那个。 他和燕儿算是青梅竹马, 嫁给燕儿怎么了? 不嫁给燕儿, 皇上难道有更好的选择吗? 这些年, 心柔始终跟着哀家在行宫住着, 本本分分, 未有半分的贱运。 陛下何必怀疑, 他这一个弱女子啊? 一个弱女子? 一个弱女子就能在宫里随便杀死安博王妃? 好, 好的很, 有太后护着, 朕不审她, 还请母后带着她回去吧, 今日宫宴闹出的事, 在朕查明之前, 为了母后和心柔郡主的安危, 你们暂且就不要出来了。 太后搬出南兆国的将士, 皇上心头滔天的怒火发不出来, 只觉得憋屈的五脏六腑都疼, 他才从太子那孽障手中逃出一条命, 惊魂未定前, 又要遭受来自太后的威胁。 恶气难出, 还要忍辱负重, 除了把人软禁起来, 皇上一时间竟然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 说完, 他没有给太后任何分辨的机会, 直接抬手一挥, 起身进了内室。 律书房的小内室立刻上前, 往太后跟前一出。 太后娘娘, 请吧。 太后来这里想要问一问, 宫宴没有进行却抓了太子,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现在倒好。 该问的没有问, 倒是闹出一堆乱七八糟的乱子。 十几年前的旧事被翻出, 故落又险些被吊死。 皇上正在气头上, 太后也不好太过强硬, 带了心柔跟着小内室离开。 律书房内室, 皇上一进来, 六皇子和张院士立刻起身行礼问安, 皇上随意地摆了一下手, 脸上的怒火还未消散, 声音带着憋气的嘶哑。 他怎么样? 张院士恭恭敬敬站在一侧。 当年吃傻, 应该是被吓的, 刺激太重, 失了心智, 如今突然好过来, 一是这些日子, 安伯王妃每日进宫治疗, 起了一定的效果, 二是今日目睹了安伯王妃险些被吊死的一幕, 再次受到刺激, 这刺激唤醒了六殿下幼年的记忆, 神智也就开朗起来。 张院士说得有理有据, 情况又的确是符合事实, 皇上心头没有半分的怀疑, 直怜悯地看着六皇子。 身上可有哪里觉得不舒服啊? 六皇子摇头。 并无。 说着他顿了顿, 眼底带着很浓的关切。 父皇少生些气, 刚刚院士大人说, 父皇的身子怕生气, 生气要吐血, 身子要被掏空的。 才恢复了神智的人, 说不出华丽体面的话, 每一句都质朴。 皇上那颗被气得生烟的心, 在六皇子这里得到一点点慰藉。 好孩子啊, 朕没事儿。 那儿臣能去见母亲吗? 六皇子惧惧不安, 皇上本来就要拉拢南疆大军, 现在有了六皇子这一层关系, 他岂能不用? 面对六皇子, 神态越发温和。 你母妃已经过来了, 就在偏殿, 你且先去和她说说话, 见到你这样, 你母妃必定高兴, 朕还有事要处理, 等办完了, 咱们一家一起吃个饭。 六皇子乖巧点头, 从内侍离开。 他一走, 张院士上前一步。 臣给陛下也整个脉吧, 陛下脸色实在。 皇上叹了口气, 将手腕伸出。 进军副统领去围捕太子府, 宫中的事, 皇上只叫了刑部尚书和大理司亲过来, 具体要如何安排, 还未吩咐。 长年被皇上留在御书房, 皇上只给了他一个任务, 查一查御书房里的护卫去哪了。 张院士整完脉, 一脸担忧。 陛下这身子, 当真经不得再动肝火了, 要敬仰。 朕何尝想要生气啊? 朕说着常年过来了。 之前皇上和太后说话的时候, 内侍的门紧闭, 因着内侍隔音效果极好, 皇上倒是不担心那些话, 被张院士和六皇子听见。 见常年来了, 皇上便让张院士退下, 也没有出外屋, 皇上身体着实有些虚软无力, 他干脆靠在床榻上。 查得如何? 常年立在门内一点, 宫顺但又面无表情地等。 原本守在御书房暗处的护卫全都死了? 皇上原本是靠着的, 闻言疼得坐直起来, 震惊地盯着常年, 但转瞬又觉得本该如此, 若非死了, 那些人怎么会毫无反应? 怎, 怎么死的? 刀伤, 基本都是一刀毙命, 尸体是在御书房房梁上发现的, 陛下, 要看一下吗? 皇上闭了闭眼, 重新靠回去, 摆了摆手。 你替朕, 去好生安葬了他们吧? 是。 常年一诺, 皇上心里翻滚着怒火, 刀伤一刀毙命, 尸体在御书房房梁上发现的,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有人趁他不在的时候来了御书房, 并且悄无声息地了结了他的那些暗中护卫。 这人能是谁? 皇上脑子里乱成一团, 一会儿想到太后, 一会儿想到太子, 一会儿又想到了端康王。 摸了一瞬, 皇上再睁眼, 看向常年。 这一次, 你救驾有功, 朕会赏你, 想要什么? 常年原本面无表情的脸上, 顿时涌出一抹喜色, 他看着皇上, 眼底带着亮, 扑通跪下。 奴才当日跟着御王做事, 后来被御小王爷活捉之后, 御小王爷与奴才家人性命做威胁, 逼着奴才背叛御王替他做事, 可冯大人当街求助安博王妃的事, 因为秦末和冯大人的一点私交, 奴才惹怒了御小王爷, 还望陛下能给奴才家人一个安稳。 皇上将冯吉收为己用, 自然对常年的情况知道不少, 不然今日也不会留下来用他。 此时听他如此一说, 皇上叹了口气。 如今太子作乱, 进军中有不少人无法再留用, 这个缺口有点大, 你可愿意留任进军。 奴才也能做进军? 常年人都傻眼了, 憨厚的表情呆滞又亢奋, 皇上让他这个反应取悦。 你旧驾有功是明摆着的事, 朕要封你, 谁也不会拦着。 至于燕儿, 以后你周旋于燕儿与朕之间, 怕是费些心思, 能做好吗? 这话几乎等于说的直板, 皇上就要用他做请君, 但又要让他和玉燕保持来往。 奴才万死不辞。 该成沉了。 常年紧咬着牙关, 眼泪速速地滚了下来。 好了, 先去安葬那些人吧。 你任命的圣旨, 稍后会直接发到安博王府去。 臣, 谢陛下隆恩, 臣必定万死不辞, 保护皇上安危, 只要臣在, 绝不会让今日这种事再发生。 常年说得铿锵有力, 皇上听得心满意足。 内侍总管的小徒弟, 从内务府弄来了两辆宽敞的板车, 常年并着几个小内侍, 将那八九具尸体如树搬上了板车。 如今常年是禁军了, 小内侍恭敬地问他。 大人, 怎么拉出去? 我和另外一位禁军兄弟一人一辆车, 先人力拉出去, 出了宫, 外面有马。 常年说着, 看向旁边站着的一位禁军。 小内侍朝那禁军瞥了一眼, 一眼扫过去, 怎么看都觉得有点眼熟。 但好像在禁军的队伍里, 又不曾见过这人。 小内侍没敢多言, 之前他师父内侍总管就交代了他一些话, 他记得清楚呢。 行, 那您路上注意安全, 奴才就不送了, 我师父还没醒, 陛下这边我还得伺候着。 常年应了一声, 招呼那禁军。 两人一人一辆板车, 拉着出发。 等出了宫, 宫门口一早有两匹马背着, 都是结实有力一看就能跑得近马。 马儿套了车, 两辆马车朝着城外飞驰而去, 等马车出了城, 到了林子深处, 马车里的尸体七七八八地坐了起来, 其中一人抹了一把脸, 伸着懒腰嗷嗷地叫喊了你嗓子。 我的, 可是要憋死老子了, 杀人放火都没有装死难受。 其他人跟着就轰笑起来。 这谁能想到, 咱们跟着小王爷杀人放火不算, 还得装死。 当时在御书房, 我差点没一个屁暴露了。 都怪赵军, 昨天晚上非得吃门豆饭, 吃门豆饭不算, 还有吃酸萝卜, 这给我肚子难受的。 你他妈当时, 要真敢放出那个屁, 老子几个, 也得把你打成个屁。 他们几个, 正是当时冲到御书房假扮太子的人, 羞辱皇上的那几个。 后来常年带着人来救驾, 一场混战开始, 这几个人就不敌对方, 全部战死。 死了总要处理尸体, 所以常年当时一把从桌案后, 倒拔葱地把皇上拔走, 直接送到了御书房外面的院子, 皇上在院子里魂不附体, 御书房里听得刀剑相撞, 但实际上是偷梁换柱, 被扔在地上当作乱党逆贼的尸体, 全都是皇上之前在御书房的护卫, 而他们几个则扮成皇上的护卫, 飞到了悬梁上装死。 皇上愤怒之下, 必定不会一一检查那些尸体, 直接让宫里的人处理了。 所谓处理, 不过就是拉到冷宫偏院, 挖个坑, 撒上石灰埋了, 至于他们, 常年特意挑了皇上被太后气得半死的时候来回禀, 皇上自然也无心查看什么, 直接就让安葬。 常年驾着马车, 将车停在林中一处, 笑着下车。 你们自己刨坑吧, 给自己挖个埋尸洞, 赶紧弄完, 咱们还有下一个任务。 这些人哄笑着从马车上下来。 笑三公子的意思是, 一个时辰之后, 务必将谣言在京都拱起来, 以最猛烈的方式, 传到皇上耳中。 常年唯恐事情办不好, 碎碎兜念, 那几个人一边挖坑一边倒。 你就把心放肚子里, 赶紧回宫做你的禁军去吧, 谣言的事, 我们肯定办得妥妥的。 常年笑了一下, 与那个和他同路来的禁军上了马车, 折返回去。 宫里, 皇上召了刑部尚书和大理司卿。 商议太子处决一事, 小内侍立在皇上身后, 时不时给皇上添茶。 内侍总管之前嘱咐过, 皇上身体不好, 不要多喝茶, 要多喝雪梨汤。 小内侍尽知尽责全都记着了, 一盏雪梨汤添好。 他退后, 脑子里还在琢磨今儿那个禁军。 呼的, 他眼睛一瞪, 他想起来了。 那个禁军, 那不是刑部尚书府上的大公子吗? 小内侍书地看向立在专案前的刑部尚书, 一时间差点灵魂出窍。 皇上还在和刑部尚书与大理司卿商议如何处置太子, 他的意思是直接抄家问斩。 刑部尚书的意思, 抄家问斩有损皇室颜面, 还是圈禁的好。 大理司卿的意思, 圈禁有后患之忧, 所幸太子到底如何作乱, 至今尚未传开, 不如就定个罪名将太子流放。 至于流放的路上发生点什么, 那是后话。 刑部尚书不同意, 说流放和问斩一个意思, 都损了皇上的面子。 之前刑部尚书似乎是太子党的人, 但现在似乎又话里话外, 全是周全皇上的面子。 但为什么刑部尚书的大公子今儿要冒充进军, 他明明是户部一个小官啊。 小内侍感觉自己的脑子好像是被大肠给盘了, 要不怎么他脑子里一团乱, 什么都琢磨不明白呢? 但有一点他能肯定, 刑部尚书的大公子冒充进军绝对有问题, 只是这个问题小内侍琢磨又琢磨, 最后拿定主意, 饭能乱吃, 这话不能乱说。 如果实在憋不住, 他就去找干爹说, 反正不能告诉皇上。 小内侍刚刚心里下了决断, 然后忽然传来通禀声。 陛下, 杜大人求见。 杜大人, 公部尚书, 铁杆保皇党。 皇上之前之所以没有召集保皇党来商量太子的事, 而是叫了刑部尚书和大理寺卿, 为的就是这件事情如何处置, 其实他心里已经有了决断, 只需要这两位来执行罢了。 探讨不过是一个过程, 毕竟太子身份不一样。 此时收到回禀, 不由地皱了皱眉。 让他进来。 运书房大门搁置被从外面推开, 门刚刚露出一条一人宽的缝隙, 杜大人便迫不及待冲了进来, 脸色都是苍白的, 眼底带着血丝, 胶着的神情, 浓郁得很。 皇上今儿一天历经了生死, 此时一看到他这副样子, 顿时心惊肉跳。 怎么了? 杜大人没上前就道。 毕陛下, 房间。 刚开口, 呼得话音顿住, 转头看了一眼旁边的刑部尚书和大理寺卿。 刑部尚书和大理寺卿让他这目光一扫, 两人齐齐一头雾水, 不知道什么情况。 皇上却是看出来了, 这是有话回禀, 要避开人。 皇上刚要让刑部尚书和大理寺卿先退出去, 就听杜大人忽然又开口了。 陛下, 房间传得沸沸扬扬, 说先帝爷当年传位, 这皇位给的不是陛下。 倒也不是杜大人觉得大理寺卿和刑部尚书可靠, 实在是这谣言, 已经在京都大街小巷传得轰轰烈烈, 据说京都之外, 像真顶、 京南这些地方也已经传开了, 他避开不避开的, 意义也不大了。 杜大人眼中带着恐惧和担忧, 皇上先是让这话惊得愣住, 进而反应过来之后, 顿时怒火中烧, 啪的一拍桌子, 转到旁边一盏雪梨汤, 洒出傍晚来。 放肆。 这一声吼出, 嗓子眼涌起一股心田, 杜大人吞咽口水, 战战兢兢。 臣从宫中回府之后, 不过半个时辰的功夫, 这些谣言就沸腾开了。 等臣得了消息, 去打听谣言从何处而起时, 已经满京城, 街头巷尾, 各个高门府邸, 全都传遍了。 这是有人蓄意传播, 挑衅滋事呀。 刚有太子造反失败, 跟着就有谣言说皇上不是真命天子, 他不是真命天子谁是, 那死掉的短命鬼太子吗, 他也配。 皇上眼底都烧着怒火, 旁边站着的刑部尚书和大理寺卿, 显然是惊呆了, 整个御书房气压低到极致。 摸了好一会儿, 刑部尚书道, 这谣言具体是如何说的? 杜大人看了皇上一眼, 呃, 说, 说, 说当年先帝在位时, 陛下曾经与南兆国私通勾结, 被先帝知道后, 先帝动了很大的怒火, 要耻夺陛下皇子的身份, 还说, 说, 说玉小王爷是, 是陛下逼迫了前太子妃娘娘身出来的, 所以这些年, 陛下对玉小王爷偏重有加, 连玉王府和长公主都被处置了, 玉小王爷却毫发无损。 杜大人越说, 皇上的脸色越难看, 皇上身后那小内侍听着这些话, 差点让吓得缺过去, 内侍总管这活儿也太难做了, 原来师父他老人家每天都承受了这么大的压力, 行不上说脸色铁青。 怎么还闹出玉小王爷来, 玉王作乱造反, 长公主作为帮凶, 皇上难道不该处置? 陛下再动怒, 不也没要了长公主的命? 这, 这谣言也太玄乎了吧。 大理四卿皱着眉, 这明显的胡说八道, 根本经不起推敲, 杜大人再次吞咽口水。 是这样没错, 但是老百姓根本不变是非, 就怕这谣言越传越烈, 更,更怕, 怕这谣言是端康王过意放出来的。 之前皇上就怀疑, 太子作乱和端康王有关, 毕竟之前皇后和端康王府私下有过往来, 现在更是确定了这份怀疑, 不然为什么前脚太子作乱失败, 后脚就闹出这样的谣言, 说什么他勾结南兆国, 说什么先帝要废除他的皇子身份, 说什么他逼迫前太子妃生了玉燕, 这分明是要往死里遭监他的名声。 皇上一双手攥成拳, 狠狠地砸向桌案。 如今造谣之人根本找不到根源, 到处都是谣言, 想要抓捕都无从下手呀。 陛下, 这该如何是好? 如何是好? 提出公告去, 谁敢再造谣直接抓了? 皇上怒不可恶地说完, 火气烧着五脏六腑, 一开口一股血从嗓子也冒出, 他端起旁边的雪梨汤喝了一口, 小内侍人虽然快被吓破了胆, 但还算是机灵, 紧记内侍总管的话, 雪梨汤没了就给陛下添上, 他轻手轻脚将那雪梨汤蓄满, 又知趣地退回去。 陛下不可? 皇上雨落, 地下三位朝臣齐齐开口。 防民之口, 甚于防川, 这样强行独捉, 在百姓心里, 那就等于是默认了谣言, 对陛下更加不利。 如果的确是端康王放出的谣言, 他这样居心叵测, 闹出这么大的动静, 只怕就是为了激怒陛下。 陛下若当真如此堵住百姓的嘴, 怕是正好落入他的算计。 陛下, 就算是堵了京都百姓的嘴, 那真定呢, 积难呢? 这谣言能在京都肆虐, 就怕在旁处也兴起了。 别的不提, 但但如今西北灾荒尚未解决, 若是这些事被人利用, 怂恿了灾民, 后果不堪设想了。 皇上烦躁气怒得一个头八个大, 他这辈子都过得顺风顺水, 怎么这一两年就尤其的艰难? 仿佛这一辈子的糟心事, 就都赶在这个月了。 火气在体内油窜, 他又觉得有点想要吐血, 张院士才说了不要动气, 不要动气, 不然这身子遭不住怒火的灼烧冲击, 迟早要被掏空。 可他何尝想要动气, 这事情一桩一桩地闹出来, 皇上烦躁地抓起旁边的雪梨汤, 一口喝完, 不能堵住老百姓的嘴, 那也不能就这么放任不管。 皇上将保皇党的其他几位朝臣 也一并传召来, 有关谣言的是, 大家都知道的清清楚楚, 无需赘述, 眼下要紧呢, 就是赶紧商议出一个对策, 将这谣言化解。 因着大理寺清和刑部尚书之前 就参与了一部分, 皇上倒也没有让二人离开, 毕竟太子都马上要被处置了, 就算这二人是太子党又如何, 现在更应该是他们表现的时候。 皇上眯着眼靠在宽大的椅背上, 听着底下朝臣的商议, 只觉得耳边乌乌的, 一来一去, 最终一致认可了刑部尚书提出的意见。 谣言主要分两个部分, 一是说, 陛下先前与南兆国私通, 被先帝耻夺皇子身份, 这个我们无从辩驳, 毕竟实在年代久远, 就算正名也是苍白无力的, 百姓未必肯信。 另一个就是玉小王爷的身份, 这个倒是可以作为着手点, 只要这个谣言被我们控制住了, 另外一个也会跟着被影响, 控制起来也就方便了。 杜大人说完了, 皇上咳了一声, 清了清嗓子。 怎么讲? 对方拿玉小王爷的身份做文章, 又拿陛下的继位做文章, 既然如此, 我们不妨承认, 玉小王爷就是先太子妃娘娘。 不等杜大人说完, 皇上趴得一拍桌子, 眼睛都瞪直了。 放肆! 玉燕到底是什么身份, 皇上比谁都清楚, 这是踩到了他的痛点上。 杜大人不知情, 芒低了头, 等皇上话语落, 他又道。 陛下息怒, 且听臣说完。 皇上嗓子眼发出愤怒的咕噜声, 没说话。 当年先太子妍是意外离世, 府中一大把火烧得干干净净, 陛下不妨从这里做文章。 就算先太子爷是受奸人所害, 府中大火并非偶然所起, 而是有人蓄意纵火。 刑部尚书去着皇上的脸色, 随着杜大人的声音, 皇上明显是滚了心虚的愤怒。 刑部尚书下垂的手微微钻拳, 又松开, 杜大人还在继续。 就说当时陛下, 是带人冲到前太子府救人的, 但是火势太大根本救不出来。 不过, 在混乱中找到了先太子爷的孩子, 也就是御小王爷。 陛下知道, 先太子爷是遭受歹人所害, 但又查不到凶手。 回口, 这唯一活下来的孩子被歹人要了性命, 就把这孩子送到了长公主手中。 这些年啊, 一直被长公主抚养, 陛下对先太子爷怀念至极, 每每看到御小王爷就思念加倍, 果然对御小王爷格外偏重现。 这一点, 和御小王爷的实际情况, 以及这么些年来, 陛下对他的偏爱是吻合的, 这说出去的话, 可信度很高啊。 如此, 陛下善待先太子爷子嗣, 是美名一桩, 而御小王爷的存在又提醒了大家, 先太子爷是被奸人所害, 如今朝局动荡, 一切可归结于那奸人身上。 这话皇上听得既觉得舒心又觉得刺耳, 尤其杜大人一口一个奸人, 皇上只觉得心窝让戳得生疼, 可仔细听来不得不承认, 这的确是一个法子, 把玉燕说成是先太子的遗孤, 而她是那个善待先太子遗孤的英明帝王, 如此又证实了她和先太子的手足之情。 先帝垂爱先太子, 这对于一个谣言来说, 也是一种破解, 可让玉燕成为先太子的儿子, 皇上怎么都觉得心里别扭, 尽管玉燕是先太子妃所生, 可那也是她的种, 凭什么给那个短命鬼做儿子? 再有, 万一玉燕接着这一层身份, 将来反了呢。 刑部尚书去着皇上的脸色, 踩着时机开口。 陛下, 将这个消息放出去之后, 便可利用一下玉燕王爷的双王身份, 他既是定安王, 又是安博王, 这样的龙恩自本朝开国以来, 玉燕王爷是头一份, 足以见得您对他的偏爱。 既是双王身份, 自然少不得封地, 只说玉燕王爷一早就定了封地, 只是陛下舍不得他去封地受苦, 才一直留在京中, 如今玉燕王爷离京, 对外可说并非是失踪, 而是去了封地。 皇上一愣, 一旦去了封地, 如果将来再想觊觎皇位, 不管他什么身份, 那都算是作乱了, 这和皇子们的轻压斗争又不同, 皇子们的争斗, 属于内斗, 争的都是自家的皇位, 可玉燕若是去了封地, 那就是外面的王爷了, 没有资格争夺王位的, 尤其玉燕的王位是很早就封了的, 那封地说是很早就有的, 也合情合理, 哪怕他是先太子的遗孤, 也没有资格, 毕竟现如今的皇位是在现任陛下这一脉, 一切似乎都完美, 但皇上只觉得哪里似乎不太对劲, 可要说怎么不对劲, 又说不上来, 刑部尚书跟着给了最后一级。 陛下, 这谣言多脱一时, 怕就变故无穷, 现在咱们能针对眼下的谣言, 做出这样的反击, 可若是再生了变故, 只怕这个方案也无用了。 刑部尚书说得凝重又焦虑, 皇上心头立刻多了一层紧迫感。 可这封地, 要选何处? 皇上开向眼前的朝臣, 大家都给出了具体的方案, 但是封地定在哪里, 却不是他们能智慧了, 怎么选封地全看皇上怎么想? 皇上问完, 目光落向一侧墙上的地图上, 把玉燕推出去, 目的就是为了堵住谣言, 但也要以绝后患, 绝不能给玉燕一个反扑的机会。 哪怕给了封地的网页, 争夺皇位是以下犯上的作乱, 万一玉燕就偏要作乱呢, 皇上不能给玉燕一丁点机会, 绝对不能。 他藏老浑浊的眼睛盯着那地图, 最终目光落向了西北那一片。 一来西北闹灾荒, 那边不太平, 二来, 钱周这地界。 萧家远说着话, 手指在钱周的位置点了点。 这里是咱们和南兆国的交界处, 这地方历来是最乱的, 鱼龙混杂不说, 江湖势力, 地方官势力, 商会势力, 还有在这里来往生意的南兆人势力, 几股势力会在一起, 错综复杂。 朝廷年年往那边派特使, 年年要么特使横死, 要么和钱周沆险一气, 如果要定封地, 皇上十有八九会定在这里。 顾洛瞧着地图上钱周的位置, 他是想用钱周的局势拖住王爷, 让王爷自保无瑕, 无心朝廷动向, 无力生出反心。 可钱周既然这么乱, 他又想得一个善待先太子遗孤的美名, 怎么敢明目张胆把王爷送到钱周? 前太子骁勇善战, 曾经和南兆对阵, 前太子在钱周驻扎过, 不过一个借口, 他大可以胡乱编造, 说着地界是钱太子的心愿之地或者别的什么, 不过, 若真是挑了这个地方, 咱们也不至于就真的无路可走。 前周不光有这些乱七八糟的势力, 还有玉燕这些年悉心培之的势力, 要不然, 这些年玉燕疯了似的抠口嗦嗦, 见钱就抢呢? 以前为了抢钱, 还和人家顾落五五分张, 云海军那点收益, 脸都不要了。 正说话, 玉环一阵喊地从外面跑了进门。 嫂嫂, 嫂嫂你快来看, 快来看快来看。 春天穿着夹衣, 她跑了一头的喊, 两个脸蛋红扑扑的, 额上碎发贴在脑门, 扶着门框大喘气。 嫂嫂, 可了不得, 你快去看顾恒干了啥, 她改装的马车, 真的一点都不点。 玉环亮晶晶的眼睛冒着光, 朝顾落招呼, 和萧家远这边的事情基本商议完了, 之后如何, 就等宫里那边的动静。 顾落签了玉环去找顾恒, 萧家远拖着一身散漫的蓝骨 跟在后面。 安博王府的后院, 玉环改造了一个小的跑马场, 他们过去的时候, 常乐正驾着一辆宽大的马车, 在跑马场急驰。 停下来, 停下来, 让我嫂嫂坐上去感受一下。 玉环亢奋奋得不行, 把顾落带到位置, 就撒丫子的朝马车那边跑过去, 一边跑一边喊, 顾恒怕她撞着, 赶紧追过去一把将她摁住。 你跑什么, 娜娜一下停不住, 你几个脑袋静得住她踢, 老师站在这儿, 就算不被马踢, 你知道吸口灰尘有多容易猝死吗? 堂堂小郡主, 遭了一对训斥也不恼, 笑嘻嘻地任由顾恒牵着手, 眼睛都快笑眉了。 我还想坐马车。 顾恒应了一声, 从怀里取出一只小红旗, 朝着长乐那边挥了挥。 不过片刻, 长乐驾着马车速度减缓, 逐渐停了下来, 不偏不倚, 正好停到顾恒跟前。 坐在马车上, 长乐脸上眼底都是亢奋, 一点不比玉欢少。 不错, 加快了速度, 也不觉得车身颠簸。 等会儿石子儿来了, 再撒点石子儿试试。 肖家远看得一头雾水。 你们搞什么呢? 顾恒一早听玉欢嘀咕, 说顾恒改装马车呢。 锤眼朝车咕噜看, 原本的木头车咕噜 外面包了一层瘦皮。 这瘦皮筋得住这么磨? 咕噜蹲身在车咕噜上摸了磨, 一捏, 那瘦皮里面竟然有点软。 瘦皮贴着咕噜, 肯定经不住磨。 不过这瘦皮被油泡过, 耐磨度提高了不少, 里面还填充了点竹条, 竹条也是被油泡过的, 耐用。 车咕噜一滚, 地面挤压, 不至于直接把瘦皮挤压到车咕噜的木头上, 有个缓冲作用。 萧家远听得一头雾水, 但不妨碍他觉得顾恒能干, 竖了个大拇指就到。 有了这个, 就能不颠了? 顾恒指了车底。 里面加了东西, 最起作用的还是那个? 萧家远弯腰探头过去看, 顾乐也顺着顾恒指的位置看过去, 好家伙, 这不就是在车底轴承的位置, 加了两个弹簧吗? 用黑铁绕成的弹簧, 粗细大概有大拇指那么粗, 固定在轴承上。 马车颠簸, 弹簧弹动, 自然就减缓了车厢对地面震动的感应。 孤落起身, 一脸一言难尽地看向他弟。 弹簧? 顾恒仰着小脸, 一脸单纯无辜。 姐, 啥是弹簧? 你在说啥? 不知道啥是弹簧, 你这东西哪来的? 肖家远研究完弹簧, 从车底下钻出来, 拍拍身上的灰, 没等顾恒开口呢就到。 哦, 这是从连弩上找到的启发吧? 连弩上就装了这种簧, 只不过比之细小很多, 能减缓连弩发射时 对弓箭手的后挫撞击。 没错, 是这样。 他笑得一脸狡黠, 说完还十分嘚瑟地朝顾洛道。 姐姐, 什么是弹簧? 你从哪儿听来的这个名字? 好奇怪哦。 又是怀疑弟弟穿越 但没有证据的一天。 说话间, 府里两个小丝 用独轮车 推了一车石子过来。 石子的大小不一, 小的拇指那么大, 大的足有肖家远 拳头那么大。 在顾恒的指挥下, 小丝将一车的石子 撒在跑马场上。 萨萨, 走, 咱们上车试试, 可有意思了。 马车跑起来的时候, 马车一颠一颠, 一点都不装屁股, 反而一颤一颤的, 特别有意思。 郁欢对顾恒的崇拜 简直超越了他哥, 迷得不行。 顾洛揉了一把 郁欢的小脑袋, 跟着上车。 那边顾恒撒好石头, 从怀里掏出 一只绿色的棋子, 对着长乐一挥。 长乐得令, 驾车开拔, 专往有石头的地方走, 速度十快十慢地操控着。 虽然没有现代车辆舒服, 但是马车里 铺了厚厚的褥子, 再加上顾恒的检镇装置。 果然马车跑起来的时候, 车厢里面一颤一颤的, 就跟现代游乐场里的 跳袋术似的。 难怪郁欢这么激动, 哪个孩子不喜欢游乐场呢? 现在只改装了 这么一辆车, 主要是这种黑铁, 外面卖得不多。 我找了好几个铁箱铺, 才凑齐这么两个。 不过, 好在这车足够大, 需要坐车的人也不多。 玉宴府里没什么女眷, 坐马车的也就是顾洛, 玉欢, 顾恒, 外加一个常年照顾玉欢的嬷嬷。 说起这个, 萧家园脸上的笑容明显顿了顿, 一天后圣旨下发, 正如萧家园所料, 皇上指了封地前周。 先太子心系江山, 军功累累, 毕生心愿, 便是肃清边境, 还百姓一个安居乐业。 可惜先太子当年遭奸人所害, 夙愿未达, 朕前往营救, 自愧去得晚。 在混乱中, 只救出先太子的遗公, 因奸人身份不明, 朕战战兢兢, 唯恐先太子这一根血脉折损。 多年来, 丹精竭律将人养在长公主膝下, 只求平安顺遂。 安波王子称复制, 当年封王使, 朕欲将江南附属之地给他, 他惦记先太子的遗愿, 不顾朕的阻拦, 挑选了前周。 前周苦寒, 朕不舍安波王, 一直将其留在京都, 如今西北灾荒, 安波王心系苍生, 又因前周是自己的封地, 主动请命前往西北镇灾。 如此家国危难之际, 安波王身先士卒, 却不料端康王作乱, 鞭排谣言, 祸乱朝纲兴风作浪, 实在是可恶至极。 皇上冠冕堂皇一番话, 目的是将自己树立成了千古明君, 洗脱继位不正的谣言, 堵住了天下悠悠之口。 为了让皇上觉得这一招的确管用, 圣旨下发没多久, 萧家远就让人撤销了推波助澜的劲儿。 没人带头起哄, 这谣言自然消停。 孤落接了圣旨, 倒也没觉得多恶心。 毕竟在萧家远的竭力周旋下, 这份圣旨明确表明, 玉燕是先太子的儿子, 并且玉燕和先太子心细苍生, 这就够了。 这么多年来, 玉燕所求不过一个名正言顺, 线下有了。 按照圣意, 次日安博王府出发。 府里要收拾的早就收拾妥当, 玉淮每天就跟勤奋的小蜜蜂似的, 背抄着手满腹的转悠溜达, 唯恐落下点什么至关重要的。 孤落之前一直不知道该如何同郭穆颜提这件事, 现在圣旨下发, 不提也得提了。 结果他一进学堂, 就见郭穆颜正指挥着几个学子收拾院中晒着的药材, 分门别类全都装进了竹篓中, 药材堆放容易起虫子, 故而每隔一段时间就得拿出来晒一晒, 不在太阳底下暴晒, 只在半阴半阳处通风。 孤落瞥了一眼那些药材, 问郭穆颜, 今儿天气这么好, 怎么不晒了? 郭穆颜起身, 拍了拍手上的灰。 我正打算去王府找你, 就是, 你们去乾州, 方便带上我们同去吗? 孤落听得大睁眼。 我的情况你是知道的, 他们几个我问过了, 都想跟着同去。 郭穆颜提起, 以王霄为首的三四个女学子从地上起来, 有些局促不安地看着孤落, 但都点了点头, 王霄小声问。 可以吗? 王妃? 孤落就没看他们。 我可不是去游山玩水的, 前周也不是江南附属点, 飞沙走势环境恶劣不说, 那地方也不太平, 去了不是享福, 是去受罪的。 圣旨说得冠冕堂皇, 孤落不能拿圣旨匡人, 王霄咬了咬唇。 嗯, 我们知道, 之前郭父子就同我们讲过前周, 我家里情况, 王妃多少知道些? 说是离开学堂回家, 嫂嫂说不定又要把我卖到哪里? 昨天她就找我, 说已经问好西班子的班主了, 我不想要去西班子, 至于其他人, 郭父子今儿一早就和大家说了情况的, 能回家的已经都走了, 留下的, 就是想要同王妃一起去的。 王霄旁边几个小姑娘重重点头, 目光带着渴求。 孤落来之前是万万没想到这一点的, 这些人竟然要想跟着她走, 不是不能带着, 不过几个女眷一辆马车的事, 只是这一路还不知道要发生什么呢, 出去就是命悬一线, 孤落看着他们, 如果只是想要找个安身之处, 这个学堂就算是我走了, 也一样能够办下去的。 我已经和太医院那边打好招呼, 太医院院士会接受这个学堂, 到时候从这里出去的学子, 太医院对口接收, 你们不用担心的。 你们一样能继续学医, 学好之后一样能凭本事给自己挣个出路, 何必跟着我冒险呢? 从京都到泉州, 跋山涉水不说, 西北闹灾荒, 还不知道什么情况呢? 难民有, 暴动未必没有。 我是真心为你们考虑, 怕有危险, 你们再想想, 这事不要冲动, 更不要凭一时头脑发热。 王霄摇头, 就算是太医院接受, 可太医院接受之后, 我嫂嫂如果强行要我回家, 强行送我去系班子, 难道太医院也管吗? 我宁愿跟着王妃, 哪怕有危险, 我也不想去系班子, 只要王妃不觉得我们是雷拽, 还求带上我们。 我们不怕危险, 而且西北有灾民, 我们正好学医之用, 多少能帮点忙的。 当时学医, 我是偷了家里的银子来报名的, 要是回去, 会被打死的。 王霄一侧的小姑娘 妾生生地说完, 顾乐听得心里难受, 当时是自己要办学堂, 为的又不是天下苍生, 不过是为了救自我, 实现顾恒口中所说的德高望重。 可现在事情有变, 他这学堂等于是坑了这些孩子, 人家是赌上一条命, 赌上后半生来的。 但如果你们要是想好了, 那就收拾吧, 明天一早出发, 到时候在安博王府门前集合, 不过, 顿了一下, 顾乐没说下去, 不过什么, 不过路上是千真万确的危险, 这话说了有什么用, 这些人已经铁了心要跟他走了, 唯一的用处就是, 路上要真发生危险, 他能说一句, 看吧, 当真有危险, 我说了你们不听, 怪不着我。 这种不负责的推托, 顾乐不会说, 现在也就没必要强调。 郭沐妍让那几个学子收拾药材, 他则拉了顾乐的手。 真好, 以后咱们三个就能天天在一起了, 我唯恐你不带我。 咱们三个? 嗯, 你, 我, 赵爽啊。 太要趣, 他没和你说, 我以为你早就知道呢, 你俩说好一起走不带我, 我还伤心了好一阵子。 顾乐, 啊吧啊吧。 肖家远两眼发红地看着赵爽。 从京城到乾州, 你知道有多远吗? 再者, 有些话我没说, 但你替我们做过几次事, 你该知道, 跟着过去一路会很凶险。 赵爽翻了个白眼。 我又没跟着你, 我跟着安伯王妃。 肖家远一脸铁青。 跟着谁也不行, 不许去。 好好的太医院你不待着, 跑去乾州做什么? 赵爽原本懒得搭理肖家远, 但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他干脆仰头直视。 你说我为什么? 你。 肖家远一肚子火气让堵了个上不来下不去, 他是喜欢赵爽, 也知道赵爽对他有意思, 但他没打算现在就如何, 他想等他们从乾州风光回来之后再如何, 喜欢人家就不能把人家拖入泥坑, 把自己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处理好了, 再谈情说爱。 肖家远计划得很好, 但架不住赵爽擅作主张, 前脚胜指一发, 后脚赵爽就和太医院院士张大人定了申请。 安伯王府前往封地, 皇上既然做了天下明君的面子, 自然不会磕待。 一路过去, 赏赐自然不会少, 珍贵的药材, 银双碳, 皮料, 香料, 珠宝, 但凡能当得起一个奢侈的, 皇上该做的面子全都做足了, 随行的物资单单宫里赏的就整整三车。 另外, 随行除了护卫外, 还有太医院的太医, 张院士料理皇上的卖案不能离京, 便从太医院里挑选一位太医, 原本顾罗自己就懂医, 张院士没打算挑选一女同行, 和赵爽主动递了申请想要同往。 张院士不知他和肖家远之间的关系, 念着赵爽对顾罗的情分, 也愿意路上有个人能陪着顾罗, 便直接同意了。 消息传到肖家远那里, 他差点气死, 现在看着赵爽一副绝不妥协的样子, 他说不出过分的狠话, 只能哄。 哎呀, 你听话, 在京都等我回来, 我又不是不回来了? 前周苦寒, 你真的没必要去遭那份罪, 更何况, 你父母家人还在这边, 你走了, 他们呢? 你就算是不为自己想, 总得考虑家人不是? 肖家远说得苦口婆心, 奈何赵爽根本不领他的情? 我是奉命陪同安博王府前往封地, 关我家人什么事? 皇上就算是发现什么不对劲, 想要收拾你们, 也不会对我一个小小医女的家人下手, 皇上认识我是谁啊? 肖家远无奈, 还想继续劝, 然而赵爽主意大得很, 根本不听他啰嗦, 直接白眼一翻, 转头进了太医院。 肖三哥, 你这不太行啊! 肖家远正欲追上, 背后传来一道脆生生的嫌弃声, 回头就看到玉欢一脸嫌弃地站在不远处, 见他看过来, 玉欢几步上前。 别追了, 追也没用, 要不我给你指点指点迷津。 瞧着他一副小大人的模样, 肖家远让他逗笑了, 伸手捏他的脸。 长本事了啊, 还指点迷津。 结果他手伸过去, 没捏着, 玉欢偏头躲开了。 别动手动脚的, 顾恒说了, 我今年已经七岁了, 算不得带姑娘, 但也不是小孩子了。 男女有别, 你不能再捏我脸, 摸我头了。 嘿, 昨儿我不还见顾恒千年? 你不懂, 那不一样。 玉欢得意地晃晃小脑袋, 说完瞪了肖家远一眼。 说我干什么, 说你呢? 要不说臭男人不懂女人心呢, 小双姐行李都收拾好了, 你在这里叽叽歪歪劝他有什么用啊? 一副你为他好的样子, 但他明显是铁了心要去的, 你说破天他也还是要去。 既然如此, 你还不如干点实事, 让他高兴, 真没眼力见, 白和我哥玩这么多年了。 肖家远一个快二十的人, 让玉欢一个七岁的丫头给训了。 再者, 他情场浪荡十几年, 从十三四岁就混青楼五方, 见过的女孩子比玉焰吃过的馒头都多, 他还不如玉焰那个棒锤了。 你笑话我可以, 但是没必要踩我抬高你哥呀, 你哥当初追你嫂嫂的时候是什么样, 我可清清楚楚。 成天怀疑人家对他心怀不轨, 结果呢, 人家拒绝他的话他都听不明白, 还以为人家等着他追呢, 还要欲擒故纵呢。 我哥追我嫂嫂的时候, 再不行, 但他把顾恒安排得拖拖拖拖啊, 别管我嫂嫂那时候喜不喜欢他, 但他起码给了我嫂嫂一份安全感, 这个是事实吧。 那时候我嫂嫂在太医院做事, 每天最担心什么, 就担心顾恒有危险, 结果我哥给顾恒安排了住处, 安排了暗卫, 甚至还安排了常乐跟着, 你说我嫂嫂心里能对他不灵眼相看? 动没动感情, 那得是看当事人自己是不是意识到了, 但心里的那份态势骗不了人。 你呢, 喜欢人家小爽姐, 给人家安全感了吗? 就不说什么白手不相离, 只得一人心了, 反正你早就不干净了。 你跟前那么多姑娘呢, 人家小爽姐不计较, 但你总得给人家一个说法吧。 这是其一, 没有安全感。 其二, 你们用了人家小爽姐好几次, 但你给过人家家人保护吗? 这是那位蠢, 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 要是哪一天突然败露了, 他抓不到你们, 你说会不会用那些曾经帮助过你们的人泄愤啊? 还说喜欢人家, 要我说, 你这喜欢也太不值钱了。 肖家远让玉欢教训了一个结结实实, 他竟然无法反驳, 不对, 还是能反驳的, 有一点能反驳。 我怎么就不干净了? 我, 我干净得很, 童子鸡都没有我干净。 肖家远动了几次贼脚, 最终到底是没对一个七岁的孩子说出心里的反驳。 那你说怎么办? 唉, 二十岁的人和七岁的孩子商量感情大事, 真厉害。 肖家远一边自嘲, 一边将期待的目光落向玉欢。 笨啊, 缺什么补什么, 既然肖爽姐铁了心要走, 你就给她家人保护好啊, 反正咱们一时半刻是回不来, 她家里那边是想办法随行, 还是另外找个地方安顿, 赶紧操办起来啊, 留给你的时间不多了。 肖家远到底是玉燕来往多年的朋友, 玉燕不在家, 安博王府前往封地, 她奉命同行护送。 浩浩荡荡的队伍, 终于在太子约牢中白龄自裁的这一日, 顶着春风出发了。 除了安博王府自己的人和学堂的人以外, 皇上为了颜面, 又另外拨了五百西山大营的金汉将士, 一路随行。 长明起码和肖家远并行。 这也得亏是王爷现在毫无音讯, 但凡王爷有消息, 皇上也不可能这么顺利的, 就让您一起随行。 这大约就是玉燕不在的唯一好处了。 可这好处谁想要, 他宁愿费尽周折, 宁愿不和玉燕同行离京, 宁愿还给皇上做棋子, 也想让玉燕安安稳稳的。 还是一点消息都没送来。 长明摇头, 王爷心情安插在各处的人, 基本都传回了消息, 没有受到王爷的联系。 昨天顾衡提了一句, 他说, 王爷怕不是已经不在本朝。 肖家远一愣, 顾衡也是孩童之言随口一说, 但我觉得有点道理, 咱们不能说只手通天吧, 但这些年撒在各处的人也着实不少, 王爷跟前又跟着人, 怎么能就不生不死一点音讯也没有呢? 这有点奇怪, 除非是人不在本朝。 我和江辉江大人提了一句, 江大人说, 半个月前他已经传话回北宴了, 北宴那边正在查, 至于南兆, 江大人束手无策, 咱们在南兆也没有什么可用的人, 新柔郡主之前那话倒是值得思量, 说不定他真的知道点什么, 可是咱们不敢冒险, 这个节骨眼上又怕暴露了, 惹得皇上疑心谁也走不成。 不但新柔那里他们不敢过分用力去查探, 就连之前查到的那几张画像也无法继续查了。 他们一走, 京都这边的事, 有关当年陆青霜的问题, 只能交代给定远侯府的陆姨娘, 他能有多少消息算多少, 不勉强, 已经是过去的事了, 孤落自己也想得开, 人总要活在当下和眼前, 活人还生死难保呢, 死了的, 只能靠后了。 不是凉薄, 是没办法, 总不能为了查个十几年前的缘故, 就把活人搭进去。 这乡, 长明和萧家远说着话, 内乡, 马车里顾落望着外面渐渐退后的景致, 心头纷纷扰扰, 转眼他穿越来已经快一年了, 这一年过得马不停蹄, 几乎日日都在争命, 先是在安平伯府拼一个出路, 又是跟着玉燕驳一个前程, 现在他要追随玉燕的脚步, 奔赴下一个战场。 人这一生, 庸庸碌碌也好, 铁马金鸽也罢, 总之得有个方向。 嫂嫂? 玉桓从顾衡手里接过山楂糕, 小小的人凑到顾落跟前, 小脑呆在顾落胳膊上蹭了蹭, 撒娇一样, 将顾落飘忽的神思拽了回来。 顾落转头看他, 玉桓将手里的山楂糕缝上, 另一双眼睛带着亮晶晶的讨好。 嫂嫂吃点, 这是昨日一早我亲手做的, 顾恒都说好吃。 小丫头知道他心里惦记玉燕, 哄他呢。 玉桓何尝不惦记他哥, 但这孩子忍着, 面上嘻嘻笑笑一点不鲜, 不给大人添一点麻烦, 还要想尽办法去哄大人高兴。 顾落揉了一把玉桓的小脑袋, 揪着他的手吃了那块山楂糕。 路途遥远, 咱们玩个什么姐妹呢? 赵爽笑眯眯地从怀里摸出一个画本子。 还用玩什么? 当当当当。 我准备了一堆画本子, 全是报效类型, 保证这一路欢声笑语不断, 不等眨眼呢, 就到钱州了。 萧家远将赵爽的父母兄长 全都秘密送到了京南。 秦莫如今是京南之府, 由他在那边照应, 不会有任何问题。 家人得到保障, 赵爽心里没有一点牵挂, 唯一的惦记就是顾落, 怕他因为欲艳的事, 郁郁寡欢, 专门挑选了这些画本子。 咱们轮流读, 我先来读第一个故事。 赵爽翻开画本子就要开读, 旁边顾恒直接一把摁住了书。 这画本子讲什么的? 说着, 他瞥了御欢一眼, 御欢一脸懵懂不知道什么意思, 见顾恒看他, 立刻眉眼弯弯冲顾恒乐。 赵爽抱着画本子直接笑道在旁边, 直戳顾落腰。 你这弟弟了不得啊, 这是怕画本子里有不该小孩子听的东西, 怕小郡主听了学坏呢, 神不大, 操的心倒是挺多。 你知道个屁, 我这弟弟有可能是穿越来的。 一言难尽看了顾恒一眼, 顾落有意刺激的。 画本子讲什么, 拼了不就知道了? 你拦着赵爽干什么? 顾恒一扬眉毛。 我这不是怕讲到夫妻分离, 姐姐你触景伤情, 心里难过吗? 顾落一串省略号, 扑痴, 心口中刀。 姐弟互相伤害, 弟弟完胜。 玉环还不明所以, 扯了扯顾恒的衣袖。 你别这么说。 顾恒揉了他脑袋一下, 从赵爽手里将那本书拿了过来, 自己翻了两页。 说实话本子, 其实是个讲奇闻怪事的, 倒是颇有意思。 也别讲了, 谁想看什么自己看吧, 路上本来水就不多, 想来讲句嗓子疼。 可我不认识那么多字。 嗯, 我给你讲。 顾恒将玉环拉到自己这边, 用小薄被子给他盖了腿, 又给他喝了一小碗水, 让人靠着自己, 翻开书小声给玉环讲上面的奇闻异事。 玉环一脸享受靠着顾恒, 听得津津有味。 赵爽也不笑了, 盯着这俩小的看了一会儿, 爬起来凑到顾恒跟前, 压着声音说小话。 你弟今年也就刚刚九岁吧? 这, 感觉比肖家远强一万倍, 这是养童养习呢。 顾恒庆幸顾恒对玉环所有的行为都止于一点, 护着宠着, 没有更进一步。 不然这要真是个成年人穿越而来的, 这么对人家一个小姑娘, 多猥琐呀。 幸好幸好, 他弟还是个人。 他俩大得毫无心思看话本子, 专心压着声音说八卦。 现在娶媳妇多难呢, 想要娶个好的, 可不就得从小自己养? 自己养出来的, 以后知道疼人。 没错, 这种从小培养的感情, 肯定不会干出那种送礼送食车包子的事。 娘的, 我一口没吃上, 选让院使大人拉走卖了。 前面车里聊八卦, 养童养习, 反吊小郎君, 反正没一个正经人。 后面车里就不一样了, 从京都到前州, 路途遥远, 多好的教学机会。 郭沐妍抓紧时间, 给这几个跟着来的学子 讲一些灾荒史容易闹出的病症。 从如何变症, 到如何下药, 讲得仔仔细细明明白白。 而此时另外一条道上, 豆芽拖着下巴, 望着老南瓜。 南瓜说, 咱们去前州, 怎么不走官道啊? 官道不是更好走些吗? 而且我听人说, 这山林里容易有山匪。 三天前, 老南瓜在城外破妙宣布, 自己要离开京都。 破妙这些孩子, 都是跟着他过活的。 他要走, 这些孩子自然要跟着。 只有豆芽, 豆芽是个有家的。 不过得知老南瓜要离开, 又听说安博王府 那个善良的大姐姐 也要离开京都。 豆芽几乎想都没想, 就要跟着老南瓜一起走。 老南瓜在, 他受恶挨动的时候, 勉强还能跟着老南瓜吃一口。 可老南瓜走了, 就他爹娘那样, 家里若是哪一日 接不开锅了, 肯定第一个卖了他。 豆芽走得一点留恋都没有, 老南瓜靠在马车车壁上, 抱着怀里的黑猫, 一下一下地 轻轻捋着那猫的毛, 眯着眼睛说, 咱们先走山林, 等出了大同府, 咱们再走关道。 他明明长了一副凶悍的样子, 那手也是粗糙不满刀痕, 但对上那只猫的时候, 却温柔得不可思议。 豆芽有时候都怀疑, 将来老南瓜有了媳妇, 对他的媳妇估计还没有对这只猫好。 这猫也是一只奇怪的猫, 要吃鸡腿。 每次老南瓜买了烧鸡, 鸡腿鸡翅都是猫的, 吃鱼也是。 鱼肚子最嫩的那一块, 也给猫, 而且这猫只吃熟的, 不吃生的。 养儿子也大概就是这么宠着了吧。 自一开始, 豆芽不理解为什么出了大同府, 才走关道, 可等真的出了大同府, 瞧着关道上长长的一串伤队, 坠在了安博王府车队后面。 豆芽恍恍恍恍 好像明白了什么, 又好像没有明白, 不过他这朦朦胧胧的反应, 很快就被另外一件事情强制止住了思考。 随着越往西北, 路上尸体就越多, 最开始是一两个, 后来是三五一堆, 一堆两堆, 再后来就是一片一片。 那些人衣衫褴褴, 骨瘦如柴, 摊在地上。 有老人, 有年轻人, 也有小孩子, 尸体已经发愁, 沿途散发着一阵一阵令人反胃的气味。 有的尸体可能是在腐烂之前被野兽撕咬过, 裸露在外的, 不成形肉, 招来的无数蝇虫, 密密麻麻, 嗡嗡嗡地, 聚在那尸体上, 看得人头皮发麻。 本来路上吃得就不好, 勉强蛊腹, 再加上路途遥远, 一车的孩子, 个个都是面黄肌瘦, 疲惫不堪。 此时见了这种场景, 一个个吐得死去活来, 就连一只趴在老南瓜身上的那只猫都缩进了老南瓜的衣精里, 再没冒出头来。 安博王府的车队, 萧家远坐在高头大马上, 打头和长明并肩走在前面, 望着遍野浮湿, 脸色难看又悲眠。 朝廷震灾, 那些灾量不知都震到哪个王不但手里了? 长明饶是跟着玉燕算是见过了世面, 也让这场面刺激得开不了口, 他如此更不要说后面车里那一车的女邪子。 最初郭沐妍讲授灾荒疾病的时候, 他们听郭沐妍说那些灾荒下的病症, 以及病人的处境, 已经觉得难受得不行。 那承想, 郭沐妍所讲根本不及现实万分之一凄惨, 这见到的还是尸体, 若是活人怕是更惨。 在顾洛和顾恒的陪伴下, 玉欢的病几乎已经消除, 可那是在平和的环境里, 此时成堆成堆的尸体, 就横列在马路两侧, 那冲天的尸体气味, 让玉欢年幼时经历的那场大屠杀, 再次清晰地出现在脑子里。 好在这一次, 他一路让顾恒抱着, 顾恒耐心地一下一下地拍他的后背, 低声地轻哄, 给他讲几个故事, 勉强能稳住他濒临崩溃的情绪, 直到马车驶入前周境内。 一路的腐蚀烂肉玉欢都熬过来了, 可进了前周境内, 一具还在流血的尸体被挂在树上, 那鲜红的血滴滴答答地从那尸体的脖子上落下, 恰好玉欢从被风吹起的窗帘缝隙里看到了这一幕, 脆弱的神经彻底被压垮, 玉欢几乎是瞬间抱着脑袋扯着头发, 双目空洞又凄厉地尖叫了起来, 那叫声又惨又颤, 顾恒心疼的眼眶直接红了, 没办法, 这个时候根本无法安抚, 顾洛只能取出一粒药丸, 让顾恒为玉欢吃了, 药丸药笑霸道, 吃了不过一盏茶的功夫, 玉欢歪着脖子睡着了, 可怜巴巴的小脸上, 睡着了还挂着泪珠, 顾恒将它放好, 用帕子擦了脸, 盖了小被子, 这尸体不正常, 姐, 你和小爽姐在车里先别下来, 我下去看看什么情况, 顾恒若只是一个普通的九岁小男孩, 顾洛必定不会同意, 但一来顾洛怀疑他是穿越的, 二来在之前顾恒就展示了好几次他过人的目里, 顾洛没有理由拦他, 但自己也没留在这里, 只盯住赵爽在车里看着点玉欢, 他跟着顾恒下车, 肖家远和长明长乐已经从前面折返回来, 瞧了一眼马车, 睡了? 嗯, 造不住那尸体的刺激, 我为了他一粒药, 唉, 肖家远叹了口气, 和坐在车窗边的赵爽对视了一眼, 转而朝那尸体走过去, 长乐守着马车, 长明顾恒顾洛也跟着过去, 之前的尸体都是衣衫蓝绿, 瘦的皮包骨, 这个倒是不同, 饶士纳科已经凸了枝叶的树, 顾恒摸着下巴转了几圈, 栽荒年月, 别说一棵树, 就是一片草坡, 也能让栽民浩凸了, 这人是死了之后被人挂到树上去的, 脖子上的伤口不是致命伤, 它致命伤, 应该是后脑勺那一片已经干了的地方, 脖子上流血那里, 应该是挂着它的人在挂它的时候戳到了树枝叉, 枝叉尖锐, 戳破了脖梗, 或者说原本挂的时候没有戳到, 但是它分量重, 挂上去之后被枝下坠过, 正好戳了枝叉, 顾恒在树底下没有任何发现, 做出一个大概的判断后, 让长明将尸体从树上取下, 明明只有九岁, 但就是有一种奇特的气场, 就连萧家远都没有反驳质疑它的话, 甚至连叉嘴都没有, 仿佛这一刻, 这里本就应该是顾恒去指挥, 实在是顾恒的气场太强大了, 跳下车那一瞬, 就像是干了十几年的老捕头, 长明更是连迟疑都没有迟疑, 顾恒说出之后, 他脚尖点地直接飞身上树, 从树上将那尸体带下, 把尸体抱起来的时候, 长明道, 脖子的确是被一个短束叉戳了, 那段数叉约摸有拇指长短粗细, 正好戳进了脖子的动脉里, 长明将那脖子拔开, 灯使鲜血滴答变成了扑斥一喷, 索性这血已经滴答了好一阵子, 差不多都快放干了, 扑斥这一下虽成放射状, 但也没有喷出多少, 把尸体放到地上, 顾恒只瞥了一眼他脖子上的血窟窿, 便麻利地将尸体的后脑勺转到一侧, 正如顾恒所言, 后脑勺上有一片已经干了血气的地方, 顾恒将那片头发剥开, 露出一个血肉模糊的伤口, 咕洛虽是中医, 但也看得出来这是致命伤, 只是这伤口的痕迹有些奇怪, 咕洛皱眉, 想了好一下, 呼得响起, 抬头就朝长明看过去, 我之前在京都城门外的一处破秒, 给人做过一次腿上的包扎, 长明, 你还记得那一次不, 你看这伤口是不是和那腿上的一样, 都是锯齿状, 长明立刻凑上前, 顾洛对兵器的记忆, 必定是不如长明, 长明拨着看了虚语, 点头, 嗯, 是, 绝对是被同样的力气所伤, 力气成锯齿状, 肖家园撵着手指, 锯齿状的力气, 江湖上能用这种兵器的, 只有先前被预言灭了门的那一只, 那是受端康王使唤的, 当时预言派人将其灭门, 是灭得干干净净, 顾衡看着尸体后脑勺的伤口没说话, 他知道顾洛说的那人是老南瓜, 但老南瓜没告诉他腿上的伤势怎么来的, 检查完伤口, 顾衡将尸体放正, 双手由上而下, 以搜身的方式在尸体身上摸索, 众人这才看清楚, 这尸体身上的衣袍应该是伤好的行警, 肖家园摸着下巴给出推断, 能穿得起这个意料的, 瞧着体态也算是富态的, 又是走在这条关道上的, 只怕应该是要去前州城做生意的商户, 前州虽然远, 但这里是我朝和南昭来往贸易的唯一交易点, 有不少商户愿意大老远地走一趟, 卖出本朝的东西, 再进货南昭的商品拉回去卖, 一来一回, 一年走两趟就足够赚了, 但这种商队, 一般都是几家一起上路, 为了平安起见, 对屋里必定是有会功夫的, 正说话, 顾衡从尸体身上摸出一个瓷瓶, 乳白色的瓷瓶像个小葫芦, 瓶口被一把枯草封着, 可见这封口是临时扯了路边的枯草做成的, 顾衡谨慎, 先是将那瓷瓶晃了晃, 放在耳边听了听声音, 才又将那一小撮甘草拔出, 里面是什么? 萧家远叹了脖子看过去, 顾衡将瓷瓶口朝下倒出里面的东西, 一小卷纸, 宣纸卷成了小卷, 也用甘草系了个结, 解开草结, 顾衡将那直卷展开, 边缘参差不齐, 上面的字也颇为潦草, 我们遭遇了难民围攻, 死伤过半, 好不容易突围, 准备原路返回, 留下这个字条给后面来的伤队踢个行, 不要再往前了, 前面的难民是要吃人的, 看着字条上的字, 几个人一片沉默, 他们发现这尸体的时候, 尸体还在滴血, 可见才被挂上去没多久, 应该就是写字条的人, 为了提醒后面的伤队, 才不得已将自己死掉的同伴, 挂在树上以做寝室, 但是, 他们一路走来在关道并没有见到任何往回走的伤队, 往回走的人呢, 只有一个答案, 那就是没走成, 这种猜测令人心里发沉, 裤横捏着那张纸, 指幅略作磨缩, 抬眼朝大家看, 这个人, 应该是当时突围的时候没死, 只是受了伤, 然后伤队撤回的路上, 他死了, 为了减轻负担, 也为了给后来人一个提醒, 伤队把他挂了出去, 略顿了一下, 他望了一眼前方, 既然伤队还有功夫把他挂出去, 可见当时是太平的, 就算是出事, 也是在之后, 所以伤队应该是有一点时间往回走一劫的, 也就是说, 第二次围攻, 应该发生在后面不远处, 但是我们一路走来, 这一劫路上干干净净, 别说围攻现场, 就是一个难民的尸体都没有, 另外, 伤队当中有会功夫的人, 这些难民忍气还饿这么久, 当真可以围攻得了伤队, 伤队如果往回赶路, 马车的速度不比人跑得快, 更何况对方是难民, 随着顾衡的发问, 众人再次看向尸体的脑袋, 回攻伤队的不是难民, 那之所以被伤队当成难民, 应该是对方的衣着是难民的衣着, 或者… 有人混在难民中? 往回找是找不到什么线索了, 只能继续往前走, 好在他们这一行人, 有西山大营的五百精兵, 有安博王府自己的护卫, 也有后来加入进来的肖家远带来的人, 和后面一路跟着咱们的伤队, 把情况说一声, 也到时候突然闹出什么事, 他们在惊慌, 局面就更难对付了, 这个是应该的, 拎着伤队当中, 既有汉子也有妇孺, 萧家远派了长明和小子一起过去, 前面安博王府的车队突然停下, 已经让后面的伤队心里泛起惊疑, 正惊慌不定间听了这个消息, 吓得立刻轰闹了起来, 但闹也没办法, 前不着村后不着地, 要是现在撤回去, 谁知道回去的半路会遇到什么, 之前的伤队, 不就是撤退都撤退得尸骨无存了吗, 与其如此, 还不如跟着安博王府, 好歹前面浩浩荡荡那么一大群人呢, 很快意见统一, 大家继续跟着安博王府的队伍清醒, 马车再次开拔, 照爽眼睛一顺不顺盯着外面, 想看着天就可以了, 爷, 顾恒趴在另外一侧的车窗, 两眼瞧着外面, 呼得压着嗓子一声惊呼, 与此同时, 外面一阵急尺马蹄声逼近, 萧家远的声音也传了过来, 有动静了, 顾洛和赵爽齐齐聚到顾恒那一侧, 从窗子朝外看, 不远处, 黑压压的一片人, 如同丧尸一般朝车队这头靠近过来, 这动静很快引起后面跟着的伤队的惊慌, 商队那边可能是经过商议, 派了个领头人, 瑟瑟缩缩跑到顾洛的马车旁, 萧家远骑在高头大马上, 顾洛的马车又是顾恒特制的恢弘大气, 王府的气场摆在那里, 让那商人全身打抖, 不敢看车里, 只吹着眼道, 大老爷, 怎么这, 这该如何是好? 他其实也不知道来问什么, 就想听听安博王府这边有没有什么安排, 好安心, 萧家远扫了他一眼, 回去告诉你们商队, 一会儿不管发生什么, 自然有安博王府挡在前面, 只要你们别从内部给我们乱起来, 什么都扛得住, 萧家远驳愧是萧家军的后代, 正经起来说话, 带着一股令人难以质疑的气魄, 别管是不是真的能扛得住, 起码让听的人毫无怀疑地相信他就能扛得住, 赵爽看了他一眼, 在这焦头烂额的档口, 弯了眼睛, 笑了笑, 这就是他喜欢的男人, 萧家远说完迎上赵爽的目光, 两人相视一眼, 萧家远朝顾洛道, 一会儿交锋, 长平长乐会守在这里, 你们不要下车, 顾洛那点功夫, 最多能给罪鬼一个过肩摔, 自知没有杀敌的本事, 也不敢下去添乱, 说完, 萧家远看向顾衡, 你下, 坐在马车里的顾衡顿时一个机灵, 难以置信地看着萧家远, 说得极其激动, 我还是个孩子, 你总不能抓壮丁, 让我下去打吧, 现在你就是个孩子了, 刚刚检查尸体的时候你是啥, 但顾衡九岁的脸, 九岁的身体就摆在眼前, 萧家远硬是臭了臭嘴角, 你当真不下来, 不让你去冲锋, 你给指挥一下, 或者看看那些人有没有什么问题, 这话说的, 萧家远自己都觉得自己有病, 这里还搁着他和长明长乐呢, 竟然让顾衡去指挥, 这话你是怎么说出口的, 脸呢, 参公子, 你该不会吓傻了吧, 我, 一个从庄子上来的, 毫无见识的小男孩, 别说冲锋陷阵, 下去我都怕你们一个机灵把我误伤了, 你知道, 被自己人误伤而死的几率有多大吗, 更不要说, 后面还有那么些伤户, 他们吓得更安蠢似的, 一个没控制住骚动起来, 那就是大规模踩踏事件, 我的天哪, 你知道大规模踩踏事件死亡率多高吗, 尤其我还是个孩子, 更容易被踩死, 萧家远黑着脸, 在顾衡碎碎念的声音中, 果断地转头离开了, 怕死小达人顾衡横闭了嘴, 趴在车窗处, 探着脖子朝后桥, 后面乌泱泱的伤队里, 混着一辆小马车, 马车的车夫是个古兽如柴的矮哥, 恶死男人, 他斜靠在车员上, 正在和马车里的人说什么, 顾衡听不到他们说话的声音, 但呼得眼皮一跳, 看到一只黑猫从车窗窜了出去, 顾衡顿时吸了口气, 目光紧锁那黑猫, 抓在窗帘上的手, 都扣得有点骨节发白, 然而不且看清那黑猫的动向, 呼得肩膀被拍了一下, 看什么呢, 看这么认真, 顾衡从身后拍了顾衡一下, 也挤到他这窗边朝外桥, 顾衡扫了一眼外面, 已经看不到黑猫的影子了, 没了兴趣, 抽身回来往车壁上一靠, 能看什么, 当然是看那些人冲过来没有了, 外面已经被西山大营那五百精兵包围住, 能看那个鬼对面的人冲没冲过来, 咕噜狐疑看着顾衡, 总觉得他有事瞒着自己, 顾衡坦坦荡荡也不避开, 坐在那里任由咕噜看, 姐弟俩大眼瞪小眼对望, 一个审视, 一个任由审视, 旁边赵爽看看顾衡, 又看看顾衡, 最终没忍住, 哎, 这是什么神秘的战前祈祷仪式吗, 你俩这样盯着对方, 就能祈祷上苍保佑我们, 嗯, 我也加入, 顾衡一扬眉梢, 嘴角带了点发坏的笑, 那小爽姐要问我姐了, 赵爽真诚地看向顾衡, 说话功夫, 外面长鸣回禀, 王妃, 那些人靠近了, 粗略估算大概有三千多人, 什么多, 哎, 赵爽顿时倒吸一口冷气, 一激动蹭得起身, 脑袋直接磕马车顶上, 撞得呲牙坐下, 眼泪哗哗朝外看, 不过外面被西山大营的兵挡得严实, 什么都看不到, 长鸣顿了一下, 这三千多人, 里面混没混身份特殊的不好说, 但创在前面的应该都是灾民, 面黄鸡兽, 骨兽如柴, 长鸣什么意思, 顾洛立刻明白过来, 他们是安博王府, 且不说身份意味着朝廷和官府, 单单从安博王府的角度来看, 安博王府真的要对受灾百姓下手, 可不下手, 这些人就要围攻他们, 下手的话, 顾恒扯了一下顾洛的衣袖, 姐, 他们是灾民, 但手上沾了血, 这人杀过一个人, 再杀第二个的时候, 心里就没有那么大的障碍了, 顾洛开将顾恒, 顾恒朝他点点头, 那些商队尸骨无存, 他们是灾民, 他们是可怜, 但是商队的人也不是恶人呢, 也是无辜百姓, 顾洛心头那点, 不忍瞬间消散, 告诉小家园, 对方有愿意归顺的, 我们提供吃喝, 负责将他们送到前轴城安顿, 不肯归顺, 执意要行凶作恶的, 格杀勿论, 长明硬声离开, 等长明一走, 整个车厢静得只有御欢的小呼噜声, 这份静, 让不远处的浩浩荡荡而来的脚步声, 格外清晰, 不知道谁第一个发出了进攻, 总之, 呼得一声惨叫传来, 跟着便是马蹄声震耳发溃, 这是西山大营五百精兵的马, 肖家园打头阵, 手里挥着一把削铁如泥的长剑, 带着一队约摸一百人的骑兵, 冲着对方便杀了过去, 不多时, 长明折返回来, 三公子说了, 这种情况下, 谈是不可能谈的, 得先把对方打得有了怕性, 不敢围攻了才能谈, 长明将肖家园的原话转达, 顾洛顿是失笑自己的蠢顿, 对方浩浩荡荡而来, 为的就是拿下他们这一群带宰的肥羊, 怎么可能和他谈呢, 马车外, 肖家园穿着窄袖长袍, 手中利剑低着血珠子, 半垂下来, 身后立着小红小绿小粉小紫, 四位姑娘巾帼不让须眉, 一个个穿红戴绿, 但萨爽英姿, 他们之后是一百西山大营骑兵, 贯穿性一圈杀了下来, 肖家园直接将对方三千多人的庞大群里, 撕开一套血口子, 这一行人所过之处, 力剑出鞘, 没有一个活口留下, 血腥味直接弥漫开, 同伴的死就发生在眼前, 而且是被这样毫无反抗性的碾压性, 的杀死, 震慑了一下的人, 肖家园坐在马背上, 居高临下望着眼前面带惶恐的人, 是不是以为老子不杀百姓呢, 那你们小道消息不准去, 老子吃喝嫖赌这么多年, 只知道欺软怕硬, 比我厉害的我惹不起, 这手无寸铁的老百姓, 还不是说啥就啥, 三千人就想围攻我, 做什么春秋大梦呢, 刺激人的话说完, 肖家园猛得一甲马肚子, 朝着左侧人群再次挥剑杀了过去, 他一冲锋, 后面的立刻跟上, 又是一道血口子被撕开, 惨叫声惊呼声顿时响成一片, 有人想要逃, 可惜肖家园一早安排了人绕到这些人背后, 直接包了饺子, 逃,逃不出, 不逃, 就眼睁睁看着同伴让对方长剑刺穿鲜血而直飙, 我们只是饿极了才杀人, 我们有什么错, 你们吃得饱穿得好, 凭什么杀我们, 惊慌失措的人群里, 有质问声响起, 肖家园浑不灵的声音骂了回去, 放你娘的屁, 老子吃饱穿暖就活该让你们杀, 那些过往的伤队是为非作歹的恶人, 他们就因为有的吃就活该让你们弄死, 一个个的都是杀人犯, 少他娘的跟老子搞清白, 来,杀, 肖家园像是杀红了眼, 人群里立刻有人哭喊, 我没有杀人, 我一个都没杀, 是他们逼我的, 我, 不等着人一嗓子喊完, 他声音陡然停止, 肖家园顺着声音看过去, 就见冲冲人影中, 有个人软绵绵地倒下了, 他周围惹起不小的骚动, 有人裹在混乱中喊话, 别让这当官的骗了, 当官的没一个好东西, 行伤的也没有一个好东西, 官商勾结, 可怜的都是咱们, 咱们没错, 错的就是那些官, 那些商, 想活命的, 给我杀呀, 这煽动的话音一起, 原本挣扎的人群, 气势马上发生转变, 离得肖家园最近的一个妇人, 明明都放下了手里的棍子, 但俯身又抓着朝着肖家园的马, 就抽了过去, 去死吧, 肖家园身后, 肖子手里皮鞭一挥, 直接将那妇人手里的棍子卷住, 用力一抽, 棍子被抽飞, 那妇人也被拽得朝前量强, 她就像是封魔了一样, 就算如此, 也发狠地一头朝肖家园的马撞了过来, 眼睛已经混沌, 嘴里反复念叨这三个字, 去死吧, 肖家园一剑给他刺了个对穿, 妇人软绵绵倒下, 肖家园脸上带着不耐烦, 心头却是像被刀子割过, 肖家园哪怕全军覆没战死沙场, 为的也是保护苍生子民, 可他的剑, 今日终究是冲着百姓刺了下去, 在此之前, 我不知道你们经历了什么, 但安伯王受封, 这乾州城以后就是安伯王的领地, 不管这城里原本的官是谁, 以后这地盘都是安伯王说了算, 你们要作乱, 那就是以下犯上, 怪不得我承恶扬善了, 总不能让你们一群难民, 将乾州城未来的城主围攻了, 当然, 愿意缴械投降的, 咱们安伯王妃仁慈, 会酌情给你们一条生路, 别听这狗怪胡说, 你们手上都是沾了人命的, 再酌情, 人家能赦免你们的杀人罪, 只有杀了他们, 你们才能自由, 萧家远朝着煽动人群的话音方向看了一眼, 一甲马肚子朝着那方向便再次冲锋过去, 一共三轮击杀, 第一轮为了逼停这些人, 萧家远杀得重, 第二轮为了震慑这些人, 他也杀得重, 但这第三轮, 这些未必全都是手无寸铁的难民, 就算之前是, 现在怕也已经不是了, 他杀得更重, 对方想要仗着人数多来反抗, 可惜, 这一次萧家远只做了一个短冲锋便收身, 跟着身后就有弓弩手上前, 几乎不费吹灰之力, 这些人手持棍棒, 连反击的能力都没了, 直接被弓弩手射杀, 在绝对的武力面前, 人数也起不到优势, 杀戮让一些人心头生出畏惧, 有人试探, 安安伯王真的成了乾州城的主人? 谁成了乾州城的主人都一样, 天下乌鸦一般黑, 别信他, 刚刚有人动摇, 被有山峰点火的话音响起, 小粉在萧家远身后, 将那几个山峰点火的人, 记了个清清楚楚, 萧家远乐马, 天下乌鸦一般黑, 怎么同事闹在荒, 有的人能安居乐业地吃到朝廷的旧几粮, 你们就成了这副不人不鬼的样子, 到底是天下乌鸦一般黑呢? 还是你们乾州城里的官老爷格外黑? 亦或者, 你们干脆就成了别人手里的枪, 让人给利用了, 你们当中, 我瞧这也不都是昏馈之辈, 年纪轻轻, 前途正好的人大有人在, 乾州城历来混乱, 所谓一山不容二虎, 如今安伯王来了这乾州城, 难道堂堂王爷, 还要让乾州城原本的地方官 给挟制了不成? 都说乱世出英雄, 巧了, 机会让你们赶上了, 安伯王来了乾州城, 势必要将原本的势力一网打尽全部铲除, 重新建立新的秩序, 你们当中自觉有本事手还干净的, 我劝你们头脑清醒点, 给自己留条路, 反正横竖都是活着, 不搏一搏, 怎么知道自己以后是人是鬼呢? 左右你们都成了现在这样子, 搏一搏, 难道会更差吗? 打了三轮, 把人骨子里的怕全都打出来了, 萧家远摆上了大道里的盛宴, 萧家远这话着实能蛊惑人心, 尤其青壮年的小伙子, 谁愿意自己这辈子就这样了? 就算今儿靠着这一顿打劫成功了, 那明儿呢, 以后呢, 这辈子就都落草为寇了吗? 我愿意投降! 人群里立刻喊出一嗓子高亢的声音, 惹得一群人去看, 混乱中, 立刻就有人窜到那人跟前, 手里拿着匕首, 冲着那人脖梗刺了过去, 就在那人手里的匕首举起一瞬, 一支利剑, 穿过人群, 准准射中那人的后背心, 那人难以置信地回头, 震惊地看向萧家园, 怎么都不敢想, 黑灯瞎火的晚上, 他在混乱中怎么就被发现了? 萧家园冷笑, 哼, 你们瞧清楚了, 但凡有人想要放下武器, 你们身边就有同伴冒出来想要杀死你们, 这就是你们的同伴? 那些险些丧命的年轻人, 立刻朝萧家园这边跑, 一边跑一边喊, 他不是我们的同伴, 他是土匪, 说话前, 又有人窜上钱想要拦住他, 阻止他的投降, 可惜黑暗中那利剑就像是长了眼, 但凡有人阻止, 立刻被一剑刺穿, 那汉子一路穿过人群跑了出来, 跑到了萧家园的面前, 哼, 我是乾州城万龙药堂的伙计, 我一个人没有杀过, 我手是干净的, 我想要投降, 我想要跟安波王博一个前途, 萧家园看着他, 你怎么能证明你的手是干净的, 是没有杀过人的, 那商队可是有不少人呢, 汉子急得眼睛发红, 这些土匪将我们划分成片, 按照不同的村子, 划分不同的组, 杀人还没有轮到我们组啊, 对, 我们组还没有被派去杀人, 我们都是干净的, 我也要投降, 我也要, 说话前, 不少人乌泱泱地往萧家园这边涌, 起初还有混在人群里的土匪, 想要靠杀戮阻止, 结果发现, 但凡他们阻止便立刻会被一箭刺杀, 同伴接二连三地倒下, 让土匪长了个心眼, 他们不杀这些投降的人了, 他们混进了这些人当中, 只要靠近过去, 就能趁其不备要了萧家园的命, 只可惜, 算盘打得批啪响, 萧家园又不是个蠢的, 既然你们是按组分的, 那现在也别超靠近了, 就按照你们自己划分好的组, 各组聚在一起, 点火, 萧家园声音一落, 原本漆黑的环境忽然火光四起, 众人大吃一惊, 这才发现, 他们早被围了个严严实实, 那火就围了他们一圈, 火光一起将中间人群照亮, 那些手上没有沾过人命的, 自然开始分组, 手上沾过人命的, 也有想要投降的, 也有觉得投降无望, 想要趁机作乱的, 再加上土匪一看, 混到萧家园跟前的计划不成, 立刻就在人群里骚动, 可惜, 小红小绿小粉小紫不是吃素的, 一人手中一张弓, 但凡发现作乱的, 直接一箭射穿, 丝毫不留情面, 乌泱泱的三千多人, 除掉已经死了的, 余下还剩两千多, 很快分好了组, 说是分组, 也只是那些没有杀过人的人, 自动站了出来, 站到自己同村人身边, 至于那些杀过人的, 犹如热锅上的蚂蚁, 站在原地, 焦灼不安, 身边不断有人倒下, 让他们这份焦灼, 越发地加剧, 大老爷, 我们杀人也是不得已啊, 我们又不是自愿杀人, 我们不杀人, 这些土匪就要杀我们, 我们, 我们, 有人开始求情, 不断有人跪下磕头, 想要一个被谅起的机会, 杀人终究犯法, 你们无辜, 那些过路的商人也无辜, 你们今日能为了活命就杀了他们, 明日也能为了活命, 杀更多的人, 可他们那些人也没比我们好到哪里去, 他们只是没轮到而已, 轮到了, 他们也一样要杀人的, 别胡说, 就算是轮到了, 我也不会杀人, 你们这些人当中, 又不是都杀人了, 人家胡秀才也是你们村的, 怎么人家胡秀才就不杀人, 胡秀才宁愿自杀都不肯对商户下手, 就是, 你们自己自私就是自私, 别拉拽我们, 人家赵图户还是个杀猪的呢, 土匪摁头让他杀人他都没杀, 让土匪打断了腿人家也没杀人, 对, 还有王力虎也没杀人, 你们村的王麻子不肯杀人, 还不是你们村的人自己为了在土匪面前表现, 直接把王麻子杀了, 都是一个村的, 这种事情你们也干得出来, 有什么脸哭啊, 对, 还有个小姑娘也不肯杀人, 难道不是你们自己动的手, 不等土匪发话呢, 你们先把那小姑娘杀了, 你们有脸叫蛆, 人群开始轰闹, 更多的消息在相互争执中暴露出来, 肖家远看着人群, 但凡有证人能证明你没有杀人的, 也可以站出来, 但是我提前说好了, 谁给他做担保, 将来查出问题, 谁跟着一起吃官司, 我可以给王力虎担保, 我可以给赵徒夫担保, 我们都能给胡秀才担保, 在吵吵嚷嚷中, 杀过人的人群里, 不断有人站出来, 肖家远让人给这些人做了登记造册, 签了名, 画了鸭, 余下那些杀过人的, 别管是被逼还是自愿的, 有眼红嫉妒的, 有懊恼后悔的, 可惜, 面对肖家远身后的精兵汉将, 谁都不敢煽动, 味觉后患, 这些人连同混在里面试图寻求机会的土匪, 肖家远下令一并射杀, 将士们行军打仗, 端得是保护子民, 这利剑对向百姓, 哪怕这百姓并非绝对无辜, 肖家远心头也如同巨石压着, 闷得缓不过气了, 一共二百多人, 利剑射杀不过眨眼, 在众人眼睁睁的围观下, 刚刚还在求饶的人倒在血泊里, 肖家远映下心肠, 小红小粉, 带二百将士, 挖坑将现场尸体全部掩埋, 撒了石灰粉, 小绿小子, 组织剩下的人, 登记造册, 检查伤口, 准备晚饭。 尽管跟着土匪也见了不少场面, 尽管刚刚已亲自经历了杀戮, 可这射杀的一幕, 还是让这群百姓吓得呆若目击, 直到听到准备晚饭四个字, 人群才恍惚缓过一丝人气, 他们也有晚饭, 郭沐岩带着王潇他们几个穿梭在百姓当中, 给他们检查身上的伤口, 做简单的包扎, 后面跟着的商户们, 眼见前面闹出这么大的动静, 有心想要表现一下, 派了女眷过来问, 需不需要帮忙做饭, 被肖家远全部回权, 让他们只安分守己, 守好自己家的车队就行, 不添乱就是帮忙, 该安排的事情全部安排下去, 肖家远去找顾洛, 在马车里没有瞧见顾恒的影子, 肖家远立在车外, 转头朝人群里扫了一眼, 一眼望去, 好像也没有瞧见那小家伙的身影, 顾恒呢? 说是在马车里待了半天闷得慌, 要下去偷偷气, 没事的,长老跟着呢, 顾洛说着, 朝不远处正在接受 郭沐岩他们治疗的难民看过去, 你有没有觉得不太对劲啊? 赵爽就坐在顾洛旁边, 肖家远先看了赵爽一眼, 才朝顾洛道, 怎么讲? 顾洛伸手在难民方向指了一下, 这些人瞧上去面黄肌瘦, 但是你看他们的小腿, 并不是因为饥饿才导致的纤细, 那种皮包骨的瘦更像是惊剑, 而且刚才他们亢奋之下扯着嗓子喊那几句, 我和小爽都觉得那声音算是中气十足了, 就算是他们跟了土匪, 这好几千人, 土匪应该也没有这个存粮, 也没有这个善心都给他们吃饱吧, 灾荒闹了这么久, 他们已经沦落到这么多人集体被土匪驱使的地步, 难道还有这个体力吗? 刚刚在射杀那两百多人的时候, 萧家远心头其实就犯上了疑惑, 只是那个时候更多的心思在镇压这群暴民, 那犯起的疑惑也就一闪而过, 现在顾洛在提起, 萧家远仔细回想了刚刚的事, 皱了眉。 你的意思是这些人有问题? 我不能确定都有问题, 但肯定有一部分是有问题的, 灾荒年月饭都吃不饱的人, 这身体再好也喊不出那么中气十足的话来, 但是对方假扮难民先是汹涌攻击, 现在又豁出去死一部分人假意归顺, 肯定图抹不小, 就怕我们判断不准确, 打草惊蛇。 这个好说, 我借口后面还有队伍, 征调他们十几个人跟我去搬运粮食, 到时候把这十几个人带远一点审讯一下。 万一他们暗中还有人呢? 你派人把他们带远一点, 万一被对方暗中盯着呢? 到时候非但不能审讯出什么, 反而咱们的人要折损。 对方如果真有问题, 那暗中就未必没有人了, 现在黑灯瞎火, 稍远一点根本看不清。 顾洛说得在理, 肖家远暴毙沉隐。 只能今儿夜里警惕一点, 一切等明儿个白天再说。 罩上天天嘴皮压着声音。 那就不能给他们饭食里加点料, 让他们倒头都顺, 然后咱们挑一两个带上马车审讯。 这个, 他们就算是暗中有人, 怕是也察觉不到吧? 这个主意可以, 到时候让咱们的五百精兵围成一圈, 让他们睡在圈里面, 外面他们就算是有人, 也察觉不到圈里的事。 那些商户中会不会有他们的人? 赵爽有点不安, 心中存了精仪, 看什么都风声鹤唳。 肖家远看向赵爽, 目光温柔, 声音也放软和。 没事, 别怕, 我来安排, 到时候我带人过来。 你们这辆马车宽敞, 审讯就在这里, 你们照顾好欢欢。 嗯, 你放心。 赵爽冲肖家远笑笑。 注意安全。 风流浪子肖家远, 难得的脸上带了一丝红韵。 不自然地挠了挠后脑勺, 转头离开。 刚走两步, 和回来的顾恒迎上。 顾恒让肖家远 撞得一个亮枪, 朝后退了两步, 没站稳, 扑通跌到地上, 摔了个屁股蹲。 一面吻扎吻打, 慢慢爬起来, 一面碎碎念。 哎呦, 我的亲娘哎, 三公子, 长了一双桃花眼, 多少也用它看看人呢。 我虽然小, 但好歹也是个九岁的娃了, 是我们大哥, 一堆就在你跟前。 你知道人撞人, 把人撞死的可能性 有多大吗? 我的天哪, 撞一下就很有可能 直接撞到心口, 撞到心口就很可能 一下撞得我心脏坏掉, 然后咔咩一下死了。 而且我没站稳摔挡, 这里面会死人的可能性 那就更大了去了。 万一我屁股底下有石头, 这不就撞坏了我的尾椎骨? 万一我没做完脑袋着地, 这不就撞了我的脑袋? 这都是会死人的。 刚刚还因为得到心上人 叮嘱, 而心里美滋滋的 萧三公子, 此时一脸的 无语看着顾衡。 这九岁的孩子 怎么就怕死怕到这一步? 等顾衡缓慢而又保证 绝不会摔倒地 爬起来之后, 萧家远看到顾衡衣袍上的 一小片水渍。 这是怎么弄的? 这附近没有水, 煮饭用的水就在锅具旁边, 他确定顾衡并没有 去锅具那边。 顾衡低头看了一眼, 在自己的衣袍下角 看到一片水渍, 然后朝萧家远 呲牙笑。 那边有个小土包, 小土包后面有个小水池, 小水池里有鱼呢, 我过去玩弄的。 萧家远听了个大睁眼。 鱼? 这地方能有鱼? 草都快被难民吃光了, 还能有鱼? 真有呢, 要不你问长乐哥。 长乐跟着顾衡 一起过去的, 立刻点头。 啊, 的确是有个小水池, 那水池不大, 差不多, 也就是咱们王妃那辆马车的大小, 里面的确是有鱼, 那鱼啊, 个头还不小呢。 不过这东西出现的奇怪, 我没敢落。 萧家远忽疑地盯着顾衡。 是够奇怪的, 你怎么看? 三公子啊, 你, 二十多, 我, 九岁, 你问我, 合适吗? 合适啊? 呃, 那你要是这么说, 我就说说, 那土包离这里不算太近, 而且黑灯瞎火的, 如果不专门往那边走, 是注意不到的。 这么一群难民还有土匪, 他们怎么可能让这地方就活着能吃的东西呢? 只有两种解释, 第一, 那东西真能吃, 可能人家压根没觉得咱们这些人能活着度过今夜, 那些鱼是他们给自己准备的。 第二, 那东西不能吃, 给咱们准备的, 让咱们发现了, 然后吃了, 然后中招。 不过, 后者的可能性会小点, 因为他们不保证咱们会去那土包那边, 除非有人专门引路。 正说话, 小子从旁边过来。 爷, 刚刚那位乾州城万龙药堂的伙计说, 他们还有一些老弱幼小的家眷被土匪扣押在土匪窝, 问能不能帮忙救一下? 引路的来了。 小家远看了顾恒一眼, 顾恒笑了一下。 救呗, 让统计一下, 都谁家的老弱并幼在土匪窝呢? 这年头, 土匪真是人性化, 留着青壮年养着老并幼, 你说他是为了拿老病药当把柄, 想要威胁青壮年给他卖命吧? 但你们看, 这些难民中也有五六岁的孩子呢, 也有上了年岁的老人呢, 这些怎么算呢? 是这些人的家里没有青壮年, 所以他们就得亲自上阵, 可这种的有用吗? 没有杀伤力, 还得给口饭吃。 他望着不远处的人群, 在火光下, 有个六七岁的小男孩, 将一个模样辨不清年纪, 但行动有点不自如的老人, 搀扶着往火堆的地方靠近了点, 扶着老人坐下。 这种人, 留着的目的呢? 顾恒撵着手指。 去统计登记吧, 告诉大家医生, 提防青壮年的同时, 也要提防那些看上去毫无杀伤力的孩子和老人。 顾恒以前吃过类似的亏, 大亏。 他看这些孩子和老人的目光, 可能天生带了点阴暗, 和正常人的目光并不相同。 小子得了他的话, 看了萧家远一眼, 见萧家远点头答应, 便二话没说, 转身去办。 不过虚语, 小子拿了名单过来。 土匪窝里有这些人的家具, 他们都不太放心家里人, 想要跟着一起过去营救。 萧家远接了名单, 粗略扫了一眼, 约摸五十几个人。 他转头朝难民营看, 正好有五十几个青壮年汉子, 一脸急切的目光落向这边。 顾恒立在萧家远一侧。 这五十几个人都带去, 临走一人送一碗热酒, 我去和我姐要个要碗。 顾恒的意思, 萧家远自然明白, 将手中的名单递给小子。 按照顾恒说的办。 为了以防万一, 顾恒从京都出来之前, 和赵爽一起做了不少的药丸, 其中一种便是化在水中无色无味, 但一刻钟后能让人气力全无。 顾恒要了三颗交给小子。 我们世子爷体谅大家的难处, 你们放心, 你们的家眷我们一定给你们救出来。 今儿夜深了, 咱们明儿天一亮就出发去救人。 小子按照顾恒交给他的话述, 满目诚恳, 吵闹五十几个汉子说完。 那几个汉子立刻摇头, 憨厚又焦躁。 能不能今天夜里就去啊, 我们也知道麻烦, 但是土匪没有人性的, 就怕这边的事情惊动了他们。 他们拿我们家人泄愤, 越早去, 越能把人救出来。 去得晚了, 怕是来不及啊。 那前周城药堂里的小伙计红着眼, 抹了一把泪, 哽咽难耐。 我求求你们了, 我媳妇还怀着身孕, 怕是熬不住啊, 万一土匪要, 要。 他说不下去, 普通给小子跪下, 砰砰磕头。 要是之前, 小子一颗心都难受麻了, 但是刚刚得了顾恒几句提点, 小子多了个心眼。 这年头, 土匪还得给你养活怀孕的媳妇。 这灾荒年月, 你们在遇见土匪之前, 你媳妇竟然还熬得住。 他多了个心眼, 但却一脸心疼。 你, 你先别磕头, 我再去问我世子爷和王妃。 你们别急啊, 王妃心善, 一定会帮你们的。 小子假模假样的回了马车旁, 和顾罗聊了两句, 又折返回去, 脸上挂了笑, 抬手一挥。 王妃说了, 你们记挂家人, 王妃同样也记挂你们的家人, 咱们现在就出发, 夜深天寒。 王妃赏大家每人一碗酒, 咱们喝了酒, 暖了身, 立刻就走。 那五十几个汉子立刻欢呼起来, 药店的小伙计一脸担忧。 我们已经好久没有吃过饱饭了, 刚刚分了一碗粥吃了, 现在喝酒会不会伤神? 这酒要不等回来再喝, 当是庆功酒。 他这么一说, 刚刚还欢呼的人跟着也改了口, 一致提议, 把人救回来再喝, 现在先去救人。 行, 那就不喝酒, 咱们要去赶路救人, 你们又饿了好多天, 那就, 一人再发一个白面饼, 咱们吃了出发。 这下没有人有异议, 小子招呼人, 一人给他们发了个面饼, 拿了面饼, 饿了许多天的人, 立刻狼吞虎咽的吃香。 小子瞧着他们都吃完了, 带了一百精兵, 领着这五十人出发。 你们记得路线吗? 骑在马上, 小子问, 那药堂的小伙计立刻道, 认识的, 前面有个土包, 翻顾土包一直往前走就能到, 土匪们都藏在山上, 他们的存粮可多了, 到时候咱们这么多人, 正好把土匪的存粮都搬了。 他这么一说, 众人跟着负义。 那是什么? 一行人正走着, 呼得一人猛地朝前跑了两步。 月色下, 前面有一片波光灵灵的地方, 那人撒腿跑到那波光之处, 嗓音都颤抖了, 人扑通跪下。 是鱼, 这里有鱼, 鱼。 他突然癫狂大喊, 惹得队伍里其他五十几个人, 也飞快地跑过去。 鱼, 真的是鱼, 老天爷显灵了, 老天爷显灵了。 那五十几个人噼里啪啦都跪下, 朝着鱼塘就磕头。 在小子的示意下, 那一百精兵没动, 安静地站在小子身后。 药堂的小伙计磕了三个头, 在同伴还在亢奋激动的时候, 他冲到小子跟前, 满面狂喜。 我们在这里一直供奉青阳龙君, 据说每到灾荒年月, 青阳龙君就会喷洒龙溪, 龙溪汇聚, 成池塘, 塘中养鱼, 那鱼啊, 就是给灾民救命的东西, 这是青阳龙君显灵了呀, 在这之前, 这一片墨说是鱼, 就是草根子, 能吃的都被我们给挖光了, 现在却突然出现了鱼, 可见天降祥瑞, 之前你们不是说, 这里是安博王的封地吗? 一定是青阳龙君, 为了欢迎安博王, 特意喷洒龙溪, 希望安博王能取代前周城 现在的官老爷, 造福百姓, 这是祥瑞呀, 安博王是我们的希望呀。 有他这一通说, 后面那些磕头败鱼堂的 立刻跟着喊, 安博王祥瑞, 安博王祥瑞, 你有盼头了, 咱们有盼头了, 小子杨做什么都不知, 一脸正轻, 错愕地看看鱼堂, 又看向那小伙计, 那这该如何是好? 既是天降祥瑞, 特意为迎接安博王, 自然是物尽其用, 把鱼打捞上来, 给大家分食了, 这是龙溪所致的鱼, 吃了肯定能生强体壮的。 我, 我怎么有点头鱼? 我, 我也, 我也是啊, 我也头鱼。 刚刚还在亢奋呼喊的人, 瞬间就跟下饺子似的, 一个个察觉不对劲, 挣扎得就要起身, 连目光都凶狠起来, 却没来得及站起来呢, 人就扑通地跌倒在地, 人事不行。 小伙计就站在小子马前, 头于目眩袭上一瞬, 他一双原本温和憨厚的眼睛, 瞬间蹦射了残忍凶悍的光, 趁着自己还未倒下, 他没有任何反抗, 也没有任何动作逃, 几乎要用全部的力量去摸腰间。 动作又快又准, 眨眼手里拿了一枚小号榴弹。 小子嘴角带着冷笑, 在他摸出那枚榴弹的同时, 手中鞭子一抽, 不轻不重, 却足够将那榴弹 从他已经虚软无力的手中卷出。 想要爆馅? 那小伙计眼见榴弹被卷, 下意识要强, 那神情就跟母亲被夺走了孩子似的, 只可惜, 要效作用, 他只向前一步, 人就栽倒在地上。 在他倒地的同时, 小子坐在高头大马上。 天将祥瑞, 咱们先把这些鱼捞上来给王妃送回去, 这鱼是你们的家人, 等送完鱼咱们再去救。 来, 装完鱼, 装完鱼, 将这鱼汤填了。 派了两人回大部队拿筐, 鱼下的人下水捞鱼, 这么点个鱼汤, 自然用不上一百精兵捞鱼, 捞鱼只用了十人, 鱼下的人将鱼汤围了个水系不通, 小子下马亲自搜身。 所谓的难民一个个身体精健, 虽然瘦的皮包骨, 但摸得出都是习武之人, 只不过体格被破烂的衣衫遮挡, 又是夜里猛地一瞧, 看不真切而已。 还真是有问题。 一圈搜身之后, 在这些人身上没搜到什么东西, 小子下令将这些人剥光了, 全都丢到水塘里, 将水塘用土填满, 只留下那腰间藏了榴弹打算报信的小伙计。 这个约莫是个小头目, 刚刚那些人都是在听他的话行事。 大筐取来, 将这小伙计丢到筐中, 上面盖了几条抓上来的鱼。 刚刚脱下来的那些难民衣服, 被几个西山大营的兵换了, 也没全换, 大概换了二三十个人, 散散乱乱地穿插在当兵的当中。 远远的一眼看过来, 乌泱泱的一片人, 根本不会发现问题。 折返大部队, 小子将人交给了萧家远。 萧家远二话没说, 直接把人带上了顾洛的那辆马车。 顾洛给他吃了解药, 等人清醒过来, 萧家远当着顾洛的面审讯。 那伙计嘴巴硬, 但扛不住萧家远手段强, 再加上顾恒时不时地提个主意。 但凡顾恒提出来的, 那审讯手段就会变得格外地令人难熬。 明明连血都没剑, 就是让人难受得像是骨折精断。 没坚持半可终, 那小伙计就招了。 我们都是南昭国的死士, 从小被培养, 等长大一点, 就被送到乾州附近的村镇上。 有的在城里做了伙计, 有的做了富商, 有的在村子里做了普通百姓。 顾恒和萧家远听得心惊肉跳, 乾州是西北这边最大的府城, 现在这乾州境内竟然都是南昭国的死士混进来的百姓。 萧家远咬牙。 你们什么时候就来了? 我是十七的时候来的, 来了就在药堂做了伙计, 我做死士的时候学了乾州土画, 还学了一点医术, 家主培养我就是按照药堂伙计或者药堂大夫来培养的, 已经来了有五年。 在你之前你知道的, 来得久一点的是多久? 外面那个六十多的大爷, 他是从二十多就来了, 来了有三十多年。 原本他们那一批来的人更多, 只是听说当年萧家军来过一次乾州, 当时发现了不少问题, 抓了很多, 剩下的就他一个了。 三十多年前, 南兆国就专门培养了一批细作, 分门别类地送到乾州来, 难怪说乾州是本朝最乱的地界, 有这么一批精心培养的细作, 能不乱吗? 他提到萧家军令萧家远气息微颤。 你们的任务是什么? 以前的任务, 就是保证乾州能让更多的南兆人来做生意, 近期的任务, 就是趁着西北动乱, 彻底搅混这潭水。 另外, 将朝廷派下来正在的安博王活捉。 这话一出, 孤洛只觉得凭空遭当头一棒, 瞬间连血气都凝制了。 顾恒立刻抓了孤洛的手, 捏了捏, 赶在萧家远还震惊地没反应过来前, 顾恒开口。 你们抓了安博王? 竹口抓的, 他现在在哪儿? 虽然只有九岁, 但是审问时的那种气场, 让人觉得极其的压迫。 小伙计忍不住打了个哆嗦。 就, 就和今天差不多, 我们假装是被土匪驱使的难民, 安博王降服了土匪救下我们, 只不过我们提议, 去饮酒家中老弱病残, 被安博王拒绝了, 他说要先去乾州城, 他不肯跟我们走, 我们自然要另想办法。 我们这些人, 小的只有五六岁, 当时我们就派了个孩子过去找他, 说是求情, 想要再吃一碗饭, 趁着安博王不注意, 那孩子直接拔了刀, 刀上催了货麻的叶汁, 沾了皮肤就会渗进血液。 肿招的人不会立刻死, 但是会全身麻痹不能动弹, 因为那孩子才六岁, 所以当时得手比较容易。 顾恒听着这话, 一些久远的令人几倍生寒毛骨悚然的 记忆披头盖脸的兜懒, 他捏着顾落的手, 手指忍不住地颤, 眼中喷射的怒火完全不是他一个九岁的孩子 能表现出来的, 那种血海深仇, 令人望而生畏。 顾恒盯着那小伙计, 安博王跟前的其他人就没有反抗。 反抗了, 但是当时一下过去了三四个孩子, 那几个孩子手里都有刀, 当时安博王跟前一共就十几个人, 这三四个孩子都是习武的, 功夫都不低, 几乎人人得手, 尤其安博王自己也中招, 他们一得手, 我们立刻就蜂拥而上, 很容易控制的。 哪像今天, 竟然折了? 小伙计眼中带着布干, 咕噜看着他, 人呢? 抓了之后人呢? 送到前州城了, 我们只负责抓, 之后具体如何, 与我们无关。 什么时候的事? 肖家远拳头几乎要捏碎。 一个月前? 顾恒看着这伙计, 眼底带着愤怒, 但面上的冷静却是维持得很稳。 送去前州城? 谁接应的? 我们南兆, 在前州城的富商, 徐明东, 徐大老爷。 但是徐大老爷如何处置安博王, 我就不知道了。 对我们下手, 解释徐明东吩咐你们的。 顾恒跟着问, 中间连缓口气的功夫都不给他。 不是。 说完人顿了一下, 顾恒扬眉, 冷笑看他。 小伙计之前是扛不住刑讯招供了, 但是不代表他会把全部都招了, 可没想到既然会中了一个乳秀未干的臭小子的审讯圈套, 脸上带了点懊恼。 不说? 那我还有九千九百九十九种方法让你开口? 夜还长, 慢慢摸, 反正我一个孩子也没什么事做。 顾恒说着话, 不知从哪摸出一把匕首, 那匕首的刀锋利无比。 顾恒将那伙计手抓了过来, 顺着手背上露出的青筋挑了一下。 滴血? 好玩不? 小伙计只觉得他是个变态, 不然他怎么会被一个九岁的孩子的眼神吓得有种要失禁的感觉。 小伙计吞咽了一下口水。 这次的任务是乾州城支府杜大人的命令。 杜大人也能控制你们这些南兆的死士, 他知道你们是南兆国的人。 杜大人在乾州做了二十年的支府。 这言外之意, 杜大人早就和南兆那边沆瀣一气, 是南兆出力才能保住杜大人这支府的位置, 二十年不换人。 这也就意味着, 南兆国在朝中人事变动方面也有人脉。 当今皇上昏溃无能, 所有的心眼全都用在了维持那虚假的体面上, 以至于让敌方渗透到这种地步。 萧家远听着这小伙计的话, 再想到前太子的死, 萧家军的死, 那些还处在水深火热中的难民, 只恨不得咬死现如今那坐在龙椅上的老东西。 顾恒情绪没受到太多的影响, 或者受到了, 但他克制住了, 依旧语气沉稳的问话。 那杜知府给你们的任务是活捉我们? 小伙计摇头。 不是, 是就地处死。 顾恒可是安博王妃, 这乾州可是安博王的封地, 现在一个知府竟然要处死这封地的主人, 谁给他这般狂妄的勇气? 可你们现在计划失败了, 杜知府会如何? 杜知府的计划分两种, 一种, 我们在半路就处死你们, 另一种, 如果前一计不成, 那就跟着你们去乾州城, 到时候杜知府带着乾州的官员出来迎接的时候, 当众宣布你们是假的, 然后我们和他们里应外合夹击你们。 这种情况下他们必死无疑。 除了流淡报信以外, 你们还有什么报信的途径? 或者说, 他如何监视你们的行动? 没有, 我们不需要监视, 我们是南兆国最忠诚的死士。 说及此, 他自己先善善地摸了摸鼻尖, 最忠诚的死士, 现在把自己知道的那些事吐了个干干净净。 外面这些, 全都是死士吗? 孤落到现在都觉得难以置信, 穿越之前, 他也在网上看过什么敌方渗透啊什么的, 不过当时只觉得扯, 应该就是阴谋论的自我愉悦。 可现在事实摆在眼前, 渗透竟然能渗透到这种地步, 再有十几几十年, 哪怕是整个乾州城都是南兆的人, 到时候还打什么, 人家直接开门欢迎南兆的将士, 说不定还要给本朝来此作战 妄图保护边境的将士来一个关门打狗。 小伙计点头, 全都是, 真正的难民, 逃窜的逃窜, 饿死的饿死。 真正的难民他们绝不会收容, 收容了也只会浪费粮食, 说不定还会因为意识不察, 坏了大事。 在乾州城里, 现在的百姓也都是你们南兆国的死士吗? 不全是, 但就算不是, 也有和我们结成殷亲的, 有和我们处成朋友的, 和我们生意往来的, 也有在我们学堂读书的。 就算不是南兆国的死士, 现在哪怕朝廷指出那些人, 是南兆国的戏作, 城中百姓也不会相信, 哪怕相信, 怕也是要维护的。 戏作什么的, 对他们而言太遥远, 他们只知道这些人是他们的亲人, 是他们的朋友, 是他们的良师义友, 合作伙伴, 这肾头, 可真够成功的。 至于现在这些细作, 他们只是别人养在手里的一把刀, 决策者的事, 他们知道的不多, 能问的基本都问了出来, 顾洛给小伙计灌了一颗药碗, 让他浑身绵软乏力, 被小子带了出去。 马车里只剩下顾洛赵爽, 萧家远, 顾衡和一个睡着的玉欢。 这次多亏了顾小恒, 要不是他出去溜达, 正好遇上那滩水塘, 咱们那没准也中击了。 赵爽想要伸手揉一把顾衡的脑袋, 但是想到刚刚小孩审讯时候的那股气势, 颤了颤指尖, 没伸出手。 咕噜看了顾衡一眼, 他可不觉得, 他弟是意外溜达遇到了那水塘, 反正他地板, 玄乎得很。 萧家远接了赵爽的话。 对, 这次得给顾小恒寄一个大功。 得知玉焰是被乾州城里的徐大老爷抓了, 萧家远这心里既松一口气, 又崩一根弦。 松一口气是终于有了玉焰的消息, 而且近在咫尺, 崩一根弦是怕他有个三长两短。 顾衡约摸猜出萧家远的心思, 又担心他姐。 小小的人坐在那儿, 一本正经的开口。 我估计小王爷没事, 一来, 朝廷并没有什么机密, 是小王爷知道, 别人不知道的。 对方抓了小王爷, 未必是想要严刑逼供得到点什么。 二来, 当时抓他的时候, 叫的是活口, 轮到咱们就是就地处决, 这当中可见区别。 三来, 当时金柔郡主可是说过一些莫名其妙的话, 现在想想都是对得上。 顾衡分析得有理有据, 萧家远和顾洛的脸色都略略缓和了一点。 一想到两个大人还得靠个孩子开紧, 他俩相视一眼, 萧家远扯了嘴角笑。 之后怎么办啊, 顾小恒有什么建议? 顾衡瞪大眼, 萧手指反手指了自己。 问我, 你是萧家军后人, 我是萧家军后人啊, 你是北京王府世子爷, 还是我是北京王府世子爷? 我, 几个来自庄子上的九岁小男孩, 从小没爹没娘, 姐姐还不靠我, 你问我。 九岁小男孩, 那你刚刚审讯人家的时候, 可不像是九岁小男孩哦。 顾衡一脸无语。 那我能怎么办呢, 你们大人都不说话, 那我总不能真由气氛冷掉吧。 听着你还是一副被逼上梁山的意思。 伸手在顾衡脑门戳了一下, 知道他现在是肯定不会说什么了, 也没再继续勉强他。 快去睡会儿吧, 九岁的小男孩, 大半夜的, 熬夜呢。 顾衡当作听不出顾洛语气里的言语, 十分认真地点头。 真是的呢。 说完转头, 缓慢地躺在了玉欢一侧, 小眼睛一闭, 睡了, 看得肖家远一愣一愣的。 这就睡了? 他要打算说点什么, 根本不用你问, 自己就直接说了。 就那鱼塘也不是咱们让他去的, 那不就是他自个儿去的? 他要不准备说什么, 你问死他也不会说的, 咱们商量吧。 肖家远挠挠头。 神人。 没了九岁小男孩的参与, 肖家远一个二十多岁的人, 硬是觉得这商议缺了灵魂。 靠, 我是有什么大病吗? 对一个九岁小男孩竟然生出了心理一恋, 而且这种一恋, 就跟儿子一恋爹似的。 尽管他没感受过有爹的滋味, 但是玉焰时常给他当爹, 反正他一恋顾恒就跟一恋玉焰似的。 我他喵得在想些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肖家远挫了把脸, 收了神, 迎上对面顾洛和赵爽整整齐齐四肢充满迷茫的眼。 肖家远咳了一声, 忽略尴尬, 直奔主题。 呃, 按照那位杜知府的计划, 今儿除不掉咱们, 明儿要是咱们的队伍浩浩荡荡直接去了乾州城, 如果到时候这些假扮难民的细作不跟着咱们, 他肯定会另外想办法再对付咱们, 与其这样, 不如就带着这些人。 可是带着这些人, 他们都是细作, 都有功夫, 这么多人, 两千号呢, 再加上乾州城里的, 咱们肯定应付不来呀。 肖家远看向顾洛。 这就看王妃的本事了。 顾洛给那些人饼里放的药粉, 都能让人刚刚吃完无碍。 离开大部队, 小半刻钟才药效发作, 这药粉今儿能用, 明儿一样能用。 可以, 那就明天正常出发, 在距离乾州城还有一刻钟远近的时候停下来吃饭, 到时候杜大人要和这些难民合力夹击咱们, 等他们夹击开始, 药效起作用, 这样咱们就能说, 这些难民是被杜大人的人打死的。 如今西北闹灾荒, 乾州城城门封闭, 不许难民进入, 本来就引起了民愤, 到时候再传出他打死难民的消息, 会更加引人愤怒。 乾州城已经被南兆国渗透, 但是别的地方, 百姓还是咱们的百姓, 咱们就有了一个除掉杜大人的名正言顺的理由, 只要这些人一死, 立刻打出安博王府惩治坚定的旗号, 争取明日在乾州城门口, 直接把这个姓杜的给杀了。 也不用抓, 不用审, 左右整个乾州城已经是官商一体, 上下一脉, 审问没有意义, 直接杀。 顾洛说得干脆利索, 那股狠劲和狠劲之余带出来隐约的漫不经心, 倒是和欲言如出一辙, 肖家远毫无疑意, 这事就这么定。 因着知道这些人都是细作, 一夜小红小绿小粉小紫, 以及长鸣长乐谁都没敢睡, 一日一早, 大部队开拔直奔乾州城。 我们不等他们了吗? 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被一个小孩扶着, 颤颤巍巍走到肖家远的马前, 一脸的担忧。 大老爷, 咱们人还不齐呢。 肖家远居高临下看着他, 看着他身边的小孩, 心里说不上的滋味。 就在一个月前, 欲言救了这些灾民, 却被这无辜的小孩直接给了一刀。 黏了一下手指, 肖家远笑道。 哼, 他们走之前已经得了吩咐, 救了人直接往乾州城赶, 和咱们会合, 咱们不用原地等他们的。 早一日到了乾州城, 早一日送大家回家。 他如实说, 那老头便没别的可说了, 只叹了口气, 任由那小孩扶着他回了满民堆。 走吧, 咱们趁早赶路, 争取在天黑之前, 让大家都进城。 进了城, 有家的回家, 没家的, 咱们安博王府负责安顿大家。 肖家远画了个饼, 一群难民发出欢呼, 大部队开拔。 乾州城, 城门上, 知府杜静生, 眯着眼睛, 望着远方浩浩荡荡而来的队伍, 吃笑。 命还真大呀, 竟然没死。 他旁边立着乾州大富商, 徐明东。 徐明东是个矮胖子, 一说话串三串, 脸上的肉跟着颤动。 明大有什么打紧, 还不是要按照杜大人的安排乖乖去送死? 只可恨让安博王跑了, 不然今儿正好送他们一家子一起上天。 提起那跑了的安博王, 徐明东就恨得咬牙切齿, 原以为他抓回一个安博王, 能以此作为讨好京都的那一位, 换点实惠的福利呢。 结果他刚刚给京都的那位送了消息过去, 说安博王被活捉了, 转头安博王就跑了。 现在京都的那位催着要人, 他拿什么给? 只能左右拖延, 命人四处寻找。 徐明东眯着眼睛, 望着渐渐靠近过来的大部队。 听说安博王妃是个大美人啊, 杜大人真就忍心直接把人杀了, 曝尸荒野? 这不是暴殿天物吗? 咱们乾州城的歌姬里, 可没有安博王妃那样的美人。 杜大人看了一眼, 心里暗骂。 这南兆老贼色迷心窍, 上不了台面。 美是美啊, 只怕你我无福消瘦。 杀了干净, 死人不会生事。 至于美人嘛, 美人各有千秋, 再美时间久了也腻味。 徐明东想要留一个活口, 说不定就能利用这安博王妃当椅子, 把那逃了的安博王再逮回来呢。 只是他给京都那位送过去, 京都那位必定帮他谋个一官半职, 他做商人可做够了, 商人再富有, 见了官也得客气三分。 两人各存心思说着话, 杜静生忽得眼睛一眯, 手撑着城墙身子朝外叹了一点, 仔细盯着靠近的大部队。 他们怎么停下了? 徐明东摸着自己的大肚子, 或许是安博王妃想靠着那些难民 帮他拿下你这位知府的。 城门当前, 人家不得做做动员。 杜静生一脸蹊跷, 真是痴人说梦, 连安博王我都能活捉回来, 他一个女人想跟我较量, 不知死活, 且让他做会梦了。 圣旨到, 乾州之府杜静生, 出城接旨。 安博王府奉命授封乾州城, 请乾州之府率乾州城百官, 出城迎接。 长明策马, 手中拿着明皇的圣旨, 一路靠近乾州城大门, 一路放声喊话。 城墙上杜静生一脸吃了苍蝇的表情, 仿佛听错了似的。 他喊什么? 还让本官出城迎接? 他不知道他们快死了吗? 徐明东之所以讨好京都内围, 就是眼馋这当官的能摆开的架势, 就比如眼前这安博王妃, 明明一路担惊受怕地赶来这乾州城, 到了城墙下, 却还能抖一抖王妃的威风, 这可不是富商能享受的。 眼底带着促侠的笑, 徐明东朝杜静生道, 人家要求的也没错, 你一个知府, 人家可是安博王妃, 这乾州城是人家安博王府的封地, 人家才是真正的城主, 城主来了, 难道你不去迎接? 人家手里还有圣旨呢? 杜静生冷笑, 眼中带着残忍又不屑。 本官马上就宣布它是个冒牌货。 宣布冒牌货? 你得验得了货才能宣布不是, 现在人家停在百上知远的地方, 你就直接宣布。 你, 在幸灾乐货? 杜静生皱眉看着徐明东, 徐明东对上杜静生不悦的表情, 放声笑起来。 哈哈哈哈, 草明可不敢。 说着不敢, 语气里全然是承认。 然而杜静生却拿徐明东无法, 他能坐稳乾州城的支府位置, 全靠南兆那边的扶持, 他得罪不起。 长明一路喊话, 马儿停在了乾州城城门下, 城门紧闭, 只留了旁边的脚门。 长明坐在高头大马上, 一通怒喝, 放肆! 安伯王妃已抵达乾州城门外, 尔等竟然还敢大门紧闭, 想要造反不成。 这乾州城是安伯王府的封地, 安伯王府就是这乾州城的城主, 回了自己家, 竟然家门被关。 你们想要做什么? 让杜静生滚出来迎接! 长明说得蛮横, 然而里面看门的门位 得了杜静生的吩咐, 压根儿不理他, 眼皮都没心一想。 长明嘴角扬着杀气, 怒喝声落下, 一手搭了后背背着的弓箭, 瞄准了那看门人, 便一箭射过去。 随着羞的一声, 利箭刺破空气, 不等那开门人反应, 他已经没心中箭, 气绝身亡。 旁边其他看门人, 眼见如此, 顿时惊慌, 唯恐自己也被杀, 赶紧将那唯一开着的脚门都关了, 长明坐在马背上。 浅州城要造反不成, 王妃驾到不说迎接, 竟然大门紧闭, 你们真当是天高皇帝远, 这里你就能称王称霸了。 杜静生你听着, 我数三个数, 你若是率百官出来迎接王妃, 咱们姑且饶你大不敬的罪, 你若是一意孤行, 那可就别怪咱们, 调了西北的守军, 来围攻你这叛贼。 夕! 长明长年跟着玉燕做事, 气势足得很, 上面杜静生原本还稳得住, 可以听对方要调西北守军, 顿时心下慌了一下, 西北的确是有守军, 而且距离前州城, 也的确是不算特别远, 如果安博王妃真有调遣西北守军的令牌, 不, 都不需要令牌, 谁不想来前州城, 飞一杯羹呢, 西北守军没准还会上赶着来。 哈尔! 杜静生原本打算对底下的话, 完全不予理会, 他直接派城中卫军出去, 和外面的难民里外夹击, 直接将安博王府那些人全都拿下, 可安博王府的大部队, 停的位置距离城门口这样远, 一来他的确无法直接宣称那王妃是假的, 二来, 对方停在那个位置, 会不会是有什么奸计? 三! 长明数完三个数, 不再废话, 转头就朝回折返, 在他跑回大部队之后, 杜静生眼睁睁看着一队足有百人的人马, 从大部队离开, 竞马飞驰, 直接朝东南而去, 那个方向正是直奔西北守军的地方, 而人群里, 那辆最为显眼的马车, 也有朝东南转头的驾驶, 跟在大部队中的难民们似乎在犹豫, 但是被身后的将士驱逐, 又没有得到城墙这边的回应, 不得已也朝东南而去, 杜大人还是去迎一迎吧, 不过是给对方一个面子, 你迎接完了, 正好宣布对方是假的, 何必为了一点颜面生出是非呀? 徐明东皮笑肉不笑, 仿佛眼前这一切和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杜静生的确是为了面子, 不愿意出去迎接。 凭什么? 我才是这浅州城的城主? 这安博王妃马上就要见阎王的人了, 凭什么说我的迎接? 可徐明东的一句话说得对, 没必要生是非, 这事得干脆利索地解决了, 顾落的马车才转头朝东南驶出两步, 背后忽然传来喊话声, 下官帅乾州城百姓, 迎接安博王妃来迟, 下官有罪。 杜静生打头, 身后带着穿了衙门官府的一片大大小小官员, 连走带跑, 朝着马车这边赶来。 王妃恕罪, 王妃恕罪, 下官正在衙门处处理公务, 并不知道王妃提前抵达乾州城, 是下官有罪, 还望王妃息怒。 杜静生一路说着话, 将姿态作足, 孤落的马车没有在座离开的驾驶, 等杜静生带着一众官员靠近, 孤落掀开车帘。 我安博王府, 奉命受封乾州城, 人都到了城门口了, 这圣旨都端出来了, 你那守门人却纹丝不动, 你莫要告诉我, 是他有眼无珠, 胆大包天了。 杜静生立在马车外不远处, 虚了口气正要作答, 身后忽然传来刀剑香底的争鸣声。 杜静生惊慌回头, 就看到他带出来的人已经和安博王府这边的人打起来了, 这他还没有说着安博王妃是假的, 还没有宣布开战拿下冒牌货, 怎么就打起来了呢? 不管杜静生多震惊, 反正事实就是, 他带出来的人除了那些衙门文官一脸惊慌呆若目击立在他一侧之外, 余下那些他准备用来厮杀安博王府的卫军们, 已经和安博王府的人交手, 而且那些他准备来里应外合的难民正成片地倒下, 杜静生心头顿时一个咯噔, 他可能中计了。 不好! 杜静生惊得一身冷汗就要往回撤, 然而脑子里的思绪还未整理好, 说出口的话还未说完, 忽然觉得脖梗一凉, 再然后他就眼睁睁地看到自己的脖子像个喷泉似的处在地上, 往处喷血, 让他只能在地面上抬眼看自己的脖子, 他被削了脑袋, 肖家远见起见落, 直接将杜静生的向上人头砍落。 潜州之府杜静生教唆城中卫军击杀安博王妃以及附近难民, 以下犯上妄图造反, 已经被论罪逐杀, 剩下的人一律脚枪不杀。 肖家远骑在他那匹枣红色的大马上, 说得气吞山河, 莫说跟着杜静生出来的一众官员, 让这突然的变故吓得愣住, 就是城墙上等着看戏的徐明东也一愣, 等反应过来杜静生已经死了, 徐明东肥胖的身躯一颤, 立刻招呼手下, 快, 快去把城门关上。 不等徐明东话音落下, 忽然一队竞马鸡驰而来, 正是之前离开大部队前往东南方向的那堆将士, 裹着一地黄沙, 策马直接冲入乾州城的城门, 将城门口附近的看门人, 以及准备冲过来关门的隶属于徐明东的, 打手全都镇住。 徐明东审时夺势, 立刻给自己人打了个手势, 让他们不要起冲突。 这安伯王妃分明是有备而来, 已经死了一个杜静生, 他可不能贸然莽撞。 肖家远眼见城门被控制, 一收目光, 看向跟前的一众官员。 杜静生以下犯上, 你们当中未必没有同谋, 来人, 拿下。 原本杜静生打的就是里应外合的算盘, 他出来的时候只带了二百卫军, 而且这些卫军的战斗力都一般, 对付平常百姓绰绰有余, 但对付安伯王府带来的精锐明显不够。 杜静生原来也只是打算依靠那些难民, 现在那些难民先一步倒下, 这二百卫军几下就被人下了刀剑。 小红小绿小粉小紫, 带人将他们以及那一起赶来的官员, 全都用绳子捆了, 穿蚂蚱似的穿成一串, 浩浩荡荡二三百人, 跟在安伯王府的队伍后面进了城。 前周城里有戏作, 但也有寻常百姓, 灾荒以来, 前周城大门紧闭, 一个难民都没有收容, 那些被挡在大门外的难民, 有一头撞死在城门上的, 有绝望离开不知生死的, 家人日日夜夜的惦念。 现在好容易听说安伯王府, 寿封前周城。 安伯王妃在来的路上, 救了好多难民, 一起带回来了。 那些家中有难民流落在外的, 都赶到了城门口。 没成想, 人没见到, 先得到了这样的恶好。 一群人围在城门口, 活要见人, 死要见尸, 徐明东疑惑地看向旁边的随从。 这些人怎么知道安伯王府带了难民过来。 安伯王府刚刚才抵达前周城门外, 之前城门紧闭, 他和杜静生也是站在城墙上才看到了队伍的抵达, 被封在城内的百姓到底怎么知道有难民一起来的。 徐明东身侧跟着的随从是他新收的, 或者换句话说, 这人是京都那位派来的, 帮他处理前周城这边的事务, 那随从长得一双勾魂射破的桃花眼, 若是放到富贵人家, 一定是位风流不羁的顽裤子。 现在就算是穿着一身小丝衣裳, 也丝毫不遮风度, 他陪笑立在一侧。 这安伯王妃明显是有备而来, 说不定在来之前就已经派人进了城。 这话徐明东想了想, 认了, 他眼中蓄着一股狠劲。 就算是进了前周城又如何, 杀了杜静生, 难道他就坐稳这城处的位置? 痴心妄想, 这前周城轮不到杜静生坐住, 更轮不到他。 现在安伯王府到底什么深浅咱们还不知道, 既然这王妃杀了杜静生, 成功进了城, 以小的看, 不如咱们去拜访一下, 一来呢, 咱们试探一下对方的虚实, 二来也看看城中其他势力的反应。 杜静生死了, 官府这边咱们失去了助力, 安伯王妃远道而来不足为惧, 就怕有人趁机对咱们下手啊。 这前周城, 明哲的势力就是以徐明东为代表的南赵商户, 以杜静生为代表的官府, 以赵金鹏为代表的当地地头蛇。 之前一直是徐明东和杜静生勾结在一起, 打压赵金鹏, 现在就不好说了, 徐明东摸了摸自己肥瘦的肚子。 行吧, 给他个面子, 去拜访一下, 你准备一点礼物, 不用多好。 正向徐明东准备了薄礼, 预计登门。 内想, 萧家远带着浩浩荡荡的队伍, 直接将马车驶到了乾州城府衙门口, 大小一众官员全都被抓了, 这府衙里有的也只是一些衙役。 很快府衙被安博王府的人占据, 同时, 小子带人包围了杜静生的宅院。 顾落带着安博王府的人, 进衙门后院安顿, 萧家远在前面处理难民家属前来认领尸体的事, 那些尸体基本都是被一刀毙命, 妖命点全是咽喉。 一排排陈列在衙门前, 家属哭得昏天黑地, 有人大骂杜静生不是人, 也有人疑惑杜静生带去的卫军怎么这么大的本事, 既然能把这么多难民全都杀了。 不过, 这质疑声很快被淹没, 因为带回难民的是安博王府, 人家既然把人带回来, 是不可能在城门口杀人的。 再说随着安博王府的队伍一起进城的那些商户们也说了, 路上安博王府的人是从土匪手里救下这些人的, 分了食物还帮忙去土匪窝救人呢, 那能杀人的就只有杜静生了。 顾落刚刚脱了繁琐沉重的宫装, 洗漱换了件家常的衣衫, 长明在门外回禀。 王妃, 徐明东来了, 潜州城的府衙后院, 安博王府带来的人, 很快就收整出了一间会客厅。 顾落略作收拾, 便带了顾衡前往。 潜州城里险向还生, 城里各种势力因为他们的破门而入, 会是何种反应, 需要有人盯着。 杜静生被杀, 那些被活捉的官员们, 需要有人盯着。 还要防着随时闹起来的暴动, 可用的人手都撒出去了, 顾落跟前现在就剩一个长明, 长明还得负责整个府衙的人员调度安排, 忙得脚不沾地。 挫子里拔将军, 他只能带了顾小恒。 不过他家顾小恒不是挫子, 说不准是个王诈呢。 顾落心里东想西想的, 尽量转移注意力, 让自己别那么紧张。 天地良心, 一个中医大夫, 为什么要面对这种局面? 深吸一口气, 顾落进了会客厅, 然后眉心紧紧一蹙。 徐明东原本坐在梨花木的椅子上喝茶, 见顾落进来, 忙起来行礼。 顾落眉心一蹙的瞬间, 却是目光越过徐明东, 直直落想站在徐明东椅子背后的那小丝身上。 他明明应该是看徐明东的, 但视线就是被站在那里, 动都没动的小丝吸引了。 再看到那小丝那张脸的一瞬, 顾落好像听到了咔嚓咔嚓的声音, 是心口一点点裂开的声音。 明明是两张完全不同的脸, 它就像是魔症了一样, 看到那张脸的一瞬, 脑子里只有两个字, 玉燕。 我是想它下魔症了吗? 左侧的胳膊忽然被顾恒用力捏了一下, 顾落回神, 迎上徐明东的笑脸, 指甲掐了一下指腹, 疼痛让顾落从那荒诞的异症里回神。 他朝徐明东略点头, 静止走向主位, 甩了衣袖坐下。 安博王妃该有的气场仪态, 他分毫不差。 玉燕不在, 他就是安博王府唯一的主人, 他不能丢了玉燕的气场。 坐定了, 顾落没开口, 一双眼睛也没再看到小丝, 只是似笑非笑看着徐明东。 徐明东一早就知道, 这安博王妃不过是个从小被养在庄子上, 没爹没娘的野丫头, 仗着几分美色, 被玉小王爷深更半夜, 从太医院抢回了府邸, 好像连正经的族谱都没上呢, 就不伦不类地成了安博王妃。 徐明东纵然来拜访, 心里也压根没把这位王妃当回事。 他拜访是来拜访那位北京王府的萧三公子的, 眼见孤落自己进来, 萧家园一点影子都没有, 徐明东便笑道, 草民是乾州城里的商户, 免归姓徐, 大家都叫我徐老爷。 他说着话, 看着顾落的反应, 这话算得上结结实实的大不敬了, 顾落笑了一下, 脸上带了点疑惑。 徐老爷, 倒是个好名字, 只是你都叫徐老爷了, 你爹得叫什么? 你这名字, 你爹娘平素叫的出口吗? 总觉得有点不大孝顺的样子。 顾恒听得出来, 这姓徐的在欺负他姐, 但万万没想到, 他姐角度这么凋寸, 扑得笑了一下。 徐明东的脸色就在顾恒这毫无遮掩的一声笑中, 僵了一下。 咕落顿了顿, 又道, 听说你是南昭人, 我倒是咕落寡闻了, 你们南昭那边, 家里给孩子取名都这么叫吗? 那你儿子叫什么? 我真有些好奇了。 顾落是真情实意一脸好奇等他解疑答获, 徐明东沉了脸。 王妃是在辱墨草民吗? 你既是在我钱州城做生意, 好歹也该学学我们的文字, 哪怕不识字呢, 多少也该听得懂话, 才不至于生意亏空。 你说大家都叫你徐老爷, 难道是我理解有错吗? 莫非你的名字不是叫这个? 若名字不叫这个, 你却这般自我介绍, 是想, 占我们安博王府的便宜吗? 我当时杜静生的死, 刺激了不少人, 让有的人学乖了呢, 没想到徐老爷登门是来羞辱我们安博王府了。 既然如此, 我们王府有我们王府的规矩, 主子犯错, 随从受罚。 来人! 顾落一声令响, 当即外面进来两个人, 曾经都是玉燕养在府里最中心的暗卫, 如今人手紧缺, 直接做了侍卫。 顾落嘴角带着漫不经心的笑, 去把徐老爷这位随从拉下去, 赏他五十大板再说。 徐明东顿时脸色大扁, 怒目直视顾落。 你敢! 然而顾落叫进来的人可不管他这怒目和威胁, 直接上前一把拽了那随从小丝, 就往外拖人。 徐老爷! 徐老爷! 那小丝被人拖醒, 一点狼狈惊慌都没有, 明知是去打板子, 依旧站着一副要去逛青楼的不招调的强调, 只是高喊了两声。 徐明东眼见顾落根本没理他的威胁, 唯恐这人真被打了板子, 这可是京都那位送来的人。 徐明东转头两步, 走到那小丝跟前, 想要一把将人从那两个侍卫手中夺过来, 然而那俩侍卫眼见顾落根本没有喊停的意思, 怎么会让他得手? 直接将那小丝网出一贯, 扔了外面院子里的地上去了。 徐明东急着就朝外走, 却是没走两步, 惠客厅的大门被那俩侍卫光当从外面关上了。 你要做什么? 我警告你, 别以为你是什么狗屁安波王妃, 就能在这里耍威风。 出去打听打听, 这乾州城到底是谁说了算, 也给脸不要脸。 我警告你, 脸早放了我的人, 否则我让你白天进来晚上铺市。 徐明东急得眼睛都红了, 顾落倒是意外。 一个小子居然能得徐明东这么大反应, 这小子到底是他什么人? 总不能是一对断袖吧? 明着是老爷和随从, 实际上是难道难唱。 不是顾落不能接受狗鸡, 只是他只能接受两个都十分帅的人搞鸡。 顾横眼见他姐思绪貌似神游到了九霄云外, 立刻一脸操心老父亲的表情, 从背后给了他姐一掌。 顾落顿是一个机灵回神, 然后后知后觉反应过来, 他让人把小丝带出去打板子, 分明是因为他怀疑那小丝是玉燕, 尽管一点证据也没有, 但是哪怕就是一点点心思泛起呢, 他也想试一试, 怎么思绪就跑偏城那般了? 白天进来, 晚上曝诗, 那徐老爷大约知道, 这衙门里的人现在都是我的, 我若晚上就要曝诗了。 你说我现在还留着你做什么, 留着你活着出去杀我吗? 徐明东原本是恐吓顾落, 他一介女流, 来的又是这形势极其复杂的钱州, 他就不相信, 顾落在来钱州之前, 没听说过钱州的混乱, 可现在, 瞧着顾落面上那份漫不经心, 徐明东忽然心头生出一丝慌张, 他铁青着脸看着顾落, 晴天白日你想做什么? 晴天白日的, 杜静生堂堂朝廷派遣的知府, 脑袋不也被削了吗? 你一个商户还是南兆的人, 难道觉得自己比杜静生面子大? 我不妨明知告诉你, 我这个人, 是血, 就爱吐藏。 徐明东让他说得浑身一颤, 隐约感觉顾落这话连威胁的意思都没有, 就简单地再做一个陈述, 他现在人在衙门, 就算是他有通天的本事, 顾落要真打算在这里弄死他, 他根本反抗不了, 嘴角轻颤, 徐明东攥了攥拳, 你是个大夫, 一成人心的! 那玩意儿我没有, 所以, 现在徐老爷是打算和我好好谈谈呢, 还是继续当老爷呢? 说话前, 外面传来噼里啪啦的板子声, 和撕心裂肺的惨叫声, 咕噜活像个变态。 好听吗? 我们做大夫的呢, 特别知道打在哪里打得更疼, 而且打完还让人看不出来挨了打, 就你这小丝, 我现在把他打个半死, 一会儿还给你的时候, 我能让你一点看不出他瘦过板子, 谁让我们大夫只有医者人心呢? 我们会得多着呢, 徐老爷。 这一刻, 徐明东深深感觉到, 自己这一趟来得太冒失了。 顾落刚刚刚说完, 不等徐明东反应, 紧闭的大门被推开, 长明从外面进来。 王妃, 西北君主帅来, 在外面求见。 徐明东结结实实一愣。 西北君统帅, 这里, 这来了? 徐明东惊疑不定地心思乱飞, 他回头看了长明一眼, 在门缝中, 外面打板子的声音越发明显, 他心惊肉疼又去看顾落, 顾落看了长明一眼, 款款起身。 你替我招待这位徐老爷。 长明一诺, 将门口让开, 顾落皮笑肉不笑地看了徐明东一眼。 徐老爷, 食食物者为俊杰, 不食食物的, 一般都死了。 徐明东想说, 西北君统帅怎么可能来, 你是不是在炸我? 但他嘴唇动了好几下, 都没说出口。 一来, 嗓子眼发紧, 二来, 顾落根本没给他说话的时间, 几步就出去了。 之前一直站在顾落一侧的那小孩倒是没走, 等顾落一出门, 那小孩冷笑。 徐明东, 远南赵国太子爷府上的得力管事, 后来太子爷登基, 徐管事就来了这乾州城, 调身一变成了乾州城的首富。 多年不见, 别来无恙啊。 顾恒话音出口, 别说徐明东惊呆了, 就是站在那边准备走过来的长明, 都惊得差点左脚扮了右脚, 给自己一跤摔死。 啥玩意儿? 多年不见, 别来无恙。 你一个九岁的, 你知道自己九岁吧? 常明震惊地看着顾恒, 九岁的顾恒眼睛微眯, 微薄的嘴唇勾勒着刚毅的线条, 明明不该出现在一个孩子面孔上的表情, 那种阴狠, 在顾恒面上, 这一刻淋漓尽致。 想活着从这道门出去? 二十二年前, 我们太子爷是怎么死的? 徐管事可还记得? 徐明东只觉得瞬间一股寒气, 从脚底板直接窜向天灵盖, 他寒得全身一个机灵, 瞒目惊恐看着面前这孩子。 你, 你是谁? 我是谁? 我是谁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知道我们太子爷是谁吗? 知道我们太子妃是谁吗? 知道江月英是谁吗? 知道江月红是谁吗? 知道苏守望是谁吗? 许管事贵人多忘事, 不过这些人, 许管事应该还记得吧? 毕竟, 许管事应该还记得, 苏守望是你一母同胞的亲哥哥吧。 常明听得人都麻了。 这一连串的名字都是谁啊? 等等, 江月英, 江月红, 江, 这江, 难道是陆姨娘口中的那位江嬷嬷? 猜测一起, 常明顿时眼角一颤。 苏守望是苏回的爹? 是这徐民东一母同胞的哥哥? 所以二十多年前那场大火, 到底发生过什么? 常明连经一顾恒为什么知道这些都来不及经意, 他一双眼直直盯着徐民东。 徐民东显然是让顾恒这些话吓得魂不附体, 冷汗珠子一颗一颗顺着脸颊往下流, 他朝后踉跌一步。 你是谁? 你是什么人? 你怎么会知道这些? 你到底是谁? 你…… 他气息不稳地问着, 只是问着问着, 忽然话音一停, 转身就朝外跑。 想躺? 常明甚至没有来得及上前去拦, 可没看清楚顾恒到底是怎么把鞋脱了的, 反正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 顾恒的鞋子已经砰了一下, 直接砸到了徐民东后脑勺了。 徐民东倒是没有被砸晕过去, 但是大概让他砸了个眼冒惊心。 他肥瘦的身体晃悠了两下, 膝下一软, 扑通, 跌跪下去, 顾恒一步一步靠近他。 这一刻的顾恒, 常明就一个感觉, 毒蛇。 他真的像一条蓄谋已久的毒蛇, 一点一点靠近自己的猎物。 你进了这道门就跑不出去了, 当年作恶, 让你逍遥二十多年, 已经是天道不公。 若再让你跑了, 我拿什么去见太子爷? 顾恒说着话, 人站到徐民东身后, 伸手一把钻了徐民东的衣领, 从背后勒住了他。 徐民东顿时脖梗一紧, 窒息赶披头盖脸而来, 他双手抓了自己的衣领, 想要挣脱开。 可顾恒九姿的小人力气不知道有多大, 他硬是一点都拽不开。 顾恒从会客厅一出来就看见, 外面宽板凳上一个人没有。 所谓的惨叫声, 不过就是旁边拿着板子的那侍卫, 自己扯着嗓子叫唤出来的。 而站在他旁边的人, 正是消失了几个月, 毫无音讯的长星。 看到长星的一瞬, 顾恒鼻子根一下就酸了起来, 明明是在出来之前就已经揣测了的, 可眼睁睁看着这个大活人, 他还是有点迈不开步了。 长星一见顾恒从里屋出来, 立刻上前做了个一, 压着声音。 我们回来了。 顾恒不记得自己是怎么从会客厅这边一路赶回正院的, 他只知道此刻立在正院门口, 看着院子里那个背影, 心跳得蓬蓬的, 要从嗓子眼蹦出来, 仿佛有所感应, 原本背对他的人猛地转身。 还是那一身小丝装束, 还是那一张陌生的脸, 但之前顾恒只是凭感觉, 疑惑这人是玉燕, 此时却是笃定了这人就是玉燕。 一个人能易容能改声音, 可改不掉他骨子里透出来的气息。 几个月不见, 不认得我了。 玉燕立在院中, 瞧着他朝思暮想了好几个月的人, 就那么傻愣愣地站在大门口, 嘴角扯起一抹笑, 心里又酸又胀, 他低垂的手指很轻地碾了一下, 展开双臂。 咕噜感觉自己就像一只花蝴蝶, 瞧见了花蜜, 扑上着翅膀就飞了过去。 一头撞进一个结实的怀抱, 眼泪瞬间就模糊了视线。 咕噜揪着玉燕胸口的那点点布料, 眼泪蜿蜒。 你怎么就不知道送个消息回来? 你怎么就不知道送个消息回来? 你知道我有多担心, 我有多, 多想你。 怀里的人头一次在他跟前哭得发颤, 玉燕活像个畜生一样, 一面紧紧估着人, 嘴唇在人家发顶轻轻地亲吻过。 多想我呀。 想到骨头都疼了。 顾洛仿佛是流浪多年的小兽, 猛地回到故土, 哭得委屈又汹涌, 生死力竭。 你走的时候, 明明说得好好的, 要时常送信回来, 你明明说得好好的, 你会保护我。 怎么一走就没了消息? 我做梦都梦见你脑袋被人打破了, 你知道我有多害怕, 你怎么就不给我送消息? 玉燕原本是见顾洛哭, 想要哄一哄, 说一两句过分的话, 若顾洛一个称怒, 转移调节一下心情, 这眼泪也就止住了, 拿成想, 得了这样一句, 得了这样一通, 原来, 爱得透心彻骨, 心真的是相通的。 顾洛想他想得骨头疼, 他在外面又何尝好受, 他知道顾洛的一通埋怨, 其实是念极了, 想极了, 他又何尝不是? 是我不好, 是我混蛋, 让你担心受怕了, 我给你赔罪, 好不好? 玉燕半曲着腿蹲在顾洛跟前, 给他擦脸上源源不断的泪珠子, 顾洛像是吃过大亏一般, 不论玉燕说什么, 做什么, 他抓着他胸前那点衣料, 就是不肯撒手, 仿佛一松, 梦醒了, 人没了, 又是哭作到天明, 玉燕知道, 这次是真的把他吓坏了, 他心疼又心胀了, 啊, 我脸上这个易容的皮好像有点问题, 扒着脸上当皮肉疼得厉害, 不知道里面是不是化浓了, 原本哭得不止的顾洛, 闻言顿了顿, 泪眼婆娑地看向玉燕的脸, 他咬着牙怯着吃, 我若是不寻个机会让你出来, 你是不是准备和寻命东来一趟就再走, 不肯跟我相认, 鱼燕捉了顾洛的手, 心口疼得不行, 哎哟, 祖宗, 我也想你啊, 日思夜想, 就算你认不出我, 我也不走, 我好容易见你了, 怎么舍得走啊, 咱们进屋说话好不好, 脸儿真的有点疼, 他半哄半强迫将人带回了屋, 刚刚在院子里还绅士的玉小王爷, 一进屋门, 反手将门一关, 顾洛还等不及朝前走两步, 就被人腾空抱了起来, 玉燕抱着顾洛大不留心直接进了里屋, 床榻上, 玉燕将顾洛小心放下, 他曲着手臂撑在顾洛一侧, 顾洛摸了摸玉燕的脸, 不是说话浓了吗, 还不赶紧取下来, 我等不及了, 说着话低头压了下去, 嘴唇即将压实的一瞬, 玉燕很轻地皱了一下眉, 握着顾洛肩膀的手, 紧了紧, 又松了松, 又紧了紧, 他拉开了距离, 就着俯身的姿势看着顾洛, 怎么瘦了这么多, 玉燕初见顾洛时, 是顾洛刚从安平伯府庄子上 来了京都的一场宴席上, 那时候那姑娘就受得可怜, 不过一双眼睛, 带着毫不遮掩热切的光盯着她, 当时她脑子里就四个字, 甜不知耻, 可后来相处得多了, 这甜不知耻四个字, 渐渐就变成了形容她自己, 夜深人静, 多少次她肖想顾洛, 她甜不知耻地肖想顾洛, 进了太医院之后的顾洛, 虽然忙碌, 但日子大约是比在安平伯府的时候, 好过了许多, 她渐渐长点肉, 有几分骨肉云亭的意思, 再后来进了安博王府, 更是被养得肤若宁痴, 可现在, 也就几个月的功夫, 这何止是消瘦了一点, 顾洛单薄的肩膀握在手里, 甚至有点割手, 声音一出, 哑得不成腔调, 鱼眼咳了一下, 清了清嗓子, 你都不吃饭吗, 被朝思暮想的男人压在身下, 被朝思暮想的男人急切地索吻, 结果, 嘴唇堪堪碰到的瞬间, 这人起身问他吃不吃饭, 顾洛人都傻了, 什么意思啊, 是嫌我瘦得厉害脱象了, 丑了, 金南军械, 端康王作乱, 萧家远被绑, 恭宴太子造反, 不光是因为思念, 欲言不在的那些日子, 京都没有一天是太平的, 顾洛过得思念成疾, 又担惊劫虑, 不数才怪, 但定下了封地是前周, 动身来前周之前, 顾洛是结结实实逼着自己好好吃饭的, 不为别的, 就为了路途遥远, 不能病倒, 可有些时候, 不是吃饭就能长肉, 更何况, 这样遥远的路途, 胖子也能颠瘦了, 顾洛看着欲言, 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开口, 欲言倒是自顾自地扯了一下嘴角, 反应过来可能是自己的话, 让顾洛想歪了, 自己是不是因为他瘦的脱象, 就对他的心思不一样了, 这不用解释, 还是用行动让他慢慢体会吧, 欲言抬手叫床障放下, 狗日的欲言, 你给老子滚出来, 内室里, 床障中, 稀稀苏苏的令人脸红心跳的暧昧声才闹出来, 进度约摸也就, 刚刚进行了两千字的内容, 外面萧家远, 杀猪一样的叫喊声就传了进来, 你的喵子给老子滚出来, 别让我进去抓你啊, 狗日的东西, 还有脸来救我们, 眼睁睁看着欲言一张脸变了颜色, 咬牙切齿看了一眼帐外的窗子, 顾洛没忍住, 笑出了声, 怎么办, 萧家远要进来抓你了, 欲言犹如被激怒的野兽, 凶患的在顾洛下巴上咬了一下, 可, 至早罢了, 那必定不是今天, 不然的话, 太快了, 欲言一瞬间眼底带了胸光, 你说什么, 快趁衣服出去, 让我好好睡一觉, 我困死了, 颠簸了一路, 到尺门口了, 还半生, 差点丧命了, 你快让我睡一会儿, 剩下的事我一间都不管了, 什么都不管了, 萧家远还在院子里骂, 这架势, 就算欲言哪怕真的在办事, 这位兄弟也大有一副, 你不出来我就不走的劲, 欲言没办法, 只能不情不愿穿了衣服出去, 顾洛目送他离开, 提心吊胆了几个月的情绪, 现在彻底放松了下来, 他是真困了, 几乎预言关门的一瞬, 他意识就模糊了, 天塌下来, 也拦不住他要睡觉, 院里, 预言一从正屋出来, 萧家远几乎一阵疯的就扑上来, 一把提了预言的衣领, 挥拳就打了过去, 狗痴他, 你还知道回来, 啊, 你的喵的还知道回来, 预言赶紧偏头一躲, 躲开萧家远这一记拳头, 萧家远红着眼, 耿着声音, 你的喵的, 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 你知道我有多难熬吗, 啊, 你知道吗, 刚刚还要提前打人, 现在攥着预言的衣领, 萧家远眼泪就禽在眼眶里, 隔着模糊的泪珠, 一瞬不瞬盯着玉燕, 刚刚顾落哭, 玉燕心里酸涩难受, 现在萧家远憋着眼泪, 玉燕一样难受, 他抬手在萧家远肩膀拍了一下, 手在他肩膀一顿, 继而借着那股力道, 把人往身前一压, 萧家远熬的一嗓子就哭出来, 原本是攥着玉燕的衣领, 现在改成一个结结实实的熊豹, 我的苗的以为你回不来了, 我还以为又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我都想好了, 你要是不回来, 我也不报仇了, 我就带着玉环孤落他们离开京都, 你大爷的, 玉燕, 你大爷的, 他低哑着嗓子吼, 玉燕一下一下地拍他后背, 他能感受到萧家远的恐惧, 我好好的, 别怕啊, 没事了, 我回来了, 真没事, 以后不走了, 以后都不走了, 随着玉燕一声一声安抚, 萧家远情绪慢慢缓了下来, 刚哭过, 眼睛还是红的, 他吸了吸鼻子, 松开玉燕, 你为什么不传回消息来, 啊, 你, 萧家远往正屋看了一眼, 压了声音, 你看到孤落瘦成什么样了吗, 天天吃不好睡不好的, 好好的一个大美人, 活活好成这样, 你他喵得真忍心呢, 玉燕何尝忍心, 但凡有办法, 他也不愿意, 刚从京都出来没多久, 他就遭遇了一次埋伏, 那次埋伏他的人是端康王的人, 端康王纠结了江湖人, 下手狠浪, 他折损了一半的随从, 才逃了出来, 当时受了一次重伤, 等伤好了紧跟着, 便收到朝廷的圣旨, 让他改道前往乾州, 为了不让皇上疑心, 他派了长星, 带一部分人去乾州, 他自己则带着剩下的人去柳州, 当时离经, 他原本的目的, 也是去柳州调查一下端康王的根基底细, 那承想, 长星出发没有两天就传来了消息, 他被抓了, 抓他的人是乾州的富商徐明东, 徐明东把长星当作了玉燕, 为了救长星, 玉燕只能放下柳州盖道乾州, 这期间他曾派人送来消息回京, 只是他派出去的人全都没能成功回京, 仿佛暗中有一双大手, 知道他所有的动向, 他前后派出去两个人传信, 两个人都横死在外, 明显有人在暗中盯着他, 这些随从死事都是跟了玉燕好多年的, 玉燕待他们有感情, 没道理继续让人送死, 再加上那边长星被绑走, 没办法, 玉燕只能暂停往京都送信, 直奔乾州, 到了乾州城外, 玉燕才将那些暗中盯着他的人, 一网打尽, 人是辛柔派来的, 原本是派他们找个机会把他拿下, 只可惜一路他们为了不暴露, 始终找不到下手的机会, 就这样一路跟着到了乾州城, 来了乾州, 在营救长星的过程中, 玉燕意识到, 整个乾州城几乎有一半的人, 竟然都是南兆国的细作, 而徐明东抓了他, 目的也只有一个, 把他秘密送到南兆国去, 为的是讨好辛柔, 辛柔从小被太后养在膝下, 几乎是太后一手调教长大, 这些年建的, 也都是太后跟前的建设, 玉燕实在想不通, 为什么辛柔竟然和千里之外的徐明东, 有这样的来往关系, 而且徐明东想要讨好辛柔, 足以见得辛柔的地位, 审讯了那些辛柔的爪牙, 并没有出更多有用的消息, 玉燕干脆将计就计, 把自己打扮成了辛柔的爪牙之一, 带来其中一个来过乾州城, 和徐明东有过来往的爪牙, 去见徐明东, 说他是辛柔特地派来帮助扶持徐明东的, 徐明东对他自然不同, 玉燕远想着, 辛柔的那些爪牙全部清除干净了, 他在乾州城也立住了脚, 就能给顾洛送消息回去了, 那承想, 转眼就收到消息, 安伯王受封乾州城, 安伯王妃不日将抵达, 那时候玉燕已经将长星救了出来, 为了不让徐明东和杜静生生疑, 玉燕只派了长星他们, 暗中迎接顾洛他们, 只要保证安全就行, 不出意外, 不要轻易见面, 出来几个月, 玉燕言简意该地大致说了一下, 他没说自己被埋伏受伤有多重, 肖家远也识趣地没有问, 但他知道, 那伤应该不清, 不然玉燕不至于隔了那么久, 才发现被人暗中跟踪, 现在怎么办, 徐明东还在会客厅呢, 顾衡和常明盯着呢, 外面那些南兆国的戏作趁机作乱, 想要挑起民分, 引导百姓让大家觉得那些难民是被咱们弄死的, 虽然现在没人相信, 但是架不住那些人不断地灌输, 这事得赶快解决, 但又不能一下都杀了, 我好歹在徐明东手下做了那么久的小丝, 不是白做的, 这个我来处理, 这几个月你辛苦了, 肖家远本来都不哭了, 但被玉燕最后一句整得鼻子根又有点发酸, 他瞪了玉燕一眼, 鼻音很重, 滚打野的, 玉燕笑看着他, 肖家远让他笑得有点不自在, 挠了挠鼻子, 我们进城之前和魏军发生了混战, 那魏军里有你安排的人吧, 当时肖家远是安排了人, 挑起和钱周城这边魏军的冲突, 但是他这边还没动作呢, 魏军那边倒是有人先骚扰了他们, 压根不用他主动, 这混乱就已经爆发了, 之前肖家远还当是偶然凑巧了, 现在想明白了, 怕是预验着狗日地知道他们要来, 大概有了和他们不谋而合的想法, 要在混乱中杀了杜庆生, 嗯, 原本我想趁着混乱让长兴了结了杜庆生, 没想到几个月不见, 我们肖三公子兄友邱鹤了, 肖家远让他说得一愣, 啊, 你说之前混在魏军里的是长兴, 你们这主仆俩真够能装的, 我竟然没认出长兴来, 他俩说着话往会客听走, 玉燕问肖家远, 我见跟着一起过来的还有赵爽啊, 怎么, 你终于下手了, 肖家远横他一眼, 这叫什么话, 什么叫我终于下手了, 我和你说啊, 我跟你可不一样, 玉燕扬眉, 一副邪而宫听的流氓样, 肖家远吹了个口哨, 我爸风度翩翩气质过人, 由于魅力太大, 是赵爽追求的我, 原本我想着咱们大业未成, 我是不谈个人感情的, 没想到这家伙凶猛得很, 追求得太激烈了, 我实在是不好拒绝的, 你看, 这次来钱州, 他唯恐我变心, 前脚胜指一发, 后脚他收拾了包裹, 就要跟着一起来, 我怎么都拦不住啊, 这魅力太大了, 苦恼啊, 像你这种费尽心机去追人的, 肯定是理解不了我们这种被追的人的, 肖家远话没说完, 忽然嘴巴保持着说话的口型, 整个人僵在原地, 不动了, 玉燕似笑非笑扫了一眼旁边的地上, 那什么? 肖家远一双眼睛盯着地上的影子, 他和玉燕前面走, 他的身子前方有一道从后面来的影子, 穿着广袖长裙, 头上似乎有发簪, 簪子的流苏影子在地上摆来摆去, 肖家远缓慢而僵硬地回头, 嘴角裂出一个柴狗的微笑, 对上了站在他身后的人, 赵爽朝肖家远吹了个口哨, 都什么, 三公子怎能不说了, 我这种主动的热烈的, 拦都拦不住的追求, 到底给三公子带来了什么样的困扰, 快说说, 我也想知道, 肖家远哭得心都有了, 高日的预言, 我就说嘛, 这狗东西怎么有那么好的耐心听我在这里秀恩爱, 原来在这儿等着我呢, 这狗东西肯定一早就知道赵爽跟着我们了, 故意不开枪, 等着我作呢, 肖家远保持着柴狗的微笑, 转头朝玉燕咬牙切齿, 你大爷的, 玉燕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 我大爷在京都呢, 你找他有什么事, 得回京都解决, 眼下呀, 先解决你的追求者吧, 哈哈哈哈, 说完, 玉燕笑着走了, 没走出两步, 背后传来肖家远可怜兮兮的声音, 我错了, 玉燕直接笑出了声, 春去秋来, 乾州城的头顶, 天空蓝的万里无云, 这里尽管混乱, 但是, 自由, 一切都是新的开始, 一切都充满希望, 会客厅, 顾衡手里拿着一块茶杯摔碎了摔出来的碎瓷片, 仅仅凭着一片碎瓷片, 折磨得徐明东, 鼻涕眼泪, 口水糊了一脸, 我错了, 我真的知道错了, 求你给我一个痛快吧, 求你了, 长明跟着玉燕做了那么多年的事, 什么狠辣英智的手段, 也算是见得七七八八, 今儿还是头一次被一个九岁的孩子震撼到, 顾衡就拿着那瓷片, 也不要徐明东的命, 就那瓷片钝刀子似的鸽, 鸽的地方, 长明留意了一下, 像都是穴位, 反正就觉得顾衡明明没怎么用力, 徐明东就让折磨得先一泡尿, 没兜住泄了出来, 跟着眼泪鼻涕就跟不受控制似的, 顾衡问什么, 他答什么, 外面忽然传来脚步声, 跟着有问安生, 王爷, 玉燕来了, 长明转头朝大门看去, 然而头还没有彻底扭过去呢, 手里忽然被塞了个东西, 那碎瓷片, 长明一愣, 回头看顾衡, 就在这一瞬, 大门被推开, 顾衡立在长明一侧, 一脸的崇拜, 长明哥真厉害, 这个大坏蛋在你手里, 被你折磨得言听计从呢, 啥? 推门进来的玉燕, 已经卸去脸上的易容, 长久的易容, 让他脸上的皮肉有点发红, 尽管影响了玉小王爷的容貌, 但是, 帅气并未减少太多, 他先是看了烂泥一样摊在地上的徐明东一眼, 绝而一脸欣慰地看向长明, 都招了, 长明人都麻了, 我就是个看客好吗, 然后后腰被顾衡狠狠地拧了一把, 他忍着疼, 脸上扯出一个扭曲的笑, 对, 都招了, 你怎么这个表情啊? 啊, 实在是这家伙做多端给我气的, 对, 我气得表情都扭曲了, 玉燕不已有他, 急步走到主位, 半个身子撑在屈起的胳膊上, 眯了眼睛看向徐明东, 顾衡将一叠宣纸送上前, 王爷, 这是刚刚长明哥问话的时候, 我帮忙记录的口供, 长明哥可真厉害, 什么都问出来了, 长明徐明东双双一串省略号, 徐明东感觉自己是不是其实在做梦啊, 要不然他怎么恍惚记得, 他刚刚是被眼前这个八九岁的孩子给逼得招了供的呢? 可, 他真的是被这个八九岁的孩子逼得小便湿尽, 眼泪横流, 鼻涕肆虐? 不应该吧, 神讯我的其实是旁边站着的那个呆头鹅, 我是谁, 我在哪儿, 我在干什么, 到底是谁神讯的我呀? 徐明东刚刚被用瓷片折磨的都没有像现在这样凌乱, 此时脑子里乱成一锅粥, 玉燕伴坐徐明东的随从, 跟着徐明东做事的时候, 其实已经暗中查了一点, 只是当年的事历时太久远, 二十多年前的事了, 若非当事人主动说起, 能查出来的其实很少, 眼下顾横地上的这份口供, 却说得详详细细, 徐明东和苏守望是一母同胞的亲兄弟, 苏守望是哥哥, 徐明东是弟弟, 苏守望八岁那年, 家中遭了灾荒, 爹爹在抢野菜的时候, 被其他难民打死, 娘亲带着他们兄弟, 四处流落乞讨, 半路遇上了土匪作乱, 苏守望为了不让娘亲被土匪抓了去, 孤身冒险去引开土匪, 苏守望离开之后, 正好有刑伤经过, 看他们母子可怜, 便带了他们母子一程, 直接把人带到了乾州城, 那时候乾州城已经是本朝和南兆通商贸易的交易点, 在乾州城, 娘亲改嫁了一个姓徐的商人, 从此, 苏家老二就从苏明东改名为徐明东, 徐姓商人供养了徐明东读书识字, 徐明东科考无缘, 却意外结识了南兆国太子爷的随从, 几经钻营, 成功进了南兆国太子爷的府邸, 做了随从, 熬了两三年, 取代了原本的管事, 摇身一变, 成了南兆国炙手可热的人物, 太子爷府邸的大管事, 有了权力和地位, 徐明东开始寻找当年失散的哥哥, 一次跟随南兆国太子爷出使本朝的时候, 意外在京都见到了苏守望, 苏守望没有更名, 没有改姓, 成为本朝太子爷跟前的第一护卫, 兄弟俩不同的命运, 却最终都有了好的归宿, 两人私下相认没多久, 南兆国的太子就给了徐明东一个任务, 火烧大烟朝太子爷府邸, 务必保证不留一个活口, 徐明东没得选, 他已经是南兆国太子爷的心腹, 只有把太子爷吩咐的事做到最好, 才能有更进一步的发展。 接了命令, 徐明东就立刻动身前往大烟朝京都, 他原本想要和苏守望立应外合, 这样事情成功的几率更高, 也许诺苏守望适成之后, 带他去南兆国升官发财, 然而苏守望拒绝了他, 没办法, 在和苏守望吃饭的时候, 他给苏守望下了毒, 苏守望中毒暴毙, 他当夜穿了苏守望的衣服混进了太子府, 他们本来就是亲兄弟, 容貌身形都有几分相似, 黑夜里更是不太容易分得清楚, 苏守望作为太子爷的第一护卫, 权力很大, 那天夜里, 徐明东穿着苏守望的衣服, 在太子府寻夜, 他所到之处几乎都点了迷香, 整个太子府睡得死气沉沉, 太子府平时像是铁桶一样, 根本没有下手之处, 好在外面有人接应他, 已经准备好了火油, 油沾那些, 大伙一蹴而就, 火光一起就是冲天的架势, 他记得, 他明明用弥香放倒了太子府全部的人, 但是火光烧起来的时候, 太子府里还是响起了惊天的救火声, 无数人拼了命地往太子朱的正院冲过去, 哪怕火都要烧到自己屁股了, 也要奔到太子那边想要去救人, 毁了保命, 徐明东放了火就撤了, 但在混乱中, 他看到有人从外面冲进了府里, 那人正是大烟朝当今陛下跟前的亲随, 他冲进了大火里, 很快从里面扛了一个女眷出来, 徐明东藏在暗处, 唯恐被人发现, 眼睁睁看到那人扛走了一个女眷, 那女眷他隐约看见了一点点容貌, 像是太子妃, 但又不敢确定, 有人追过来阻拦, 被从天而降的黑衣人全部斩杀, 那一夜太子府火光冲天, 被烧死的其实并不多, 更多的是救人的过程中被砍死的, 再后来大烟朝如今的皇上, 当时还是皇子的他, 带着人跌跌撞撞来救人灭火, 他跟前跟着的, 正是那个冲进去抢女眷的, 有关那场大火, 徐明东知道的就这么多, 大火之后, 大烟朝的皇上一并不起, 皇位更迭, 当时那位夜里去救火的皇子登基, 与此同时, 南兆这边, 南兆国的太子顺利除掉了自己几个竞争对手, 几乎在同一天登基, 皇帝登基, 跟前伺候的人须得是内侍, 徐明东好好一个男人, 自然不肯去做内侍, 他原以为, 他替太子爷立了这样的大功, 太子爷会封赏他一官半职, 然而已经登基的太子爷只告诉他, 事情还没有做完, 他离开了太子府, 来到乾州, 成了乾州城最大的富商, 操控着乾州城的经济护家, 同时替南兆的戏作, 在乾州城谋划安家, 他到乾州城的第三年, 小家军来过一次乾州城, 绞杀了一部分南兆戏作, 但是两个月之后, 南兆和大燕在边境交战, 萧家军全军覆没, 徐明东是见识过萧家军的做事风格的, 雷厉风行不说, 军事纪律十分严明, 而且作战能力也强, 这样的队伍, 怎么会全军覆没? 徐明东是后来和京都的新柔郡主联系上之后, 才隐约知道, 当年萧家军全军覆没, 这位新柔郡主的父亲空不可没, 新柔郡主的父亲原本是南兆国的大将, 他在上一场战役中, 甲医被俘虏, 与大燕朝当今陛下做了交易, 与当今陛下配合, 帮助萧家军在对付南兆国的余下几次战役中, 获得大胜, 取得萧家军的信任, 同时从皇上这里得到了萧家军下一步作战计划, 带着军情回到南兆国, 利用拿到的内勤在战场上对付萧家军, 同时萧家军那边的内务被本朝的皇帝下了药, 堂堂一只威武雄鹰一样的战队, 就这样全军覆没, 背后的操纵者, 大燕朝的皇帝除掉了他想除掉的人, 南兆国除掉了强大的对手, 辛柔郡主被养在了大燕朝太后跟前, 实则当初是当作人质去威胁南兆那位将军, 然而时至今日, 辛柔郡主凭着异己之力, 已经将太后哄得团团转, 成功在京都培养了自己的势力, 二十年过去, 大燕和南兆当年两位皇子, 彼此利用对方达到自己登基墓地, 而递结得见不得光的盟约, 随着大燕国这些年军事后继无人, 而南兆国的渗透日益完成, 盟约几乎崩解, 南兆要对大燕国动兵了, 这乾州之乱就是一个影子, 原本南兆国的计划是大燕朝西北栽荒, 在徐明东的暗中操作下, 乾州城闹出暴动, 那些当时安插进来的细作, 能迅速组成暴动起义军, 乾州一乱, 南兆就能借口乾州骚扰南兆边境, 顺势发动进攻, 那承想安博王府授封来了乾州, 因为安博王府授封前来乾州, 那计划就要稍稍有变, 一方面, 新柔郡主下令要徐明东活捉预言, 另一方面, 杜静生要将安博王府的车队拦截杀死在半路, 这样将来乾州城发生暴动, 南兆的军事破门而入, 杜静生就有完美的借口, 报名所为, 毕竟报名连安博王府的人都杀了, 报名冲击了乾州城, 也不是不可能, 只可惜, 这计划因为后面的变故, 不得不终止, 执行计划的人此时鼻涕一把, 泪一把, 糊了一脸, 脑子还凌乱着, 他看着一眼, 皇爷, 你不能伤我, 我若是死了, 那他照这人的贸易一定会停止, 你们朝中大大小小的商户无数, 他们靠的是来乾州, 交易商品拉回去变卖换钱, 如果报应停止, 你等于是抢了多少人的饭碗, 再有, 我要是出事, 我们南昭的陛下, 一定会知道乾州城这边出问题了, 说不定他会直接派兵攻打乾州城, 你才来乾州, 抵抗得住南昭的进攻吗? 这大烟炒, 反正不是你家的江山, 你何必与我计较, 我就算是做尽了坏事, 但又没有真正损害到小王爷您, 就算是之前, 听从辛柔郡主的吩咐, 想抓了王爷, 或者对王妃下手什么的, 但终究我地不如人没有得逞啊, 王爷, 不如放了我, 我必定后心, 王爷替我一句劝, 这乾州城迟早得乱起来, 你何必在这里耗着, 我给你钱财, 多多的钱财, 你拿着钱, 去江南多好啊, 徐明东舔着嘴皮, 努力将凌乱混杂的脑子冷静下来, 给自己争取一条活路, 同时心里震惊, 卧槽, 原来这个才是玉小王爷, 我之前抓的那个是什么? 他一直恼怒, 之前抓了玉小王爷还被他跑了, 现在看来, 从头到尾, 他都抓错了人, 也幸好那人跑了, 不然他把个假的当成真的, 送到心柔郡主那边, 心柔郡主得活劈了他吧, 一心好挤用, 徐明东脑子转得疼, 话说完了, 心还怦怦跳着, 坠坠不安地看着玉燕, 等他回话, 玉燕看着徐明东, 没了好一会儿, 直到看到徐明东额头渗出了汗珠子, 他呼得一笑, 想要放了你啊, 也不是不行, 除非你能说出点, 我更感兴趣的事来, 徐明东立刻哭丧了脸, 王爷, 我知道的都说了, 或许你还不知道, 当年你火烧大烟朝仙太子府邸, 那, 是我家, 徐明东原本哭丧了脸, 瞬间一僵, 他震惊又错愕又恐惧地看着玉燕, 嘴巴张了好几下, 硬是没说出一个字来, 玉燕似笑非笑, 你放火烧了我家, 烧了我爹, 现在和我说, 你和我没有什么深仇大恨, 你说我怎么那么不相信呢, 想活着, 想活着就拿出点像样的东西来, 不然, 哎, 杀父之仇呢, 明明玉燕说话的时候, 脸上还带着一抹笑, 可那声音硬是激得徐明东全身的汗毛都立了起来, 比他刚刚被一个瓷片折磨得都要吓人, 你, 你, 你大真, 废什么话, 谁跟你在这开玩笑呢, 一只座呆头鹅的长鸣, 抬脚给了徐明东一脚, 打断了他这没有意义的询问, 徐明东狠狠地咽了口口水, 声音都绝望了, 我可真的不知道别的了, 那你仔细想想, 当时你火烧我太子府的时候, 南昭的太子和我们这边的那位皇子, 达成的是什么共识呢, 我就是个办事的, 我这个我哪知道啊, 徐明东眼泪都出来了, 玉燕面上笑容不变, 若是不知道的话, 那就去死吧, 说完他失去了耐心一样, 转身, 站在玉燕身侧的顾横转了转手腕, 吓得徐明东一个机灵, 我, 我可能隐约知道一点, 但是知道的不多啊, 玉燕耗征以下地看着他, 当时我们陛下就, 就还是太子, 你们陛下还是皇子, 两人其实都没有继位的可能, 我们陛下虽然还是太子, 但是先帝更看中四皇子, 你们先帝就看中你们太子, 我们陛下和你们陛下都想着登基, 但是他们的竞争者实在是太过强悍, 想自己动手除掉对手, 很容易露出马脚, 就, 就想到这个呼唤的办法, 我来火烧太子父, 这事不论怎么查都查不到你们现在的陛下的头上, 同样的道理, 他也派了人去自杀我们四皇子, 具体如何我不知道, 我就知道他们交换了自己的人手, 嗯, 把你知道的这个给我详详细细地写下来, 写好了, 我看了满意了, 放你出去, 追出去之后, 你要怎么做, 还是得听本王的, 一听这话, 徐明东心头大松了一口气, 哎呀, 好歹是保住命了, 王爷放心, 我, 我肯定写好, 徐明东被带走, 徐明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处理, 也走了, 一时之间屋里只剩下长明和顾衡, 长明挠了挠后脑勺, 有点局促, 又有点不知道怎么开口的看着顾衡, 憋了半天, 嗯, 那个, 顾小衡啊, 嗯, 长明哥, 什么事啊, 顾小衡小朋友, 一脸天真无邪地看着他, 之前看到的, 听到的那些, 是不是做梦呢, 那是真实发生过的, 长明掐了自己大腿一把, 你刚刚用碎瓷片, 审讯徐明东, 顾衡呲一笑, 眉眼弯弯, 长明哥记错了, 审讯徐明东的是长明哥, 怎么可能是我啊, 我才九岁, 说出去谁信呢, 可, 可你怎么知道那些名字的, 就苏守望, 江月红什么的, 顾衡眨眨眨眼, 我不知道哦, 长明哥不要乱说, 长明还想再问, 外面传来玉欢的声音, 顾衡, 顾衡你在里面不, 办完事情没有, 我饿了, 玉欢扯着嗓子喊, 顾衡朝长明笑道, 长明哥, 有了结果最重要, 只要王爷能办成王爷想办的事就行, 至于, 是如何帮了王爷办成的, 不重要, 你是王爷的心腹, 你所判的, 不也是想让王爷事成之后, 能日日开心吗, 有些事情知道了, 未必还会开心的, 九岁的娃拍了拍长明的肩膀, 转头开门出去了, 我想吃大包子, 我看厨房那边准备了羊肉, 我们晚上吃羊肉大包子, 好不? 晚上吃火锅呢, 你想吃大包子, 让他们另外给你蒸一锅, 不过一路颠簸, 你肠胃不大受得住, 不能吃多了, 到时候让他们给你炖羊汤, 喝两碗。 顾衡跟着玉欢往外走, 俩小孩的声音渐渐消失, 长明有些蒸冷站在那里, 知道了未必开心? 为什么? 咕噜一觉睡到了海出, 是被一阵香辣香辣的火锅味给香醒的, 睁眼就看到玉欢捧着个小碗, 一张脸处在他面前, 正奋力将碗里的香味往他这边连吹带衫呢。 咕噜顿时哭笑不得, 撑了身子朝后面挪了一点, 坐起来。 你, 你干什么呢? 嫂嫂, 你总算醒了, 我们准备了火锅, 好吃的不得了。 主娘用牛油和羊辣子炒了半只鸡做锅底, 还有炸了芝麻和辣椒籽, 拌到麻酱里面, 超级超级香, 羊后腿肉, 现切的, 一片一片特别薄, 往锅里放一小会儿就难吃。 麻酱里面, 拌了辣椒油, 撒了葱花, 烫好的羊肉蘸了料, 带着辣椒籽往嘴里一送。 玉欢说着没兜住, 一口口水露出来, 一方手绢递上, 孤落这才看到床头边上, 他弟弟顾恒暴毙斜靠在那里呢, 顾恒把手绢给了玉欢。 擦擦。 玉欢也不看, 接过来胡乱抹了一下, 笑嘻嘻将自己的碗往前送。 你看啊, 这个就是拌好了葱花辣椒油的麻酱小料, 特别香, 而且我哥还准备了红薯粉, 冬瓜, 秋菜, 豆泡, 鹌鹑蛋, 鸭肠子, 猪脑花。 咕咚又是一口口水, 玉欢叭唧叭唧嘴, 把自己的小碗塞给顾恒, 从旁边捞了顾恒的衣裳。 赶紧起, 全家就等你了, 顾恒说先给我吃点, 我哥都没同意, 说等你醒来, 全家一起吃团圆饭呢, 嫂嫂, 快快快。 小孩一着急, 一兴奋, 说话就是三遍起步。 顾恒让他笑得不行, 穿了衣裳, 揉揉玉欢的头。 你们先去, 我洗个脸就过去, 在哪吃饭? 就在外面院子里, 咱们从京都出发时, 还是春天呢, 现在夏天都快过完了, 京都的时候秋老虎热死人, 前周的夏末晚上可凉快了, 还牵了西瓜呢, 快点快点快点, 你洗什么脸, 又没有万人, 我给你拧了帕子, 你擦一把得了, 我要饿死了。 玉欢没走, 碎碎刀刀催促, 顾恒一把提了他的小脖子, 别瞎说, 刚刚明明吃了三个肉包子了。 玉欢啪的拍了顾恒的手, 肉包子能和上羊肉别? 再说了, 我吃肉包子那是一个时辰前的事, 我这一个时辰都在扇着小料的味, 我消耗多大呀, 早就饿了, 我长身体呢。 说的这叫一个理直气壮, 顾恒松了手, 刮了一下他的鼻子。 就你最有理。 在玉欢三遍起步的催促下, 顾恒总算是飞快地洗漱完了, 穿了家常穿的舒适裙子出门。 外面院子里, 月光倾洒大地, 灯笼照耀四方, 一方院子通亮。 院子当中摆了两张巨大的八仙桌, 桌上各自架着一口铜锅, 咕嘟咕嘟沸着水, 桌面上形形色色的肉啊, 菜啊, 酒坛子啊, 摆满了。 赵上笑嘻嘻地从桌前椅子上起来, 上前碗过落的胳膊, 促霞地笑。 妈呀, 可算是让郡主把你给闹醒了, 你再不行啊, 我们都要饿死了。 你不行, 王爷不许我们吃, 刚刚萧家园想吃一个鞍春蛋, 都被打了一筷子。 萧家园犯了个白眼, 你能不能行了, 这也要告状。 赵上一扬下巴。 我还要和他说说, 我当初是怎么激烈地追求你呢, 激烈到我们太医院上下都去卖包子的地步。 老天爷, 您准是不愿意我日子过得太顺遂吧。 郭沐妍和萧家园玉燕都不熟悉, 拘束又胆怯。 赵上邀请他的时候, 他就一口回绝了, 和带来的那几位女学子, 在自己住的院子里吃饭, 没有过来。 现在, 院子里就他们几个, 长心长明长乐, 带着小红小绿小粉小紫, 几个坐在一桌。 玉燕顾落, 萧家园, 赵爽, 并着玉欢故横坐一桌。 顾落一出来, 两桌开吃。 分别太久的人, 隔着火锅生腾的热气, 就着火锅桌上的气氛, 感情和目光, 都比这锅里的废水还要激烈。 萧家远喝多了酒, 抱着玉燕半条胳膊不撒手, 哭得要死要活, 晚上要和玉燕一起睡, 大骂玉燕没有心, 负了他。 玉欢一面吃鸭肠, 一面小声和顾横说。 萧三哥这样, 会不会让我嫂嫂误会 他和我哥之间有奸情啊? 顾横差点一筷子羊肉掉地上去, 也不顾尊卑了, 抬手在玉欢脸蛋上捏了一把。 小小个人, 一天脑子里装了什么? 玉欢一副, 我懂得可多了的表情, 回视了顾横一眼。 真的, 以前我就一直以为, 要是没人嫁给我哥, 我哥该不会就娶了萧三哥吧? 真仇人, 现在都有我嫂子了, 他俩怎么还这样啊? 顾横无言。 旁边把这悄悄话 听得清清楚楚的顾落和赵爽, 笑得不行。 玉燕瑶无音讯这几个月, 顾落肉眼可见的萧瘦, 萧家远没瘦, 反而胖了几斤, 可偏偏就是这胖了几斤, 昭示着他心里的惊恐比顾落只多不少。 他不光是惦记玉燕, 还要考虑玉燕如果真的回不来, 他要如何照顾玉欢和顾落, 压力比顾落起码大了两倍, 都不容易, 索性都熬过来了。 一家人整整齐齐地又聚在了一起, 朗朗月色下, 院中的人说说笑笑哭哭闹闹, 一直热闹到半夜。 正房的屋顶上, 一只黑猫身姿优雅地立在那里, 足足立了两个时辰, 直到院里的人散了场, 这黑猫才转身离开。 前周城的一处荒院中, 老南瓜坐在一棵老槐树下, 原本正闭着眼养神, 那黑猫悄无声息地落入了院中, 它像是心中有感应一般, 一下睁了眼, 满是刀疤的脸上, 素日都带着猙獰的凶狠, 此时对上黑猫, 眼神柔和了, 连刀疤都没有那么猙獰了。 看见了, 总行啊, 跟你说了它没事。 黑猫纵身一跃, 落到老南瓜的腿上。 老南瓜抱了猫, 很轻很温柔地, 在它脊背上抚了两下。 它比我有本事, 这么多年啊, 硬是从京都里熬出来了。 它以后这人生啊, 只会更好, 你别担心, 有咱们护着它呢。 老陆, 已经去西北军了, 再有三天, 西北军应该就能过来了。 到时候, 燕儿想做的事, 谁也拦不住啊。 老南瓜眼底带着泪珠子, 它忍住了, 没让这泪珠子落下来。 都是喜事, 都是喜事, 咱不哭啊, 都别哭, 二十多年了。 顾落到乾州城的第三天, 玉燕和萧家远, 将乾州城里所有的南兆国戏作全部铲除, 手段铁血, 虽然残忍, 但是人死不能复生, 也不能作怪了, 总不能对戏作还要讲究什么仁义道德。 由徐明东亲自写下的南兆国如何安排戏作, 又如何预谋发动对乾州城的攻击。 玉燕在乾州城府衙, 宫士兰, 张贴了整整三大张黄纸, 并且写得清清楚楚, 和细作画清干系的, 是安博王府的子民, 和细作来往的, 下场与细作一样。 乾州城中血雨腥风飘摇前, 京都传来消息, 消息是常年发出来的。 六皇子神志恢复之后, 因着太子已死, 二皇子对朝政一事, 时而上心, 时而躺平。 皇上为了建立新的朝局平衡规则, 扶持了六皇子。 六皇子料理朝屋的第三天, 因为六皇子的母妃, 和定远侯府世子夫人母亲的关系, 他得到了定远侯府, 以及定远侯府世子苏南淮的支持。 常年在信中提到, 六皇子会全力与苏南淮周旋, 力争让苏南淮尽快回京。 一旦回京, 他会想办法将苏南淮扣押。 这样玉宴这边动手, 苏南淮的十万南疆大军, 就无法有效听从朝廷调遣。 另外, 皇上每日还用着雪梨汤。 院使大人说, 皇上的身体越来越康健了, 京都一切都进行顺利。 当天下午, 乾州城府补衙迎来了不速之客, 顾洛正在院中和郭沐妍商议新教材的编排, 玉宴的目标很明确, 他要杀回京都, 这必定意味着战事四起。 顾洛问过郭沐妍的意思, 如果愿意留在后方, 安博王府会安置他们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开一家药堂, 安安稳稳地学习生活。 如果愿意跟着上战场, 那就要立刻着手学习战场急救。 外科急救, 毕竟战场和寻常急救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郭沐妍和那几个女学子的态度都一样, 跟着顾洛一起上战场。 玉宴要打仗, 顾洛经过了这次历时几个月的分别后, 绝不可能再留在后方。 况且, 他本身就是大夫, 是能随军的。 既然郭沐妍选择了一起上战场, 那顾洛就要加强他们的战场急救培训。 另外, 还得加强体能训练和杀人技巧。 军医不必重杀, 但关键时候得自保。 赵爽已经带着几个女学子, 跟着小红小绿小粉小子去训练了。 顾洛正给郭沐妍将教习重点, 顾洛忽然从外面跌跌撞撞奔了进来, 后面跟着眼睛大睁, 嘴巴微张一脸无措的御欢。 顾洛一向是个怕死的, 平时别说跑了, 走路都恨不得一步一个脚印, 唯恐把自己给摔上了, 现在却满头大汗地冲了进来。 吓了顾洛一跳, 下意识就觉得是出事了, 手里的医书光当落地, 他蹭得起身朝顾洛迎过去。 怎么了? 顾洛张嘴, 嘴巴阿呜阿呜开合, 嗓音阿阿却发不出一个字, 急得眼睛瞪得老大。 一把抓了顾洛就往出跑, 顾洛被他拽了一步踉跌, 偏头问旁边的玉欢, 出什么事了? 玉欢一双眼睛瞪得大大的, 吞咽了一下口水。 牛外祖父来了! 顾洛就像是让人从后脑勺敲了一棍子, 头晕脑胀, 被顾洪拽到了外书房, 走得亮亮呛呛, 浑浑噩噩。 陆平山? 那个十几年前因为他莫被流放而死在半路的陆平山, 那个出现在王霄家村子里, 和仙太子妃有着万亲联系的陆平山。 陆青霜的爹, 原主的外祖父, 陆平山来了! 在京都的时候, 顾洛想要寻找陆平山, 毕竟人死之后又出现过, 毕竟是他的外祖父, 不管是为了陆青霜, 为了玉焰家当年的事, 还是为了什么, 他是想要找他的。 可后来事情接二连三地闹出来, 哪还有这个心思和时间? 顾洛就觉得跟做梦似的, 外书房的大门一开, 他被顾恒拽着进了门槛, 屋里玉焰和萧家远都在, 玉焰坐在住案后, 萧家远就站在玉焰住案后的旁边, 下手位置坐着两个男人, 一个看上去四十多岁, 长得高大威猛, 一看就是历经风霜的, 像是军营里摸爬滚打锅的将士, 另外一个穿着长衫, 儒雅和矮, 顾恒拽着顾洛进来的时候, 正在说话的四个人全都停了话音, 齐齐朝他们这边看来, 玉焰直接起身, 绕出桌案, 朝顾洛走过来, 顾洛的目光落在那儒雅的长衫男子身上, 脑子里冒着问号, 这就是陆平山吗? 是他吧? 虽然和那画像上的样子差别有点大, 但是细微之处还是像的, 来了, 书房地方不大, 玉焰几乎三五步, 就走到顾洛跟前, 牵了他的手, 玉焰的掌心是干燥温热的, 顾洛那有点失神的思绪, 一下被拽了回来, 顾洛觉得自己有点矫情, 大风大浪都经历过了, 这突然见了陆平山, 怎么倒像是受了多大的打击似的, 还愣愣睁睁的呢? 陆平山原本脸上挂着笑, 顾洛一进来, 他那笑容便僵在了脸上, 维持着那僵住的笑容, 脸皮颤了好几颤, 从椅子上起来, 不知道是腿脚不利索还是怎么, 起来的时候第一次没站直, 又跌坐回去, 旁边那粗犷的汉子闷笑了一声, 起身扶了他一把, 才把他从椅子上给捞起来, 顾洛没有顾洛那么多事, 眼见着老头起来, 一个箭步就扑了过去, 九岁的男孩, 个子说高不高, 说矮不矮, 他奔过去一把抱住了陆平山, 亮亮的眼睛看着人家, 外祖父 不是疑问, 是肯定, 是一句像寻常问候的肯定, 陆平山迟疑, 凝滞, 甚至呆滞的眼睛, 一下就红了, 眼泪珠子刷啦啦地往下滚, 抬起的手颤了颤, 何必抱住了顾洪, 在他后背一下一下地拍, 哎, 哎, 是外祖父, 于衍波知道顾洛想什么, 见顾洛愣愣站在那里, 便牵了人往前一带, 靠近陆平山的时候, 把人朝陆平山推了一下, 陆平山抬起一只胳膊, 顺势就把顾洛搂进了怀里, 哪怕这是原主的外祖父呢, 顾洛也一下就哭了出来, 好孩子, 好洛洛, 好航儿, 不哭, 不哭, 外祖父给你们带了礼物, 不哭啊, 老头嘴里哄着孩子别哭, 自己的眼泪却流个不停, 二十几年生死茫茫, 谁能想到如今还有团聚的一天, 陆平山哄着眼颤着手, 弯了腰, 给外孙磨磨眼泪, 要去给外孙女磨磨眼泪, 好孩子, 咱们不哭了, 咱们不哭了, 伤眼镜, 顾洪抱了老头的胳膊, 压着小嗓子撒娇, 外祖父, 我好想你啊, 顾洛说不出弟弟这样肉麻的话, 但一双眼睛也湿漉漉地看着老头, 陆平山拍拍顾横的头, 又捏捏顾落的脸, 以后咱们一家人不分开了, 不分开了, 这话不知道是说给自己, 还是说给孩子, 他们这里大行认清现场, 惹得一屋子人红了眼, 就玉欢小小的一个人缩在门口, 满眼满脸都是恐惧, 小拳头捏着, 两手并在胸口, 做着一个防御的姿势, 不过谁都没有注意到他, 好容易这边陆平山带着顾洛顾横情绪平稳了, 旁边高大威猛的汉子拍了拍陆平山的肩膀, 差不多得了, 再哭老眼也瞎完了, 他说话带着一股浑不吝的劲, 惹得顾洛看过去, 那威猛的汉子爽朗地笑了两声, 朝顾洛自我介绍, 王妃好, 我叫萧克, 顾洛眼睛竖得睁圆, 萧儿, 他转头就去看萧家园, 我是萧远的大哥, 顾洛才止住的眼泪, 一下又流了出来, 萧家园和玉燕一样可怜, 从小经历了那样的生离死别, 含着苦长大的孩子, 外表都是放荡不羁的魂不吝, 看着每日花天酒地逍遥买醉, 但心里的苦, 只有最亲近的人知道, 现在, 萧家园有大哥了, 顾洛比自己有大哥了都高兴, 眼泪珠子就跟断了线一样, 持不住, 玉燕从后面揉了一把他的头发, 怎么哭成这样, 以前和你说过, 萧家园大哥大嫂, 二哥小侄子都还在, 忘了, 顾洛文言一愣, 他的确是忘了, 有大哥大嫂, 有二哥, 还有小侄子, 一家子没有死去, 他不是孤玲玲一个活在世上的孤鬼, 还有亲人, 多好, 孤洛想起了以前看过的一本书, 一个老顽裤被灭了门, 他借尸还魂活过来, 每天白日里和闺女斗嘴耍平, 到了夜里, 成宿成宿睡不着, 瞪着眼心里有多疼, 只有自己知道, 这种全家都死了, 就生自己活着的滋味, 实在难受, 还不如也死了, 可又不能死, 一家子的仇都在那摆着呢, 死不得, 活不得也死不得, 索西那书里的老顽裤, 后来找到了几个被挚友, 以命换命换回来的孩子, 在那样的背景下, 每一条活着的命, 都不是一条简简单单的命, 但总要好好地活着, 才不辜负别人的牺牲, 这里的萧家远, 也有了大哥二哥, 顾洛转身抱住玉燕, 萧家远都有亲人了, 他和顾恒也有外祖父了, 而玉燕, 相爱的人一个动作, 一个眼神都是心意相通的, 玉燕拦腰须须地抱住顾洛, 我有你, 你有外祖有弟弟, 我也就有了外祖和弟弟, 再说了, 萧家远的大哥, 就是我的大哥, 哎呀滚, 你总给我当爹, 我哥是你哥, 咱俩这辈分怎么算, 少占老子便宜, 萧家远一声吼, 让屋里哭哭啼啼的气氛顿时一轻, 顾洛都没忍住笑了一下, 萧克作为萧家远的大哥, 足足比萧家远大了二十岁, 萧家远还没出生的时候, 萧克就是萧家军万人瞩目的萧父将军了, 后来萧家军全军覆没, 萧克和萧家老二, 是被萧家军的几个副将合力拼死护下来的, 当年战场上, 如何九死一生护住了萧家这两根血脉, 已经是十几年前的往事, 萧克不欲多言, 如今坐在这里, 为的就是一件事, 将倾多那皇位上的老东西弄下来, 为此, 玉燕也好, 萧家人也罢, 足足准备了这么多年, 有关陆平山的那些事, 现在实在不是说的时候, 顾洛也没多问, 直到玉燕他们还要商议正事, 顾洛和顾恒陪着陆平山, 待了一小会儿便离开了, 晚上, 顾洛亲自下厨, 准备了满满荡荡一桌子的饭菜, 他和赵爽在厨房忙活, 顾恒一头大汗进来, 姐, 见这郡主了吗? 顾洛切着手里的羊蜡子, 没有, 找不进人了吗? 是不是让你惹生气了? 玉燕一向是顾恒的根屁虫, 除了茅房和睡觉, 一般顾恒去哪儿, 他去哪儿, 来了钱周更是粘得厉害, 赵爽笑嘻嘻地打去, 肯定是你惹郡主生气了, 要不然他能不粘着你, 快反省反省吧, 今儿做了什么对不起人家的事啊? 顾恒皱着小眉头, 当真反省了一下, 没做什么呀, 早上一处吃的早饭, 吃完早饭一处看的书, 看书的时候还好好的呢, 后来常乐忽然来报, 说陆平山来了, 顾恒一听自己外祖父来了, 激动地就朝外书房跑, 跑到外书房门口, 扫了一眼人, 又赶紧往顾洛那边跑, 跑去叫顾洛, 那时候玉环还跟着他呢, 后来他和顾洛去外书房, 玉环也在啊, 是从外书房出来的时候, 玉环就不见了, 那是还在外书房呢? 虽然没有想到自己到底做了什么事, 惹了那祖宗不高兴, 但顾恒差不多知道去哪儿找人了, 和府上下都翻遍了, 就没去翻外书房呢, 从厨房出来, 顾恒直奔外书房, 果然才到门口就瞧见一抹 鹅黄掩在一丛碧绿里, 头上插着一只带着流苏的小簪子, 那簪子正随着主人小脑袋 来回摇晃而摆动呢, 玉环不知道琢磨什么呢, 一个人念念叨叨的, 你干嘛呢? 找到人了, 顾恒也不急了, 缓了口气, 慢慢朝玉环那边走, 玉环被他吓一跳, 念念叨叨的嘴巴梳得一闭, 转头朝顾恒看过来, 一双大眼睛里满是警惕提防, 之前顾恒没注意, 但现在看了个清清楚楚, 他日日和玉环一起相处, 玉环别说一个眼神, 就是嘴皮动一动, 他都知道是什么意思。 怎么了? 玉环朝后躲了一下。 嗯, 没事, 没事, 没事你躲什么, 嗓子颤什么? 感觉到玉环不想让自己靠近, 顾恒停下了脚步, 站在原地, 看着他。 玉环动了动嘴角, 顾恒瞧着他的动作, 我干什么了, 让你这么为难? 顾恒没有像往常哄他那样立刻上前, 而是暴毙站在原处。 哭什么? 玉环扯着嗓子哭, 一边哭一边, 耗了一把旁边牡丹上的叶子, 朝顾恒砸过去, 一把叶子轻飘飘的, 还不等落到顾恒身上, 就在半截儿撒了一地, 玉环跺脚。 你有外祖父了! 所以? 你就不要我了! 玉环哭得嗷嗷的, 顾恒捏着眉心闭了闭眼, 一脸无语。 谁和你说的? 没人和我说, 用不着心和我说, 我都知道。 玉环也不好了, 就红着眼睛瞪着顾恒。 我, 我什么都知道。 你知道个屁, 你知道什么啊你知道? 我有外祖父了, 为什么不要你了? 以前, 我是你的小狗, 你是我的小狗, 就咱们俩, 但是现在, 你多出来一个。 顾恒皱了一下眼角, 才明白过来这祖宗的逻辑。 他姐和他哥在一起, 这是一顿。 他和玉环互为小狗, 四个人两两一组, 正好分配完了。 在小孩的世界里, 这就是一个稳定的关系网。 现在, 顾恒多了一个外祖父, 打破了两两一组。 那你之前还有你萧三哥呢? 我说什么了我? 玉环哭哭啼啼声音一顿, 等着顾恒。 你什么意思? 顾恒耸肩摊手。 字面意思, 你还有你萧三哥呢? 不是你萧三哥吗? 以前我和我姐妹来的时候, 不就是你和你哥, 你萧三哥最亲戚吗? 我说什么了吗? 萧三哥都二十多了。 顾恒抵着舌尖笑了一下, 这哪跟哪呀? 尽管话题似乎有点跑偏, 顾恒还是顺了玉环的话题, 逗他。 祖宗, 你才几岁啊? 正是吃醋了? 玉环翻了个小白眼, 但没说话, 顾恒一愣。 还真是吃醋了? 不是, 你这醋吃得是不是有点太扯了? 是我外祖父的醋? 顾恒靠在墙上笑, 玉环瞪着他。 你有了外祖父了, 我以后就不是除了嫂嫂以外, 对你最重要的人了。 顾恒这下明白过来了, 合着吃素是这么个吃法, 他舌尖扫过后藏牙, 顶了一下脸颊, 笑道。 谁说不是了, 别说我现在有外祖父了, 就是没有外祖父, 但那以前的时候, 你也比我姐重要。 玉环一下小眼睛亮了, 但跟着又狐疑看着他。 嗯? 你就骗我? 骗你做什么? 而且啊, 你这重点放得不太对啊, 祖宗。 我有外祖父, 难道你不应该高兴吗? 我有就等于你有啊。 你体会过被长辈疼爱的滋味吗? 没有吧, 以后不一样了, 以后咱们日日一起住着, 你就能感受到来自长辈的爱了, 不一样的。 玉环看着顾恒, 像是有些意外。 一起住着? 不然呢, 难道你让他孤苦伶仃, 一个人在外面住? 我怎么没看出来, 玉小欢你心肠这么坏呢? 我外祖父一把年纪, 都还在为你家的事情奔波, 你竟然让他自己去外面住? 玉环这下也不哭了, 也不闹了, 一下凑到顾恒跟前, 伸手挽了他胳膊, 脸上带着一点讨好。 你是说, 以后咱们都住在一起? 顾恒垂眼看他。 你以为呢? 我有外祖父了, 所以不要你了, 我要跟着我外祖父搬走, 我们单独住着。 你是不是这么想? 你有没有良心? 我没这么想。 没? 我就这么想了一小点。 一小点? 你烦不烦人啊? 我就这么想了, 怎么着吧? 难道我还不能想了? 谁知道你要怎么安排呢? 你突然有外祖父了, 你外祖父还是陆平山, 我哥还十分语重他, 而且他和肖三哥的大哥 一起来的, 看上去十分有本事的样子。 我哪知道他要和我们一起住啊? 你凶什么凶? 这世上的风要么东风压倒西风, 要么西风压倒东风。 刚刚顾恒还能捧着脸训人家呢? 现在就被一通说, 说完玉寒还瞪他一眼。 都怪你, 你要是早跟我说了, 我至于哭吗? 顾恒直接让他给说笑了。 还是我的错, 不然呢? 好好好, 我的错。 祖宗, 这下说清楚了, 别闹了吧。 谁闹了? 我, 我闹了。 咱们要去看安花吗? 自一开始, 玉寒以为, 顾恒以后要跟着陆平山搬走, 小小的人都下麻了, 他又没有立场拦着人家祖孙俩, 相亲相爱, 就只能自己躲在这里哭。 现在得知不仅顾恒不走, 陆平山也一起住, 立刻一颗心踏实下来, 想起昨天晚上两人的约定。 不是说就要去见安花? 嗯。 顾恒应了一声, 牵了她的手。 安花的事, 你没和别人说吧? 没有, 我谁都没有说, 不过那个伯伯脸上的疤好吓人啊, 我嫂嫂医术那么好, 以后能给她瞧瞧吗? 弄个去疤膏什么的。 顾恒没应这话, 玉寒也无所谓, 只要顾恒不走就行, 她美滋滋地在旁边走着, 她可是知道连顾恒都不知道的, 顾恒的小秘密呢。 前周城一处荒院中, 老南瓜将买好的烧鸡给了豆芽。 拿去, 焚着吃了。 豆芽接了烧鸡, 脸上带着惶恐不安。 南瓜说, 在外面还杀人吗? 前几天玉宴和萧家远 收拾前周城里的戏作, 整个前周城杀戮重得很, 正巧豆芽出去给老南瓜打酒, 遇上一次, 当时笑得回来脸都是灰的, 从那之后再也不敢出门了。 老南瓜摸了摸她头顶。 外面安博王杀的那些, 都是罪大恶极的该死之人。 豆芽不怕啊, 要把坏人杀光了, 咱们才能过上好日子啊, 要不然在这里人生地不熟, 你们出去我也不放心啊。 豆芽抱着烧鸡没说话, 老南瓜也没有继续再讲道理, 打发她去发烧鸡了。 豆芽一走, 一只黑猫从外面进了, 才进门, 院子大门就被扣响了, 三长一短, 敲完传来声音。 南瓜叔, 是我。 老南瓜抱着黑猫过去开门。 怎么这个时候过来了, 出事了? 顾恒带着玉欢进来, 玉欢一进门便朝老南瓜身上的黑猫铺。 阿花,阿花,阿花, 你想不想我? 我和你说个秘密, 顾恒有外祖父了, 他说他外祖父就是我外祖父, 以后不搬走, 我们要一起住的。 玉欢从老南瓜那里抱了黑猫, 迫不及地和人家分享自己的好心情。 你羡慕吧, 我现在不光有嫂嫂, 还有外祖父呢, 你知道外祖父是什么吗? 就是长辈。 顾恒说了, 长辈特别爱孩子, 就是我想要什么都给我买的那种。 你知道什么叫长辈吗? 你肯定不知道, 长辈特别好, 我就有。 玉欢碎碎叨叨抱着猫, 一边捋猫身上柔软的毛, 一边和人家嘚瑟。 老南瓜听得眼睛有点发红, 如果没有当年那场噩耗, 他很重地撵了一下手指, 收了目光, 转头和顾恒恰好四目相对。 顾恒看着老南瓜, 您, 现在陆大人已经露面了, 萧将军也回来了, 您看您什么时候。 不等顾恒说完, 老南瓜一摆手。 我不用。 顾恒皱眉。 用不着劝我了, 我出现了, 对燕儿来说未必是什么好事。 萧克和老陆来了, 西北军和齐北军那边, 等于是全部在你们的掌控之下了。 这些年, 萧克忍辱负重在齐北 养了这么久的势力, 为的就是眼下这一击。 老陆在西北军待了那么多年, 也是为了现如今。 燕儿和家园在京都熬了这么多年, 受了那么大的委屈折辱, 为的也是现在。 你们, 只管放手去做便是。 顾恒听着这话不是滋味。 您总不能一直不见王爷, 明明, 明明都活着, 为什么不见? 其实动乱紧张的时候不能见, 不见也就罢了, 现在为什么也不见? 老南瓜看着顾恒, 叹了口气, 在他肩头拍了拍。 我若见了燕儿, 能说什么? 说我的身份? 然后呢? 什么然后? 我这样的身份, 和他相认了。 然后呢? 燕儿将来不准备登基, 我若是和他相认, 这身份怎么算? 他是打着为我报仇的旗号去推翻那老东西, 我若活着, 将来这仇报了, 后续安排呢? 后续安排, 玉燕早已经部署好了, 他从头到尾都不想登基称帝, 他只是要把他们家的皇位夺回来, 把现在龙椅上的人拽下来而已。 如果老南瓜出现, 必定会惹出一场轩然大波, 到时候说不定又是一场争斗。 老南瓜蓄了口气, 唉, 我, 我哪儿也不去, 我就留在这前周城, 有这些年咱们积蓄的那些力量, 我在前周城守着, 就绝不可能让南兆和那狗东西再次联手起来对付燕儿。 我守在这里, 守着他, 我放心。 顾恒明白老南瓜的顾虑, 只是觉得这种父子不能相认, 对老南瓜来说太过残忍。 老南瓜朝顾恒笑, 他现在跟前有你和洛洛, 有肖家远, 还有老陆, 这些人都对他很好。 我心里也放心了, 我和阿花守在这儿, 算是我们对他也尽一点心吧。 老南瓜看了一眼被玉欢抱着玩的黑猫。 从燕儿出生, 我们就没为他做过什么, 别的孩子有的, 他全都没有。 他, 他长大不容易啊, 等把那老东西拉下个龙椅, 还要稳固江山平衡内外, 更不容易。 前周特说, 只有我守在这里, 我心里才踏实。 我守在这里, 你们也能更加全力以赴地去做别的事。 别劝了, 我和阿花都说好了。 他执意如此, 顾恒没别地再说, 默了好一会儿。 不出意外的话, 我们五日后就出发了。 老南瓜没说话, 顾恒也没说话。 夕阳将这荒废的院子照得一片红, 染得人眼睛都是红的, 又酸又脏。 顾洛和赵爽合力做了一大桌子菜, 他们这七拼八凑的一家人, 其乐融融, 享受着迟了二十多年的团聚, 哪怕天上的月亮是缺的, 哪怕人也是不齐的, 但这是活着的人里, 人数最齐的一次了。 正是该谈的都在书房谈完了, 饭桌上, 大家只说些活跃气氛令人开怀的话题。 一顿饭吃了一个多时辰, 等到吃完, 萧家远带着赵爽和萧可去了旁院, 即是给玉燕他们留空间, 也是他们这个小家要私下说说话。 院里的饭桌没有撤下去, 就着桌上的酒杯, 陆平山喝了一口, 摸摸顾衡又摸摸玉欢的小脑袋, 嘴上带着笑, 眼里擒着泪。 咱们的苦日子都过去了。 顾洛和玉欢坐在旁边, 看着他笑, 顾衡趴在陆平山腿上。 喂,祖父, 说说以前吧, 说说我娘。 顾洛抿了命唇, 玉燕抓了她的手, 在桌子底下食指相扣。 该说的总是要说的, 过去的说清楚了, 才能拿出全部的力量去迎接未来。 陆平山摸着顾衡的头, 眼睛略微眯了眯。 你娘? 你娘是个好姑娘。 小时候你外祖母让你娘学女工, 她不愿意, 就喜欢跟着萧家的小子们乱跑, 爬树上房摸鱼耍鞭子, 小姑娘玩的她都不稀罕, 就喜欢这些呀。 她和萧家的小子走得近, 老萧想要两家接亲, 本事私下里问我, 哪听想让你娘听见了? 才十二三的小姑娘一点不知羞, 跑出来就说她看上萧客了, 她哪是看上萧客了呀? 她是看上人家萧客那套拳法了, 看上萧客能带兵打仗, 她想跟着上战场呢。 后来。 提起自己的小女儿, 陆平山声音是颤的, 胸膛起伏, 陆平山一叹。 北宴的那位皇子来了, 从小跟个混账小子似的陆家野丫头, 见了北宴那位皇子, 一下知道穿裙子, 编头花, 知道美了。 她看上了北宴的那位皇子, 和我说了好几次, 想要嫁给人家。 我和你们外祖母自然是不愿意的, 且不说, 那人当时身份还是个质子。 就算不是, 千山万水的我们也不愿意她远嫁。 女娘啊, 胆子大, 我们不同意。 她就想偷摸着跑出去见人家。 人家好好的一个皇子天天被她缠着。 起初北宴那位皇子还恼腾, 还去仙帝那里告过状, 后来也不知怎么的, 天天让女娘追着欺负, 还欺负出感情来了, 上门来提亲。 陆平山到现在, 最后悔的事就是当时没有立刻答应下这桶婚事。 若是应下了, 就没有后来了。 后来, 你们姑祖母就是嫁到柳州的那位青阳公主, 她悄悄地回了京都。 青阳公主在柳州过得不好, 驸马爷只和她那表妹情投一合, 对青阳公主和狮子十分冷淡。 青阳公主啊, 是带着狮子悄悄跑到京都的。 她求到我这里, 想要让我和皇上求情, 让她和世子留在京都。 她去柳州。 那时先帝发了话的, 那时候距离新帝登基才多久啊? 新帝不可能为拗先帝的意愿让她留在京都。 我把话和她说清楚, 我说我努力争取但不一定有用, 她大约是觉得我不肯全力帮忙, 就求到了安平伯府那边去了。 顾罗听得皱眉, 求到安平伯府, 难道青阳公主和安平伯府的人还有私交不成? 顾罗没有打断陆平山, 陆平山半眯着眼, 脸上带着一股子化不开的愁痛。 那次宫宴所在的新宫, 正好是皇帝囚禁献太子妃的地方。 我和另外一位朝臣谋划了营救太子妃的方案, 原本一切都进展顺利, 但是领了出了意外。 青阳私下把青霜带到了顾家老二跟前。 那时候青霜还没到急急的正日子, 青阳哄她, 说北燕的质子在那边和小姑娘说话。 青霜那时候喜欢北燕质子的锦, 又对自己的姑姑一点设访没有, 跟着青阳便去了行宫的一处偏远。 他前脚进去, 后脚啊, 青阳便将院门锁了, 安平伯府的顾老二正在院中等着他。 青霜从小是学过一点功夫的, 眼瞧着不对就要翻墙跑, 顾家老二即使设了个这么个圈套把他引来, 岂能轻易就让他跑了。 青阳来在之前呢, 就给青霜喝了梅子酒, 那酒里下了点东西。 先太子妃按照我们的营救计划, 从他被看守的院子里逃出来, 正巧听到了青霜的求救声, 听到顾家老二嘴里不甘不敬, 带着青霜的名字, 他为了救青霜, 私自改了营救计划。 他进了那院子, 当时皇上派去看守他的人已经发现了不对劲, 将情报回禀给皇上, 皇上下令让人搜查新宫, 没办法, 为了救出青霜啊, 先太子妃只能在那边放了把火, 那把火的确是起到了作用, 他也的确是救了青霜, 他火势太大了, 等我们趁乱将他救出来的时候, 他一双腿, 已经让宝下来的梁柱砸得没了知觉。 陆平山看向玉燕, 臣没护住你母妃啊。 玉燕哪里当得起这样的话, 那种情形下有人肯冒死去救他母妃, 就已经是他天大的恩人了。 哎, 外祖莫要如此。 跟着顾落, 玉燕也叫外祖, 陆平山摇摇头。 火势大, 我们九丑娘娘不敢耽误, 便立刻将人送走。 等我出身栽区料理青霜的事情时, 青霜已经被安平不复的人扣住了。 皇上登基, 皇后立的是安平伯府的女儿, 那时候安平伯府势力如日中天, 可皇上不敢和北燕闹得太难看。 谁都知道, 北燕的质子曾到我府上提亲求取青霜, 现在青霜被顾家的二老爷折入了。 他们为了保住朝廷的颜面, 为了保住安平伯府的名声, 皇后出面。 让安平伯府将青霜直接带走, 并找了个人冒充青霜回到陆府, 当夜宣称, 染了恶极暴毙。 紧跟着, 安平伯找到了我贪污的雷雷铁证。 唉, 皇上也不知道是真清楚还是假糊涂, 连审讯都没有, 就直接定了案子。 而这个过程我甚至都不知道啊, 我折返回去就被羁押了, 直到后面被定罪流放, 才知道原来我犯了贪墨罪。 陆府被抄家, 当时府上藏着太子府一样重要的东西, 跟着我的人唯恐东西暴露, 惹来更大的杀身之祸, 悄悄将那东西转移了。 后来我才知道, 那东西让送到了安平伯府的庄子上, 搁在了青霜那里。 安平伯府扣押了青霜, 可又没杀他, 他们还想用青霜当诱饵, 搭上北燕的线。 万一北燕那位质子能登基呢? 后来, 北燕那位质子回了北燕, 的确是登基了。 安平伯府更加不会杀了青霜, 可他们又怕暴露, 就, 就毁了青霜。 青霜那几年过得很苦, 可他手里拿着的那些东西总等着人来许。 哭他眼熬着眼。 我在流放的途中被先太子的人救了, 颠沛流离, 几经波折, 我们回到了京都, 那时候根本就没存着报酬的心, 就想把王爷和青霜都救出来, 带走, 远走高飞。 可太子妃娘娘的身体已经熬不住了, 在王家村, 我们想办法和青霜去得了联系, 也想办法和京都那边疏通好关系, 说好了两日后, 去接青霜和小王爷。 可到了那一日, 太子妃娘娘身子没撑住, 天没亮就咽了气。 可不知道青霜是怎么得了消息的, 这边太子妃娘娘的身子还没硬, 那边就传出青霜的死讯, 说她是难产大出血了。 陆平山说着这些, 顾洛听的心口像是让针尖爬过, 一面是太子妃身子撑不住死了, 一面是陆青霜自杀死了, 当时撑着局面的陆平山, 看是多难受。 我知道青霜的意思, 她不想让我冒险去救她, 她想让我尽全部的力量去救小王爷, 去救小王爷, 去救玉燕。 那个时候, 他们根本没打算要如何复仇, 只想将玉燕从京都带出来。 陆青霜是为了让陆平山 能更全力以赴救玉燕才选择死的, 玉燕坐在那里, 只觉得眼前是模糊的。 如果陆平山当年没有谋划着救她母妃, 那陆青霜也许就不会出事。 陆青霜不出事, 安平伯父就不会丧心病狂到, 把整个陆家铲除。 他一讲, 何德何能, 得陆平山付出这样的代价。 原本是玉燕牵着孤洛的手, 现在变成了孤洛牵着她的手, 牵得紧紧的。 陆平山看向玉燕, 陈带人去京都救你, 但那时候你突然进宫住着了, 陈铺了个空, 错过了那次机会, 就再也没有找到别的机会, 又唯恐在京都待久了会出差错, 陈就只能先离开。 后来他遇上了老南瓜, 再后来, 在老南瓜一步一步地安排下, 他没再去救玉燕, 而是改成了在西北替他, 替老南瓜, 替那些死掉的人搭砖剑瓦, 是为后来的某一天到来。 外祖父, 你就没想过要救我和我姐? 且不说在庄子上那几年, 单单是后来去了京都, 顾衡和顾洛都过得有今天没明天, 在安平伯府被安平伯府欺负, 去了太医院, 被太医院的医女们欺负。 更遑论, 还有京都大大小小的贵女们公子们, 日子一天天过得就跟争命似的。 顾衡无数次心疼顾洛, 心疼到想要放下一切不管了, 他要带她姐走, 可那么多血仇都摆在那里, 她走不了。 活着的人之所以活着, 那是因为身上背着死去人的命, 没有资格选择自己的人生, 所以这些人里只有她姐是最无辜的, 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 被迫卷入这样一场复仇之战。 陆平山看着顾洛, 皱着眉, 不知如何开口。 我都明白, 你…… 外聪, 对不起你和小恨爱。 没有救出玉宴, 陆青霜又死了, 那时候陆平山满脑子就一个想法, 她要报仇, 即使要报仇, 她怎么可能带着两个孩子, 她自己都朝不保夕, 如何保证两个孩子的安危。 更何况, 安平伯父留着顾洛就是为了能和北燕的皇帝扯上关系, 她绝不可能轻易把人带走, 也正因为如此, 她知道, 顾洛不论怎么样, 都不会有生命危险。 说到底, 就是她心肠狠, 她想要报仇。 顾洛原本也只是为了给姐姐争一句对不起, 她知道陆平山的苦处, 没再笔吻, 转了话题。 真没想到, 害了我娘的, 竟然是庆阳公主。 玉宽一脸愤愤。 早知道当时就不让小金一口咬死她那么便宜了。 顾洛拉了陆平山的手, 外祖父, 我和恒儿一点缘队都没有, 您做的是家国大义, 若是没有您当时的选择, 咱们也没有现在的团聚, 您心里别难受。 陆平山让顾洛安慰的心里酸胀, 千言万语, 已经说出来无意义。 她拍了顾洛的手背, 等事成后, 咱们去给你母亲上坟。 陆家, 也就陆青霜还有个坟, 其他的, 在流放的途中都七零八落得死了, 连坟都没有。 这样的仇, 怎么可能不报? 她是陆平山, 她也会做出一样的选择。 那逝去的是一条条人命, 死得那般冤, 活着的人, 怎么能熬得住呢? 等陆平山说完, 玉燕起身, 端端跪地, 给陆平山磕了个头。 燕儿替父王母妃, 谢谢陆大人, 谢谢外祖父。 谢这个字太轻, 但燕儿还是只能说, 谢谢。 玉燕这个头磕得心里很不是滋味, 陆家是为了他们家才家破人亡的, 最开始的开始, 她甚至厌烦顾洛的纠缠, 厌烦顾洛的追求。 若非当时顾洛能医治得了玉欢的病, 她怕会一个烦躁, 直接把人杀了。 玉燕想都不敢想, 她若是真的杀了顾洛。 陆平山没受玉燕这一败, 她起身要去扶玉燕, 可顾洛心里明白, 玉燕所想, 拉出了陆平山。 外祖父, 于清于礼, 您当得请, 何况, 她也叫您一句外祖父呢。 陆平山坠坠不宁, 被顾洛拉着坐下, 却不敢当玉燕第二个磕头, 只让她赶紧起来。 玉燕磕头只为表达心中愧疚感激, 尽管这样的表达不能体现心中万分之一, 可也是她现在能做的唯一, 自然不会让陆平山因为她的举动为难, 只磕了一个头便起身, 紧挨着过落坐下。 那清阳当时必定是没有得到安平伯府的帮衬, 后来怎么又搭上了定远侯府啊? 端康王可是定远侯夫人的亲生儿子, 这也太狗血了点。 陆平山冷笑, 当年清阳想要嫁给先帝, 先帝看不上清阳, 却看上了还未出阁的定远侯夫人。 偏偏定远侯夫人有心上人, 根本无意进攻, 先帝用强强占了定远侯夫人。 定远侯夫人当时就有所察觉, 没反抗成功, 当夜趁着先帝熟睡, 离带淘江让清阳代替她躺回床上, 虽然自私, 可清阳巴不得如此。 第二天一早, 先帝只以为自己异乱情迷睡错了人, 清阳原以为可以以此进攻, 可先帝一怒之下, 将她指昏给了当时的状元郎。 这往事听得顾鲁和玉燕一个大睁眼, 顾衡借口玉欢困了, 早在陆平山开口之前, 就先一步将玉欢带走, 现在桌上就剩他们三个, 玉燕唏嘘。 我一直以为是先帝对清阳求而不得的报复。 之所以赐封那尚未出世的孩子为端康王, 不过是因为先帝以为那孩子是他的种。 陆平山冷哼一声, 哼, 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至于当时定远侯夫人为什么未婚先孕生下的孩子, 又是如何一花接木给了清阳。 陆平山没说, 顾落和玉燕也不感兴趣了, 往事沉得让人透不过气。 陆平山没说话。 陆平山没说话。 夜深人静, 正房的内室中, 玉燕轻轻抱着顾落, 后怕涌到心头, 他手心都带着冷汗。 等京都重新太平了, 我重新追求你, 好不好? 他们的开始实在是太不好, 顾落轻抚玉燕的后背, 那时候你又不知道这些, 我那样缠着你, 你日子过得也别去苦闷, 让我馋得烦躁也是正常的, 自责什么? 玉燕抱着怀里的人, 愧疚又心疼。 我这一辈子都会对你好, 不让你受一点点委屈。 顾落有心将他心头的巨石扳开, 真笑。 原来你对我好是因为愧疚啊, 那要是没有那些事, 你原来不准备对我好啊? 没有那些事我也会对你好, 有那些事我更会对你好, 我这辈子都对你好, 我不做皇帝, 不用三宫六院, 以后就永永远远, 只有我们两个人。 两日后, 京都一则传言爆发, 从闹出到传开再到肆虐, 龙共用了半天不到, 先太子葬身的那场大火, 是当今陛下为了夺位放的, 玉小王爷是当今陛下 强迫了先太子妃生下的, 他留着玉燕, 是为了日日折辱先太子的在天之灵, 所以, 每年皇室祭祀, 皇上都会把玉燕带在身边, 传言一出就说得活灵活现, 有鼻子有眼。 玉书房里, 皇上前脚灌了一口雪梨汤, 想要平息怒火的灼烧, 后脚一口鲜血喷出, 人当场昏厥, 六皇子在床前示极, 等皇上清醒了, 一边端着药碗喂药, 一边道, 父皇, 如今谣言肆虐, 怕是需要父皇发一句话, 说玉小王爷就是先太子的骨肉, 如此才能保住父皇的名声, 不然外面传得太不堪了。 皇上殷爵又醒来, 原本心虚略略平息了一些, 此时听了六皇子的话, 那怒火再次窜上心头, 张嘴壳出了血。 六皇子赶紧给他拿帕子擦了擦嘴。 父皇保重身体啊, 谣言定是端康王故意放出来的, 他居心不良, 父皇可不要让他得逞啊。 皇上忍着一枪的暴怒, 之前谣言肆虐的时候, 朕已经说过燕尔就是先太子的骨肉, 这还让朕再如何解释, 那老狗贼故意要污蔑朕的名声, 朕总不能让他牵了鼻子走。 如今他在暗, 我们在明, 我们抓不到他的行踪, 他却如荫沟里的老鼠四处搞破坏。 端康王的目的很明确, 他就是想要蛊惑民心, 动摇朝纲, 那下一步他可能就是举兵进犯了。 就算我们无事谣言, 可他若是举兵进犯, 就西山大营那些人能抵挡得住吗? 父皇, 之前端康王就已经勾结了于衡的知府, 满朝官员还不知道多少被他收买了, 我们也不知道他的势力到底多大。 父皇, 儿臣这心里总是有点发慌, 万一真打起来, 儿臣唯恐让那狗贼得逞。 六皇子一脸的担惊受怕, 皇上原本心头只是怒火油窜, 此时倒是多了几分不安, 不过他心中有分寸, 到底比六皇子稳得住。 这个你不用担心, 朕手里有人不怕他犯的。 六皇子眼睛亮了亮, 父皇的人就在京都吗? 万一端康王直接进犯京都, 父皇的人能第一时间赶来吗? 皇上撵着手指没做打, 默了一会儿他笑道, 放心就是, 朕自有安排, 不怕端康王进犯, 就怕他不来。 对皇上而言, 眼下最当紧的是那谣言, 外面传得沸沸扬扬, 说他玷污了前太子妃, 玉燕是奸生子。 他不在乎玉燕的名声, 但是这脏水, 绝对不能泼到他的身上。 皇上召集了心腹朝臣, 再次命令下去, 强调玉燕就是先太子的遗孤, 他只是替先太子养孩子而已。 这一项处理完, 皇上命人将心柔郡主接到了御书房, 自从上次宫宴之后, 心柔和太后便一直被软禁在太后请宫, 现在是皇上用他的时候了。 心柔一来, 皇上连装模作样都省去了。 朕这么多年把你养得比正儿八经的公主都娇贵, 也该到了你回报朕的时候。 当年你父亲离开, 亲口答应了朕的, 南兆三千金兵, 随便朕的调钱。 心柔看着皇上, 嘴角带着一抹不屑的笑, 但他很快掩藏了起来, 屈膝行礼。 陛下只记得父亲当年对陛下的承诺, 却连我的婚姻大事都不肯做主。 心柔心里委屈, 陛下明知道我心悦于小王爷的。 你要何阵谈条件? 心柔郡主直直看着皇上, 从御宴离京, 他就派人跟着御宴, 让那些人找机会将御宴绑了, 秘密带回京都, 结果一群蠢才一路都没有找到下手的机会。 最后, 还是前周城的徐明东把人抓了, 可现在距离徐明东抓的人已经一个多月过去了, 那边突然中断了消息, 什么都送不来。 心柔在京都什么消息都说不到, 宛若一个聋子瞎子, 他这一辈子, 都是被人当作棋子, 当作利益的交换体活着, 他凭什么不能为自己谋一点福利呢? 他没有别的愿望, 就一点, 他要御宴, 而且爹爹说过, 皇上找他讨要三千精兵的时候, 就是南兆数万大军进宫的时候, 到时候, 整个江山都将是南兆国的, 御宴理所应当是他的, 心柔平静又淡定地看着皇上, 陛下需要我父亲的三千精兵, 我需要御宴, 只要陛下肯答应将他给我, 我就替陛下写信, 南兆三千精兵入境, 必定是要从乾州城进来的, 陛下如今将乾州城封给御宴, 就不怕他敌死汉守乾州城吗? 陛下下旨让他回京, 只要见到人, 我立刻写信, 皇上皱眉 玉燕现在杳无音信, 朕去哪儿让你见人? 莫说玉燕, 就是安博王府的家眷, 现在都还没有传回消息呢? 这倒不是皇上推托, 他是真不知道玉燕在哪儿? 陛下不知, 恰好我知道他就在乾州, 陛下下令吧, 见了玉燕我立刻写信。 皇上让心柔这话 经得同仁轻缠。 你知道? 你如何知道? 这重要吗? 陛下该不会当真以为我父亲 将我留在这里做人质, 就一点都不给我保障吧? 此时说这些已经没有意义, 陛下给我人, 我给陛下兵, 我们各位立意。 原本谣言的是 就激得皇上怒火喷发, 现在他更是怒不可喝, 当年他之所以放走 心柔的父亲, 就是因为一则将对方的身家令牌扣押在手, 二则就是扣押了心柔。 三则, 他当年和南兆现如今的皇上, 有过一段秘密交易。 他一直以为, 心柔是他养在笼中的金丝雀, 只等着有朝一日放鸟出笼, 为自己换来利益。 却不知道, 这么多年在他眼皮子底下, 心柔竟然有自己的保护势力, 他竟然一无所知。 这种被欺骗的感觉让皇上怒火搅动猴头的鲜血, 他忍了好一下, 才忍住猴头那口心甜。 朕下令可以, 但是, 朕怎么知道你不会骗朕呢? 毕竟这么多年, 朕都不知道你竟然还有自己的势力呢。 朕都不知道燕儿在哪儿, 你却知道, 你让朕觉得不踏实。 既然陛下不放心, 那这样可好。 陛下下令让玉燕回京, 我写信给我父亲, 陛下的圣旨和我的信, 有陛下的人和我的人一起送出。 到时候, 那圣旨到了乾州, 玉燕回京, 我的信则过了乾州, 直达南兆, 如此一来, 谁也不耽误。 皇上自从登基之后, 便一直将所有他看不顺眼的人, 捏在手心里折辱。 这还是头一次, 有人这样和他讲条件。 你就不怕朕将你关起来严行伺候, 到时候你叫天天不应, 较地地不灵, 你就知道该不该和朕提条件了。 陛下既然有这个心, 不妨试一试。 我敢保证, 我前脚被陛下抓了, 后脚南兆大军将踏平前州, 直倒中原。 到时候, 就不是帮着陛下对抗乱贼了, 而且当年的事, 我凑巧知道一二, 我被抓了, 想必有人会把我知道的那些散播出去, 陛下不怕吗? 若说之前皇上勉强能压下怒火, 可随着心柔一句, 当年的使活凑巧知道一二说出口, 皇上怒火喷发顿时拍案而起。 放肆! 他一双眼睛像是在朝外喷射毒针, 那紧紧攥住的拳头, 犹如要捏断心柔的脖子。 心柔面上一丁点表情变化都没有。 臣女若是不大胆, 这些年还能在这里活着? 陛下留了臣女, 不过是为了把臣女当作威胁我父亲的人质。 可陛下难道不知道, 这世上最容易变化的就是人心吗? 你拿我威胁我父亲, 我若是没点本事, 怎么才能保证我父亲不会放弃我呢? 毕竟他回到南兆之后, 妻妾成群, 儿女无数, 我算什么? 皇上不要天真了, 你想要得到南兆精兵支援, 就只能通过我, 不然难道陛下还想与我南兆的陛下再联手一次? 只怕就算是陛下愿意, 我南兆的陛下也不肯。 南兆风平浪静, 国泰民安, 谁想惹一身骚呢? 皇上一个自诩能将一切捏在手心的人, 将其他人都当作棋子为他利用的人。 现在被一个他根本不放在心上的小姑娘指着鼻子鄙夷, 那怒火喷发而出, 却毫无发泄之处, 他愤然将拽上的东西推洒在地上, 抬手指指心柔。 你, 大胆! 怒急, 连一句怒骂的话都说不出口。 陛下想要得到南兆的精兵支援, 还是不要太过愤怒, 悉悉怒, 赶紧写圣旨吧。 玉燕早一日回来, 我南兆的精兵就早一日前来支援。 不然万一端康王作乱, 谁来保护陛下呢? 靠西山大军吗? 靠定远侯府的南疆大军吗? 还是靠西北军啊? 陛下自己心里也知道, 这些人靠不住吧? 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 端康王都收买了谁, 收买到什么程度, 你什么都不知道。 你只能像二十多年前一样, 依靠我南兆。 心柔挺胸昂首, 直视皇上, 说话间带着凌凌气势, 皇上瞬间像一只泄了气的囊, 气势肉眼可见地别了下去, 最终在无可选择的情况下, 皇上不得不向心柔妥协。 他下令让玉燕秘密回京, 心柔让他南兆的父亲率军前来, 该写的写好, 剩下的就是选择派送的人员。 心柔那边有自己的人, 自然是不必多想。 皇上这边, 上次太子作乱, 他的人为了保护他全部丧民, 眼下他能用的, 功夫又是一等一的好, 不至于让心柔的人半路给毒害了的。 除了常年, 皇上再没有更好的选择。 索性常年的家人还在京都, 还有儿子, 有闺女, 还有妻子, 都是皇上能将常年紧紧攥在手里的人质。 最终, 心柔派了两个自己的人, 常年带了一人, 四人一行, 带着圣旨和姓函, 离京出发。 从京都出发去泉州, 走官道必经京南, 秦莫嘴角擒着一抹吊耳郎当的笑, 带着当时玉燕留给他的人, 曲着腿, 靠在一棵杨树下。 大人, 人来了。 秦莫眯着眼睛, 看着远方的功夫, 他的嘴从急急折返回来。 秦莫腰杆撑了一下, 呸得吐掉了嘴里叼着的一根干草棍子, 转头看向那边的施工队。 加把力气, 争取天黑之前, 把咱们京南这一段的官道给我修完了, 咱们也算是万事大吉了, 回去啊, 我做东, 请大家吃羊蝎子去。 好嘞。 那边挥着锄头铁锹的十几号人, 错落不一的硬核, 卖力地修着坑坑洼洼的官道。 好好的官道, 前几天下了一场雨, 也不知怎么了, 就变成了一个坑一个坑的。 坑大的, 连马车都没法走, 更不要说行人了。 秦莫作为金南的地方官, 总算是在今儿腾出了时间, 带着人亲自过来修路。 官道上新柔派出来的人, 瞧着前面官道处上的人, 顿声警惕。 怎么突然出现那么多人, 我们还是绕行一下吧。 怪道人说南照都是软蛋, 果然如此, 不过就是几个羞怒的苦力 就把你们吓成这样。 被骂软蛋, 那人顿时大怒。 我是为了什么小心, 还不是为了你们陛下的事 不说一点耳搁。 我为了你们求个完全, 你倒是还有心情说风凉话。 常年翻了个白眼。 用不着, 就走官道, 走小路耽误时间。 这一路出去, 官道上指不定遇到 多少次站路修路呢, 总不能每次遇到都要绕路吧。 就走官道。 常年的坚持, 让新柔派出来的两个人 越发觉得不踏实。 一番争执, 他们执意要走小路, 常年拗不过, 只能带着一脸不情愿的火气 跟着他们绕小路。 一刻钟后, 秦末怀里揣着一封信函, 带着自己那帮修路工 回了金南府衙。 信函正是心柔郡主写的那一封, 上面清清楚楚写着, 让他父亲履行当年约定, 派三千精兵来支援皇上, 抵抗端康王作乱, 帮助皇上平歇内乱。 秦末给常年倒了一盏茶。 有了这个, 皇上勾结南赵的罪名, 就算是落实了。 你可以直接去乾州, 给玉小王爷报喜了。 这边你们放心, 你们复仇之军打响战役的 交集一传来, 我保证这信函上的内容 传遍朝野上下。 就连三岁的孩子, 我都让他能出口成章。 常年将那盏茶一口喝尽, 起身朝秦末抱拳行礼。 多谢秦大人。 秦末就这信函当扇子用, 扇了两下。 兴不着你这, 我也不是为了你。 常年动了一下嘴角, 没说话。 他当然知道秦末是为了什么, 秦末和他也没话多说, 正是说完, 常年告辞离开, 直奔乾州。 他前脚一走, 秦末提了狼嚎虎笔, 白鹿书院响当当的人物, 写一篇煽动人心的习文, 简直手道擒来, 一切具备, 只等东风。 京都, 六皇子奉命将常年的家人 捉了起来当人质, 他没刻意表明什么, 只吩咐抓人的时候, 别吓着孩子。 常年是所谓皇上的心腹之人, 等回了京都, 那是还要被皇上继续重用的人。 有了六皇子这话, 那些看守常年家眷的人, 心里也就有了数, 只言家看守, 却不曾磕淡。 有关前太子的死, 玉燕的身份, 当今陛下和南兆国勾结, 购害萧家军的传言, 在朝廷几次下令整顿的后, 依旧肆虐。 常年出发半个月后的一个下午, 京都传来一道惊雷般的消息, 端康王自称是先帝皇嗣, 要为前太子报仇。 是当今陛下为了夺位, 纵火烧死了前太子, 而先帝原本是要下旨, 处死当今陛下的。 当今陛下为了登基, 弑君杀父, 堵死了先帝。 端康王要为父报仇, 抵挡天下, 以示正听。 这消息传到御书房的时候, 京都上上下下早已经传遍了。 不止京都, 几乎天南海北的百姓都在讨论, 是当今皇帝火烧了前太子, 又毒杀了先帝。 是当今皇帝勾结南兆国, 害死了当年号称铁骑兵团的小家军。 累累血债, 一夜之间犹如星火燎原, 被千万人口口相传, 生生议论。 混在这所有议论中的, 还有一道愉加强烈的呼声。 当今陛下之所以把先太子的儿子 玉小王爷养在长公主府, 不是为了替手足养活血脉, 根本就是为了羞辱已经死掉的先太子。 皇上铁青着一张脸, 坐在御书房的笼椅上。 那是总管立在皇上身侧, 瞧着他一夜之间全白了的头发, 和脸上欲见松垮的皮肉, 眼底全是冷色。 皇上号颜面, 登基之后更是将颜面凌驾于一切之上。 任何事, 任何朝政, 做出决策的前提, 那都是他的颜面要光鲜。 那样喜好颜面的人, 如今一张脸, 被人砸在地上任人蹂躏。 从端康王宣布替天行道, 皇上一共吐了十二次血了, 这人身上有多少血够他吐啊, 现在之所以还能支撑着身体坐在这龙椅上, 召集心腹朝臣来商议, 不过就是一口怒气支撑着罢了。 支撑着吧, 还不到你死的时候呢, 做了那么多恶, 怎么会让你轻易死呢? 那是总管默不作声地给皇上添了一盏雪梨汤, 皇上死气沉沉地靠在椅背上, 微微眯着眼, 眼底带着怨毒的恨意。 底下几个保皇党的朝臣, 经过一番激烈的商议, 最终意见统一。 陛下, 端康王作乱, 他起兵于航, 一路上京, 咱们现在能派的兵, 有南疆大军, 西北大军和西山大营。 西山大营负责守卫京都, 不能轻易调遣, 那也就只剩下南疆大军和西北大军。 从距离远近来看, 西北大军能更迅速地出击, 而且南疆大军擅长南疆山地作战, 对中原平坦之处, 并没有西北军更得心应手。 当向西北军下发调令, 面积出兵, 压制铲除乱当, 这是端康王这一次, 手段着实歹动, 竟然散播出那样的谣言。 西北军中的将士, 有不少都是当年肖家军的同乡或者后代, 只怕那些谣言对西北军有所动摇, 西北军未必能全然听令。 皇上恨得咬牙气齿, 可他一双卓眼望着底下的几个老臣, 心头生出浓重的无力感。 这些老臣帮着他平衡朝局尚且勾用, 可若是谈论行军打仗, 没有一个能指望的上的。 当年的豫王倒是个能用的, 掏掠万千, 可死了。 没了欲望, 皇上陷在脑子里想遍满朝文武, 竟然想不到一个有足够能力来帮他渡过难关的。 皇上烦闷地叹了口气, 不用西北军, 用南疆那十万大军调出五万来, 让苏南淮亲自带兵去剿灭端康王。 西北军中有萧家军的影子, 他信不过, 谁知道西北军会不会和端康王勾结, 他不下令西北军就不能动, 一旦动了那就是谋反, 南疆大军就不同了, 那是苏南淮一手打造的铁骑, 定远侯府还在京都呢, 他不怕苏南淮不听话, 老臣文言脸上带着不赞同, 陛下, 南疆大军固然虽更可靠些, 可到底, 这个时候只要可靠就够了。 只要南疆大军能将端康王作乱的大部队拖住一个远, 让南兆的兵马有时间抵达就足够了, 比起西北军, 他更信任南兆的兵马。 皇上心意已决, 几位老臣再选无用, 加上现在情况紧急, 时间耽误不得。 既是定了南疆大军, 几位朝臣便立刻安排人去南疆传令, 等几位朝臣从御书房一走, 内侍总管去着皇上的脸色, 犹豫一瞬, 斟酌道。 陛下, 当日端康王陷害玉小王爷的时候就用了南兆的军械, 只怕端康王和南兆有勾结呀。 皇上闭了眼, 长出一口气, 摆了摆手。 他若与南兆有勾结, 当时陷害玉燕的时候就不会只用军械和伪造的心痕了, 就是没有真的勾结, 才用了伪造的东西。 还是陛下英明, 想得透彻。 陛下喝口梨汤润润嗓子吧, 说了一个时辰的话了。 皇上看了一眼那雪梨汤, 没动。 老二做什么呢? 二殿下前些日子在府里不慎落水, 着了风寒, 高烧不退, 还在府里养着呢? 皇上只觉得越发的力不从心, 心烦欲竭。 平时无事的时候, 这些皇子一个比一个蹦跋得厉害, 现在事情不断, 这一个个的倒是都敲摸得藏了起来。 老六呢? 六殿下今儿一早来过一趟, 当时陛下睡着, 老奴就没传。 六殿下说, 端康王作乱, 陛下兴许要用苏南怀, 他怕发生意外, 要亲自去守着定远侯。 别京都混乱, 让定远侯跑了。 朕怎么会让他跑了? 早从定远侯夫人勾结端康王那时候起, 皇上就派人监视了定远侯。 不过, 老六到底是单纯憨实了些, 这个时候, 也就他还在做事。 告诉他, 别累着了, 朕的江山以后还要指望他。 皇上这是透露了传位的意思, 内侍总管连忙低头。 老奴明白, 只可惜啊, 六殿下不稀罕你这传位, 他嫌你传的皇位脏, 他要的, 那是玉小王爷送到他手上的那一份, 那才是正经的皇位传承。 太子爷呀, 您可在天上瞧好了, 咱们小王爷长大了, 这准备了二十多年的戏, 开场了。 端康王作乱, 从于航一路杀到京都, 皇上派出去的人, 既没有带回南兆国的支援精兵, 也没有调遣成功南疆大军。 端康王一路游过无人之境一般, 几乎不费吹灰之力, 没有遭到任何抵抗, 成功抵达京都外围, 京南。 这一日, 京都天空阴沉, 大街小巷不见一个活人, 老百姓缩在家中瑟瑟发抖, 唯恐战火在京都蔓延, 祸及池雨。 宫中, 在惶恐不宁的气氛中, 内侍总管跌跌撞撞, 一路奔至御书房。 陛下, 不好了, 玉太妃登上了城门楼。 宫城门楼之上, 玉太妃身着太妃拱装, 手上抓着骨锤, 将城门楼上的一面巨大战鼓 敲得响若雷鸣。 这边的动静很快吸引了 满京都的文武百官, 学子百姓。 烈烈秋风之下, 玉太妃将骨锤放下, 手中端着明皇的圣旨。 太子和府葬身火海, 朕悲痛欲绝, 命人查看, 着实没料到, 火烧太子府的罪魁祸首, 竟然是朕的皇四子。 此子忤逆储君, 谋害手足, 勾结敌国, 罪不可赦, 证据确凿。 宣誓朕旨, 夹恩赐死。 本宫是先太子的养母, 当日, 先太子惨遭毒手, 陛下伤心愤怒, 查清原委之后, 便立刻写下了这份赐死诏书。 那知道, 赵书尚未送出, 可现今的陛下, 却在先帝的淫尸中投毒, 毒死了先帝爷。 他在登记之后, 雷厉风行地处死了东宫所有臣子, 更是将所有和先太子爷有关的朝城, 全部都发落。 本宫拿着这圣旨, 日是惶恐不安, 唯恐圣之心露之后, 本宫命丧事项, 不能将真相公之于众事大。 本宫苟且偷生二十余载, 处于等来了今日, 使君杀父, 千里难容。 等皇上得了消息, 急匆匆带着人, 赶到城门楼下的时候, 玉太妃已经将这番话, 说了不下十遍。 他所在的城门楼, 正是宫门最外一道城门, 外面对着的便是京都的大街。 玉太妃说得生死力竭, 大街之上又因为战乱, 而竟无一人, 这声音不知飘荡进了多少的府邸。 随着他吼叫的声音落下, 玉太妃忽然弯腰, 从脚边的麻袋里抓出一把宣旨。 这二十多年来, 我每一日都在提醒自己, 不要忘了, 贤弟爷, 他是怎么死的。 我一日都不敢忘记, 所以, 我日日都将这圣旨腾朝数遍。 拿去吧, 拿去吧。 他像是疯癫了一般, 抓一把那腾抄了圣旨的宣旨, 就朝城门楼下挥洒。 秋风将那轻薄的宣旨卷得漫天飞舞, 皇上震怒交加, 立在城门楼下怒吼。 放肆, 他怎么上去的, 谁让他上去的, 都是死人吗, 还不赶快把他弄下来。 早在他来之前, 禁军已经出动过一波, 想要冲上城门楼, 去将御太妃拽下。 可御太妃跟前的婢女功夫了得, 那婢女占据城门楼的位置优势, 手持弓弩, 但凡有人上楼想要阻止御太妃, 必定被那宫女一箭射死。 皇上还没来, 谁愿意这样不要命地去送死。 故而进宫了一两次之后, 禁军便作罢, 只等皇上来。 此时得了吩咐, 禁军顿时一拥而上。 狗皇帝, 你想要杀人灭口吗? 可惜, 老天爷不给你这机会, 毒杀太子, 毒杀先帝, 天里昭昭, 竟然让你在人世间苟火了二十余年。 不是不报, 是时候未到。 端康王乃先帝血脉, 他如今羽衣丰满, 前来娶你狗头。 先帝爷, 臣妾, 终是不辱使命。 县帝爷, 臣妾, 来陪您了。 玉太妃凄厉地一声喊, 跟着爬上城墙躲子, 在一众人惊恐地注视下, 一跃而下。 那漫天飞舞的宣旨, 游若冬日里的雪花。 玉太妃一身姜红色宫装, 从上而下划出一条线, 穿越那飞舞的白色纷飞, 跌落在地, 在铺满宣纸的青石板上, 血溅四方。 玉太妃死了, 临死狠狠地摆了皇上一刀, 皇上震惊地看着她。 这些年, 她虽然尊重太后, 可始终对玉太妃也算不薄, 甚至在促居院和玉太妃的寝宫, 还修建了一条密道, 方便她时时去看望玉太妃。 不为别的, 只为了能私下亲近玉太妃, 而不被太后知晓, 只因为, 她以为玉太妃是她的生母。 直到玉太妃死的前一刻, 皇上还都以为, 玉太妃是她的生母。 这怎么可能是她的生母? 玉太妃若是她的生母, 又怎么会豁出去一条命, 用死来成全端康王? 积攒了数日的怒火, 在这一瞬间到达顶峰, 皇上几乎是用尽全部力气一声吼。 为什么? 为什么? 她狼狈又愤怒地站在宫人和禁军当中, 怒吼之后, 嘴角带着血迹, 她一双赤红的眼睛盯着地上玉太妃, 躺在血泊里的尸体。 你为什么这样对朕? 朕对你不好吗? 太后有的朕都给了你, 除了名分, 朕全都给了你, 你怎么还不知足? 非要这样置朕于死地? 为什么? 你为什么? 自从上次她让新柔郡主给南兆国送信, 太后和新柔的禁足也就跟着被解除了。 新柔扶着太后急匆匆地赶来, 没有来得及阻止玉太妃对皇上名声的诋毁, 却只看到玉太妃从城墙上一跃而下。 她若活着, 还能说是她被人蛊惑? 孙卿死了, 死无对证, 再说她是被人蛊惑, 又有多大的说服力呢? 玉太妃用自己的一条命, 为端康王的谋逆, 彻底铺平了路。 那是总管震惊之色, 久久难平。 难怪端康王谋逆谋得这般理直气壮, 之前玉燕和萧家远猜测了无数端康王背后的底气, 到底是什么? 没想到, 竟然是玉太妃。 那也就是说, 之前帮着端康王从宫里逃走的人, 也是玉太妃了。 玉太妃竟然用这样的方式, 去帮助端康王, 除了亲生父母, 谁会这样做? 可, 内侍总管都懵了, 端康王到底是谁的孩子? 丁院侯夫人认他是儿子, 青阳公主养他这么多年, 现在又冒出一个为他去死的玉太妃, 编画本子的也不敢这么编吧, 会被毒者给骂死的。 玉太妃的死给本来就惶惶不宁的京都, 又加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让动荡不安的潮举更加分崩离析。 不过, 就在这一切都几乎跌入谷底的时候, 京南传来好消息, 一路都没有遭遇任何抵抗的端康王, 在京南被秦莫给接住了, 秦莫向京都发来求救, 他最多只能死守积南三日, 还望陛下速派援兵, 没有等来南兆的支援, 没有等来南疆大军。 皇上已经做好最坏的打算, 准备让西山大营的兵马, 在京都城墙下与端康王开战, 却怎么都没想到, 端康王竟然让秦莫拦下了, 才受了重重一击刺激的皇上, 一时间感慨万千, 犹如抓住了人生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朕当日给了秦莫一个机会, 真是没想到, 他竟然这般忠心耿耿地回报阵。 传练下去, 西山大营调兵一半人马, 速速前往京南, 由秦莫拳拳指挥。 这乡, 秦莫接手西山大营一半的兵马, 全力进攻席卷而来的端康王。 端康王从渔航一路北上直达京都外围京南, 一路都顺风顺水, 没有遭遇一丁点阻碍, 却不料在京南遭受了 其末雷霆万军的阻挠。 几番进攻不仅没有夺下京南城, 反倒是让端康王损兵折将许多。 武力进攻不成, 端康王亲自到了阵营前, 向京南城中的人喊话, 你们这样抵抗, 抗的到底是什么呢? 先太子爷惨死火海, 先帝被那数字毒杀, 那数字名不正言不顺, 霸占皇位二十多年, 这期间可有任何剑术。 他昏溃无能, 只知浩大喜功, 为了名利残害忠良, 西北栽荒, 多少百姓饿死了, 朝廷做什么了? 秦末, 你读圣贤书明大道理。 现在怎么连这个道理都想不明白? 他若是明君, 我哪怕知道他是怯了王位, 也忍下这口怨恨, 不为别的, 只为他能造福百姓。 可如今呢, 你看看现在百姓的日子, 一句水深火热鸣不聊生, 不为过吧? 若非他无能无德又无才, 却舔居高位, 怎会如此啊? 你反抗我, 是反抗天下黎民百姓? 你良心不痛吗? 堂堂七尺男儿, 就算不建功立业, 也不该助纣为虐啊。 断康王站在道德的制高点, 想要瓦解人心, 秦末冷笑着站在城门楼上。 哼, 就算不建功立业, 也不该助纣为虐。 陛下是不是咒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 就算是要讨伐他, 也轮不到你。 玉太妃是什么人, 那是人人都知道患了疯病的人, 他说出的话, 岂能令人信服? 就算是令人信服, 这还有玉小王爷在呢, 那可是先太子爷的轻生骨肉, 报仇血恨, 也轮不到你一个身份不明的人。 怎么? 端康王这是琢磨, 现如今陛下皇位来路不明, 你想取而代之? 别做梦了。 先帝爷在位的时候, 既然已经立了太子, 有了东宫, 那就算是取而代之, 也该是太子爷的子嗣取而代之, 轮不到你呢。 你连皇室御蝶都没上呢, 装什么大算啊? 就凭着一个有风病的太妃 说了一通胡言乱语, 端康王就真觉得 自己是龙子龙孙皇室血脉了? 就算你是皇室血脉, 怕也是个不被先帝承认身份的吧。 你这样的出生, 要是我, 必定藏着掖着不敢让人知道。 端康王真是一张好脸皮, 还敢用这种身份拨乱反正呢? 勾结南兆国, 用南兆国的军血购害玉小王爷的时候, 你存得什么心呢? 少来我这里装什么中魂裂谷, 我秦末, 只无愧天地良心, 认识你是谁呢? 秦末当着敌我双方将士无数, 将端康王一顿扫白, 奚落完了, 一点功夫不耽误, 直接命人杀敌。 端康王既是反了, 必定是准备充分, 他从来没有把西山大营放在眼中, 莫说是西山大营一半的兵马, 就算是西山大营全部人马来了, 他也不会眨一下眼皮。 谁不知道, 西山大营里的兵全是酒囊饭蛋, 平日操练都是糊弄着完成, 可现在被他瞧不起的西山大营的将士, 却是将他杀得连进宫都存了气意。 你们主子还有多久到? 秦末斜靠在城墙上, 眼睛眯着前方黄尘滚滚的战场, 问旁边的人, 那人正是玉燕留给他的随从。 王爷带西北军精锐部队三千, 走的是小路, 算日子最晚明日夜里能到。 秦末原本微眯的眼睛睫毛畅畅, 嘴角勾着一抹漫不经心的笑。 既然他最晚明日夜里能到, 那今儿天黑之前, 你去把我向前想好的西文送到京都, 用什么办法我不管, 务必让那西文在明天晨午之前, 在京都大街小巷热闹起来, 等京都沸腾了, 再派人将那西文送到其他地方。 秦末替玉燕写的习文, 慷慨激昂地隶属皇上述宗罪, 条里分明地提出, 玉燕将其驱逐下皇位的不得不行之意。 落款处, 秦末毫不避讳地用了自己的名字。 一来, 秦末在白鹿书院读书时, 广交天下文人, 朋友众多, 二来, 他手里的兵马可是皇上亲手给他的。 不知道皇上看到那样的习文, 会如何反应呢? 秦末从来不标榜自己是好人, 是君子, 他做事只一个缘由, 他是为了顾落。 他这份感情表达得坦坦荡荡, 毫不遮掩, 但也清清白白毫无龌龊。 金南城门外的激战, 随着端康王那边的补敌而消停。 端康王, 想要放弃京南, 绕道而行。 前来回禀的将士喘着粗气, 等秦末的意思。 秦末手掌撑着城墙躲着。 做梦呢? 他们想要绕行, 你们王爷许吗? 望着正在退后的端康王大部队, 这些人, 顶着西山大营将士的名号, 实际上却是许久之前, 萧家远从岐北调来的那一批人, 那是真正的萧家军的后人, 由萧家远的大哥二哥亲自训练出来的人, 一个个如狼似豹的, 能让端康王撤走? 开什么玩笑? 端康王直接被活捉了, 都没明白为什么西山大营的兵突然这么勇猛。 他以为秦末抓了他到宫中领赏, 还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 琢磨逃脱的计划。 然而秦末如同看一条死狗似的, 只轻飘飘地瞥了他一眼。 点了天灯得了。 京都, 秦末在京南大节, 彻底击垮端康王反军, 并拿下端康王本人的消息传来的时候, 皇上正在御书房和一众朝臣商议国事。 御书房内原本沉重到压抑的气氛, 随着这道胜利消息传来, 顿时云开月明, 所有人齐声欢呼。 端康王一死, 御太妃带来的影响, 也就可以忽略不计了。 陛下功夫齐天, 陛下龙威浩荡荡。 一众朝臣面带喜色, 齐刷刷地跪下给皇上贺喜。 皇上那张阴沉焦虑凝重不安的脸, 终于在这一刻露出了笑容。 朕才是真正的真命天子。 传令下去, 绷上西山大营将士, 秦莫着身为。 不等他说完。 父皇, 不好了。 六皇子拿着一张大纸, 推开御书房的大门, 急匆匆地进来。 欢快的气氛被六皇子打断, 所有人看向六皇子手里的东西。 皇上脸上的笑容在看到那纸上的刺史, 顿时浑身一僵, 怒火窜起来的瞬间, 看到最终的落款, 秦莫。 那两个字就像是一记重锤, 重重砸在了皇上的神经上。 他脸上所有的骄傲和荣光, 被这两个字撕了个血肉模糊。 父皇, 现在这席文在京都传遍了, 外面闹得沸沸扬扬, 说得十分难听, 说玉小王爷才是真命天子, 说父皇无德无能, 舔居高位, 不配为人。 六皇子大约是脑子好了之后, 还不太通人情事故, 这种刺激人的话说得直白又难听。 皇上本来就被这席文给刺激的气都快喘不上来了, 他还一脸愤怒地放声高和。 这期末太过分了, 当初可是父皇给了他机会, 给了他信任, 他刚刚替父皇扫平端康王作乱, 怎么反过头来就要反了父皇? 他是不是疯了? 他这样, 别人只更加觉得父皇这皇位得来的有问题啊。 旁边几位老臣眼瞧着皇上脸色, 一下难看过一下, 咳了好几声去打断六皇子。 然而六皇子义愤填膺, 根本没注意到。 父皇当时真不应该给他兵马, 他拿了兵马倒是除掉了端康王, 但是现在京都的百姓, 金南的百姓, 那些唯恐端康王杀进来的百姓都觉得他是大英雄, 是他拦住了端康王才避免了百姓被战乱祸祸。 现在他突然写了这种习文, 这可比玉太妃在城墙上说的那些管用多了。 玉太妃充其量是宣扬出去了皇室秘文, 这真真假假谁知道呢? 大家不过是听了个乐呵, 就当听故事。 老百姓才不关系谁当皇帝呢, 可秦末不一样啊, 他刚刚立了战功, 而且端康王在百姓那边也没有什么好名声。 父皇, 这秦末才是最大的得意人, 秦末得意, 就是玉燕得意, 秦末支持玉燕回来夺位呢, 秦末的资本可都是父皇给他的。 他一句一句地说, 每一句都像是一把刀, 直接戳进了皇上的心口窝, 旁边一位朝臣实在忍不住了。 殿下, 别说了。 六皇子一脸纳闷。 为什么不说啊? 我不说, 我怕父皇不明白, 他信错人了。 皇上哇的一口血就吐了出来, 这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秦末的习文将他骂得狗血, 喷头, 骂完了, 嘴中落款, 秦末两个字写得那么大, 他有什么不明白的? 一口血吐出来, 皇上只觉得头晕目眩, 这一阵子, 他这身体实在是单惊结虑, 熬得发空, 现在又吐血, 皇上让气得不满红血丝的眼睛, 看向六皇子。 六皇子和那朝臣说完, 转头迎上皇上的目光。 父皇, 说不定当时, 玉王爷没有谋反呐, 真正谋反的是玉燕, 玉燕肯定已经知道了自己的身份, 他故意设计了玉王爷, 哎呀, 现在能帮父皇的人都让父皇杀了, 怎么办呀? 皇上又一口血吐了出来, 他皮肉松垮的手, 一把抓了桌上的席纹, 几下撕了个吸烂, 嗓子眼里咕弄着声音, 说出来犹如破败的风箱。 放肆。 对, 他真是太放肆了, 居然假装弱小, 假装顽固, 欺骗父皇。 现在他外放城王彻底自由了, 彻底脱离了父皇的掌控, 太放肆了, 我都生气。 他简直把父皇玩弄在鼓掌之间啊。 殿下。 老臣一句滴喝和皇上的一口血, 同时喷出来, 六皇子亲手端起旁边一盏雪梨汤, 送到皇上跟前。 父皇, 别动怒啊, 咱们现在认清楚他们的真面目还不晚, 您喝一口雪梨汤, 顺顺火气, 咱们赶紧相领一下怎么对付眼下。 秦末发了席文, 肯定是玉燕已经在反了的路上。 父皇, 现在西山大营, 一半的人马在秦末手里。 剩下一半肯定拦不住玉燕, 父皇要赶紧调兵啊。 哦, 对了父皇, 还有一件事, 你当时写给南兆国求救的那封信, 被秦末拦截了, 现在父皇的亲笔信, 就贴在京都, 醒部外面的告示篮, 所有人都看见您和南兆国私下写信来往了。 若说秦末的背叛, 是在皇上心口插刀, 那么现在, 皇上得知自己勾结南兆国的亲笔信被公使, 那就等于是将皇上本人拉出去灵迟。 他这一辈子, 最看重的就是颜面, 就是他作为皇帝的功绩, 就是他明军的一切蛛丝马迹。 可现在, 他勾结南兆国, 他的亲笔信被公使了, 他勾结敌国铁板钉钉, 皇上只觉得血气从胸口涌出, 他甚至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有没有喷咏吐血, 就眼皮一翻, 昏厥过去了。 砰的一声巨响, 皇上一头撞到桌岸上, 整个上半身结结实实砸在那里, 一动不动。 六皇子一脸震惊, 转头看向一群保皇党的老臣们。 我父皇怎么晕倒了? 一众老臣差点集体吐血。 你说呢? 六皇子目光扫过一群老臣。 必定是你们这些人, 不能帮父皇分忧也就算了, 竟然还把父皇气得吐血。 来人! 他忽然脸色一变, 扬高了声音喊话, 御书房大门顿时被人破门而入, 进军手持长刀涌入七八人。 御书房里几个朝臣纷纷脸色大变。 殿下, 这事要如何? 殿下, 陛下昏厥吐血, 不兴人事, 殿下当速速传他一来诊治, 难道殿下要趁着陛下昏迷夺权? 六皇子眯着眼睛, 看那说他夺权的老臣。 饕铁老祸, 你也配说我? 这些年, 都是你们窜断着父皇, 做出那些错误的判断。 若不是你们窜断, 父皇能杀了豫王? 若是豫王不死, 玉燕能有今日嚣张? 都是你们作乱! 父皇不忍心处置你们, 我替父皇处置! 请君策! 来人! 把这几个都给我拉出去, 斩首施咒! 几位老臣都是从皇上登基前就一直追随皇上的。 现在六皇子, 趁着皇上昏迷竟然要处置他们, 不仅处置, 还要斩首示众。 几个老臣顿时呼天枪地地叫唤起来, 皇上! 陛下! 陛下救命! 他们呼喊间, 内侍总管敲摸掐了一把皇上的人钟。 昏迷中的皇上浑浑噩噩地醒来, 一时回龙就听到耳边凄惨的哭喊声。 他勉强睁眼, 撑着胳膊从砖上起身, 入目就瞧见自己最幸运的几个臣子, 正被禁军朝外拖出。 那些臣子哭喊一片, 皇上顿时惊怒交加, 彻底清醒过来。 这是做什么? 六皇子回头, 一脸欣喜看着父皇。 父皇醒了? 那些人舔居高位, 不干人事, 专门蛊惑父皇。 儿臣替父皇处置了, 就说是父皇的旨意, 全部拉下去, 斩首示众了。 父皇放心, 儿臣替父皇办得妥妥的。 一句斩首示众, 刺激的皇上才醒过来, 就一口血吐出。 他咕弄着嗓子, 想要拍案而起, 想要抄起手边的宴台, 朝六皇子砸过去。 然而莫说起来, 他连手指都动弹不得。 嗓子呼噜噜的, 张嘴却发不出一个音, 只有一双眼睛, 一脸的猙獰, 扭曲宣示着心头的愤怒滔天。 六皇子看着说不出话的皇上, 忽然笑了起来。 父皇, 但凡这些年, 儿臣风风傻傻的时候, 你多看儿臣几眼, 也不至于发现不了一丁点问题。 皇上让他这突然诡异的笑容, 和话音绕得心头重重一跳。 皇上想要喊人, 可说不出话, 也动弹不了, 只能瞪着眼看着六皇子 朝他靠近, 心里慌张又恐惧, 犹如那日太子造反时一样。 六皇子双手撑着桌案, 您看了我这么久, 就没觉得我有点眼熟。 本来, 恶事做多了的人, 未必真的会噩梦缠身。 说什么因果报应天道轮回, 谁的仇谁知道, 报仇还得是自己, 靠坏人自己作恶吗, 那还叫坏人吗? 靠天道轮回, 因果报应, 那坏人何该死绝了? 好人何该长命百岁, 安享荣华? 事实呢? 皇上心跳如雷地盯着自己这个吃傻了许多年的皇子, 看着看着, 忽然眼睛大睁, 同仁狠颤, 满脸都是恐惧, 连汗毛都立了起来。 嗓子眼咕弄出激烈的声音, 可他说不出话, 六皇子轻笑。 哦, 认出来了, 当年你为杀我父王, 派人屠城的时候, 可曾想过我和我妹妹都能活下来。 当年你虐待玉小王爷的时候, 可曾想过, 他也会悄悄地瞒天过海, 把原本的六皇子换走, 把我换进来。 不过你放心, 我不会杀你的。 杀你有什么意思啊? 杀你, 岂不是给人诟病玉小王爷的机会? 他嘴角勾着笑, 伸手用极具羞辱的动作, 轻轻拍了拍皇上皮肉松垮的脸。 皇上, 等着吧, 我会用你儿子的身份, 用你的名义, 去给先太子爷, 去给我父王赎罪, 让天下人知道, 你有多无耻。 说完六皇子收手起身, 转头离开。 三日后, 玉燕带着萧克, 萧家远, 陆平山, 一路畅通无阻地回京, 原以为皇上会调遣南疆大军或者辽东大军来阻拦, 结果, 谁承想, 六皇子在京都处理的干净利索, 远远超过了玉燕的预期。 离应外合再加上秦末那篇席文, 玉燕顺利回京, 他顶着皇上曾经亲自下旨给他昭告天下的身份, 先太子的遗孤, 在京都城门外受文武百官的迎接。 二皇子抱病在府, 六皇子身着皇子宫庄, 在文武百官面前跪地赎罪。 当年, 我父皇残暴无道, 阴毒狠辣, 用最残忍则恶毒的法子害死了先太子爷。 他将玉小王爷养在跟前, 不是为了替先太子爷教养儿子, 而是为了方便日日凌辱。 我虽吃傻数年, 可这些年也时常目睹父皇 在御书房, 在寿员对玉小王爷的暴行。 吃傻那些年, 我不通人事, 现如今, 我这傻病被安博王妃医治好。 回想当年目睹的残暴行径, 我日日难食, 夜夜难眠。 现在知道了父皇窃取皇位的过程, 我更是寝食难安, 只盼着玉小王爷回京, 不求小王爷宽恕, 但求有一个认错道歉的机会。 我父皇自知作恶多端, 无言面对小王爷, 我替他磕头道歉, 归还皇位。 六皇子说得情真义切, 一番话说完, 高举双臂, 双手捧着玉玺递到玉燕跟前。 在文武百官眼中, 他可是皇上最敬最倚重的皇子, 皇上先是斩杀了保皇党的一众老臣, 现在六皇子又这般求饶, 其他朝臣一句话不敢多言。 皇上都这般毫无抵抗地直接向玉燕求和低头, 他们还说什么? 这天下终归是要成为玉燕的天下。 玉燕立在六皇子面前, 冷着一张俊脸去着他。 道歉? 道歉能起此回生? 本王不接受任何道歉, 本王的父王母妃也不接受任何道歉。 他当年坐下的恶事无数, 难道一句道歉就能一批勾销? 也不问萧家军数万阴魂肯不肯答应? 刑部尚书一步上前。 安部王, 听臣一言。 如今皇上知错, 毫无反抗地认罪领罚, 将皇位归还于你。 你若执意要他一命, 怕是要得一个暴君的名声。 其他朝臣道歇一口冷气。 靠, 你也太敢说了吧, 这玉燕王爷还是王爷的时候, 都是一言不合就要杀人放火的, 现在他马上就要登基了, 你说他是暴君? 找死呢? 一众朝臣战战兢兢, 唯恐一个眨眼的功夫, 就看到一颗人头落地。 刑部尚书说完, 低着头, 弓着身, 一动不动。 玉燕的目光从六皇子身上, 缓缓地移到了刑部尚书身上, 盯着他看了一会儿, 呼得笑了, 依旧是那一副魂不灵的流氓劲。 暴君? 说谁呢? 说本王呢? 本王说我要登基吗? 一语济出, 满场震惊。 所有朝臣目瞪口呆望着玉燕, 连惶恐都忘记了, 一张脸上就剩下一个表情, 你说啥呢? 玉燕眯了眯眼。 本王是恨毒了老匹夫, 恨不得将其活垮车裂, 但本王和他不同, 他当年为了一己私利, 谋夺皇权, 火烧太子府, 烧死本王的父王, 屠杀小县城, 杀死本王的皇叔, 这斩草除根的态度性子, 本王能与他相同? 谁做的念谁偿还? 本王不讲就连坐, 更对着皇位, 哼, 无半分兴趣。 玉燕说完, 抬脚就朝城门里走, 一众朝臣惊得缓不过来, 还是六皇子最先回神, 他跪在地上, 朝玉燕靠近过去。 这皇位, 本来就是先太子爷的, 如今归还王爷, 属于完璧归赵, 您若不接, 我, 我…… 六皇子站立不安地看着玉燕, 不知如何是好, 满眼无措, 倒是刑部尚书等。 王爷不登基, 这皇位难道还让如今这些皇子上位? 若不然, 这皇位该到谁手里? 爱谁手里谁手里? 本王只报杀父之仇, 只替萧家军数万阴魂讨功道, 这皇位…… 哼, 爱谁谁? 玉燕甩开六皇子大步向前, 六皇子还要纠缠, 旁边萧家远将他推开, 萧家远俊脸上带着冷吃, 冷吃中带着嘲讽。 哼, 装模作样, 你要真是诚心道歉, 当年你父皇屠杀一线百姓, 只为了杀死太子爷嫡亲的弟弟, 现如今, 我燕阁不愿登基, 怎么, 你是良心不安呢, 还是存着什么心呢? 六皇子一个机灵, 惶恐害怕, 我没存别的心, 真的没有, 我吃傻数年, 感激安伯王妃让我清醒过来, 我, 我…… 他跪着朝玉燕那边追过去, 若是于小王爷不嫌弃, 我愿意改换玉蝶, 从此, 我就是永安王的儿子。 六皇子一声吼出, 文武百官齐齐看向他, 六皇子向玉燕磕头。 我将自己, 过激到永安王名下, 从此做永安王的儿子, 祭坛摆放先太子爷和永安王的牌位, 我日日年年供奉上乡, 行仁子之礼。 若当真如此, 那就等于是将现在的皇帝从皇室遇蝶, 不, 不仅仅是皇室遇蝶, 而是将现如今的皇上再为这么多年的日日夜夜全都抹出。 众人这才惊觉玉燕的真正用意。 永安王是先太子嫡亲的弟弟, 六皇子过记到永安王名下的话, 报仇不光要杀了这个人, 还要将这个人彻底抹出。 众人摒弃宁神看着玉燕的反应, 玉燕朝前迈出的步子一顿, 回头看向六皇子, 呼得一笑。 你不就是永安王的儿子吗? 紫城副业, 你现在登基继承的是永安王的皇位。 说完, 玉燕转头离开。 他一走, 在呆若目击的朝臣当中, 刑部尚书率先冲着六皇子一声高呼。 吾皇万岁。 六皇子跌跌撞撞从踢上爬起来, 手里攥着玉玺, 时至今日, 他终于名正言顺地 做回了他自己, 永安王长子。 玉燕走了, 玉欢没走, 玉欢就站在六皇子跟前, 他是回来的路上才知道, 原来他哥哥没死。 六皇子牵了玉欢的手, 一扫重臣。 父皇身体不适, 从今日起, 由我暂时代理朝政, 至于那勾结南兆, 残害忠良, 害死萧家军数万忠烈的狗贼, 本王明日早朝, 宣誓处置。 众人听得明白, 这一句父皇, 说的再也不是现如今那位父皇, 而是先太子的嫡亲弟弟永安王, 那个被皇上涂成杀掉的人。 玉燕彻底抹除了那个人, 是于那些宫里的公主皇子。 玉燕向来不是什么仁义的好人, 全部圈进冷宫, 连同那位奄奄一息的狗贼, 他连最后一面都不想去看, 由他自生自灭去吧, 死了便死了, 活着, 活着就让他感受感受被彻底抹除的快乐, 对他这种人, 不给他一个眼神才是对他最大的折磨。 六皇子吃傻多年, 这才神志清醒多久, 一众朝臣原本都以为玉燕所谓的不登基, 不过是想要搏一个美名, 实际上是要做把持朝政的摄政王, 将六皇子当作傀儡。 然而六皇子登基一个月以来, 手段铁血, 雷厉风行, 朝政处理起来游刃有余, 完全不像一个才恢复神志不久的。 原本奄奄一息的朝局, 硬是在他手中起死回生。 至此, 朝臣终于回过神来, 什么过忌, 只怕这位六皇子原本就是永安王的亲儿子, 不然, 玉小王爷怎么敢如此放心地将朝政完全交给他, 而不担心被反噬呢? 玉小王爷不肯登基, 那是绝不肯给仙太子爷招惹一丁点的污垢和骂名。 安博王府, 玉欢坐在陆平山怀里, 外公, 我有亲哥哥了。 这话玉欢说了无数遍了, 每天一睁眼, 逢人就得说一句。 陆平山抱着他, 宛若抱着自己的小女儿, 又像抱着自己的小孙女。 嗯, 你哥哥是皇帝了, 还给外公平反了, 你哥哥真厉害。 玉欢仰着小下巴, 那当然, 不过我哥哥虽然厉害, 我哥哥厉害, 我哥最厉害。 哥哥是六皇子, 是现在的皇上, 哥是玉燕。 顾恒抱比鞋靠在树干上, 瞧着这一老一小聊天, 眯着眼嘴角带了点笑。 前天老南瓜传来消息, 说前周一切平稳, 他和阿花在那边开了一家药堂, 让他放心, 也让他该放下过去, 就放下过去。 现在这一世, 他还小, 有着大好的未来, 往前看才是正道。 啰啰嗦嗦写了三大篇, 最后总结一句话, 别太怕死, 没那么容易就死了。 顾恒仰头看了看天, 怕这个字就很玄妙, 怎么可能说不怕就不怕呢? 那些亲身经历过的事, 装装见见, 怎么可能说忘就忘记? 连死都能忘记的话, 别的, 还有什么能记得? 顾恒这辈子不会忘记, 他死了七次, 活了七次倒霉催人生。 我要吃羊肉串。 玉欢不知道什么时候, 从陆平山那里过来, 牵了顾恒的手, 他现在不怕肉串一类的东西了, 十分痴迷羊肉串, 亮晶晶的眼睛笑成月牙弯弯的形状, 朝着顾恒扬起小下巴。 我现在可不是郡主, 我是公主, 本公主要吃羊肉串。 顾恒神思一收, 朝着本公主脑袋上揉了一把, 心里乱七八糟的想法全没了。 呆子, 吃羊肉串去, 不过吃的时候小心点, 不许拿着签子乱戳, 签子容易戳死人的。 顾恒这一套叉叉叉, 容易死人, 玉欢早就听得起茧子了, 压根不接这一场, 只牵了顾恒的手。 我有点想挨花和南瓜叔了, 你想不? 嗯。 顾恒偏头看着玉欢, 玉欢亮着小眼睛。 下个月, 江大人要去泉州。 江大人去泉州做什么? 你听谁说的? 顾恒有些意外, 挑眉看玉欢。 刚刚我哥和嫂嫂在屋里说话, 我听抢脚听来的, 好像是说, 江大人回北宴之前, 要去一趟泉州, 而且我哥和我嫂嫂也要去呢, 到时候咱们跟着, 又能见到阿花了。 顾恒一阵无语, 老南瓜之所以留在泉州, 就是不想和玉焰再有接触。 这, 不知道等玉焰去了泉州, 老南瓜要如何了。 想及此, 顾恒吹了个响亮的口哨, 带着玉欢去吃烤羊肉串。 安博王府正房, 玉焰翻身躺平, 喘着粗气。 你怎么还不到石榴啊? 他快委屈死了, 顾恒笑得不行, 顾恒给玉焰定了个死规矩, 顾恒不到石榴, 不许他俩针刀石枪, 回回他俩都是仿佛做了什么, 又仿佛什么都没做。 顾恒摸摸玉焰的脸, 快了快了, 入了冬距离我生辰也就不远了。 他侧躺着看着玉焰, 眼里还带着刚刚情质浓触的神色, 并未完全散去, 眼尾透着红。 你想好了, 咱们要去泉州。 玉焰手一揽, 又把人孤进怀里, 孤落身上带着一点黏腻, 两人谁都不在意, 玉焰将人搂得紧紧的。 北焰有将回, 起码他在朝的这些年, 北焰与我们不会有战乱。 但是南照难说, 钱中那地方太得出了, 我不亲自去守着, 不放心。 朝堂之上老六做得很好, 用不着我在做什么, 不如去泉州替他守着点, 等他彻底将是皇位坐稳后, 被遭见了二十多年的江山, 总该要休养生息, 重复繁荣的。 我得守好南照, 再说了, 当年的事儿, 南照先如今的皇帝, 岂能不让他血债血偿。 萧家园已经跟着萧克去了齐北, 齐北重新组建了萧家军, 玉焰再去乾州的话, 也方便将西北军更好地掌控住, 等到全部稳定的那一天, 就是尖刀对向南照的那一日。 顿了顿, 玉焰低头亲了孤落一下。 我说了, 我要重新追你, 在京都不够我发挥, 去了乾州山高皇帝院, 我就是那里的土皇帝, 想怎么追你就怎么追你, 我不能登基, 都能换个地方, 让你荣华一生, 不受任何人的委屈。 到这里全文就完结咯, 到这里全文就完结咯。